娘,你别担心,我肯定会好的 你这里有没有绣花针 有的 娘,再给我拿个木盆来 杨桂花哀了一声 连忙找来两根绣花针和一个木盆给她 昨晚说半做起来 拿着针扎在自己右肩膀和左手上 暗红的血珠滴落在木盆里 小叔流血了 杨桂花见苏婉叔食指流血吓得不轻 她想都没想 上前就按住苏婉叔手上的伤口 娘,我没事的 把毒血放出来,我的病就好了 柳香送方大夫刚回来 提起门,看见苏婉叔血淋淋的 木盆里已经落了不少血 这是做什么 苏婉叔把对杨桂花的说辞又说了一遍 苏婉叔这小身板弱得很 不敢放太多血 感觉身上松开了几分 赶紧止住手上的血 柳香走到门口,把杨桂花叫到院外叮嘱她 桂花,万一婉叔真不成了 你可别让她死屋里 要放门口的门板上 她年轻小,死屋里对你家不好 柳香,小叔不会死 以后这样的话,你可不能再说了 刚刚背着贝勒回来的香木盐 正巧听到两人的谈话 娘,我捡了两只野鸡 你赶紧给小叔炖了 小叔吃了野鸡,病就好了 小妍,你进山了 娘,我没有 你说山里有老虎,小妍,是不敢去的 野鸡,是我在山下的荒草丛中找到的 别说,野鸡最喜欢钻荒草丛了 我最听爹娘的话 这是在荒草丛中捡的 鬼花,你别说小妍 这孩子从来不撒谎的 小叔娘刚给老虎咬死,我害怕 娘,我们有野鸡了 给小叔吃,小叔病就好了 好,娘这就去给小叔炖野鸡 肖家的木屋就一丁点大 院子传来的说话声 苏婉叔都听得清清楚楚 此刻苏婉叔心里五味杂陈 很是不好受 前世他是高高在上的神医 所有人都捧着他 只有他自己知道 在这些人当中 是没有人真心实意地 去爱护他 都是互相利用 各取所需罢了 被灵泉水滋养过的血液 流遍了全身 半下午,苏婉叔就开始退烧 脑子也不再昏昏沉沉了 香母言洗了手 就坐在苏婉叔床边 傻呵呵地看着他 小妍,你干嘛一直看着我 小叔长得好看 我要喝水 香母言屁颠屁颠地去给苏婉叔倒水 自己还喝了一口试试温度 有洁癖的苏婉叔看着香母言显着无语忘天 他喝过的水,让自己怎么喝 我不喝这一碗,你另外给我倒一碗 好 香母言仰头把黑桃碗里的水喝了个干净 又给苏婉叔倒了一碗 家里有东西吃吗 我肚子饿了 我去看看野鸡蛋,煮好了没 香母言刚出房门 苏婉叔立马把手里的黑桃碗拿进凌泉空间 大黑碗放在石髓下那个坑里,大小正合适 有黑桃碗在这里 以后石髓滴下来的灵泉就一滴都不会浪费了 王凤刚迈进萧家院门 就看见杨桂花已经把野鸡拿去炖了 杨桂花这傻子,今天做事情怎么就这么快了 这就炖上了 王凤的一双绿豆小眼快速在院里扫了一圈 刚才还阴冷的脸瞬间染上一抹喜效 在萧木炎的碑楼里竟然还放着一只大肥野鸡 桂花呀,你家今天杀鸡了 王凤看了一眼院子里的鸡毛 笑盈盈地往杨桂花身旁凑了过去 正在屋子里给苏婉叔剥鸡蛋的风木炎 听到王凤的声音立马警觉起来 小眼,怎么了 大伯娘是坏人,骗我的糖 赶紧把鸡蛋藏起来,别让大伯娘看到了 王凤可不是冲着这几个鸡蛋来的 她是惦记着捡回来的那两只野鸡 大嫂来了 我刚才从地里回来时,痛见小眼打了两只野鸡 我家金宝整天去学堂念书,累得脑子疼 你给我一只野鸡,给金宝补补身子 以后等金宝考上状元,当了大官 不会忘记你这个三神的 王凤之前没少拿金宝念书累这个法子 从杨桂花手里骗走不少东西 在杨桂花看来 能去学堂念书的孩子都很厉害 以后能有大出息 她苦点没事,不能苦了念书的孩子 可今天不行 她家的野鸡是要给苏婉叔救命的 给了金宝 她那可怜的小叔怕是就活不成了 大嫂,野鸡是我要留给小叔吃的 等贯城从山里回来 再给金宝带吃的 鬼话你傻呀 苏婉叔算个什么东西 我可听人家大夫说了 苏婉叔肯定是救不活了 你把这么好的野鸡给他一个死人吃 那不是浪费吗 我女生也活 小叔肯定会没事的 你不要乱说 王凤哼了一声 懒得跟杨桂花废话 转身就去拿碑楼里的野鸡 大伯娘 你能不能要点脸 这一院子人 就属你身子骨最强壮 你也好意思拿我家的东西 什么你家的 这明明是萧家的 只要是萧家的东西 我拿着野鸡回家吃怎么了 老萧家早几年就分家了 大伯娘莫不是被野鸡 掺得脑子里全是浆糊 我记得了 小贱人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是你长辈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肯定是活得不耐烦了 昨晚书见王凤这样的嚣张跋扈 就明白他以前 没少欺负江沐岩一家 大伯娘 你看我们家都好几个月 没有见肉星 你怎么好意思 来我家打秋风 你就不怕自己坏事太多 老天爷哪天看不过去收了你 我要个野鸡是给金宝吃的 老萧家以后能不能有出息 就要扣我家金宝 他吃点好吃的 也是应该的 哎呦 小贱人 你敢对我下黑手 大伯娘 小叔不是小贱人 祖母说过 你才是小贱人 肯定不会错 坏了人呐 大伯娘 要打死我媳妇了 小王室 你这是要做什么 小妍去打个野鸡 你怎么也好意思惦记啊 小冠城家日子过得怎么样 全村人都知道 一个瘸腿的人要养一家三口 已经是万分艰难了 王凤还能不要脸的来萧冠城家打秋风 他若是有本事去萧家老三家 看老三媳妇不撕了他 萧家老大萧冠李闻声赶来 见王凤被刘三虎呵斥 直觉脸颊发热 没脸接人 你这臭婆娘 我去店里干活 在这里胡闹什么呀 萧冠李咬牙切齿地 硬拖着王凤王家走去 平日里在村里嚣张跋扈的王凤 今天是把面子和李子 全都丢得干干净净 昨晚书被王凤如此一闹 本就虚弱的身子又吐了血 村里人认为 他是真的活不长久了 娘我没事 刚才吐血都是吓唬他们的 真的 杨桂花明显不信 这人都吐血了 伤得会轻 娘我没骗你 你不是给我炖了野鸡吗 我现在就想吃一大碗野鸡肉 吃完后 立马就会好的 脸上挂着泪的杨桂花 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 他扶着苏婉叔在床上躺下后 转身去看看锅里的野鸡炖好了没有 而香木炎则是一句话都没说 坐在婉叔的床边生闷气 小炎 你这是怎么了 那不妙是坏人 他骂小叔 苏婉叔没想到 香木炎竟然如此护着他 苏婉叔自言自语 道出心中的疑惑 因为小叔 现在是我的媳妇呀 我爹跟我说 男人就要疼媳妇 两人四目相对 苏婉叔莫名地有点脸红 正值中午 几个从地里回来的妇人 聚在村中老槐树下休息 萧家院子里 慢慢飘出野山季的香味 几个妇人咽了咽口水 七嘴八舌地 议论起寸里今天发生的事情 王凤这次也太过分了 萧冠成家都穷成什么样了 他还去打秋风 要人家野鸡池 谁说不是呢 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苏婉叔可是带了 五两银丝架到萧家 还有一对银镯子呢 众人料想的是一点都没错 王凤回家后 与萧冠里诉苦 老二家取来得那个苏婉叔 可是带着嫁妆过门的 你趁着萧冠成回来之前 想把这把银子给我拿来 萧冠里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他可摸不开面去干这种事 这个银子 不是拿来给咱们儿金宝 请个先生的 说不准今年秋天 他能考上同生 萧冠里天天盼望着萧金宝 能够考出点名堂来 被王凤说的有了几分心动 我总不能 直接登门要银子吧 我们先等两天看看 今天苏婉叔那灾行吐血了 活不成就 等他一死 怎么就让咱爹出面要银子 爹可是最疼金宝的 必众人惦记着的苏婉叔 此刻刚刚喝了一碗野鸡汤 吃了四个野鸡蛋 空荡荡的胃里 终于有点东西了 苏婉叔整个人也惊慎了几分 天色渐渐暗下来 孤狐的北风透过缝隙 垂进屋子里 小叔 你冷不冷 还好 被窝里的苏婉叔 手脚冰凉很不舒服 我给你暖暖被窝 娘说 我就是个小火炉 你抱着我 可暖和了 小母颜不等苏婉叔回答 脱了鞋袜 就钻进苏婉叔的被窝里 前世的苏神医不尽难色 从来没有和男人 一个被窝睡过 这半大孩子的小母颜 也是让他很不安 小颜小叔 你们两个赶紧睡吧 我坐会儿针线火 娘 我跟你一个床睡 不行 小叔 你是我媳妇 就应该跟我一个被窝 小叔 就让小颜跟你一个被窝睡吧 他火力大 有他给你暖被窝 晚上睡觉不会冷 娘 你也早点睡 屋里的小油灯 荒线太暗了 你白天在做针线活 小叔 你看我带什么回来了 第二日醒来 屋内只剩下他一人 杨桂花和香木颜 都出门了 昨晚叔暗暗唾弃 自己心真大 昨晚竟然一夜无梦睡到现在 他手里可是有无良银子 这要是歹人惦记着夜晚来偷 今后的日子那是雪上加霜 趁着没人 苏晚叔把银子和那堆银镯子放入空间 走到灵泉水旁 只见碗底有一滴晶莹剔透的灵泉水珠 苏晚叔心中颇为欢喜 端起桃碗就要喝了下去 突然转念一想 今日这一滴灵泉水 必能解身上其毒 顺便还能帮他脱胎换骨 如果真是这样 村里人怕是会把他当作妖女 活活烧死祭天 还是循序渐进地来吧 苏晚叔拿起黑桃碗 往里倒了一碗清水 用来稀释一下灵泉水 自己端起来 孤冬喝了一大口 剩下的倒入屋里的储水缸中 这可是好东西 萧木炎和杨桂花每日喝一点 不求长命百岁 但保身体健康就行 小叔 你看我带什么回来了 小妍 大水牛是怎么来的 是娘拿了五百文钱 在村子里租了一头水牛 娘说了 水牛奶最养人 你现在还病着 应该多喝点水牛奶 这一年内 母牛生下的小牛毒 也是咱家的 租的 苏晚叔围着大水牛 转悠了一圈 杨桂花怕是又上当受骗了 小叔你醒了 我去给你煮奶喝 娘 我来帮你生火 小叔 你去床上躺着 我又给你抓了药 这些日子 你要好好养病才是 杨桂花说完 拿着一个桃盆 去院里挤奶去了 大水牛 估计生小牛挺长时间了 杨桂花忙活半天 贴纸挤了小半盆水牛奶 牛奶倒入锅里 小火慢慢煮开 浓浓的奶香在院子里飘荡 香木炎蹲在一旁 潜得猛吞口水 却忍住没说要喝 杨桂花端着 只有一小碗的水牛奶 走进屋里 满脸欣喜地 捧到苏婉叔面前 小叔 赶紧趁热喝 苏婉叔接过牛奶 仰头正要喝 看到站在床边的香木炎 他又拿了一个桃碗 把牛奶一分为二 递了一碗给香木炎 我一个人喝不了这么多 我俩一人一半 小叔给你的 你就喝吧 好嘞 香木炎得到杨桂花的同意 拿起牛奶 大口地喝了起来 娘 你帮我尝尝 水牛奶甜不甜 苏婉叔笑咪咪地 把牛奶凑到杨桂花嘴边 杨桂花没多想 轻轻抿了一口 甜 又香又甜 喝了水牛奶 三人一起喝了一点 玉米面杂菜粥 杨桂花就打发香木炎 去割青草回来喂水牛 小妍 你要多割一些青草回来 水牛喂饱了 你们明天才能有牛奶喝 娘 我想跟小妍一起去割青草 可你还病呢 我已经退热了 昨天吃了炖野鸡 身上也有力气了 娘 我整天在家闷着 也不好 说不定出去干点活 出一身汗 病就彻底好了 杨桂花拗不过苏婉叔 她纠结了好一阵才同意 让苏婉叔跟着香木炎出去走走 但不准她割青草 小叔你看 这里有红的小野果 这是人参 两人并排着往青石山走去 路上遇到村里人 苏婉叔都甜甜地叫着伯娘婶子 很是惹人喜欢 小剑皮子 不是被王奉打得吐血了吗 怎么还能出门 这看着也不像要死的人呢 想着今天上午 在村里听到杨桂花 送了一头水牛的消息 吴老太多少有点急 苏婉叔再不死 杨桂花手里的银卷 怕是要被村里那些王八蛋 给骗干净了 不行 得赶紧想个对策出来 苏婉叔出了村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就没闲着 他观察着南风村周围的地形 以此判断这边能采什么药材 小叔 那边没有水牛爱吃的青草 我们去看看 说不定有呢 香木炎走在前面 拿着金条 一边敲打灌木丛 一边给苏婉叔挑着扎人的枝条 苏婉叔见香木炎如此会照顾人 心中暗暗感叹 一个傻子 比一个正常人都可爱 小叔你看 这里有红的小野果 这是人参 苏婉叔有些不确定地走上前 红果子好吃 香木炎伸手想要摘红果 却被苏婉叔拦住了 这东西能随便吃吗 苏婉叔仔细查探了一下 还真是人参 从果子大小来看 这颗人参有些年头了 挖出来肯定值不少钱 小野 去找两根手指粗的木棍来 我们一起来挖人参 香木炎长得很壮实 木棍 咔嚓一下就给掰断了 我给你画个圈 你在圈外面挖土 我挖里面的 好嘞 我最喜欢挖坑了 说着 香木炎拿着木棍就开始挖 他力气大 很快就在人参周围挖了一圈四指参的小浅勾出来 人参的根须扎得很深 有香木炎的帮忙 不过半下午的功夫 苏婉叔就起出来一根拇指粗的人参来 小叔 我肚子饿 想吃这根萝卜 这是我们要拿到镇上卖钱的 不能吃 苏婉叔小心地把人参放进碑楼里 又从地上挖了一些湿润的青苔覆盖在上面 青苔能让人参保持新鲜不掉秤 小叔 我在山上半下午了 我肚子好饿呀 刚才的红果不让吃 这个白萝卜 让我啃一口吧 我们去周围看看 能不能采几个蘑菇吃 香木炎一天有蘑菇吃 立马就原地复活了 苏婉叔带着香木炎爬上山顶 仔细观察了一会儿 顺着东侧的山脊走了下去 这路崎岖难走 但也捡了不少白馒头膜 白馒头膜物如其名 长得犹如白馒头一般 没有散盖 这种膜一般在下雨过后比较多 也喜欢生长在温暖潮湿的地方 香木炎拿了一根长长的狗尾巴草 在灌木丛中穿梭 没一会儿功夫就采了一大串蘑菇 小叔 白蘑菇好吃 我们多捡一些 这些蘑菇看着大 一下锅可就没有了 蘑菇炖野鸡 最好吃了 香木炎想起杨桂花做的蘑菇炖鸡 只感觉肚子饿得更厉害了 娘 你看我和小叔捡了好多蘑菇 好多蘑菇呀 今天晚上我们就吃炒蘑菇 娘 这些蘑菇你全炒了 别留过夜 这么多 我们只三个人怕是吃不完吧 白馒头膜 看着个头大 一下锅就没了 杨桂花拿起蘑菇去河边清洗 苏婉叔找了个竹篮把人参放好 拿着青草给大水牛吃 他见大水牛的石盆里没有水 就从大水缸里 咬了一瓢倒入石盆中 大水牛只吃这点青草 可不会产奶 他得给大水牛好好补补 小叔 你喝 水好甜呢 苏婉叔心中惊异 香木炎这嘴也太刁了吧 竟能尝出水缸里灵泉水的味道 娘 明天我们就有钱了 你只管跟我一起去镇上 小叔 你是想把那五两银子给花了吗 万万使不得呀 傍晚 杨桂花拎着韭菜走了进来 她去柳香家用蘑菇换来的 白馒头馍炒韭菜 在里面加两勺鸡汤 简直不要太鲜美哦 杨桂花一家三口 吃的是狼吞虎咽 差点没把自己的舌头都吞下去 嗯 吃到好饱啊 明天我们一起去镇上 给你买白面包子吃 小叔 白面包子很贵 你想吃 赶明儿我去买一斤面二两肉 在家里给你做 娘 明天我们就有钱了 你只管跟我一起去镇上 小叔 你是想把那五两银子给花了吗 万万使不得呀 这银子是留着给你治病的 娘你放心好了 我今天在山上 跑了大半天出了好些汗 身上轻快了很多 这些红枕 很快就能自己退了 红枕能自己退吗 能 娘你要相信我 做完书把在山上挖的人参 拿给阎桂花看 娘 明天 把这棵人参卖了 手里有钱了 我们多卖点粮食回来 此时 千万别和外人说 这 这真是人参 是人参 还是棵老身呢 小叔 明天带你和肖木炎去镇上 第二日 苏婉叔在脸上 蒙了一块破旧的帕子 带着杨桂花和肖木炎 卸了岁叶诊 神河药铺 娘 就是这家 苏婉叔三人走进药铺 大嫂 抓药吗 不 不是 小哥 你们掌柜的在吗 我们掌柜的在 姑娘稍等 我这就去教 刘掌柜 我这有一颗百年人参 不知道刘掌柜是否感兴趣 苏婉叔说着 把人参从杯楼里拿出来放在桌子上 轻轻地揭开上面的青台 当下 百年人参可不多见哪 刘掌柜走到桌前 看到桌上的人参 眼睛突然一亮 他轻手轻脚地把人参从桌子上拿起 只见根须完整 一看就知道是董行的人挖出来的 这人参是我爷爷挖的 为了这颗参 他腿都摔断了 刘掌柜 你可不能糊弄我价格 我现在等着卖个好价格 好去找大夫给我看病 苏姑娘啊 你这株人参 差不多有三四十年 百年是没有的 我给你一百两银子 你看可好 苏婉叔不知道当下人参的具体价格 刘掌柜开口就给了一百两银家 这已经是大大超出他五十两的期望价 他这人心宽 也没想着要把人参买出天价来 于是很是爽快地答应下来 从药材铺子里出来 走了好远 杨桂花才如梦初醒 小叔 刚才那人参你 你卖了 娘 这个是我们家的秘密 你谁都不能说 就算是外祖母那儿 你也一个字都不要提 杨桂花忙得点点头 那是一百两银家 他哪里敢说 放小盐杯筐里能安全吗 镇上可有不少小偷 没事 我会藏好的 小叔 白面包子 香木炎才不会惦记 那颗白萝卜能买多少银家 他只想着苏婉叔答应过他的 今天买肉包子吃 好 今天小颜想吃多少都行 小叔我不吃 你和小颜吃吧 娘你忘了 我们现在有铜板了 可是 可是 不等杨桂花可试完 苏婉叔已经买了六个大肉包 苏婉叔自己吃了一个 大葱肉馅的 味道很是不错 杨桂花还是不舍得吃 冷不丁被苏婉叔硬塞了一个在嘴里 妹子真是好嫡妻呀 女儿如此贴心 是媳妇 我媳妇 卖包子的大娘 被香木炎那一本正经的模样 逗得哈哈大笑 说香木炎以后肯定是个疼媳妇的 桂花 你这是带着孩子出来买什么了 我看两个碑楼都沉甸甸的 现在苏婉叔有赢家 直接开启买买买技能 米刚空了 买米 面刚空了 买面 没有油 没有肉 没有衣服 没有鞋 买 全部买下来 娘 中午有回咱村的牛车吗 杨桂花看了看太阳的位置 玄叔家的牛车应该还在 我们坐他的车 一人就要两个铜板 小叔 我们还是走回去吧 六个铜板能买六个包子呢 娘 我身上没力气了 这么多东西 路上遇上歹人怎么办 杨桂花点点头 带着苏婉叔和香木炎去坐牛车 全叔的牛车已经坐了三个夫人 他们看到杨桂花带着苏婉叔和香木炎 全都一愣 不是说苏婉叔快死了吗 可看着不像啊 还能自己走到镇上来 脸上还带着蒙面金呢 应该是病还没好透着 苏婉叔交了六个铜板坐上了车 刚坐下 方婉子就很是热情地凑上钱问道 桂花 你这是带着孩子出来买什么了 我看两个碑楼都沉甸甸的 家里没粮食了 买了点 婉叔的病真是大好了呀 沈娘 我病好很多了 那就好 那就好 只是你脸上的这些疹子 以后怕是会流疤 哎 可怜劲的 以后你和小颜安稳过日子 就算连毁了 也不打几 村里人都是苦日子熬过来的 看着苏婉叔在鬼门关转了以前 又活过来 他们是打心底里为婉叔高兴 不出半日 整个南方村都知道 杨桂花带着苏婉叔和香木炎 去镇上买了好多东西 也有人羡慕杨桂花 早知道苏婉叔的病能治好 他们就应该早开口 把婉叔取回家 吴老太听着村里人的议论 那脸色比锅底还黑 小山 你赶紧想个法子 把那五两银子要回来 今天我听人说 苏婉叔都能去镇上了 他怕是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今天村里不少人都看到 他家买了整整两杯楼的东西 那得花多少钱呢 娘 今晚上我就去萧家 对 对 萧家一屋子病入 我们把银子直接抢回来 只要银子到了我们手上 看他一家拿什么生火 另外一边的萧冠里一家 银散打着苏婉叔那五两银子的主意 当家打 苏兰也不小嘛 镇上的林秀才 如果能去咱们家苏兰 我们一家就飞黄腾达了 有了那五两银子的陪嫁 去林家说起心来 人家也能高看我们一眼 这事能成 你以后可是秀才的老丈人 小叔 我知道哪里有祭菜 萧冠里被王凤说得很是心动 那大女儿萧素兰 从小就天生丽质 冰雪聪明 我总不能去杨桂花家里抢吧 抢又何妨 杨桂花那个嘴笨的 你吓唬她一通 她也不敢张扬 那就这么定了 今天晚上我先去探探 刚刚进家门的苏婉叔 可不知道他们家 现在已经被凉伙人盯上了 娘 你拿木桶去挤水牛奶吧 我来烧火 怎么会有这么多 杨桂花看着大半桶的水牛奶 整个人都愣住了 昨天大水牛只挤了一碗水牛奶 怎么过了一夜 就能挤出来大半桶了 娘 下午我再给小妍 去多割点青草回来 大水牛吃的青草多 自然产男也多 小叔 你的病还没好透彻 小妇早些回来 娘给你和小妍炖肉吃 娘我知道了 我们只割一捆青草就回来 苏婉叔着急出去 那我不是为了一点青草 而是想挖祭菜 小叔 我知道哪里有祭菜 是吗 小妍去挖过祭菜 有一次 铁牛几个带我上山玩 我自己回家的时候 在一个山谷里看到好多祭菜 但娘和爹说 祭菜不好吃 我就没挖 娘肯定记错了 祭菜可好吃了 我们今天都挖点鸡菜 明天在家里 包鸡菜饺子吃 饺子是什么 苏婉叔背着贝勒和香木炎 并肩走在山间的小路上 他边走边和香木炎 说起饺子是怎么做的 都有什么馅儿 听到香木炎口水流了一路 差点都忘记了 小山谷的路是怎么走的 小妍 你确定是从这里走 小妍才不会记错 山上每一条小路 我都记得 苏婉叔看香木炎那 自信满满的样子 忍不住笑起来 有时候 人单纯点真的挺好 小叔 你看我没记错 从这里走过去 再穿过一个山洞 就是小山谷了 那我们怎么出来 顺着藤蔓爬上来很快的 果然 进入山谷 要从悬崖上跳下去 我们直接从这里下去 不就行了 这里下不去 都这边 说着 香木炎就拉着苏婉叔的手 往阳长小道走去 香木炎的手很大 很暖 苏婉叔只感觉心里有些别扭 却没松开 他有点恐高 小叔 不要往下看 你就不会害怕了 我才没害怕 你赶紧走 这里实在是太移密了 肥说的野菜随处可见 这里应该会有点小猎物 要不下几个兔子套 苏婉叔是个说到搜到的人 没一会儿功夫 就用坚韧的藤蔓做了十个兔子套 小颜 你怎么挖这么多鸡菜 鸡菜饺子好吃 小颜 刚才你不会是用手挖的鸡菜吧 说木板挖太慢了 还不如我用手挖比较快 小叔 你听草丛里 还是有什么 苏婉叔认为是他设下的套 不到猎物了 兴高才猎得去捡兔子 等他们走近一看 才发现并不是套的兔子了 而是一个小小的蜂巢 从树上掉了下来 黑头蜂 小叔快跑 黑头蜂 这人可疼了 小颜别怕 这些黑头蜂没那么可怕 苏婉叔很是轻柔地走上前 他嘴里发出嘀嘀的吟唱 像是歌谣 又像是低声的嘀喃 这是前世苏婉叔给一个大佬治病后 大佬交给他的驯风曲 这曲子学会之后 就没有他驯服不了的风 小颜 找个大树叶给我 以后 我们就有蜂蜜吃了 香木炎听到有蜂蜜吃 也不害怕黑头蜂了 手脚麻利地找来两片大叶子 把蜂巢包裹在叶子里面 苏婉叔和香木炎 这次出门收获可真不少 不仅寄下挖了 还捡了一窝黑头蜂 和四只野兔 娘 你做了什么好吃的 好香啊 我给你们炖了五花肉 快洗手来吃肉 今天杨桂花做的晚饭非常丰盛 有红烧五花肉 焖米饭 还有一盆青菜汤 三人欢声笑语地饱餐了一顿 杨桂花又拿了煮开的牛奶 给苏婉叔和香木炎喝 娘 你也喝 我们今天没割多少青草 但挖了不少鸡菜 明天早晨拿两把给大水牛吃 大水牛肯定会产更多的奶 娘 我放东屋窗台边上的那个篮子 你千万别动 里面养了一窝黑头蜂 等我们杨几个月 就有蜂蜜吃了 好 娘记住了 苏婉叔和香木炎出去跑了一天 早早就歇息了 杨桂花为了绣花 熬了大半夜 半夜后 杨桂花熄了灯 萧冠里翻过低矮的围墙 她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高兴 这五两银架 今晚就是她的了 萧冠里摸到房门口 推了一下 房门没被推开 正拿刀准备把里面的挡门幕撬开 突然身后不远处 传来稀稀缩缩的脚步声 做贼心虚的萧冠里 吓得嗷一嗓子大叫起来 那个黑影也被萧冠里这一声吓得不轻 好似被什么绊了一叫 只听一片嗡嗡声 不等他们看清楚是什么东西 两人就被黑头风遮得鬼哭狼嚎 娘 我们等会儿再出去 萧冠里和吴山被黑头风遮得痛苦大叫 深夜的南风村静悄悄的 被两人一顿杀猪般的嚎叫 瞬间就吸引了大半个村的人 黑头风被火光吓得返回风潮了 大伯杨父 怎么是你们 我 我还以为有鬼作乱 大哥 你大晚上的来我家做什么 我 我喝多了 这才误打误撞的 来了这儿 相信们不好意思啊 打扰大家睡觉了 小冠里 你站住 当我这个礼账是傻子吗 你们两个来冠城家 打的什么主意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 今天我就把话撂着 今后谁再敢偷偷摸摸来冠城家 就不要怪我不顾同村情义 直接把人送现大牢里去 李正 今天是我们糊涂 这样的事情肯定不会再发生了 平日里 吴山仗着家里有点银家 在村里那是墓中无人 今天被这么多人抓了个现行 自己的面子都要被丢光了 你们好自为之 都给我滚吧 冠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你们晚上睡觉 在门口堵上点东西 免得被歹徒进屋去 谢谢李正 今天如果没你来 家里出了这样的事 杨桂花吓坏了 她把房门关上 在屋里搬来装衣服的箱子 顶在门口 这才敢睡觉 娘 爹什么时候回来 小妍爹出去打猎 有七八日了 也该回来了 等爹回来 我们就把屋子翻盖一下吧 嗯 是该给你和小妍 带两间屋子了 宗婉叔和杨桂花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畅想着未来美好的日子 隔日千尘 宗婉叔去河边洗衣服 小叔 你是今天没看到 萧冠里和吴山家里 都请了大夫 听说两人 脸都肿得跟猪头一样 我看呀 他们就是活该 小叔这孩子 差点命都没有了 他们怎么好意思 还去家里偷银子 孙婉叔听了一肚子八卦 洗了两件衣服就回家了 今天中午有兔肉吃 我们过两日 再包鸡菜饺子可好 小叔 你还病着呢 怎么自己去洗衣服 你把衣服放床上 娘忙完了给你洗 娘 我天天喝牛奶 病好得差不多了 就是身上这些红疹子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退 娘 我要喝水牛奶 姜牧炎身体壮实地 和小牛独一般 仅仅一个早晨 就砍了这么多木柴 小炎你真厉害 一会儿多喝点水牛奶 不过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 你力气这么大的事 千万不要和外人说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 嗯 我和小叔的小秘密 娘 我要吃鸡菜饺子 小叔说 鸡菜饺子可好吃了 今天中午有兔肉吃 我们过两日再包鸡菜饺子可好 对啊 昨天还抓了好几只野兔 小叔说 炖野兔的时候 放几根红辣椒 味道更美味 娘 你会炖吗 中午我炖野兔给你吃 但你要帮我干活 把院子里的菜地翻一翻 家里没有菜 他准备用灵犬水多种点蔬菜 好嘞 我这就去翻菜地 送完叔把兔子切好 用水一抄就可以下锅炖了 小叔 你真厉害呀 能不能教教我 怎么把兔子切成这么多块 好吃好吃 我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甜的馒头呢 刚刚把菜种好的杨桂花 发好面后开始蒸馒头 锅里飘出来蒸馒头的香味 香气四溢 柳香家里的小女儿玲儿 被飘来的香味馋哭了 她只好厚着脸皮 来问杨桂花要个馒头 桂花 你这馒头里加的什么 可真香啊 也没什么 就是今天上午 挤的水牛奶有点多 我就牛奶货面蒸了馒头 没想到背道还真不错呢 杨桂花说着 拿起一个馒头一掰为二 塞到柳香手里 让她趁热尝尝 好吃好吃 我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吃过 这么香甜的馒头呢 柳香从杨桂花这里 带走两个馒头 被馋哭的孩子不计其数 五铁牛就是其中之一 五铁牛一路小跑回家 我要吃 肖木炎家里那种白面馒头 刚才还心疼孙子的吴老太 脸色一下就冷下来 铁牛 你给我从地上爬起来 都快要娶媳妇的人了 还为了一个馒头 跟奶奶置气 也不怕传出去 被人笑话 奶 你今天不给我要的 白面馒头 我以后 就不去四处上学了 我也不考童生了 回家给我爹看铺子去 我的小祖宗啊 你这是在王奶奶的胸口上捅刀子呀 没有办法 她只能厚着脸皮来到杨桂花家 你下次大放厥诀的时候最好看看 自己是在谁家 欺负的是谁 我家馒头都吃了 大家赶紧回吧 桂花 你家馒头 真的只是用水牛奶和面就这么香吗 确实只是加了一点水牛奶 没加别的东西 桂花 我记得你家这头水牛 刚刚从村里租的吧 是这么回事 我租了一年呢 吴老太听着院子里夫人们的一乐声 知道没馒头了 桂花啊 你得了我家那么多银子 可不能如此小气 你馒头蒸得那么好 何不再蒸一锅 反正你也不差那点钱 正在屋里闭目养神的苏婉叔 听到院里吴老太的话 整个人都惊呆了 他以为一锅白面馒头是什么 吴奶奶 你下次大放厥诀的时候最好看看 自己是在谁家 欺负的是谁 小贱人 别以为你出嫁了 我就奈何不了你 看我今天不抽死你 你敢动手试试 昨天吴山被黑头风遮得还不够狠 你也想来几下 宿万叔你这个白眼狼 我们吴家是白养你十四年了 这才一出嫁 就不认我这个奶奶 你等着吧 你这么不孝 早晚有天遭报应的 苏婉叔可不想听吴老太在这里喷粪 他做事就要去拿装黑头风的篮子 吴老太生怕自己被黑头风遮 撒腿就跑 小米妍 你是哥哥 就应该让着弟弟一些 孙婉叔见杨桂花 愣愣地站在院子里 赶紧上前安抚 娘 你别怕 我老太是坏人 我们就应该把她撵走 小叔 都是娘无能 如果娘有你一半的破灵 也不至于总让别人欺负 娘 以后我保护你和小妍 婆媳两人这会儿才想起来 萧木妍出去玩好半天了也没回来 萧木妍 你是哥哥 就应该让着弟弟一些 那么大一个白面馒头 你怎么好意思自己吃了 不留给弟弟一些 哼 上次金宝拿了馒头 也没给我吃啊 苏婉叔 你笑什么 苏婉叔已经认出 眼前两个半大孩子 是萧冠里的一双儿女 他们还有一个跟萧木妍 一般大的姐姐 好似在镇上做工 没笑什么 我来叫小妍回家 小妍不能走 她欺负我弟弟了 就应该给我弟弟赔礼道歉 然后再送上一份赔罪礼 小妍 你欺负萧金宝了 我才没有 我就是在她面前 吃了一个白面馒头 她没抢到 自己摔地上哭了 小妍 你也听小妍说了 她没欺负人 拿馒头就把你弟弟馋哭 这也算欺负人 那我也没办法 苏婉叔 没想到你嫁人之后 嘴倒是比以前能说会道了 原来你在吴家都是装的 我告诉你苏婉叔 你也就诃骗一下别人 在我萧云面前 你还是那个没爹没娘要的一种 再敢欺负我爹 我来日大姐回来 一定要你好看 小妍 你敢打我 我这是被个小姑娘威胁了 对 小妍 你赶紧给我赔个白面馒头 否则让我大姐 走到你满地找养 大姐是坏人 我不怕 我姐才不是坏人 你们全家都是坏人 你爹心都烂坏了 上山打猎 肯定有去无悔 早晚死山上 萧木炎仗着通红的脸 双手紧紧握成拳头 想要去揍萧金宝 瘸子死山上 傻子饿死在家里 只剩下的赤娘活得不如狗 嘿嘿 你也活得不如狗 小傻子 你敢打我吗 只见萧木炎 犹如小旋风一般 朝萧金宝冲了过去 小妍 下手轻点 别把人打死了 你爹才死身上了呢 你娘才吃 萧木炎 你敢打我 打 萧云看见金宝被打 吓得站在原地 目瞪口呆 管过神的她 害怕自己被揍 撒腿就往家跑 去叫她娘来 小妍 快跑 苏婉叔见萧云 跑回家搬救兵 拉起萧木炎就跑 萧木炎 你爹回来了 你爹回来了 桂花 冠城哥去山里 有些日子了 如果再不回来 我就去隔壁村 张烈护家 帮你打听一下 看她有没有 在山上遇到冠城哥 去打听一下也好 村里的流言 我也听到了 桂花 别听村里那些 长蛇腹乱嚼蛇根子 冠城哥 肯定会平安归来的 嗯 我相信冠城 肯定不会抛下 我们母子的 桂花 你看 今天上午 你种下的菜苗 这会儿全活了 这样的事 以前可从来没发生过 桂花 这可是好兆头 你只管放心 冠城哥肯定用不了 几天就回来了 小冠城在出去小半个月之后 终于衣衫褛褛的 背着一头小野猪回村了 也不知道杨桂花和肖木炎 这半个月是怎么熬过来的 冠城 你回来了 三大爷 你这是刚从田里回来 村里人如此对他 说明他家里没事 媳妇儿子安好 萧冠城自然是高兴的 有孩子腿脚快 早早跑去肖木炎家里报信 苏婉叔和杨桂花 正在家里摘祭菜 小木炎 你爹回来了 你爹回来了 孩童的声音 把杨桂花手里的祭菜 全都吓得掉在了地上 小叔 刚才那孩子喊什么 冠城 你可回来了 你可回来了 娘 刚才他们说小颜爹回来了 小颜爹回来了 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拔腿就往村口走 远远的 他看到一身穿着破烂的萧冠城 杨桂花强忍的眼泪 再也憋不住 冠城 你可回来了 你可回来了 回来了 桂花 我打了只野猪 桂花别哭 回家我给你做红烧肉吃 好 冠城 这是小叔 是我给小颜娶的媳妇 萧冠城身子一僵 一脸不可思议地看向苏婉叔 他只离家半月 他儿子怎么就起妻了 萧冠城朝苏婉叔点点头 带着两人回到家里 爹 你回来了 刚刚回家的香母爷 扔掉手里提的凉桶水 撒鸭子就奔着萧冠城扑了过来 臭小子 都这么大了 还冒冒失失的 爹出去半月 怎么感觉你更结实了 我看看 是不是又长高了 爹 这是我媳妇小叔 小颜 你都娶媳妇了 今后你就是家里的顶梁柱 要记得对媳妇好 让我看到你欺负小叔 小心我拿棍子揍你 爹 我知道 小叔啊 我和你娘刚才商量了一下 回头我把野猪肉卖了 就重新起个院子 再给你俩摆两桌酒席 小叔你放心 别嫁姑娘有的 爹都会给你 二十文艺精肉 先到先得 桂花 我们的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 以后有小叔在 你也能轻松些 小叔是个好孩子 比我强 苏婉叔嘴巴利落 脑子也利落 杨桂花对他是一百个满意 萧冠城在院子里 架起一个大铁锅 准备把他从山上抓的野猪 给收拾了 爹 你是怎么让野猪这么老实的 我给他吃了麻痹草 只需要这么一株 就能让他几个时辰动不了 小妍 你带着小叔出去玩 我杀野猪会见得到处都是血 小叔看了会害怕 爹我不怕 我去拿木盆 帮你接猪血 猪血可是个好东西 做成猪血豆腐 米肠 那都是苏婉叔的最爱 爹 从这里下到 这样猪血流得干净 大股大股的鲜血流到木盆中 爹 猪肠别丢 小叔 你要臭臭的猪肠干啥 一会儿我做红烧大肠 你可别馋 萧冠城让香木炎去村里喊一喊 谁家想吃猪肉的 可以来他这儿买 他的野猪肉 仅卖二十文钱一斤 早来早挑 二十文一斤肉 仙道仙德 爹 我们把猪股踢出来吧 卖也不值钱 不如留着 熬股摊给家里人补身子 小叔啊 我听你娘说 你们卖人参得了一百两银子 是 我和小颜在山上无意中 挖到一株人参 卖了一百两银子 这盐子你放好了 留着你和小颜过日子用 家里只要迭在 我是不会让你们受委屈的 非要瞒不讲理 那就对不起了 冠城啊 你可回来了 再不回来 家里可就乱透了 大嫂 你有什么事吗 我就来看看 听说你打了一头野猪 还是来晚一步 早知道就该快走几步 说不定还能剩下点肥肉 大嫂 我这是野猪肉 二十文一斤 如果你要 我再送你个猪耳朵 冠城 我是你大嫂 是自己人 你怎么还好意思收我钱呢 再说 你大哥和侄子现在 都还在家躺着呢 这不是你家取的 造把星给闹的 他们两个也不至于 如此倒霉 冠城 你可要弄明白 家里躺着的 可是你亲大哥和侄子 是与你有血缘关系的 输亲输远 你总要分清楚 大嫂 我不在家这段时间 家里发生的事情 桂花已经跟我说了 你买肉 我多送你个猪耳朵 已经是对我大哥 仁至义尽了 你非要瞒不讲理 那就对不起了 小冠城突然一甩手 把锋利的屁股刀 扎在案板上 吓得王凤仪 屁股坐在地上 小 小冠城 你想做什么 大伯娘 我爹的意思 已经很明白了 要不你自己 拿铜板买肉 要不 你就赶紧走人 以后再想来我家 打秋风 你自己先在心里 掂量一下 我们不是这么好欺负的 苏婉叔 你别太嚣张 以前你娘不管你 你就在这个家里 没大没小的 现在你爹回来了 你最好收敛一下 我爹也很讨厌你 看着王凤晖溜溜地跑了 苏婉叔咯咯地笑起来 你再不回去 家里都要被苏婉叔 那个骚把星 就呼呼散了 你们说是吴家的苏婉叔 正是 娘 你不知道 前段时间苏婉叔的养娘 被老虎给咬死了 吴老太就想给吴山续咸 看上的是隔壁村的 黄花大闺女 我记得吴家那姑娘 平日里沉默寡言 不像你说的这般凌厉呀 娘 你是不知道 那日吴老太都准备把苏婉叔 脱后山给扔了 他不知道中了什么鞋活过来 整个人和变了一样 琉牙力齿力还极了 娘 你赶紧回去吧 你再不回去 家里都要被苏婉叔那个骚把星 就呼呼散了 你这张嘴胡咧咧啥 我们萧家好着呢 怎么会被个孙媳妇就祸祸散了 你先回去吧 我回头给你爹商量一下再说 娘 王凤还想再劝劝 冠城家的那块猪后腿肉 可等不起啊 好了 你来一趟镇上不容易 还是先去看看素兰吧 她随手撒下的玉米和小麦种子 一夜之间成熟了 苏婉叔闲着无事 悄悄分了一丝精神 去瞧瞧空间里的情况 紧用了一天一夜 空荡荡的灵犬空间内 金灿灿的一片 她随手撒下的玉米和小麦种子 一夜之间成熟了 在农田的最边上 还有一排绿油油的小苗 不用想苏婉叔也知道 这个应该就是 她那一把人参子 长出来的小人参 天渐渐暗了下来 杨桂花在屋里点了一盏油灯 她拿出前几日买的布料 给一家人才布缝衣服 苏婉叔和香木炎 一人守着一个小瓦罐 苏婉叔在罐里 养了十只大小不一的蝎子 看得津津有味 而香木炎的罐内 则是放了两只蛆蛆 她拿一根狗尾巴草 时不时地戳一戳蛆蛆 想让他们打架 小罐常走进屋里 昏黄的灯光下 一家子过得安安稳稳 看到这温馨的一幕 哪怕日子过得穷 也是幸福的 桂花 明天再逢吧 天晚了 你别熬夜 对眼睛不好 你身上的衣服 都洗得泛白了 现在日子好过多了 赶明儿 我多给你们做几身新衣服 娘 明天我们去镇上 买两套成衣先穿着 家里的被褥也换了 小叔说得对 明天我租个牛车 咱一家子去镇上 置办点东西 我也去镇上问问 现在泥瓦匠的价格 看看我们改四间屋子 要花多少银子 第二天 一家四口早早地吃过早饭 准备租辆牛车去镇上 此时 萧奶奶老两口 带着老三一家回到了南风村 直奔萧冠城家 冠城 我听说小颜娶妻了 这就是小叔吧 我听你大伯娘说 前些日子 你脸上的疹子一直美好 最近可看过大夫 苏万叔眨眨眼 有些搞不明白状况 传闻中的萧奶奶 不是不待见 萧冠城一家吗 奶 我已经看过大夫了 大夫也瞧不出来 得了病症 我也不发烧了 红疹也退去了一大半 可不知为什么 现在脸上还有一些红疹 迟迟不退 你年纪还小 身体恢复得也快 说不定 自己就能把这病扛过去 冠城啊 家里又多了一张嘴 你这边日子过得紧吧 就让小颜和小叔 去你三弟家吃 娘 三弟不是在镇上吗 老三媳妇生了双胞胎后 上了身子 一时半刻 是摆不了 馄饨摊了 管节又不会调馅 他包的馄饨 我都不吃 哪还能卖得出去 倒不如回家种地 最少还能填饱肚子 按理说 萧冠杰家都这样了 他老娘应该把手里的粮食 掐得更紧才是 怎么还让小颜和小叔 去老三家吃饭 这也太不像他娘的风格了 管成 你发什么呆呢 娘 你怎么突然对我家这么好 以前小颜饿的挖挖叫 你都没舍得一个杂粮窝头给我 你这孽障啊 如果不是你执意要从军 娘哪里要受这些苦 为了你 娘这些日子过得艰难 你可知道 你小子只顾着报效国家 可记得你还有个老娘 管成 你这是做什么 怎么能对娘如此无礼 娘刚从镇上回来 你还不快拿些好肉好菜 孝敬娘 你还把娘给说哭了 这就是不孝 杨桂花 你还傻站在这里做什么 还不去拿肉 昨天我可是看见了 你家留了一大块野猪肉呢 你给我闭嘴 如果家里没你挑事 哪会跟现在这般鸡犬不宁的 还不走 处在这里做什么 管成 今天我刚回来 家里还要收拾一番 回头你来家里一趟 我有事跟你说 好 管节的屋里好久没住人了 一会儿就让桂花过去帮把手 萧奶奶摆摆手 拒绝了萧冠成的好意 转身先走了 二哥 回头家里来 我那两个小奶娃可好玩了 你还没见过呢 好 家里唯一能给他带来温情的 也就是老三萧冠节了 但每次进山打猎 杨桂花独自在家没有吃的 都是萧冠节叫赵家来送粮食 杨桂花才熬过那些最为艰难的日子 看来传闻不可信呢 我还要亲自接触一下萧家的人才好 金宝娘这话说得在理 我这脸 可是在老二家伤的 官城 你说冠节家的两个小娃娃 能不能喝我们家的水牛奶 不着急 下午等我们去冠节家看看再说 死老太婆 一回来就给我记手 哼 你等着 等你躺在床上不能动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 娘 我就说让你不要去 你偏不听 你只记得平日里奶奶不喜欢二叔 可你哪次见过老太太 在二叔家拿过吃的 我就是气不过 萧冠城打了那么一大头野猪 凭什么不分给我家一些 再这么说 你弟是大哥 他就应该拿最好的东西来孝敬 金宝娘这话说得在理 我这脸 可是在老二家伤的 他回来后 也不上门看看我 就是没把我这个大哥当回事 萧素兰被一声响雷 猛地吓醒 窗外的天空阴沉沉的 萧素兰一个翻身从炕上下来 随手拿了一把油纸伞就出门了 萧素兰打着油纸伞 来到萧冠城的木屋前 果然如梦中所言 萧冠城家是村里地势最低的 一到下雨天 萧冠城门口总会积很多水 但水从没没过萧冠城家的门槛 果然是个聚报盆 暂时抢不了苏婉叔的空间 先占了这湖地倒也不错 二哥 二嫂来了 屋里坐 屋露偏逢连夜雨 屋外下着小雨 屋里还在嘀嘀答答露着雨 三叔 你怎么不在屋里放两个碳盆去除湿气啊 大人能扛得住这么仇湿 两个小娃娃怕是受不了 索拉你有信了 回头我去找李正 给金宝劈块择基地 萧奶奶和赵家听到萧冠城来了 从内屋抱着孩子走了出来 屋子里人多说话有点吵 两个小奶娃却睡得安稳 这两个小奶娃可真乖啊 众人还没说几句话 萧素兰打着一把油纸伞进了屋 萧素兰很是礼貌地跟堂屋里的人打招呼 她脸上带着得体的笑意 一挤一动 尽显得温柔娴淑 苏婉叔不动声色地打量着萧素兰 萧素兰一会儿问问萧奶奶身体好不好 一会儿抱起赵家的两个孩子说可爱 爷爷 金宝在镇上念书很辛苦 我就想着给他早些计好房子 他也能安心念书 索兰你有信了 回头我去找李正 给金宝披块宅基地 萧金宝是萧老爷子的心头肉 听到萧素兰要给金宝盖房子 脸上的褶子笑得都要拧一团了 爷爷 你看这样可行吗 萧嫣也成婚了 二叔家的房子肯定是住不开 不如让二叔家也跟着起一个大一点的新房 住着也是方便一些 这些年二叔家里日子过得艰难 我这个当侄女的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不如这样 我出银子把二叔的老五买下来 用来重新给金宝起房子 二叔拿着我的银子去找李正 重新找块宅基地起房子 如此既能保全了二叔的面子 我也能帮衬一下 索兰啊 你是小辈 你二叔家哪里需要你照应啊 你老大不小了 也该攒点嫁妆出嫁了 按理说 你二叔家应该给你添点嫁妆才是 爷爷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事 都是一家人 我能多赚一点银子 自然是要照应家里的 你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 索兰 你的好意 二叔心领了 我这次上山 打了头野猪卖了钱 加上之前攒下了铜板 也够给小颜和小叔 起个房子的 索兰姐 我是带了嫁妆来的 我家有银子 起房子 你不如孝敬一下爷爷奶奶 他们和三叔住一起 房子却如此小 如果能帮他们翻修一下 实在好不过了 要说起来 现在最困难的是三叔家 三舍生弟弟妹妹上了身子 要好好调养才行 家里就剩下三叔 一人赚银子了 他肯定很辛苦 你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 半叔 我记得你以前 是个不爱说话的 怎么突然变得 这么能说了 被人欺负得怕了 自然会反击 我死过一次 倒是看透了不少事情 以后谁敢欺负到我头上 我定千百倍奉还 小叔 以后我保护你 爹说过 我要保护媳妇 我一定能做到 小叔 你就应该这样 谁敢欺负你 你就骂回去 打回去 若是打不过 就来找奶奶 奶奶帮你 二叔 我们肖家再穷 也不能用媳妇的嫁妆 还是遵照我说的 我来买你的老宅 你重启一处院子吧 苏兰 你的善意家里人都知道 你二叔的老宅 是万万不能卖的 我还要等你二婶 在老宅给我生孙子呢 在此之前 你二叔还不能离开老宅 苗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就不能离开老宅子了 苗 我都这一把年纪了 哪里还生得出孩子来 万一生不出来 难道冠城还能一辈子住木屋 你们别看我 这都是你二叔自己造的孽 冠城 外人总说我一直对你不好 你们三兄弟都是娘亲生的 娘怎么可能对你另眼相待 这都是有缘由的 事情的转折 发生在萧冠城执意从军的那天开始 萧奶奶听到萧冠城要从军 心中害怕他有去无回 于是找了一个云游老道 给萧冠城算了一挂 你这个次子 会平安地卸甲归田 但他在战场上杀虐太重 归来时也是一身伤病 要想让他活下去呀 必须要去萧家的老宅居住 切记 老宅不能翻修 他住得越破旧越好 除了住得不好 老道还叮嘱萧奶奶 时常骂一骂萧冠城 也可以减轻萧冠城身上的杀念 奶奶 为什么要让我爹住咱家老宅啊 别的地方就不行 老道说咱家老宅是府邸 只要你爹能熬过去 就能飞黄腾达 小叔 奶奶还要感谢你呢 那老道说过 只要有姑娘嫁给小妍 小妍就能好好的 你娘 还能再给我们萧家 变一双儿女呢 娘 就因为老道一句话 你就刻薄对待儿子十几年了 不然呢 你忘记你从战场上回来的熊样吗 一身的伤病和杀气 村里的狗 欠了你都得绕道走 后来不是我把你连老宅去啊 你还能活到现在 苏婉叔在心里 狠狠地唾弃了萧苏兰一把 怪不得他突然想要老宅 原来问题出在这里 他怕是从哪里得知 老宅是块府邸 这才心急火了的庄贤书 大度地要买他们家的老宅呢 死老太太都说了 老宅是块府邸 我再要买老宅的话 就显得别有用心了 老婆子 以前我怎么没听你说起此事 老道不让说呀 此事必须小颜娶妻之后 我才能讲 你是不知道 前些年 我是天天盼着小颜 能赶紧娶个媳妇 我甚至都想好了 小颜再娶不上媳妇 我就帮她买一房媳妇回来 灌成 你真的想翻修老宅 哦 我手里有点银钱 想给小颜和小叔 起一处院子 那行 翻修是让桂花 小颜和小叔 住灌节这边 你晚上 还是要在老宅 搭个茅屋暂时住着 娘 不至于吧 你这臭小子 都熬了这么多年了 可不能前功尽弃 我跟你说 只要进了咱村 你只能住在老宅 该遵循的规矩 还得遵循 何时让我再抱上孙子 到时候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第二日 天蒙蒙亮 萧冠城和萧冠杰 一起坐着牛车去了镇上 今天他们要去买 建房子用的砖瓦 郑姓与镇上的 泥瓦匠约好 后天来家里 开始起房子 小颜 我们今天还去 那个山谷怎么样 家里还有块肉 晚上我们继续 煲鸡菜饺子吃 小颜 快跑 吓死我了 小树不怕 那条蛇赶来 我就把它撕成碎片 他前世今生 可从来没有 跟一个男人 如此亲密过 被人哄的感觉 有那么一点点 暖心怎么办 小树 你看那有野兔 你那么大声 早就把兔子吓跑了 你不是说 晚上想吃鸡菜饺子吗 赶紧挖鸡菜去 我去周围看看 有没有药材 期望这些 蜈蜈蚁鬼邪后 能有所反应 否则还真不好 查出身上 中的是哪种毒 小颜 刚才我捡了 几根嫩玉米 我们来烤着吃吧 焦香嫩烤玉米香气 在香木炎 和苏婉叔的鼻尖飘荡 两人紧等到 玉米烤得半熟 就开吃了 嫩玉米实在是太香了 着实等不了了 我不想动了 时辰尚早 不如我们在这里 小蜜一会儿 好 我一会儿叫你 昨晚书靠在 香木炎满是肌肉的肩膀上 给自己找了一个 舒服的姿势 微微闭上了眼睛 小颜 小颜 醒醒 有情况 小叔 你叫我 有情况 这一看不影响 吓得苏婉叔 蹦到了 肖木炎的身旁 小颜 你后退 我去把那几头蛇杀了 小叔 我来 刚才还一脸猛逼的肖木炎 此刻终于反应过来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他一脚踩着舌头 两拇指和食指 按在七寸上 只见他一咬牙 四根手指 犹如利刃一般 硬生生把一条蛇 一丝两半 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等苏婉叔缓过神来的时候 肖木炎已经扑向第二条蛇 小颜 小心 苏婉叔反手拿匕首 也加入了杀蛇的行列 他快速调整好状态 基本上手挤刀落 一条蛇的头 就会被他砍下来 这简直就是一场 单方面的屠杀 刚才还不可一世的蛇群 没一会儿功夫 就被苏婉叔和香木炎 给杀了个七零八落 此刻的山谷悬崖边上 犹如修罗地狱一般 满地都是蛇血和死去的大蛇 浓重的血腥味 充斥着整个山谷 小颜 你在这里休息一下 我去周围看看 好 我去拿水呢 好渴啊 朱 我好难受 好难受 苏婉叔得了宝贝 心满意俗地去山谷找香木炎 他们两个今天累得半死 被蛇血弄得身上 湿答答地不说 还腥臭无比 这个模样 还是赶紧回家比较好 小颜 你在干嘛 苏婉叔从悬崖上下来 只见肖木炎正趴在机关王蛇身上喝蛇血 小叔 没水了 我渴 我要喝水 我好热呀 苏婉叔心中奇怪 他们今天带了满满一水囊的水 怎么就不够喝 苏婉叔上前 想要把肖木炎从地上拉起来 他刚一弯腰 冷不丁地被肖木炎拉了一把 一下跌在肖木炎的怀中 小叔 我好难受 好难受 说着 肖木炎犹如一只毛茸茸的大狗一般 使劲地在苏婉叔身上蹭 苏婉叔整个人僵在肖木炎的怀里 那是一动都不敢动 都这么明显了 苏婉叔自然明白 为什么肖木炎会说他难受 苏婉叔的脸 蹚了一下烧了起来 这会儿他终于想起来 刚才肖木炎为什么说口渴 他这是喝肌关王蛇的血喝多了 小叔 媳妇 我难受 怎么办 我想喝水 你赶紧放开我 我去拿水给你 我不 苏婉叔默默翻了一个白眼 狠狠掐了一把肖木炎的麻精 颠滚带爬弹 从他怀中逃出来 我舍不得你怎么办 苏婉叔刚装了半水囊的泉水 肖木炎就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 快喝水 让他一口气 把这半水囊的水都喝了个干净 媳妇 我还是好难受啊 媳妇 怎么办呢 我是不是要死了 我好难受啊 江木炎紧紧抱着苏婉叔 几乎要把苏婉叔揉进他的身体里 我 我也不知道 你是男的 你怎么会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我肯定是要死了 媳妇 我舍不得你怎么办 最终 苏婉叔一咬牙 暗暗地告诉自己 他这是在给病人看病 在他苏婉叔的眼里 这个世界上只有病人 没有什么男女之分 春末天黑得比较早 在夜幕的遮掩下 苏婉叔和精神亢奋的香木炎 拖着十几条死蛇下山了 下了山 离着南风村还有段距离 苏婉叔就十分眼尖地 看到村口有一盏灯笼 随着风飘荡 不用想 苏婉叔也知道 这应该是萧冠城在等他们 为了防止这些大蛇被村里人看到 苏婉叔让香木炎 把蛇先藏在路边的草丛中 一会儿再回来拿 爹 我们在 想要吃蛇羹 就给我闭嘴 否则我把你的蛇 全部分给村里人 让你一口都吃不到 小妍 小叔 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爹 我们家里有多少麻袋 要麻袋做什么 虽然有大用 一头雾水的萧冠城 回家拿了十个麻袋 苏婉叔说不够 他又去萧冠杰家 借了五个 在夜幕的掩盖下 苏婉叔带着萧冠城 萧冠杰 香木炎 一起悄悄出了村 小叔 你们这是哪里 弄来这么多蛇 爹回家再说 这么多要怎么拿 其实 我一个人就能拖回家 小叔非让你们来 说是怕村里人看到 他们看就看嘛 怕什么 行 我们先回家再说 等第二天 太阳升起的时候 萧冠城家一片平静 一家子在屋子里 沉沉地睡觉 一片片洗好洁白的蛇肉 被整齐地马放在竹筐里 一会儿萧冠城 准备和萧冠杰去趟镇上 这些鲜美的蛇肉 还是有不少人喜欢吃的 小叔你醒了 我熬了蛇羹 你起来喝一碗 啊 娘 那里有蛇羹 我也要吃 好 你小子赶紧起来洗漱 我熬了一大锅 今天保管让你们吃个够 蛇肉有股土腥味 在熬粥的时候 杨桂花放了不少姜片去腥 苏婉叔和香木炎 一人只喝了一碗 额头上就出了好多汗 媳妇 我好像又有点不舒服 那里有点痛 苏婉叔默默在心里 翻了一个白眼 都快磨吐鲁皮了 能不疼吗 你今天少喝点水 过两天自己就好了 嗯 少喝点水 多喝点蛇羹 就不疼了 哭啊 整天哭啊 真是咒着我早死 是不是 你喊什么喊 没看到这两个孩子 这是饿的吗 你个死老头子 赶紧帮我生火去 我给两个孩子 煮点米汤喝 我被两个丧门星 嚎得头痛 你自己生活吧 你眼瞎吗 没看到我正抱着二宝 奶奶 小叔来看你了 啊 小叔来得正好 赶紧帮我抱着你弟弟 我给这两个小魔人精 煮米汤喝 一会儿奶奶 也给你和小颜 装上两大碗米汤 让你们解解馋 奶奶 你看我娘 给你送什么过来了 那是什么呀 娘 这是水牛奶 前段时间我从村里 租了一头水牛 本来只想让水牛耕田 没想到大水牛 还产了不少奶 鬼花 有心了 你去屋里 陪你三弟妹坐会儿 我先把水牛奶先煮了 娘 你慢点走 可别刷着二宝弟弟 西屋里 赵家正抱着 恶哭的大宝 轻轻哄着 他一双眼睛红红的 刚才萧奶奶和萧爷爷 吵架的时候 他怕是狠狠哭了一场 三婶 明天我娘 会继续送水牛奶来的 以后弟弟妹妹 再也不用挨饿了 小叔 二嫂 我赵家永远记得 你们今天的恩情 弟妹 我家大水牛 一天能产一桶水牛奶呢 肯定够两个孩子喝的 你也要赶紧把身子养起来 两个孩子还等着你照顾呢 二嫂说得对 苦日子总要 熬出头的时候 小叔 给 这是镇上卖的麦芽糖 可好吃了 谢谢三婶 小妍 这糖要怎么分 当然是我们一人一块了 二嫂 你还没让他们两个圆房 此时不着急 这怎么能不急 两个孩子年纪也不小了 挺好为萧家延续香火了 三婶 我爹说 能盖了新房子 再摆桌子酒席 我和小妍 才算真正成婚 被苏婉叔这么一提醒 赵家才想起来 萧冠成一家 现在住的小木屋来 只有两间小木屋 确实不怎么适合 两个小年轻住 看三婶 怎么把这茶给忘记了 三婶 你也喝一碗水牛奶 这个有营养 小叔 你和小妍喝吧 三婶一会儿喝菜汤就好 三婶 你赶紧趁热喝 你喝的水牛奶 最后还是给了弟弟妹妹 你多喝点 他们也能吃饱肚子 老三媳妇 你就喝吧 你看看你现在 都瘦成什么样子了 赵家一想到两个孩子 最后还是厚着脸皮 把水牛奶给喝了 老婆子 这水牛奶还有没有了 再给我盛一碗 你个老不休 这水牛奶 是给孙子孙女喝的 你怎么给喝了 萧奶奶在堂屋里 还留了两碗水牛奶 刚才是想把这两碗 留给两个孩子 一会儿睡醒了喝的 这下可好 全都被萧爷爷给喝了 老头子休不休 喝孙子孙女的水牛奶 萧母爷的声音 很是洪亮 站在院子里这么一喊 四零八舍 全听了个清清楚楚 萧爷爷拿着扫帚追出来 老头子休不休 喝孙子孙女的水牛奶 于是不出一个时辰 整个南风村的老少们 都知道萧爷爷 喝了给两个奶娃娃的水牛奶 苏婉叔回到家 趴在床上笑得肚子痛 萧爷爷这次 丢人可丢大发了 萧冠城和萧冠杰 半下午才赶着牛车回来 两人脸上 全都挂着兴奋的笑容 冠杰 你赶紧回去吧 明天我把家里收拾一下 就让你二嫂 小叔和小颜 搬你那边去 我这里就要开始动工了 好嘞 回去我就把家里的厢房 收拾出来 萧冠杰手里提着两条大计语 稀嘶嘶地回家了 弟啊 那些蛇肉都卖了 卖了卖了 隔壁吉乌镇 有家酒楼 直接拿了我们的蛇肉 当众做了一道菜 那香味啊 估计整条街都能闻到 他们一家 就把我们所有的蛇肉包圆了 而且给的价格也公道 两文钱一斤呢 都跟猪肉一个价了 爹 既然你卖蛇肉这么顺利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别去镇上找人建房子了 明天一早 我们就把家里收拾收拾 先搬去你三叔家 爹 你想盖个什么样的房子 能不能说说 萧冠城倒是也没瞒着苏碗书 就把自己想盖房子的 大体模样说了一下 爹 以后家里肯定还会再添弟弟妹妹 只盖一个小院 怕是不够住 要不 你盖个二斤的院子吧 如果爹手里的银子不够用 我这里还有 二神 这烛光里装的是什么呀 怎么这么重 哈哈哈哈 我怎么把这茬给忘掉了 现在日子好过了 桂花好好调养一下身子 说不定 真能给老子添一个一男半女 小叔啊 爹就听你的 明天我就跟王师傅说 咱起个二斤的院子 还要是大二斤的院子 不要小的 要有前后花园 行 还要带着大花园的 搬家是个麻烦事 但一家子却是极为高兴 萧冠成家搬家是大事 萧素兰自然是不会缺席的 他是来看看 能不能找出苏婉叔 那个神奇的石头平安寇 只要找到那个 可以种植出各种粮食的平安寇 他以后就等着享福好了 二神 我来帮你搬家 苏兰姐来了 家里东西多又重 你别累坏了 我们自己收拾就行 没事 我们是自己人 我自然是要来帮忙的 好 那苏兰姐 你就帮我拿棉被这些东西吧 那些轻一点 这么脏的被子留着做什么用 骗狗窝吗 为了给苏婉叔留个好印象 好套她的话 萧素兰只能捏着鼻子 把那些脏乎乎的被子 抱出去放到牛车上 二神 这竹框里装的是什么呀 怎么这么重 都是一些杂物 一会儿让小妍拿这些竹框好了 你拿点清爽的就好 对 苏兰姐 这些竹框太重了 你来拿碗碟这些吧 这些轻 小叔 你先去休息会儿再去收拾 这么多活计 总不能一口气做完吧 家里杂七杂八的东西太多了 小妍又是个不靠谱的 刚才从床底下翻找出一个罐子 她说那是她小时候抓泥鳅用的 这会儿正忙的时候 她竟然提着罐子 抓泥鳅去了 是啊 一进家里东西多 有些放久了总会忘记 等菜拿出来的时候 又变成新鲜玩意儿了 前两天我回来的时候 在家里收拾衣服 就在衣服里发现了 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的 一个翡翠皮鞍扣 小叔 你有没有皮鞍扣 我听人说戴上皮鞍扣 这一生都会平平安安的 话说到这里 苏婉叔在心中 朝萧素兰竖起了大拇指 她就说 今天萧素兰怎么会 突然跑来帮忙 感情她这是把主意 打到她身上了 只是她明里按理提起平安扣 难道 她也知道空间的秘密 家里以前穷的都接不开锅了 哪里还有什么平安扣 你今天收拾家的时候 也没有发现吗 我记得以前咱村里来过杂货廊 用一斤玉米 就可以换三个石头皮安扣 那会儿你没换吗 苏婉叔摇摇头 下次遇见这样的杂货廊 他一定多换几个 说不定还能换个系统什么的回来 小素兰见苏婉叔跟木头一般 什么都问不出来 一口小白牙 差点没全咬碎了 小叔你来看看 这个木箱这么放对不对 来了鸟 小素兰见苏婉叔跑了 也没着急离开 一会儿他再试探一下杨贵花 杨贵花是个没心眼的 如果见过平安寇 肯定会有印象的 小叔来得正好 给你看看王师傅画的图纸 房子的整体鸟看图画得非常精致 苏婉叔这个现代人 看了都要嘖嘖两声 就这一手工笔画 拿现代去 估计都可以当大师了 爹 房子很漂亮 你喜欢就好 肖冠成一家子欢欢喜喜地在工地上 站了半下午 天都黑了才一起回家 苏婉叔一进门 就看到肖素兰 正坐在堂屋里 跟肖奶奶说话 二神 我帮您一起做饭吧 二神 小叔嫁过来的时候 没拿什么细软 就这么过来一个人 杨贵花絮絮叨叨说了一通 肖素兰终于听到 苏婉叔来肖家的时候 什么也没带 他心中暗想 苏婉叔那条石头平安寇 到底是哪里来的 灌成啊 你们家盖了这么大一个院子 就四口人住 有点太空了一些 依我看 新房子就应该多住些人 如此人气才会旺盛 不如你们一家住前院 让金宝住后院 金宝下半年就要考同生 以后是拥有大学问的人 你们一家跟他住在一起 也能沾沾他身上的文采 爷爷 我也想搬过去一起住 我那闺房都好久没人住了 破得不成样子 过段时间我们家 又和镇上的邻家一起 这人看我住那样破的房子 也掉身价 索兰这话说得在理 以后说不定我们整个萧家 都要仰仗素兰过活呢 那就这么定了 当灌成家房子建起来之后 你们兄妹就搬去后院住 灌成一家住前院 爷爷 二叔一家搬来跟你一起住 你家里的吃用怕是不够 回头我让我爹 给你送一些米来 一旁所有人听萧爷爷和萧素兰 如此说 全都惊呆了 这世上怎么还能有萧家祖孙 二人这般不要脸的 苏兰姐 你干嘛要住到我们家 上次你不是说 你手里有不少银钱 可以自己出钱盖房子 我这不是想着老宅 那是块福地 我也想沾沾老宅的福气 苏兰姐 按照你这意思 现在最应该住我家后院的 应该是三婶和弟弟妹妹才是 他们身子弱 更需要福地 萧叔 其实爷爷让金宝去老宅住 还有一个原因 是希望金宝子嗣考童生 能一次就种 咱萧家这好几辈子 才出了金宝这一个回念书的 以后我们萧家能不能光耀门楣 可就全靠金宝了 苏兰叔见萧素兰 说的那是一脸认真 一个没忍住 扑持一声笑了出来 萧金宝在镇上 私塾念书的成绩 着实不怎么好 他连字都认不得几个 就这样 别说要考童生了 就算去铺子里 找个记账的活 他都干不了 爷爷 二叔一家搬来 跟你一起住 你家里的吃用怕是不够 回头我让我爹 给你送一些米来 官朝 你一下子在我这里吃喝 可不能一个铜板都不掏 爹 我已经买好了米面还有肉 说着 教灌成就回了他住的东厢房 拿出来五十斤米 五十斤面 还有一大块野猪肉 和一百斤玉米 这些是我们一家一个月的交头 回头不够我再去买 桂花刚开始在院子里种了一些菜 那菜长势很好 我已经全都让人 移载到咱们家屋后的菜地里 过段时间 家里应该也不会缺菜吃 萧爷爷见萧冠成拿出这么多粮食 脸上的笑意 那是压也压不住 一大家子都在一起吃饭 不可能萧冠成一家吃白米白面 他这个当老子的肯窝窝头 爷爷 我大国去我家偷东西这事 全村都知道 萧爷爷端起桌上的热茶 轻轻抿了一口 冠成啊 你现在打猎厉害了 能赚银子 修房子 小燕也娶上了媳妇了 你可不能忘了你大哥 回头 你带上点银钱 给你大哥买点好吃好喝的送过去 他最近有伤在身 也干不了田里的农活 你家正好有头水牛 你把他家的田也一并耕种了 等你大哥身体好了 肯定会念着你的好 爷爷 你是不是忘记 我大伯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你给我闭嘴 这里哪有你这个小辈说话的地方 爷爷 我大伯去我家偷东西这事全村都知道 你不仅不斥责他 还一味地偏袒他 你不感觉这样很过分吗 还有 我家我说了算 我娘是个脾气软的 以前随便被你拿捏 什么话都不敢说 从今以后 只要我苏婉叔在 这样的事情 再也不可能发生 爷爷 你如果想过安生日子 那就管好自己的嘴 奶奶 这是两银子你拿着 咱家里需要添置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你拿这些银子补贴家用 小叔 你别听你爷爷乱放屁 咱家我说了算 你有什么事只管跟奶奶说 奶奶定会给你做主 奶奶 你爱吃鸡菜饺子吗 回头我去挖鸡菜 我们一起煲鸡菜饺子 好 还是小叔心疼奶奶 祖孙两人说笑在一起 一口气憋在胸口的小爷爷 转身回了里屋 独自生闷气去了 娘 今天我跟李正说了 将买师母黄田 现在种小麦和汉道 有些来不及 等我和小颜把黄田翻一翻 就种上玉米 今年冬天 我们就算没有太多白面吃 最少也有个玉米饼子 萧奶奶听说 萧冠城买了十亩荒田 倒没说萧冠城疯了 倒是让萧冠杰 帮着他一起翻地种玉米 说是能种多少算多少 如果实在种不过来 就买些果树种在荒田里 奶奶 明天我带你一起去看 小颜种玉米怎么样 保管让你大吃一惊 萧奶奶很是奇怪 萧木炎跟着种田 有什么好惊奇的 不过看在孙女 如此卖力要紧的份上 她倒是想去一探究竟 顺便她也帮忙种玉米 十亩荒田啊 只家里三个男人 一天怕是都种不了一亩 她能帮尘一把 就帮尘一把 晚饭是杨桂花做的 一锅馒头 一大盆芋头炒肉 家里好久没见荤腥了 面对白花花的馒头 和大片的五花肉 所有人都吃得心满意足 就连老喜欢唱反调的萧爷爷 这次也没说 导人胃口的话 而是闷头干饭 娘 你炖的芋头可真好吃 这些芋头都是去年的 放了好久 已经不怎么好吃了 明天我跟着村里的牛车 去趟镇上 看买点菜回来 娘 你自己去吗 我跟着你柳香姨一起 她会讲价 小叔 你想给我生宝宝吗 我想要两个 跟大宝二宝那样 可爱的小宝宝 小妍 我们去睡觉吧 好困 苏婉叔拉着萧孟严起身 跟堂屋里的众人 行了一礼 这才回屋 小妍 你喜欢哪床颜色的被子 牡丹花的 还是少药花的 我要跟小叔 睡一个被窝 你一个人就能占一个被窝 你让我怎么睡 还是一人一床被子比较好 金宝说 你是我媳妇 就应该跟我睡一个被窝 她还说 你要给我生小宝宝 你什么时候遇见小金宝了 去河里抓泥鳅的时候 小金宝还跟你说什么了 肖木炎突然小脸一红 支支吾吾半天 都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小妍 看着我 您可不能骗我 金宝 金宝说 如果你不给我生 就让我用墙 他给我看两个人羞羞的话 小叔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听金宝的话 欺负你 昨晚说 简直要气炸了 肖金宝才多大就不学好 就这样的色胚子 还想考童生 简直就是做他的春秋大梦 以后少跟肖金宝在一起玩 跟他一起玩时间久了 人会变傻的 嗯 以后 我再也不找肖金宝玩了 小叔 你想给我生宝宝吗 我想要两个 跟大宝二宝那样可爱的小宝宝 你看三婶 为了生大宝二宝 都瘦了好多 你也希望我这样吗 肖木炎异想赵家的模样 小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他不希望他的小叔 变成赵家那样 那这不就得了 赶紧睡觉 明天我们家翻地 你可是主劳动力 肖木炎被苏婉叔凶了一顿 再也不敢想 让苏婉叔给他生小宝宝的事 老婆子 你不过日子了 昨天你还说这些鸡蛋 是要留给老三媳妇吃 咱们今天就全给祸祸了 今天管成和管节要去翻荒地 我不得给他们做点硬实点的早饭 要不他们怎么有力气去干活 小贯城 你还有没有把我这个爹放在眼里 买地这种大事你都不跟我说 你这是想要造反啊 爹 我告诉你 你能让我买吗 我又不是傻子 怎么可能让你花银子买这些荒田 那不就得了 爹 我手里因为要建房子 已经没银子了 如果是买好田 我也就买两亩 只有买荒田 我才能多买一点 爹 我腿虽然有点薄 但我有力气 这十亩荒田 我肯定能种好 萧爷爷却是一点都不信 银子都花了 肯定是退不了了 萧冠城从一开始 就没指望萧爷爷能帮忙 吃过丰盛的早饭 一家子除了赵家 全都去翻荒地种玉米 爹 这么多荒草 咱要怎么清理出来 我跟你三叔 先把那几棵树给砍了 你们用镰刀割杂草吧 那些小棺木交给小岩 怕力气大 应该能用镰刀砍断 小岩过来试试 能不能把这棵小棺木拔出来 正在草丛中捉锅锅的香木岩 听到苏婉叔的召唤 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小叔 你让开点 这上面全是刺 小心刮破你的新衣服 小岩 我们做个交易怎么样 你扒一棵小棺丛 我就给你买一颗麦芽糖 你拔的越多 我买的麦芽糖越多 真的 开工 一会儿你拔累了 我们就清点树木 好嘞 香木岩犹如一头脱缰的野马一般 光快地冲进荒田里 哪颗灌木从大 他就先拔哪颗 小叔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岩怎么突然变得如此大力 以前他可没这样 爹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 我和小岩 杀蛇回来晚的事吗 那天我们杀的蛇当中 有一条机关王蛇 小岩几乎把那一条蛇的血 全部给喝光了 后来他就这样了 就在几人说话的功夫 香木岩已经拔了五颗小灌木过来 看他那轻松的模样 这些小灌木就算全拔了 对于他来说 也没什么大问题 小叔 喝个机关王蛇的蛇血 有这么厉害 三叔 蛇血是没有了 家里还有点蛇肉 回去单独给你做了 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好的效果 好 好 娘 今天中午 你就把蛇肉做给我吃 小叔 来叔叔 有多少颗小灌木丛 小岩 你太厉害了 小岩你累不累 不累 小叔 你赶紧数数 这有多少颗 你可不能耍赖啊 不给我买麦芽糖 小岩你不用数了 我给你买十斤麦芽糖 让你吃个够怎么样 肖木丛 对石金可没概念 最后 苏婉叔说 给他买满满一株蓝 他才同意 肖木丛说自己不累 又跟着苏婉叔 一起割几青草来 小岩 歇会儿 奶奶跟不上了 奶奶你坐 咱割了这么多青草捆 如果能遇上几只野鸡山兔就好了 你爷爷属兔的 从来不吃山兔肉 以前家里倒是打盗过 可惜都被他卖了 他不吃 也不让我们吃 昨晚叔听萧奶奶如此说 心想 那就更应该打个野兔了 他里面放一滴灵泉水 绝对馋死萧老头 谢山神照应我们家 改日定去山神庙 给山神摆好最好的供品 小岩哥过来 这里有野兔 爹 我怎么听着山鸡叫呢 今天这是怎么了 这山鸡野兔全都傻了不成 娘 吃山鸡 你个臭小子就知道吃 这几只山鸡留给你三神吃 你吃兔子肉还不够吗 鬼话 你有没有发现 你现在说话很利索 想事情也周全了 有 有吗 感谢山神照应我们家 改日定去山神庙 给山神摆好最好的供品 萧冠城一家上午下宫的时候 回去提了这么多猎物 立马引来村里人的关注 村民一想 萧冠城家的那片荒地 确实是好多年没人去了 有点猎物也不作为奇 娘 我帮你一起做饭 好 你来帮我烧火吧 让你奶奶去屋里坐会儿 这一上午 她也是累得够呛 鲜嫩的兔肉 只需要在大铁锅里 炖上二十分钟 就可以出锅了 现在兔肉一熟 老萧家就准备开饭 碗筷都摆好了 萧奶奶这才 后知后觉地问道 冠城你爹哪 是不是去大哥家吃午饭了 娘 我们累一上午了 大家都饿了 我们先吃吧 大家都动筷子吧 老萧家的家教非常严 他这个当家的没回家 家里肯定是不会开饭的 萧冠城那个小兔崽子 处处跟他作对 那他就把他饿一饿 一会儿他倒是要看看 他还能不能嚣张起来 萧爷爷刚走到自己家门口 一股浓浓的肉香扑面而来 他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家里这是又做大肉了呀 真是一群败家子 不就是打猎赚了一点银下 秀这么个败法 估计用不了多久 又要穷的饿肚子 老婆子 你们怎么没等我一起回来吃饭啊 今天中午 我做的是红烧土肉 你又不爱吃 这么大一盆土肉 你们就这么自己吃了 就算我不吃 你们也要给老大家留点 爷爷 我还没有吃饱呢 现在 没有的给大伯送了 说着 萧木炎就大口大口地吃起肉来 你们都把饭吃了 我吃什么 死老头子 你吼什么 谁叫你回来晚的 我们还以为 你去冠李家吃午饭了 萧奶奶从厨房里 拿了一个玉米面馒头和一碗青菜汤 这个本来是给萧木炎留着下午甜肚子的 现在只能给萧爷爷吃了 是你自己故意不回来吃饭的 那你下午我 修了肚子吧 萧家人心情不错地去荒田 继续翻地种玉米 萧冠城索性放了一把山火 把田里能烧的荒草全都给烧了 爹 咱家不也有大水牛 你怎么还去见了个 咱家水牛每天都要缠奶 爹不舍得让他干那么多农活 一会儿等这头累了 再让咱家的干活 爹 你用咱家大水牛试试 村里这头明显没吃饱啊 他最近可没少给他们家的大水牛喝灵泉水 肯定也跟萧木炎一样 长了一身的力气 本来要好几天才能完全收拾出来的荒田 在老萧家一脸呆滞中 这一天功夫就种好了 回家的路上 苏婉叔跟萧冠城 说起家里是不是应该在买头能干活的水面 家里这头是从村里租的 等租够一年 肯定是要还的 爹 你明天就去买头供水牛回来 我有办法让村里 按照正常价格把水牛卖给我们 于是第二天一早 萧冠城就去了镇上 临近中午的时候 直接坐着牛车回来了 这一下 老萧家又在南风村引起了轰动 早知道萧家这么有钱 当初无论如何 我们也不能一个通版的聘礼都不要 就把苏婉叔那个白眼狼嫁给萧木颜 谁说不是 苏婉叔那小贱人走的时候 还拿了我五两银子 现在 怕是全部贴不给萧家了 咱不能白吃这个亏 这笔聘礼必须要回来 下个月你娶妻 那边可是要了二两聘礼呢 吴朗太和吴山在家里一和解 当即就来了萧家 萧冠城 你们家这算盘 那那可真是啪啪响啊 吴山子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当初你家萧木颜 求去我家晚书的时候 哭着喊着 说家里没银钱 那是一两银子的聘礼 都没给我们家 反倒是我们家 前后贴了六两银子的嫁妆 我老婆子活了这半辈子 见过多少对信任成婚 这还是第一次 见你们家这般不要脸的 你们这就是骗婚 今天如果不把聘礼 给我不满意了 我跟你们没完 吴老太 你说话能不能过过脑子 那日我到底是怎么嫁 给萧木颜的 难道你这么快就忘了 吴婶子 那会儿你们家都准备 把婉叔丢到后山上 自生自灭了 如果没有杨桂花出手救下 现在宿婉叔 怕是只剩下一堆白骨了 你们现在怎么好意思来问萧家要聘礼 也不害怕村里人在背后戳你们几两骨 刘瑞家的 你少在这里给我乱嚼舌根 你可别忘了 你家还欠我家五百文钱一直没还呢 安叔啊 你若是刚嫁人就胳膊肘往外拐了 你可别忘了 是我吴山养了你十四年 没有我 你早就饿死在山上了 好啊 你们不是要跟我算算账吗 那我们就好好算一算 三岁那年 我多吃了一块杂粮馒头 吴老太拿着金条抽了我一顿 差点没把我给抽死 这是第一笔 四岁那年 冬天特别冷 村里所有的河都上洞了 大冬天你让我去河边洗衣服 我动得一双手都失去知觉了 回家却因为衣服洗得不干净 吴山把我踹倒在院子里 狠狠打了一顿 那天如果不是突然天气回暖 我怕是早已经冻死了 这是第二笔 小千人你可真记仇 三四岁的事还能记到现在 谁家孩子做错了是不挨揍的 就你这白眼狼被打两下 就能记上十几年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让你再给我添堵 媳妇 打他 他是坏人 我六岁那年 吴老太见我模样长得还行 就起了胆心 想把我卖给人家当同养媳 我不同意 吴老太就把我绑起来 塞了嘴 想直接送过去 买我那家人是个老变态 家里小千都死了四五个 我去了只有一个死 当时我趁着嘴里塞的步步结实 直接咬舌自尽 从此以后好几年内 我都不敢说话 因为一说话我舌头就会痛 你们一家简直丧尽天良 见我咬舌自尽 竟然连救都不救 我舌头上的伤稍微好点 吴老太就拿火钱 牵我的舌头 看这位鲜血淋淋的模样 他才解气 而吴老太愤怒的原因 我没被卖成 他少赚了二两银子 这是第三件 现在看着凶神恶上的苏婉叔 又朝他冲了过来 他撒腿就想跑 第四件 我七岁那年 铁牛得了风寒 也不知道吴山 哪里听来的邪门方子 说是用人血当药引 能治风寒 他硬生生在我手上 割了十几刀 天天放血给铁牛喝 一直等铁牛风寒好了 他才罢休 吴山 你说我在你身上 扎十几个窟窿 让你偿还这笔债怎么样 只要你把这笔债还了 我也不再找你算其他账了 还会让肖家给你一笔聘礼 你说好不好 万叔 你肯定记错了 那小时候你那么小 怎么可能记得那么清楚 你不会是把自己做噩梦发生的事 都赖在养父身上了吧 刚才我说的这几件事 村里人肯定都记得 如果你不想承认 我们可以找李正过来 对了 差点忘记 当初你把我嫁给小颜的时候 我们是立过字句的 现在你跑来肖家要聘礼 这就是打李正的脸 你说李正来了 他会站在谁那边 他竟然还敢不承认 那他就抽到他承认为止 别打了 别打了 我不要聘礼还不成吗 今天我就把话搁这儿了 我宋婉叔跟你吴家 早已经半毛关系都没有 如果你们吴家 再敢找上门来乱攀扯 下次 我可就没这么好说话 只是抽你们一顿 谁敢欺负我媳妇 我就跟谁拼命 还别说 姜沐妍的气势 还是非常能唬住人的 被他护在身后的苏婉叔 心中暖暖的 他从来没有想到 有朝一日 需要一个男人来护着他 小叔 奶奶在这里 奶奶 小叔 刚才你做得很对 以后如果有人敢欺负到我们家 你就给我往死里抽 小叔 能看看你手上有没有受伤 以后不要拿那么粗的精条抽人 想抽谁你告诉小妍 她皮糙肉厚 手上有利器 娘说得对 小叔以后 谁敢欺负你 我就拿拳头砸死她 被人真心诚意地关心的感觉 真好啊 萧冠城从镇上买来的大水牛是公的 身形比家里的母牛大了整整一圈 苏婉叔下午给大水牛喂水的时候 用水碗稀释了十分之一的灵泉水 喂给大水牛 她以后可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 灵泉空间内的大多数药材 已经长起来了 在空间内溜达的苏婉叔 最喜欢的就是她种的那十几颗人参和九叶灵芝 苏婉叔算着时间 最多五日 她采摘回来的九叶灵芝就能完全长成 巡视过空间 苏婉叔又把她养蜈蚣的竹筒拿了出来 打开竹筒 只见竹筒内十几只蜈蚣 现在只剩下一只 真没想到一个乡下小女娃竟然能种天螺鬼草的毒 有趣 苏婉叔在心中打了个问号 她必须再确认一下 她的血液中到底是不是天螺鬼草 于是第二天 苏婉叔和肖木炎背起背篓又进山了 苏婉叔要去山上采无尘花 无尘花是一种极好的解毒药 小妍你慢点 这么快速度 我们怎么找无尘花 小叔 我的麦芽糖 明天我们坐爹的牛车去镇上 我给你买两株筐麦芽糖 好吧 那今天我们还去山谷吗 不去了 那边都转变了 我们今天换个地方 桂花 你家小妍娶了碗叔 真是赚大发了 我怎么感觉 最近小妍长心眼了 嘴皮子也利落了 果然娶媳妇 得娶个利还泼辣的 以后我就照着小叔这样彪悍得着 小叔就是我们家的服刑 但我家小妍也不差 以后肯定是个会疼媳妇的 桂花 你也厉害了呀 以前我说你笑你两句 你除了会憋得脸通红外 可从来没反驳得我如此爽快 小妍 今天我们就不往山里走了 先回去吧 明天我们继续来找 小叔 你要找什么样的药材 我帮你找 红色的花跟拳头这么大 有点像菊花 闻着味道倒是挺香的 比桂花的味道还香吗 对 比桂花的味道还香 小妍 你这是做什么 我背着你 你沿着河边走 速度能快一点 说不定 今天下山之前 我们就能找到你想要的无尘花了 好 你别走太快 我会看不到无尘花的 知道了 小妍你慢点 这么快速度 我们怎么找无尘花 你刚才不是说 无尘花比桂花还香吗 我的鼻子可灵了 只要我们周围有无尘花 我肯定能闻到 小妍 我们停下来休息会儿吧 再等一下 我刚才 好像闻到了浓郁的花香 一进入茂密的森林 苏婉叔瞬间感觉周围的湿度好似提高了不少 再看看草丛中露出来的土壤 苏婉叔也跟着激动起来 如此潮湿的环境 非常适合无尘花的生长 小叔 你看 那一片 是不是无尘花 只见不远处 一片烟红 小妍 你刚才就闻到无尘花的香味了吗 嗯 确实比桂花香 小妍 你真是太厉害了 苏婉叔激动得不行 巴基在香木炎头上亲了一口 这么多无尘花 它是不是可以多采摘一些回色染布 无尘花是红色的 它跟其他颜色的染料混合在一起 可以染出很多其他颜色来 但不管是什么颜色 只要以无尘花为主染料的 都叫红螺锦 小叔 你坐着 我帮你摘 苏婉叔想在这四周碰碰运气 看能不能挖点药材回去用 他曾经得到过一本书 上面有一种药丸叫长生丸 只要定期服用长生丸 就会青春永驻 长生不老 如果他用灵犬空间里的药材 制成长生丸 那药效会不会真如书上所说的那般 想到这里 苏婉叔感觉人生又多了一丝趣味 长生丸可比去抓那个给原主下毒的人 让他感兴趣 小叔 你怎么自己那儿玩泥巴呢 这样多没意思 我跟你一起玩 我捏得小狗可像了 你才玩泥巴呢 你全家都玩泥巴 天色不早了 我们还是早些回去吧 回家后 苏婉叔拿了一朵无尘花碾碎 滴了一滴自己的血在碗中 原本平平无奇的红色染料 突然泛起了点点绚丽的蓝光 睡下 苏婉叔可以确信 自己身上确实是中了天罗鬼草的毒 苏婉叔从空间内 把当初从吴家要来的那一对银镯子拿出来 这副银镯子上面刻着苏婉叔的名字 这说明他的出生应该是被期待的 再试试银镯子还挺重 他肯定不是穷人家的孩子 第二天 苏婉叔和香木炎 跟着杨桂花一起去赶集 他顺便买了几样制作药丸 药粉的工具 手包子 都没有我们家馒头好吃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苏婉叔的目光在周围卖包子 馒头的摊位前扫了一眼 心中有了主意 他们家的水牛奶那么好 以后是不是可以蒸馒头拿到镇上卖 等坐牛车回村的时候 他跟萧冠城和杨桂花说起此事来 这个主意不错 那日我蒸了一锅水牛奶馒头 村里人都来问 吓得我以后都不敢蒸了 回头跟你赛数商量一下 你三叔以前在镇上摆摊 卖过馄饨 他如果感觉可行 我们倒是可以在镇上也摆个摊 关姐 我们先蒸一锅水牛奶馒头看看 如果真可行啊 回头我就再去买几头水牛回来 你要谢啊 就谢小叔 是他出的主意 小叔 只要此事能成 等你和小颜不久息的时候 三叔啊 给你包个大红包 蒸水牛奶馒头并不是什么技术活 没多长时间 一锅热气腾腾 散发着浓浓奶香的水牛奶馒头就出锅了 真是太好吃了 我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松软的馒头 二嫂 这个水牛奶馒头肯定好卖 只是这成本会不会太高了些 我蒸这一锅水牛奶馒头 其实连一碗水牛奶都没用上 二嫂 明天一早我跟你一起蒸水牛奶馒头 让冠结拿到镇上去卖 我们先蒸一百个 如果卖得好 明天我们再蒸二百个 老二媳妇 你身子还没养好 哪里用你蒸馒头 家里的男人 就算不会蒸馒头 揉面总会的 明天一早上 他们都起来帮我揉面 我和桂花两个 过最后一道手就行 你带着你两个儿子 起来蒸馒头可别叫我 我天天在工地 看着工人给贯成盖房子 已经很累了 我可早起不了 你不帮忙蒸馒头 那就别吃 萧爷爷怎么可能不吃水牛奶馒头 他撇了撇嘴背着手走了 萧奶奶恨得牙疼 如果不是儿子儿媳都在这里 他真想上前捶萧爷爷一顿 第二天 是镇上赶大吉的日子 天还没亮 萧家除了萧爷爷 钱都早早醒了 起来蒸水牛奶馒头 蒸馒头需要仔细地揉面 如果揉得时间太短 蒸出来的馒头就不怎么好吃 镇上的集市 每五天开一次 每到这个时候 四处的小商贩都会聚集到集市上 苏婉叔没跟杨桂花几人 一起守着馒头摊 他拉着萧木炎钻进人群中 在集市上闲逛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这里有最实情的绒花 最好看的帕子 颜色最全的丝线 各位姐姐妹妹 大娘大婶都过来看看呀 只见一个货廊跟前摆着一大堆各种各样的杂物 苏婉叔眼间一下就看到这堆杂物中还有不少小手势 其中有一些平安扣 竟然跟他脖子上戴的那根一模一样 这个平安扣多少钱 姑娘真有眼光 这可是昆仑山上采来的梨花石打磨的平安扣 只要带着这个平安扣 保管姑娘一辈子平平安安 这一个十钱 你随便挑 这石给我全要了 你给我价格便宜点 小商贩没想到 苏婉叔竟是个大户 这些石头平安扣 其实根本就不值钱 什么昆仑山梨花石 那都是骗人的 过郎和苏婉叔 你来我往讲了半天价 最后 被苏婉叔五文钱一个价钱 全都买了下来 这是我送你的 你以后 可别给我弄丢了 项目眼长这么大 他从来没有收到过别人送的礼物 他那双粗糙的大手 轻轻抚摸平安扣 媳妇送的 肯定丢不了 你以前不是叫我小叔吗 怎么最近老叫我媳妇呢 我爹就是这么叫我娘的 他说 桂花是我娘的名 别人也可以这么叫 但媳妇 只有她才能叫 奶奶 咱家的水牛奶馒头 这么好卖吗 你是没看见 刚才我们四个人收钱 都收不过来 有人买了尝着好吃 立马就回来再买十个 特别是那些家里有孩子的 只要闻着咱家水牛奶馒头的味儿 就算手头紧 也要买一两个馒头给家里孩子吃 临近中午 肖家一大家人终于赶着牛车回村了 今天集市上 好多人都没买到水牛奶馒头 纷纷打听他们家 明天还来不来镇上卖 肖冠城见馒头卖得如此火爆 第二天自然是要来继续卖的 没事没事 我们是姐妹 什么吃亏不吃亏的 我就是感觉你这个好 苏兰姐 有两日没见你了 你怎么不出来玩啊 这两天我在家里做绣活 这才没出门 你这是聚感急了 是啊 集市可好玩了 我都逛得不想回家了 对了 你看我在集市 从你老爷爷手里买了平安扣 上次你不是说 带平安扣保平安吗 我就记下了 肖宿兰上辈子 虽然得了平安扣空间 但她大多数时候 只是把平安扣挂在脖子上 很少去注意上面的花纹 小叔 你买的这个平安扣好漂亮呀 能不能送给我 回头我给你个翡翠的 啊 扣我也好喜欢呀 小叔 你就忍痛歌爱好不好 我那个翡翠平安扣都可足了 那你现在拿出来我看看 行 你跟我来 我现在就拿给你看看 保准你喜欢 肖宿兰在镇上绣房做工好多年 手里自然是有点值钱东西的 小叔你看 我这个翡翠平安扣好吧 不仅个头比你那个石头的要大好多 颜色也好看 苏兰姐 你这个平安扣好大呀 我不能要你太吃亏了 没事没事 我们是姐妹 什么吃亏不吃亏的 我就是感觉你这个好 苏宛叔勉为其难地 跟肖苏兰换了平安扣 看着肖苏兰那高兴的背影 苏宛叔唇角微微勾起 露出一个坏坏的笑容来 这次 他可以确定肖苏兰是真的知道 石头平安扣里面有个空间 只是苏宛叔心中好奇 肖苏兰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他终于费尽心思 把他心心念念的石头平安扣 抢了过来 他眼睛微闭 把所有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平安扣上 过了好一会儿 肖苏兰睁开眼睛 不可置信地看着手里的平安扣 刚才他努力了半天 平安扣一点变化都没有 肖苏兰不死心 他把自己的手指扎破 滴了一滴血在平安扣上 妄图用自己的血 和空间建立联系 可惜 平安扣沾染上血 依然没有任何变化 这下肖苏兰蒙迁了 难道这个平安扣没有空间 这怎么可能 在梦中 他就是从苏宛叔手里 抢过来的石头平安扣 怎么梦醒了 他抢来的平安扣 就没有空间了呢 肖苏兰压抑着心中愤怒 又去了肖冠杰家 三婶 我今天买了十个平安扣呢 这两个 就给弟弟妹妹带 我们也讨个好彩头 自己拿翡翠平安扣换来的 竟然真是一块 不值钱的石头 肖苏兰有些不确定 那个带空间的平安扣 是否在苏宛叔身上 此来想去 肖苏兰 决定去找上辈子 自己认识的那个妖僧 无情和尚 肖苏兰为了自己 以后的前程 第二天一早 就以上香为名 独自去了香叶山 兰若似在香叶山的半山腰 寺庙很大 前院里全都是来 烧香拜佛的香客 大师 小女子有事想求 还请你见小女子一面 姑娘 可知我这里的规矩 小女子求大师帮忙算一屋 只要大师能帮小女子算出来 小女子什么条件都答应 无情和尚眉头微条 把肖苏兰让进屋里 姑娘可会写字 会 姑娘 不妨把心中所想写下来 揪入这碗水里 平生来帮你算算 只是 这屋里热 不如姑娘 把外衣给脱了 小素兰既然来了 自然不会在这儿装什么贞结裂负 当着无情和尚的面 把自己的外衣给脱了 天已经转热 小素兰本就穿得少 这么一脱 就只剩下一件礼衣了 无情和尚 犹如审视一件物品一般 在小素兰身上扫了又扫 小素兰只穿了礼衣坐下 拿起毛笔 写下她心中所问 然后把纸叠好 放入无情和尚 准备好的水碗中 落在白纸上的墨迹 慢慢融入水中 一碗清水没变黑 反而变成淡淡的红色 你问之事 可不小啊 我要费不少法力 姑娘 怕是要来三次才行啊 可以 请大师帮我 她轻轻沾了一点碗里的水 放入手中 眼睛微闭 嘴里念念有词 不过一盏茶的功夫 无情和尚睁开了眼睛 你所寻之物 就在你信念之人的手里 不过 你想要把这件物品 拿回来的话 怕是没那么容易啊 大师 那可有破解之法 我现在必须把东西找回来 破解之法自然是有的 那就要看姑娘 值不值得我 为你浪费法力了 萧素兰自然知道 无情和尚是什么意思 萧素兰咬紧牙关 付给无情和尚报仇 她被无情和尚捂了嘴 毫不留情地 脱入密室 萧素兰是傍晚时分 被人用轿子送回来的 有人问 萧素兰就说 自己在镇上碰见 以前认识的贵夫人 人家贵夫人疼惜她 这才借了轿子送她回来 回家后 萧素兰五六日没出门 她是带了一身伤回家的 如果不是无情和尚 给她吃了厉害的药丸 她怕是爬都爬不回来 萧素兰为了知道空间的下落 可谓是下了狠手 她身上的伤稍微好点 就去找苏婉叔套近乎 空间还在苏婉叔手上 那她就把其他几个石头平安寇 全都弄来 娘 大宝二宝的平安寇呢 平安寇太重了 给换了两个祈福灵 看来萧素兰已经发现 上次她拿翡翠平安寇 换的是假货 只听咣当一声 好好的平安寇 竟然一分为二 不会吧 竟然还有个心子 萧素兰果然是个没福气的 她竟然没发现 平安寇里面有夹心 苏婉叔你这个小贱人 你把我的空间 到底落哪儿去了 萧素兰实在是没招了 等到了第二次 见无情和尚的日子 她收拾了一下 又去了兰若寺 小姑娘 我知道 你找到丢失的东西了吗 没有找到 我费了不少功夫 也没从那人身上 把我想要的东西 抢回来 不知道大师 可有破解的法子 只要大师能帮我 找回丢失的东西 我定不会让大师吃亏 我这个人哪 几星厌旧 像你这种货色 我可不会一直把你留在身边呢 大师 小女子愚钝 还经理明事 到底要让小女子如何 你才能帮我 那你可要加把劲地伺候我了 只要哄得我高兴了 我自然不会马上嫌弃你 小女子遗弃都挺大师的 看在你这么乖巧的份上 那我就帮你 找找破解的法子 你可知道 那人的深沉八字 她点了点头 按照无情和尚的要求 把苏婉叔的深沉八字 写在纸上 无情和尚当着萧素兰的面 把那张纸条烧了个干净 她用手指沾了一点纸灰 再手心画了一个圆圈 然后双手合十 嘴里默默念几经纹来 过了片刻 无情和尚睁开眼睛 看向萧素兰 你一直没能拿回你的东西 是因为 你的福运已经用完了 前段时间 你身上发生了生死之结 你所有的福运 都帮你肚结了 所以啊 现在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总是不如意 大师 那我要怎么办 现在姬父还来得及吗 无情和尚摇了摇头 积德行善 哪里是一两日可以完成的 那可怎么办 难道我要等到世界二十年之后 才能把属于我的东西抢回来 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抢夺内人的福运 只要你的福运 比内人高 想要把你的东西抢回来 就会变得轻而易举 抢福运 是不是苏婉叔倒霉 我的福运就会增加 哦 原来那个人 叫苏婉叔啊 这名字倒是好听 不过 我需要做一场法事 把你们两个人的福运连在一起 可做法事呢 是需要消耗我的法力的 一切都挺大师的 除了小女子这条命 那是想要小女子做什么都行 无情和尚见萧素兰这般爽快 哈哈大笑起来 他就喜欢萧素兰这种女人 每次看到他被吸魔折磨 他就会莫名地兴奋 他没当着萧素兰的面做法事 而是告诉萧素兰 从明天太阳升起之后 他和苏婉叔的福运 就会连接在一起 而作为报酬 七日后 萧素兰就要来兰若寺一趟 这次来 他必须来三日才能回去 这几日 苏婉叔正忙着天天去山上采药 挖好药材 苏婉叔和萧木炎 背着四个青草捆 高高兴兴地回村了 我跟你们说 苏婉叔就是个扫把星 他养娘就是被他硬生生咳死的 别看现在萧家 买个水牛奶馒头 能赚点银子 只要留了苏婉叔在家里 用不了多长时间 这买卖肯定得慌 不能吧 我看萧家生意挺好的 好什么呀 也就刚开始那几天还行 现在镇上最大的馒头铺子 也卖水牛奶馒头 人家一卖就是一整天 根本没消解什么事 吴老太 您说我是扫把星 怎么不说说你自己呢 如果我养娘不嫁入你家 说不定还不会被老虎咬死 都是你命中待煞 把我娘给客死了 吴老太 我劝你还是善良点 免得最后把你们吴家 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一点家底 全都可没了 那日被惊条抽的滋味 她铭刻于心 一句话没说 灰溜溜地赶紧回家了 大水牛吃了她空间里 长起来的青草 这产奶的品质 又提升了一个台阶 弟妹 你有没有感觉 今天的水牛奶馒头 味道比前几日都要好 是呀 好似跟我香甜了一些 肖家的水牛奶品质突飞猛涨 他们在镇上卖的水牛奶馒头 几乎日日脱销 一日 肖家门口停了一烂马车 从马车上下了一位 身穿紧缎的吴管氏 吴管氏自称是永和州那边 专门开铺子的 他家主子尝过肖家的水牛奶馒头 就想定一些 吴管氏 我家的水牛奶馒头 我爹说了算 你有什么话 直接跟我爹说就好 我家早就分家了 水牛奶馒头 是我爹和三叔一起做的 原来如此啊 如果我一次 买八百个水牛奶馒头 价格上 能否再便宜点啊 一个馒头 本就没有那么多利润 再抛去路上开销 一文钱一个 着实有些贵呀 吴管氏 不管你今天是要八百个 还是八千个 我们家的价格是绝对不会变的 最便宜也要一文钱一个 以往这个时候 卖家都会生怕他不要货物 主动让价 可萧冠城却稳坐在那里 一动不动 吴管氏说破了嘴 一文钱都没降下来 最后没有办法 只能按照萧冠城这边的意思来 一文钱一个水牛奶馒头 明日一早 吴管氏就会派马车来拿货 如果耽误了时间 萧冠城就要赔给吴管氏二两银子 吴管氏 那万一你不来拿货呢 小姑娘啊 我是永和州那边的 大户人家的管氏 怎么可能 带掉你这几个馒头的钱呢 吴管氏 我们还是白纸黑字写清楚的好 你要我们家八百个水牛奶馒头 那就请支付八百文钱 如果我们不能按时交货 就赔你八两银子 吴管氏没想到 一个乡下小丫头 竟然还懂得这么多 八百文是馒头的钱 剩下的两百文是定金 你家馒头 只要能入了我家主子的口 以后定人 少不了从你们这里 订水牛奶馒头 吴管氏 我们是小本买卖 不玩虚的 这二百文你拿回去 下次你来订馒头的时候 直接给馒头钱就行 吴管氏没想到 苏完叔态度如此强硬 没办法也就硬下来 完叔 你别听外面那些人乱敲舌根的 你不是煞星 你是我们家的小福星 从你嫁进我们家那一天开始 我们萧家以前的苦难 都迎刃而解 以后我们的日子 会越来越红火 奶奶 你真感觉我是小福星吗 当然 那云游的老道可说了 只要小颜娶了媳妇 能活到成年 以后我们萧家将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好 只要奶奶相信我是小福星 那我就是 第二天一早 苏晚叔和香木炎 就牵着不产奶的大水牛 去找李正留三胡 李正 我想问问村里 能不能把这头水牛卖给我家 小叔啊 你怎么想着把这头不产奶的水牛买回去啊 李正 我就是想亲自养这头水牛 我要证明给村里人看 我苏晚叔不是煞行 我一定会让大水牛 重新产奶的 三胡呀 这老水牛 你就卖给苏晚叔吧 我倒要看看 看如何让老水牛再产奶 二爷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令你失望的 有刘二爷为苏晚叔说话 苏晚叔买向大水牛 没费什么功夫就完成了 小妍 你可把夜兰草 都喂给村里的水牛了 都喂了 就连宫水牛那边 也都喂了 好 明天就有好戏看了 第二天 村里人去挤牛奶的时候 村里六头产奶的水牛 齐齐没了奶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 说这大水牛没奶的事 如果说一头牛没奶 那是苏晚叔客的 这村里六头大水牛 突然全都没奶了 这怕是另有蹊跡 齐叔 你可看出什么苗头来了 三胡啊 这怕是有人故意害我们村里的水牛 齐叔啊 这不就是普通草叶 这可不是普通草叶 这叫夜兰草 你仔细摸摸 夜兰草的草叶更光滑一些 青草叶咋磨手 牛玉江是个心思活络的 他立马提过来几捆 为水牛的青草捆打开 齐叔啊 你看这里面 很有夜兰草 牛齐叔上前一一查看 青草捆里 一根夜兰草都没有 这是有人 想要给咱村里添堵啊 李正 一定要把那个下黑手的 给我找出来 咱不能吃这个亏啊 李正 我有个主意 我听人说 只要是割过夜兰草的镰刀 涂抹上草木灰水 镰刀上 就会有蓝色的印子 是有这么回事 以前家里没钱 买带颜色的布料 就会去割一些夜兰草 捣碎了染蓝布 刘三胡一听 还有这个法子 当即就让人准备 一大盆草木灰水 挨家挨户地收镰刀验证 小颜 你找镰刀做什么 李正 要验看镰刀 李正 为什么要验咱家镰刀啊 香木也想了半天 终于想起夜兰草三个字 李正 我家这镰刀 一直就放在库房里 好几天都没用过了 怎么会去割夜兰草 为村里的水牛 小素兰回来了 让他说 李正 我一双手是做绣活的 平日里我娘连衣服都不让洗 我怎么去割夜兰草 为村里的大水牛 再说我跟村里无怨无仇的 也没必要去做这些 吃力不讨好的事 小素兰以为自己那日 割了两把夜兰草的事 没有人看到 自五个小子 同时站出来说 是小素兰割的夜兰草 素兰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村里还等着卖水牛奶 赚银子修缮宗祠 你这么做 对得起祖宗吗 李正 小素兰如此歹毒 你可不能轻饶了他呀 我们这大半年 不能卖水牛奶的损失 应该让小素兰一家承担 对对 我们真是没想到 小素兰空有一副好相貌 确实个坏了心肝的 以后谁娶你 一家咱怕是都要跟着倒霉 小贱人 你差点害得村里人 拿银子贴补水牛奶的银钱 看我不打死你 小小年纪不学好 怎么就学这些歪门邪道 不是我 真不是为给村里大水牛 喂叶兰草 那日我只割了两把叶兰草 全都喂给苏婉叔家的大水牛了 小素兰被众人打劫了眼 一个没忍住 就把真相给喊出来了 你可真是我的好姐姐 我们家到底是怎么得罪了你 你对我们家下如此歹毒的狠手 那天如果不是我家另外两头水牛还能产奶 我们家就要陪人家扒两银子 你这心到底是怎么长的 满叔我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小妍 帮我把白棉布扯开 香木炎拿着木棍 轻轻搅动木桶里的棉布 让棉布上色更均匀一些 小叔啊 染布就这么简单吗 就这么简单啊 红燃料是我早就准备好的 放入水中就行 萧冠城和香木炎 一起把染好的红螺锦 在院子里晾晒开 这么好看的红螺锦 拿到镇上卖 肯定很值钱 奶奶 染红螺锦用的染料非常稀少 上次我和小妍去山上割牛草 才遇到那么一小片 下次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遇上呢 如果你想染布 拿到镇上卖 下次我们染点戴蓝 拿镇上卖 量晒好红螺锦 萧冠城才想起来 分卖水牛奶馒头 赢钱的事来 所有人都被叫到堂污 萧冠城把账本 摆在桌子上 卖了这一个月的 水牛奶馒头 豪具人工成本 还剩下三十五两 五百文的纯粒 看着这一桌子的碎银子 所有人心中满是感慨 娘 当初咱说好了 三家一起分 我们每家分十两 剩下五两五百文 买面和请人用 说着 萧冠城清点出银子 放在萧奶奶 杨桂花 萧冠杰眼前 萧冠杰手指 略有些颤抖地 拿起桌上的银架 瞬间红了眼圈 以前她在镇上 起早贪黑地卖馄饨 一个月下来 也就几百文钱而已 现在她一个月 能赚十两银架 她狠狠地 掐了一下自己的胳膊 她胳膊好痛 这不是梦 三叔 你是不是看到 这么多银钱 很高兴啊 萧冠杰狠狠地 点了点头 她简直要高兴疯了 我也很高兴 这么多银子 应该能买 一大篮子的桂花糖 冠城 既然你又买了一片山 准备种瓜果卖 不如你把你那一份 卖水牛馒头的活 给你大哥 咱肥水不溜外人田 里外这买卖 都是咱自家人在做 爹 你是不是忘了 是谁给我们家水牛 喂野兰草 哎呦 那不是素兰一时糊涂 咱家水牛奶馒头 卖得这么火 你看看你大哥家 日子过得多艰难 你这当弟弟的 能帮把手就帮你吧 四老头子 你再给我胡咧咧 你就跟你大儿子过去吧 我说的也没错 虽然我们已经分家了 但 但什么胆 如果老大家 有了赚钱的买卖 你自己凭良心说 老大会让老二老三 参会一脚吗 死老头子 你如果再拎不清 就不要怪我 翻脸不认人 以前我冷着老二 那是害怕他命中 杀气太重 活不长远 现在一切都好了 你不要认为 我还会跟以前一样 再惹火了我 我就去找李正 让你跟着老大过去 他冷哼一声 站起身来 转身就回了屋 小家人没有管他的 拿着锄头 一起去了玉米地 今年庄家长势真好啊 大宝二宝 你们什么时候 才会说话呀 二宝 来给嫂子笑一个 二宝是个小交际包 被苏婉叔一戳 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吓了苏婉叔一跳 二宝 你饿了吗 二宝被赵家一抱 就直住了哭声 他趴在娘亲的肩膀上 朝着苏婉叔吐泡泡 苏婉叔只感觉 自己被个小奶娃耍了 苏婉叔朝着二宝做鬼脸 二宝没笑 倒是躺在竹筐里的大宝 笑得直打嗝 还是大宝最乖了 肖慕颜怕媳妇 是媳妇的小尾巴 肖慕颜怕媳妇 羞羞羞 羞羞羞 肖慕颜怕媳妇 不知羞 你们再乱说 小心我揍得 你们满地找牙 孩子们估计 也有些害怕肖慕颜 一哄而散 冲进了附近的胡同里 小颜 那些孩子为什么突然说你怕媳妇 金宝和铁牛说 他们说我最近都不敢下河摸鱼了 整天和你在一起 说我这是怕媳妇 小叔 我愿意跟你在一起 不是怕媳妇 小颜天气热了 村里的小子们 总去河里摸鱼 你是不是也想去 肖慕颜想了一下 微微点头 她确实想下水玩 小颜 等我们从山上下来 你带我去河边看看 看能不能找到水比较浅的地方 你可以在水浅的地方玩 好 小叔 你看 那边有个山泉 苏婉叔顺着香木炎的手指看去 果然 在半山腰的位置 看到一个脸盆大小的泉眼 泉眼的出水量很小 水流顺着山势往下躺了不远 就落入一个石沟里 我们挖挖看 看这个泉眼有多大 不管在山上种植什么 都需要浇水 有了一眼山泉水 说不定能解决以后浇水的问题 香木炎力气大 她拿了一根粗壮的树枝 慢慢把泉眼扩大 随着她越挖越深 泉眼里涌出来的水量 也慢慢增加 当泉眼扩大到拳头那么大的时候 苏婉叔已经听到哗啦啦的水声 不错 回头咱得多找几个人来 在这边挖个水潭 蓄水就好 中午的时候还艳阳高照 到了半下午 天边不知何时 竟涌上一片乌云来 过走了还没一盏茶的功夫 柳大的雨点 噼里啪啦地落下来 媳妇 往这边走 悬崖下边有个不小的山洞 两人急匆匆跑到山洞里躲雨 这雨下得也太急了 媳妇 你是不是冷了 我们点个火堆烤烤 行 点个火堆烤烤衣服 要不一会儿雨停了 我们这副模样也没法回家 媳妇 你把衣服也脱下来烤一下 苏婉叔心想 萧木炎是个不开窍的 她应该什么都不懂 媳妇 你是不是冷 我娘说我是小火炉 小时候冬天冷 我娘总喜欢抱着我 苏婉叔被香木炎强硬地抱入怀中 整个人都僵住了 但香木炎温暖的怀抱 却让苏婉叔不舍地推开她 看不出来啊 你还有夫妻 苏婉叔忍不住身手摸了摸 媳妇别摸 不舒服 不舒服 那我更要看看了 苏婉叔只以为 萧木炎肚子不舒服 并没有多想 媳妇 不是哪里不舒服 那是哪里啊 萧木炎一张小脸都占红了 她支支吾吾地没说话 而是指了指 自己不舒服的地方 媳妇 怎么办 现在还是不舒服 苏婉叔被香木炎看得有些发毛 媳妇 怎么办 难道你不帮我吗 帮个毛线 你是不是男人 自己解决 这么羞人的事 她可没脸做第二次 媳妇 你凶我 小祖宗 我真是上辈子欠了你的 苏婉叔眼睛一闭 转过身去准备帮忙 好巧不巧的 香木炎那双热乎乎的大手 落在她不该碰的地方 放手 媳妇 你是不是受伤了 身上肿了一个大包 我帮你吹吹 吹你个脑袋 你给我老老实实坐那里 媳妇 你坐那么远 我怎么办 你真是我祖宗啊 和死打结空 死打结空 死打结空 实之有味的香木炎 在苏婉叔的脖梗上蹭了蹭 媳妇 干嘛 我干嘛 就是想叫叫你啊 吃饱的香木炎 就好似一只大猫一般 靠在苏婉叔的身边 今天我教你的都学会了吧 下次再遇上这种事自己弄 别老来找我 知道了 小妍 山洞里的事是我们的小秘密 你谁都不能说 嗯 我听媳妇的 桂花 你知道昨天萧素兰 在河里救了一个野男人的事吗 昨天小叔跟我提过 苏兰救了个男人的 怎么了 那男人救活了吗 就是救活了 我听人说 小冠里现在 把那男人当菩萨供着呢 大雨天的 她去镇上请的大夫 对了 她还冒着雨 买了一牛车的东西回来 也不知道 肖素兰哪里来的好运气 竟然救了财神爷 我也听说了 王凤昨天下午就出来显摆了 说 她家素兰 嫁何酒的人 衣衫全都失了 以后肯定不会再嫁他人了 肖素兰 你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竟然反噬到了我身上 无情和尚帮着肖素兰和苏婉叔 把符运在一起 还帮肖素兰去夺了叶剑青的符运 可就在刚才 这两条符运全都断了 无情和尚受到反噬 当场就吐了血 杨桂花给苏婉叔 缝制了一身云裸紧的漂亮乳裙 她的绣工不错 排在裙子边上 绣了一圈祥云纹 更显得如群端庄大气 也不知道大雨 什么时候才能停 大雨再不停 小麦和汉道可就保不住 娘 你看天阴沉沉的 哪里像是能马上停住的样子 如果大多数城镇 全都下如此大的雨 整个永河州 怕是要遭灾了 到了第十一天 漫天乌云终于散去 村里人一股脑地跑去田间地头 这是造的什么孽呀 连续下了十天的大雨 这样的事 简直就是闻所未闻 我家六口 全只望着这两木小麦过活呀 现在农田毁了 让我们一下下半年可怎么过呀 早栽的可不止是南方村 大半个永河州都被大雨席捡 又过了几日 萧家的大二进院子 终于全部建好了 当萧冠城提出搬家的时候 却遭到了萧爷爷的阻止 萧冠城说要搬家 自然是要把仓库里的存粮 带走大部分 你这不孝子 我还没死呢 你就着急分粮食 你是不是想咒我死 爷爷 我们不是早就分家了 为什么我家的粮食 不能拿回去 你个傻子懂什么 爹 库房里的粮食 你准备怎么分 咱家拿走一半 剩下一半 你奶奶和三叔平分 二哥 我不能拿那么多粮食 卖水牛奶馒头的时候 你已经分给我红利了 仓库里的玉米 都是你买荒田里长的 我一斤都不要 死小子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不要粮食 你婆娘孩子还怎么活 不属于我的东西 我不要 一家子意味怎么分粮食 炒得面红耳赤 就在这个时候 萧冠里和萧素兰 一起进了院子 苏婉叔进两人手里 提着两个空竹框 心想 这两人不会是来 借粮食的吧 姐 你们这是做什么呀 当萧冠里听说 家里仓库 还放着不少粮食的时候 眼睛明显一亮 冠城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爹和娘还在呢 哪里轮到你说话呀 咱家 还是爹说了算 大伯 你不会说话就不要说 没有人把你当哑巴 库房里的粮食 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你在这指手画脚 这不是赚讨厌吗 爷爷 我倒是有个主意 你反正也感觉 在这个家里住着不舒服 不如你去跟大伯住 当然 你去跟大伯一起住 我们自然是要分给你 一些粮食的 分多少啊 一百斤干玉米 从今以后 爷爷跟着大伯住 奶奶就去跟我家住好了 就这么定了 不管是做水牛奶馒头 还是夏天种玉米 你个死老头 那是一把手都没帮 再说 你不是感觉老大家好吗 那以后 就去老大家住着吧 一百斤玉米 也太少了一些 少吗 如果爷爷不同意 那就继续在三叔家住着好了 我家不会给你一斤玉米 萧冠里和萧素兰 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 他们感觉 先得着一百斤玉米再说 小雅 最近一段时间 你不要在村子里乱跑 如果得了风寒 可是要喝非常苦的药 爹 天天在家里好闷呢 媳妇都不爱玩了 你没看你媳妇在忙吗 也不帮忙 还好意思拖你媳妇后腿啊 我要帮忙了 媳妇嫌弃我 说我笨手笨脚的 就你小子事多 去帮你娘 烧火炕去 明天我们家 就搬新屋子去住了 爹 明天我们搬家 家里是不是 得多放点鞭炮 我早就买好鞭炮了 但村里整日昏沉沉的 希望放个鞭炮 能去取病气 第二天一早 萧冠城就在院门口 放了一挂一万响的红鞭炮 整个南风村 都因为萧家这挂鞭炮 热闹起来 各位乡亲 我手里有个 治疗风寒的方子 效果还不错 村里如果谁家 我得了风寒的 可以来我家要方子 宛叔啊 我们村子 哪里是缺个方子 我们是缺药材呀 你是不知道 这两日镇上的医馆 也说治疗风寒的药材 就算是这个头疼脑热的 都要被抢过一空了 谁说不是啊 今天一早 天还没亮 我就去医馆排队抓药了 但排到一半 医馆那边说 药材已经卖空了 这两日 怕是都不会有药材 才运过来了 我在山上 倒是发现了 好几种药材 如果你们信得过我 那就跟我一起 去山上挖药材 只要有药吃 村里的风寒 很快就会压下去的 宋叔啊 你认得药材吗 我们这些都是大老错 可不认得呀 自然 大家跟我上山 我一样一样地交给你们 怎么辨别药材 天哪 苏婉叔 你不能被美色迷了心智啊 苏婉叔搬家第一件事 就是给自己烧了一大木桶的热水 小妍 你把两个木桶放下 先去娘他们屋里坐会儿 我洗完澡叫你进来 为什么我不能在屋里 你洗澡 难道我还不能洗 我说让你去娘屋 你就去好了 哪里还有那么多废话 靠在木桶边上的苏婉叔 鼻尖闻着浓郁的花香 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 就在他哼着歌 享受生活的时候 房门嘎吱一声 被人推开了 怎么去这一会儿就回来了 也不让我在屋里 就把我撵出来了 你们都不喜欢小妍了 我现在很生气 小妍 要不你去奶奶屋里坐会儿 我一会儿就洗好了 不要 你们都不喜欢小妍了 都不让小妍在屋里 小妍现在很生气 那你转过身去 不准看我 帮我把床上的衣服拿过来 哦 我不是不让你转过身来吗 我不转过身来 怎么给你递衣服呀 心急火燎地穿好衣服 苏婉叔身心疲惫 小妍 你干嘛 洗澡啊 不妨烧了好多水 不用就浪费了 可那些水是我用过的 媳妇用过的洗澡水 都是香香的 你赶紧洗很晚了 我们要早些睡觉 小叔 给我搓搓背 你小子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四大皆空 四大皆空 色即是空 天哪 苏婉叔 你不能被美色迷了心智啊 色字头上一把刀 刀刀致命啊 媳妇 你好香啊 我跟媳妇一样香 去你被我睡觉 你身上太热了 不要 我要抱着香香的媳妇睡 香木炎犹如橡皮糖一般 粘在苏婉叔的身边 不管他怎么踹怎么说 就不松手 小叔 你想找你的亲生父母吗 婉叔啊 看在我养育你一场的面子上 再给我一些药材 我是真拿不出什么值钱的东西来了 打住 巫山 你就别在这里跟我说些有的没的 今天我把话撂在这儿 你如果拿不出 让我眼前一亮的东西 你一根药材别想从我这里拿走 不问输你个小贱人 先让你得一两日 等老子风寒好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 巫山站在萧家的院子里 咳嗽了一盏茶的功夫 这才不情不愿地说 他回去再拿点东西 行 只要你拿来的东西 值这个价格 小妍 一会儿再点个火把 把屋里屋外也都熏一熏 这些风寒病毒可厉害着呢 家里除了这条被子 再没有属于你的东西了 满叔啊 你说这个值不值你给的药材钱 行 今天我先给你六福药 明天一早你再来拿 我肯定能把你家一家三口的风寒治好了 至于治好后 你们家再得风寒 可就不管我的事了 吴山放下报备 拿着要走了 小叔 你很有可能不是被人丢在山林中的 而是被人从家中偷出来的 奶奶 你可知道这个报备的来历 原来 一条五宝报备 除了背面的精美刺绣比较昂贵外 四个脚上挂的每一串小铜钱 来自四个不同的寺庙 昨晚书听小奶奶说了四个寺庙的大体位置 心中暗暗咋舌 以当下马车船舶的速度 要缝着这床五宝贝 怕是要耗费一年多时间 才能把这四个寺庙都走一遍 一个母亲 一个家族如此期待的孩子 怎么可能一出生就抛弃了 那唯一能说通的 就是孩子是被强行带出来的 小叔 你想找你的亲生父母吗 苏婉叔沉默了片刻 点了点头 有一个办法倒是行得通 去寺庙求铜钱 风制五宝贝 都需要在寺庙里 常年捐银子 你可以去这些寺庙中 找主持查一下 或许会有线索啊 我家素兰是个有福气的 小公子已经说了 等他病好了 就去素兰进门 小公子 可是永和州有名的大商户呀 贵里哥 以后你发达了 可不能忘了我们这帮兄弟啊 放心 等素兰嫁去了永和州 我们自然忘不了兄弟们 这样有钱的人 能看上萧素兰一个村姑 萧素兰这个傻子 怕是被萧锦芝给骗了 不过这些事 都跟他没半毛钱关系 天哪 二牛你们从哪里 扯了这么多白药子藤蔓 以前我们就经常扯白药子藤蔓 卖给镇上的药店换铜板 不过后来药店不收了 我们就没再扯了 有了这十几捆白药子藤蔓 昨晚书立马绑火把 要把整个村全寻一遍 二牛 给你们个活做 一会儿把这些火把点燃了 挨着村里几条主路 每隔十步点一个火 点完了不够 再来我这里呢 宛叔 你点这些火把做什么 咱村里的风寒 一直压制不住 我就想着 给村里消消毒 把那些病毒全部杀死了 村里人再吃点 治疗风寒的药 很快就好了 宛叔 我帮你一起帮火把 我也来 所以宛叔没想到 竟然有这么多人帮忙 用不了太多人 人一多 干活就快 没一会儿功夫 十几颗白药子藤蔓 就被做成火把了 二牛几个小子 动作也是快 很快 村里各处就冒起 浓浓的白烟 晚上的时候 就有人送来 一篮子青菜 青菜虽然不是值钱的东西 但在这个艰难的时刻 还是非常珍惜的 冠礼 怎么没见你们家的那位贵人出来 这也太金贵了吧 天天藏家里 前几日 贵人得了风寒 一直在床上养病 现在村里 还有好几户得了风寒美好 就没敢让贵人出来 万一有个什么闪失 但这荣华富贵 可就泡汤了呀 你们家 其实也不用等苏兰出嫁 也不知道苏兰叔哪里来的银钱 在村里如此大肆收药材 你是苏兰叔的大伯 随便让苏兰叔落点银钱给你 你的日子也会很舒坦 老二家有银子用 我自然 也是替他们高兴的 苏兰 小公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感觉 他身子骨 有点弱呀 咱们村里得了风寒的人 大多数都好 就连那些 身体弱不禁风的 喝了几副药养一养的 也就差不多了 可萧公子 一直不好不说 这两日咳嗽得更厉害了 爹 你不用担心 萧公子的风寒 肯定会很快好起来的 自从萧素兰救了萧锦汁之后 萧素兰再也没有去兰若寺 但萧锦汁的风寒一直不好 萧素兰没有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 去拦若四找无情和尚问个明白 大不了 他再使出点本事 陪无情和尚几次好了 萧施主 我是真没办法帮你了 也不知道 你到底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 竟然引来了天灾 我帮你做的两道法事 全都毁于一旦 自己还受了内伤 大师 那你能不能再帮我一次 我绝对不会让你白帮的 说着 萧素兰就要脱自己的外衣 萧施主 你想让我再出手帮忙 救你这残花败流 可不够资格 而且 我也不会再为你 做抢夺服运的法事 这个臭和尚玩够了 就想把他丢掉 大师 不如我们交换一下天机 你帮我看一下 是什么阻止了我的前程 我也帮大师看一下 未来你的路是怎么走了 你能看到我的未来 最近应该有人 想让大师去京城 好 萧施主 想问什么呀 我心中有一事 我就想问你 我猜得对不对 萧施主 真是人不可貌相 你这心中一动 就是一条人命 不过 也确实 这条人命 阻挡了你的运势 如果出去 将会改写你的命运 但同时 如果这人真没了 这天下 怕是要大乱了 萧素兰 没接无情和尚的话 虽然有人来 邀请大师去京城 大师不必迟疑 去了京城 你离这国师 可就更近了一步 说完 萧素兰转身就走 想当国师 一直是 无情和尚 多年来的心愿 但此事 他可从来 没跟别人提过 那萧素兰又怎么知道的 他发现 萧素兰这姑娘 越来越有趣了 明明长着一张 人处无害的脸 心里却无时无刻 想要他人的性命 这样扭曲的人 他还真有点喜欢呢 官朝 你今天是不是忘了 给你大哥送肉 我也不用你送 你赶紧给我切成十来斤 我现在就拿走 爹啊 我可没想过 要给萧冠李家送肉 早在以前 他眼睁睁看着桂花 和小颜差点饿死 连一个地瓜都没舍得给 从那天开始 我们的兄弟情分 就已经断了 这些年 也就看在你和娘的面子上 我才没跟萧冠李 彻底撕破脸 可萧冠李得寸进尺 以为我是个好欺辱的 我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你这个不孝子 你以为你三两句话 就能跟你大哥撇清关系 我告诉你 门都没有 今天你敢不把肉 给我拿出来 我就到李正那里去告你 说你不孝 我倒是要看看 李正如何收拾你 爹 我可以给你肉吃 但给我大哥 除非我死 杨桂花 给爹乘一碗肉带走 慢着 萧奶奶不急不徐地 从戏屋里走出来 萧冰生 你怎么还能有脸 上门来要肉吃 萧冠李又不是 贯成亲大哥 他凭什么要给他肉 死老太婆 你乱说什么 以前我为了两个孩子 为了这个家的名声 人气吞声 本来这个秘密 我想带到棺材里去 是你一次又一次 逼迫冠城 总想着把所有好东西 都留给萧冠李 冠城和冠杰 就应该过一辈子苦日子 萧冰生 你再敢上门试试 我立马把萧冠李 是你跟别的女子私通 生下孽障的事说出去 我倒是要看看 你那相好的 还能不能活下去 苗春 你在这里忽烈烈什么 萧冰生 你再敢上门试试 看我敢不敢把此事 给你炫扬出去 苗春 你最好管好你的嘴 你敢败坏了小青的名声 我绝对轻饶不了你 萧爷爷气鼓鼓地走了 刚才还一身强大气势的萧奶奶 瞬间犹如泄了气的啤酒一般 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都是些沉芝麻烂骨子的事 不提也罢 你只需要知道 萧冠李和你不是亲兄弟 他是你爹和别的女子 暗结竹胎生下的孽障 娘是没有办法才留下他的 小叔啊 你这些银子都是哪里来的呀 爹 这些都是我卖药材赚的 一包药材一两银子 总共六十五两银子 比我想象中要多不少 小叔 这就是你花了十两银子 收了药材卖赚的银子 苏婉叔点点头 这里面除了那十两银子 买回来的药材外 另外还加了一点 他空间里出产的药材 爹 我跟村里人说继续收药材 这次我只收二十两银子的 小叔啊 买药材这么赚钱 你为什么不多收一些啊 天越来越热了 就算不去特意控制风寒 风寒也会慢慢消失 到时候镇上的医馆开了 大批量药材重新上市 如果囤多了药材 怕是就卖不出去了 这人只要不贪心 就不会亏本 下午 陆续有人送新鲜的药材过来 萧冠成家忙不过来 把萧冠杰和赵家都叫过来帮忙 萧奶奶在堂屋 帮忙看着两个小奶娃娃 小叔 你和小爷明年 也给娘生这么一对漂亮小娃娃可好 娘我还太小了 怎么样过个五六年再说 哎呦我的小叔呀 你还五六年 那不成老姑娘了 哎呀 还是早些生比较好 年轻身子壮实也容易生 别跟三婶一样年纪这么大了 生这两个小祖宗 差点要了我半条命 媳妇 你脸怎么红红的呀 热的 那我给媳妇扇扇子 不用 一会儿让爹他们看见多不好 苏兰 这几日为难你了 小公子你言重了 买药的银子都是你拿的 我也没帮上什么忙 也不知道现在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又是水灾又是风寒的 永和州怕是不会安稳 我去兰若寺的路上 确实见到几群桃荒的 但我们镇上倒也还好 只是人心惶惶的 外面走动的人比较少 等在下病好了 定会带萧姑娘回永和州 禀明父母 让你进门成为我萧锦芝的妻 萧素兰绝对想不到 就在一个月以前 萧锦芝这个树子为了争夺家产 把家里几个敌处的兄长全都给杀了 本来她想着敌处的兄长全死了 自己这个树长子肯定能继承家业 却没想到 她那嫡母是个厉害的 竟然买通江湖上的人想要杀了她 但这才没办法 一路从永和中逃了出来 苏兰 萧公子的风寒怎么还没好 我听村里人说 苏婉叔配的药材很管用 要不找他去买点 娘 不用去浪费那个银子 我自有办法 天慢慢热了 镇上得风寒的人明显减少 原本关着的铺面也陆续开门了 第二天正好是逢吉 萧冠城赶着牛车 载着萧木炎和苏婉叔 一起去集市买小狗仔 三人上了集市 萧冠城要去买一些吃用的东西 就让苏婉叔和萧木炎 两个人自己去买小狗仔 一般小狗仔也就几文钱 你们可别被人给骗了 爹 我知道了 媳妇 媳妇 你快过来看 这里有两只小白狗 只见一位老伯跟前 摆着一个破麻袋和一个破竹框 竹框里放着两只白色的小奶狗 两只小狗毛色有些暗淡 看起来应该有些时日没有吃饱了 媳妇 这两只小奶狗好可爱 我们买下来怎么样 小公子 这可不是小狗 这是我上山挖药材时 捡的两只狼崽子 两只小狼崽毛茸茸的 看起来实在是可爱的景 苏婉叔忍不住伸手想要摸一摸 看不出来个头不大就还挺凶 牙还没长出来呢 就想咬人了 姑娘可看上我这两只小狼崽了 我也不要幌子 两只狼崽给我三两银子就行 苏婉叔没想到 这老伯还挺能要价 老伯 两只狼崽子 怕是已经饿了三四日了 你应该是自己养不活 这才拿出来卖吧 你也别宽我们 这两只狼崽 我给你一百文钱 如果是小土狗 一百文绝对是天价了 这老伯肯定是毫不犹豫地卖了 老伯一听苏婉叔只给一百文钱 气得胡子都要翘起来了 小姑娘 我这可是狼崽 不是小狗崽子 你给我一百文钱 我还不如把他们两个烤了打牙去 老伯 你好残忍呀 这么可爱的小狼崽 你竟然要烤了他们 苏婉叔见到老伯被气得脸色一阵红一阵青的 心中别笑得不行 看来是真狼崽呀 苏婉叔正准备给老伯继续砍架 他的余光一不小心描到旁边的破袋上 那上面放着一堆药材 这些药材只是大概分了分 但苏婉叔在这里面却看到了两株他梦寐以求的药材 老伯 你这些药材怎么卖的 三十五文一斤 姑娘 你可使得药材 这东西可不能乱买乱吃 一个不好 小命怕是都能交代了 我跟着师父学过几年医术 多少认识一些药材 你把这些药材全给我 再加上这两只小狼崽子 我给你四两银子 行 老伯横吃爽快地答应下来 媳妇 我们村里人挖药材 你都是二十文已经收 为什么要给老伯这么多钱 因为老伯年纪大了 去山上挖药材也不容易 咱们要尊老还有 所以我才给的价格比较高一些 哦 这样啊 老伯 你收着 肖木炎把地上的药材连着破麻袋 直接丢到碑楼里 抱起两只小狼崽拔腿就走 老伯低头一看 手里哪里是四两碎银子 分明是一个十两的小圆宝 小公子 你给剁了 老伯 我是尊老爱幼的好孩子 小颜 你有没有发现 这才三五日 小狼崽子好像就胖了一圈 是胖了 毛也好看了 逗弄了一会儿小狼崽 肖木炎就跟着二牛几个又上山了 苏碗叔伸了个懒腰 两只小狼崽子在他脚下哼哼唧唧地叫 看样子是饿了 这会儿苏碗叔才反应过来 已经是中午了 小颜这会儿怎么还没回来 以前他总是踩着饭碟回来的 大娘 叔姐 不好了 小颜掉河里了 苏碗叔手一抖 水牛奶撒了一地 他什么也不顾得就往前院跑 二牛 你刚才说小颜掉河里了 掉哪个河里了 就凭是我们摸鱼的那边 苏碗叔撒腿就往村外跑 温热的风从他耳旁呼啸而过 眼前的一切景物都变得模糊 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赶紧跑去河边 肖木炎不能有任何事 河边熙熙攘攘站了不少人 苏碗叔跑过来的时候 刘玉江几个人 刚把肖木炎从水里捞上来 苏碗叔扒开人群 一下子冲了过去 他一手摸肖木炎的脉搏 一手去探他的鼻息 没有脉搏 没有呼吸 一旁的刘玉江 赶紧让肖木炎趴在他膝盖上 用力拍打他的后背 妄图让他把肚子里的水吐出来 但效果并不好 刘叔 让我来 一下 两下 苏碗叔不停地按压肖木炎的胸口 但他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碗叔 你别费力气了 小盐吊河里 有一盏茶的功夫才被捞出来 人都死透了 杨桂花和萧奶奶跑过来的时候 正好听到这句话 小盐呢 你怎么能走在奶奶前面 这么多年 奶奶小心翼翼地过着 不就是为了给你祭福 你怎么突然走了 可让奶奶怎么活呀 小盐娘来了 你又娘一声 又娘一声呀 苏碗叔顾不上杨桂花 他不停地给香木炎 做着心扉复苏 村里人见苏碗叔如此执着 不少人上前劝苏碗叔 人都已经没有呼吸半个时辰了 哪里救得回来 我见小叔会医术 他感觉小盐能救 那就肯定能救 众人见萧家人如此 也就不再多言 他们理解萧家人的感受 苏碗叔见香木炎没有什么反应 心中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胶着 他正想再给香木炎 滴一滴灵泉水喝的时候 突然香木炎猛烈地咳嗽起来 大口大口的河水被香木炎吐出来 小盐 你怎么样 小叔 我们先把香烟抬回家 众人七手八脚地把香木炎抬回家 又给他换了身衣服 灌了姜汤 就在所有人以为香木炎会醒过来的时候 他却躺在炕上没了反应 苏碗叔帮着香木炎检查过后发现 他溺水时间太久了 应该有些脑水肿 爹 娘 奶奶 小盐不会有事的 我这就去给小盐熬药去 保准明天天亮的时候 小盐就能醒过来 我去给你拿炖汤的砂锅用 满满一大砂锅药材 足足熬煮了一个时辰 再熬出了一碗药汁来 一碗汤要下肚 黄奔而去 娘 你赶紧多烧些热水 一会儿好给小盐好好洗洗 一家子人心急火燎地等在院子里 突然一阵热风吹来 菜场的所有人都感觉自己快被熏死了 刚才还在院子里溜达的两只小狼崽子 在闻到这股恶臭的时候 不要命一般地往后院跑 萧冠城整个人都傻眼了 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爷 你别担心 刚才我给小盐喝的药 有排毒供效 这是把小盐身体里的毒 都给排出来了 这样啊 小盐身上到底有多少毒啊 排成这样 过了好半天 香木炎才从茅厕里出来 苏婉叔捂着鼻子 赶紧让香木炎进屋里去洗漱 小盐 你怎么会突然掉进河里去 我不是跟你说了很多次 不让你去河里游泳吗 我去山上搁个草回来的时候 正好在半路上遇到了金宝 金宝说 你在河边洗衣服 让我去接你 我就去了 小金宝一次两次找香木炎去河边游泳 都没成功 竟然用了这么卑劣的手段去骗香木炎 真真是可恨 你个傻子 见我没在 你就跟这一群混小子下河了吗 没有的事 我最听媳妇的话了 媳妇说不让我下河 我就不下河 你既然没下河 那怎么掉河里的 难不成 是有人推你下河的 我也不知道 我没见你在河边洗衣服就想走 金宝就给了我两块糖吃 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苏婉叔突然想起 刚救起香木炎那会儿 他嘴里好似有一股烈酒的辛辣味 什么样的糖 你可还记得 外面是甜的 里面辣 小炎吃了 就感觉头晕不舒服 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醒来的时候 就看到媳妇了 你赶紧洗干净 上床躺着去 娘 爹 奶奶 小炎这次吊河里 差点淹死 怕是跟小冠李家脱不了干系 真真是丧尽天良啊 小炎爱着他们家 什么事了 他们竟然想要 小炎的性命 爹 此事你要沉住气 我们现在不宜搭草惊蛇 对外我们就说 小炎病着还没醒 我去他们家探探虚实 你说你喝了我 那么多灵泉水 这小脑袋官 怎么就没有变好呢 媳妇 什么是灵泉水 你个小孩子少打听 过来 我跟你说个事 媳妇 我来 我力气大 你真是个没用的 当时选地方的时候 就不知道 选个河水比较深的 现在倒好 真半死不活的 这算什么事 素兰 金宝也不是故意的 谁知道小沐炎命那么大 在水里泡了好半天 竟然一点事都没有 现在不是躺床上 半死不活吗 我也没见 二朱家请大夫 小沐炎姑妈 这儿是活不成了 你还有脸说 你出去帮我打听一下 看肖沐炎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素兰 此事到底行不行 肖沐炎死了 肖锦芝的病就能好 我怎么感觉那么玄乎呀 娘 这是我找大师帮看的 说肖沐炎的命格冲了肖公子的 他们两人只能有一人活着 王凤微微点头 他还是非常相信肖宿兰的话 自从肖宿兰救了肖锦芝之之后 他们家的情况比以前好了很多 肖锦芝一出手就是一百两银子 这放在以前 他连想都不敢想自己能有这么多银子 既然两个人只能活一个 他自然是选肖锦芝的 至于肖沐炎 那就是一个傻子 活着也是浪费粮食 素兰 如果这次 肖沐炎不死呢 爹 为了荣皇富贵 我不介意多杀肖沐炎几次 好 不愧是我肖冠里的女儿 有魄力 鸟为食王 人为财死 肖沐炎竟然挡了他们家的财路 那就死好了 金宝 你去不去捡知了猴 是呀 肖金宝一听捡知了猴 立马来了精神 我去看过了 小炎躺在炕上 昏迷不醒 也不知道 他能不能活过来 这样啊 小炎也是可怜 明天上午你还去看他吗 去 今天晚上捡了知了猴 我送几个给小炎 那小炎那边有什么情况 你也跟我说说 虽然我们两家闹得不怎么好 但我们一起长大 一直关系很是不错 他遇上这样的事 我心里也很是难过 明天我去见过小炎 就跟你说说他的情况 肖金宝见二牛如此痛快地答应 心里瞬间高兴起来 一会儿 就算他捡知了猴回家太晚 也总算是能交差了 小金宝 赔我命来 夜幕降临 村子里隐约能看到点点烛光 二牛几个小子 一人拿了一个火把 在树林里欢快地捡知了猴 这边树林不远处就是乱葬岗 这里不会有鬼吧 小金宝 你为什么要害死我 你赔我命 小木颜 我没害你啊 你不要找我 你要找 就找肖苏兰去 是特想要你的性命的 我跟肖苏兰 无怨无仇 他干嘛想要害我 肯定是你胡扯 小金宝 赔我命来 赔我命来 肖苏兰说你死了 肖公子的风寒就能好 这才想要你性命 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信你去问我爹 娘 问我爷爷 小妍 你不在家里好好待着 这大晚上的怎么还跑出去 娘 我去捡了只了猴 你看 你小子总是不让娘省心 赶紧洗洗吃晚饭了 小叔啊 你真不用爹出面 为肖苏兰讨回公道 苏婉叔也没瞒着肖冠城 直接把自己晚上和肖母岩 去林子里吓唬肖金宝的事给说了 肖冠李一家 就是想要逼死我们啊 我这就去找肖冠李说理去 他今天如果不把事情 跟我说明白了 就算拼了这条命 我也要讨回公道 爹 你先别着急 先听我把话说完 小叔 此事事关重大 我们必须去找肖冠李一家 让他们给我们一个交代 小妍掉进河里差点溺死 这口气 我是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 对 桂花 你就应该如此强势一些 你越强势 那些狗眼看人低的小人 就越不敢欺负我们 依我看 我们直接保官 让县太爷来断一下 爹 娘 奶奶 你们先听我说 刚才我和小妍 把肖金宝吓了个半死 还在肖金宝身上 吓了恶窗伞 等他回家不出一个晚上 他们一家肯定都会得恶窗 到时候 我们就等着看戏好了 爹 我们只需要看着他们家 慢慢被折磨死就好了 又何必脏了我们的手 小叔 你这毒药 真的有什么厉害的毒性啊 爹 你就明天等着看戏好了 娘 爹染了恶窗 现在 在炕上是躺着起不了肾 我们一家子没办法照顾他 要不 你现在就把爹 接近贯城家里照顾吧 有你在 我们也能放心一些 村里人都害怕 我们身上的恶窗传染人 你能不能跟贯城说说 先把他在山上的那处房子 借给我们家住一段日子 等我们把身上的恶窗 全都治好了 再还给贯城 咱家都已经分家了 分家文书上 白纸黑字写着 你爹归你养 我跟着贯城过 现在你想把你爹 推给贯城 想得美 萧冠礼 我告诉你 就算今天咱家没分家 你也别想占贯城一点便宜 娘 就算你不想接爹回去 你也不能这么污蔑我呀 我可是被你从小一手拉扯大的 咱们之间的母子情分总是有的 你也好意思这么说 从小到大 这个家里都是把你当祖宗一般对待 哪怕穷得吃不上饭 你爹宁愿卖掉你小妹 也不愿看你饿肚子 后来你长大了 贯城在边关抛头颅洒热血 拿着命换来的银钱 被你拿去盖了房子 娶了媳妇 等关城受伤回家之后 你竟连门都不让他进 还有你娶的那个好媳妇王凤 长了一副贼眉鼠眼模样 整天就知道来家里打秋风 桂花刚结婚那会儿 可带了不少嫁妆 王凤硬生生全都给骗了去 二嫂 当年你不是说 私丫头生起来就没了吗 怎么就变成卖掉了 小奶奶提起 那个被卖掉的小女儿 瞬间红了眼眶 这是她这辈子 做过最后悔的事 这些年 她四处打听私女儿的下落 奈何人家子走街串巷 哪里记得一个 普通女娃的下落 最终也没打听出 什么消息来 小管理 今天不管你说什么话 做什么事 我都不会帮你一把手 我恨不得看着你现在 就弃绝身亡 永世不得超胜 奶奶 我看是小管理一家 作恶多端 这才得了一身恶疮 这叫恶有恶报 李政 小管理一家 得的这个恶疮 看着实在是不怎么正常 还请你赶紧 把他们一家撵走 万一传染 咱这一个村子的人 怕是都要倒霉 小管理 你们一家是自己走 还是准备让我把你们 抬出村子去 李政 我身上长了这些毒疮 真的不会传染 不信 我们找个大夫去问一问 小管理还想再三 跟刘三胡纠缠 但刘三胡可没那个耐心 目送这群讨人更的人离开 小管理 把家里盖房子 没有点完的鞭炮拿出来 你们这些穷尼腿子 不给我等着吧 你给我等着 等我以后发达了 我肯定一锦还乡 到时候 我拿铜板砸死你们 爹 你先别骂了 我们赶紧先找个地方落脚 这可是鬼眼窗啊 你们赶紧离开吧 我这里可治不了 你们这种丧尽天良的鬼眼窗 镇上的大夫如此一说 小管理和小金宝 连反驳的话都没敢说 赶紧灰溜溜地走了 小管理双手空空地 重新返回破庙 爹 你请了大夫呢 大夫说 我身上得的是鬼眼窗 不肯给我看诊 镇上这些大夫就是雍业 眼睛都是瞎的 要不 我们去永和州 那边的大夫 可比咱们这里的厉害多了 爹 你帮我看着小公子 我去找药 萧素兰现在能医仗的 也只有无情和尚了 但上次无情和尚说了 他要去京城 也不知道这会儿他走了没有 天已经暗下来 萧素兰赶着牛车 就往兰若寺走 无情和尚这人 从来不按常理做事 别人都是白天赶路 他偏偏选择大晚上出发 大师请留步 无情和尚下了一条 他最喜欢赶夜路 可不喜欢在夜路上 撞见一个看不清脸 还知道他名字的女人 你是谁 干嘛拦着我 大师 我是萧素兰呀 你 你这脸 大师救我 也不知道何缘故 我们一家突然全得了这恶疮 现在我要救的那人 已经奄奄一息 还请大师救我们一命 以前萧素兰哭 落在无情和尚眼里 那是又美又娇 现在他如此一哭 无情和尚只感觉后背发凉 你赶紧离开吧 鬼眼疮 无药可医 大师 我对天法师 我得的绝对不是鬼眼疮 你可是得罪了什么人 这些恶疮 应该是中了剧毒才引起的 不过 我也只能看出是中毒 下毒之人很厉害 我破不了他的毒 大师 还请你救救我 不管有什么代价 我都愿意 我倒是听说过 一个极为阴毒的法子 只是我没有用过 不知道好不好用 大师请说 只要能救我一命 什么事我都愿意做 我给你一粒丹药 你回去放入水中化开 然后 把陷寄人的血 淋入碗里 只要你能喝下水 就能用陷寄人的命解毒 命 大师不知此药 需要多少年寿命 一口三年 就你身上这些毒 用三年的寿命换 也差不多了 大师 那我要拿什么 给你换这个丹药 如果陷寄人死了 他前生经世 所有的功德 都会归我 还请大师赐予我丹药 无情和尚随手 从药袋里 拿出一颗红色的药丸来 他放在手心念念有词 只见那红色药丸上 金光闪烁 等金光消失 无情和尚就把药丸 给了萧素兰 无情和尚骑着马 走在黑夜中 四周一片寂静 冷白的月光 洒落在他身上 突然 无情和尚周身金光大显 他略有些吃惊地 勾起唇角 果然萧素兰 是个心狠手辣的 直接把自己 至亲给献祭了 天蒙蒙亮的时候 萧冠里一家 坐在牛车上 往县城的方向走近 除了萧素兰身上的 恶窗消失外 其他人身上 都还有恶窗 只是没以前那么严重 而牛车上 唯独少了萧爷爷 南风村里 没有了萧冠里一家 苏万叔感觉 空气都好了几分 大哥 咱们家的水牛奶馒头的 生意还能做吗 我去镇上打听过了 现在 白面的价格 已经恢复到了 寻常价格了 咱可以少两座一点 我看今年这田 有些邪乎 雨季里 一个多月不下雨 实在是有些诡异 爹 要不咱偷偷囤点粮食 我和小颜 隔三差五就去镇上 买点麦子和大米 反正这些东西 放家里也坏不了 啊 小叔说得对 现在所有粮食 都是外地来的 万一遇上个什么事 粮食都跟上 我们这里又要闹饥荒 我们总不能 什么都不做吧 赞叔 咱家有片山呢 现在我只种了一些果树 梯田上种了一些 地瓜和土豆 还有好大一片咸着 如果你没事 那你来帮我种枸杞 和野蔷薇吧 我一个月给你一两银子 小叔 你要种什么 跟我打声招呼就行了 哪里需要什么银子呀 三叔 我可不是只种一点东西 我早就想好了 等种完枸杞和野蔷薇 我再看看一些梯田出来 等秋庚的时候 再种点粮食 小叔 荒山土地平洁 你种这么多 真能行吗 再平洁的土地 我也有办法 种出粮食来 萧冠城对苏婉叔的提议 那是举双手赞成 这一个上午的功夫 萧冠城就给苏婉叔 找了十个青壮牢利 苏婉叔都给他们 一两一个月的工钱 小叔 你要围着山头 种一圈野蔷薇 种这个做什么呀 全是刺 扎人不说 又不好吃 就是因为扎人才好种 以后我这一山的宝贝 万一有人来偷怎么办 所以多种点野蔷薇 防止点小人 于是苏婉叔和大家 规划好种植枸杞的位置 就和香木炎 一起去镇上了 刚到镇上的时候 他就在城门口 看到有三五成群的流迷 等进了镇上之后 镇子里乞讨的人 也多了起来 就在苏婉叔四处看的时候 一对身穿盔甲的士兵 从街上走过 阿婆 咱镇上什么时候 还有军爷巡逻了 以前怎么没见过 小姑娘 你许久没来镇上了吧 就五日前 咱这边镇子上 就来了不少军爷 刚开始 大家看着还挺害怕 不过这都好几日了 军爷也没把 镇上的百姓怎么样 大家也就习惯了 小公子 买一朵绒花吧 我这手艺可是祖传的 整个岁月阵 怕是也找不出 比我手艺更好的了 媳妇 这个你带好看 卖绒花的阿婆 见香木炎 称胡苏婉叔为媳妇 您嘴笑道 小姑娘 你既然成婚了 就应该书妇人的发迹 苏婉叔尴尬地笑笑 她可还是黄花大闺女 说毛的妇人计呀 蝶娘和奶奶也买两朵 李正 你可要想想办法呀 我们家农田里 就种了那么一丁点土豆 现在倒好 全都被那群流民 给挖了个干净 我们一家三口以后的日子 可怎么怪呀 相爷 这是怎么回事 吴家的土豆被人偷了吗 小叔 你这是刚从山上回来 路上有没有遇到那群流民呢 也不知道从哪里 串出来一群流民 他们虽然没进我们村子 但一直在村外转悠 吴家种了一大片土豆 好不容易等到快挖土豆了 好巧不巧的 正好让这群流民给看见了 你是没看见 他们一窝蜂地冲到土豆地里 比那蝗虫都厉害 眨眼的功夫 土豆田里的土豆 一个都没剩下 那会儿吴老太听到消息 心急忙慌地去阻拦 可他一个老太太去了 又有什么用 三四个流民 直接就把他打倒在地 最后他土豆没抢回来 还白白挨了一顿打 各家各户都出个男人 咱自己必须行动起来 镇上现在也乱糟糟的 怕是不会有军爷来保护咱们 还有 农田里有能收的瓜果蔬菜的 村外河里都没水了 再留在地里也是浪费 还是赶紧收回来自己吃了 免得便宜那些流民 村里的百姓听刘三虎如此说 心里都慌慌的 幸亏前段时间 跟着萧家一起囤了点粮食 要不就现在这种情况 不少家怕是就要饿肚子了 小叔 你们可回来了 再不回来 我就让你爹去山上找你们了 娘 我们没事 你看我带了什么回来 小叔 你这西瓜是哪里来的 娘你忘了 这是我们自己在山上种的呀 奶奶 你可要好好养身子 万一哪天小姑寻了回来 你身子垮了可怎么办 小叔 你感觉奶奶和你小姑 还有再见的那天吗 她一出生就被卖给人牙子了 这人海茫茫 她又哪里会知道 我这个娘的存在 以前她心里惦记着 萧冠城和萧母言 现在两人都好好的 她也不用惦念他们了 她这心里 一下就空落落的 奶奶 你不等 怎么会知道小姑不会回来呢 有些人的缘分 是早已经注定的了 你现在只需要好好养身子 总有一日 你会和小姑再见 萧奶奶果然听进去了 把她的绣线拿出来 她想给小女儿绣个好看的帕子 以后等她回来给她 姑娘 我和我孙子 已经两日没有吃过任何东西了 你这边有没有活可以给我做 我想换点吃的 苏婉叔见老夫人嘴唇干裂的都出血了 但她一路上来 路过菜地 却没有偷一根黄瓜 一个西红柿 这倒是让苏婉叔对这老夫人高看一眼 老奶奶 你都这把年纪了 能做什么事啊 姑娘 你别看我年纪大 但我会种菜 还会做饭 只要你给我和小孙子一口吃的 我保证勤快干活 不偷懒 那我可要考一考你 如果你能达上来 我就留下你帮我打理菜园 姑娘请说 我家瓜田里的西瓜 不管怎么种都结得不多 你可有办法让西瓜多结几个 这个容易 没开花的时候 要留出几根主藤来 然后打顶 花开了之后 还要给花受粉 如此一颗西瓜藤上 就能做好几个西瓜 那西红柿和黄瓜 也可以这样吗 是啊 像果树 也可以受粉提升 做果绿 老奶奶 怎么称呼你 我姓于 姑娘叫我于婆婆就好 这是我小孙子 石头 行 于婆婆 那你就跟我住山上吧 你帮我种菜 我管你和小石头一天三顿饭吃 于婆婆 你以前家里是做什么的 我们那边村子 不仅受了汗宰 还受了冰宰 我儿子被抓了壮丁 生死不知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好不容易带着小孙子 跟一圈流民来了岁叶阵 幸亏这边没过来起义军 否则我们祖孙两人 怕是就要饿死了 我哥 这是我家祖传的剑法 你不能学 小哥哥跟咱家有缘分 他如果能跟你学到剑法 那也是他的造化 小石头撇撇嘴 有点不高兴 小哥 可愿学我们家的剑法 那小哥 能不能拿点吃的 给石头换 小石头 你想让我拿什么 跟你换 我 我刚才上山的时候 看见田里有西瓜 你如果给我一个西瓜的话 我就教你飞燕剑法 我家的飞燕剑法 已快组成 如果你学会了 我家的剑法 就算宫里的那些护卫 都打不过你 走 我们现在就去摘西瓜去 西瓜地里的西瓜 你随便挑 想吃多少吃多少 小元过来 我们给雨神磕个头 祈求他给我们岁月镇 多下点雨 好嘞 雨神 我们岁月镇 已经快四个月没下雨了 再这样下去 灵明百姓 怕是要一子而食了 还求你老人家发发善心 下点雨让老百姓 能吃上口饭 两人也没找到 什么东西垫着 就跪在石头地面上 给雨神磕了三个头 他们两人从雨神庙出来 倒是没着急回家 而是继续在山谷内 寻找药材 小子 赶紧把紫云身交出来 如果你们不交出来 我不介意把你们这些人 全都砍死 这是我们村里人发现的 你们如此威胁我们 跟强盗有什么不同啊 苏婉叔没想到 竟然在山里又遇上个熟人 他只听声音 就认出被抢的这个是高秋生 小妍 我们过去看看 大土坑估计是挖紫云身留下的 那个孕妇又是怎么回事 卑微的高秋生 一下就看向苏婉叔和肖母岩 苏姑娘 赶紧往东边跑 那边有你们村里人 南风村哪 赵孝武 南风村的人 可比我们十台村人多 你们赵家乔村 又比不过人家 现在 最好放了我们 一会儿把你们全都杀死 谁知道人是我杀的 说着 赵孝武朝着身边的人使了个眼色 示意他们去把苏婉叔和肖母岩抓起来 小妍 你带着招财旺财往后点 别溅了身上血 苏婉叔掏出弹弓和药丸 兄弟们 我们一起上 弄死这个小娘们 为我们兄弟报仇 赵家乔的村民有十几人 苏婉叔见他们一股脑地冲了过来 也没惧怕 随手拿了一颗黑色的药丸 搭在弹弓上 只见那黑色药丸 在村民脚下炸开 白色的雾气 瞬间就带走周围五六个人的性命 死丫头 你不是有本事吗 那你朝着这边来 赵小五你是不是忘了 我们和石台村关系一直不好 你感觉我能管他们的死活 小丫头 你以为我赵小五 是那么好诱骗的吗 石台村最近可没少卖小白菜 咱镇上除了你们南风村 可没别的村能种出小白菜了 你们这好的快穿一条裤子了 你肯定不舍得高秋生死啊 苏婉叔只感觉身边有一道黑影一闪 离着他五六米远的赵小五 连哼都没哼一声 整个人就倒在地上 肖木炎杀了赵小五 并没有停手 他手里的长剑 犹如长了眼睛一般 在空中不停地飞舞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 肖木炎有呼吸的功夫 就把赵家桥的村民 全都杀了个干净 谁敢欺负我媳妇 那可要问问我手里的剑搭不搭硬 苏姑娘 萧公子 刚才多谢你们的救命之恩了 这朱子云参算是谢礼 行 那我就不客气了 此地不宜久留 他想带着肖木炎赶紧离开 姑娘 大娘能不能求你个事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我们跟你又不认识 你让我们去救你 被山匪抓走的女儿 这不是逼着我们纵死吗 李正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妇人是从永和州那边逃难来的 她老家 好似是岁月震的 就拖家带口 翻山越岭来投奔亲戚 前两日 他们遇上了一帮 从永和州逃难的山匪 山匪看她女儿 长得俊俏 就给绑了去 大娘 你荒山野岭的 山匪已经走了 你让我们去哪里找 我听山匪往南面走了 他们想去那边找个山头 占山为王 往南走不就是他们南风村吗 这喵的 这群山匪不会是想霸占她的荒山吧 大娘 你女儿叫什么名字 杨宝儿 行 我记得下来 苏婉叔和香木炎一路南下 他们专门找有水的地方走 果然 只走了半日 就在一个小溪旁 看到大量人生活的痕迹 走了半天的山路 累死老子了 老子得先解几乏 一会儿多吃几口肉 你可悠着点 那些细皮嫩肉的女人 都被你玩坏了 兄弟们可就没得玩了 苏婉叔听得都犯恶心 如果不是时机不对 他绝对会把他们全部都毒哑 今天怎么不叫了 以前我一抓你 不是都叫得欢吗 不过没关系 一会儿大爷 绝对让你把嗓子喷哑了 小妍 你跟我一起用这个药丸 打那些坏人 随着轻微的砰砰声 山匪们瞬间炸了锅 今天这些山匪 必须都把命给他留在这里 你们这些人 赶紧离开这里吧 最近山里有不少人来寻找羽神庙 说不定 你们很快就能遇上 姑娘 还求你发发善心 让我们跟着你一起下山吧 我实在是害怕得厉害 不敢相信山上遇到我的其他人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杨宝儿 是永和州杨树村的 苏婉叔一听眼前的姑娘叫杨宝儿 她一下就想起前两日 拜托她帮忙找女儿的那个妇人 你娘是不是叫萧芷兰 姑娘 你认识我娘 杨宝儿没想到 她还能再听到她娘的名字 她还以为这辈子 再也见不到她娘了 前两日 碰巧在山中遇见过你娘 是你娘告诉我山匪的行踪 让我来救你的 杨宝儿刚才面对山匪都没哭一声 在听到娘亲的名字之后 忍不住红了眼圈 我娘还怀着身孕 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你别哭了 我遇上你娘的时候 她情况还不错 这一路上 他们受了不少苦 一直生活在死亡的边缘 现在终于看到希望 他们放声大哭 想要把心中所有的委屈 一股脑的全都哭出来 你们先跟我一起离开这里 这边血腥味这么大 很容易引来猛兽 谢谢姑娘 夜幕降临 旺财和赵财在外面野了半天 终于叼着两个肥肥的兔子 跑了回来 苏宛叔一看到旺财脖子上 系了一条细细的衣服碎片 杨宝儿 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你娘衣服碎片 苏姑娘 这确实是我娘亲衣衫上的布料 看来旺财和赵财 已经跟高秋生遇上了 那我估计明天 你和你娘就能见到了 杨宝儿很是激动地点点头 旺财赵财带回来两只肥瘦的野兔 苏宛叔也不想放到明天 索性直接烤了吃 山林中的晚风微微带着凉意 在山上跑了一天的苏宛叔 很快就睡着了 好像有人来了 杨宝儿手里拿着镰刀 一脸紧张地看向不远处 黑漆漆的山林 苏姑娘 是我 高秋生的声音从森林中传来 苏宛叔悬起来的心 瞬间落了回去 果然没一会儿功夫 就看到高秋生手里 举着个火把 带着好几个人 从山林中钻出来 其中就有杨宝儿的娘 萧芷兰 李政 你们怎么大晚上赶过来了 是萧嫂子突然肚子疼得厉害 我怕她肚子里的孩子 有个三长两短 这才连夜带她过来见你 娘 你这是怎么了 宝儿 宝儿 娘终于又看见你了 你们两个一会儿再哭 先让我给萧大神把一下脉 估计是在森林中行走太累了 有话太知想 萧大婶 你想要肚子里这个孩子吗 四姑娘 你帮我想想办法 我想要肚子里这个孩子 这是我当家的拼了性命 才护下来的 原来 萧芷兰一家出来逃荒的时候 遇上打劫的 她当家的为了保护萧芷兰和杨宝儿 被活活砍死了 临死之前 她让萧芷兰一定要保护好孩子 这是安神文 你先扶下 明天白天我再看看 周围有没有合适的药材 给你配一副保护药 多谢苏姑娘 萧芷兰虽然不知道 苏婉叔的医术到底如何 但却对她莫名地信任 等太阳升起来 苏婉叔问起高秋生的行程来 我们也是准备回十台村 活去寻找女神庙了 如果你们不介意 就跟我们一起同行 行 可带着这么多人 我们小城肯定不会太快 没事 她趁着大家休息的功夫 在附近找了一些药材 给萧芷兰煎了安胎药盒 随后 在一张小布条上 给杨桂花写了报平安的条子 晚归几日 五念 小麻雀啊 你把这个布条 带给于婆婆 小麻雀 叽叽叽喳喳喳的 在苏婉叔头上盘旋了两千 快速飞走了 下山有两条路 左边是往镇上的 右边是来我们南风村的 你们要去哪儿 自己选一条吧 苏姑娘 你救了我们母女一条命 以后我们的命就是你的 如果苏姑娘愿意 我们可以签卖身器 以后当你又坐马 偿还姑娘的恩情 众人见萧芷兰如此说 齐齐朝着苏婉叔跪下 苏姑娘 我们也愿意签卖身器 行 我也不需要你们跟我签什么卖身器 只跟我签长公器就行 我有片荒山 现在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 你们过去帮我开花种田吧 就在苏婉叔一行人 消失在阳长小路尽头的时候 两个探头探脑的身影 出现在一片小怪木从后 大哥 现在怎么办呢 那小魔女去了村子 咱想抓人 可就更难了 他们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 我们一定得把他手里 那块虎符弄过来 赵将军可还挡着虎符起兵呢 总是赵方太好色 如果他忍住了 也不至于让那魔女 第一个就杀了 此刻的苏婉叔 还不知道自己招惹了大麻烦 那日他从山匪身上搜刮金银的时候 拿了当下能调动 二十万飞龙军的半块虎符 这块虎符是当朝震南大将军赵静 派人从宫里偷出来的 护送虎符是赵静的三个亲信 他们一路假扮乞丐 流明 好不容易走到这里 眼看着离永和州驻地越来越近了 没想到 竟然在山上被苏婉叔给抢了去 此事如果不能善良 赵青和王琴一家老小 怕是都会受他们连累被杀 那咱们俩现在该怎么办呢 假神 先去镇上看看情况再说 于婆婆 我回来了 苏姑娘这是 于婆婆 这些都是给你添的帮手 一会儿你把人领回去 看看安排住哪里 我就先回家了 这么多天离家未归 爹娘肯定都担心坏了 娘 我们回来了 小叔 你可回来了 娘 我要抱一下 去去 赶紧把贝罗放下 你们两个呀 真不知道说你们什么好 知道你们早些时候回来 却回来得这么晚 娘都要担心死了 娘 你可不知道我们在山上 可遇到了不少事 回头我一件件的说给你听听 好 我这就给你们做好吃的去 你们在山上肯定受了不少骨 哎呦我的小叔 我怎么看着你 比前些天瘦了好多啊 走 跟奶奶回屋 奶奶做了好多奶饼子 你先吃两个垫垫肚子 一会儿奶奶给你做好吃的红焖鸡吃 我和小颜 在一个山谷里挖药材的时候 一抬头就看到山上 有个破旧的寺庙 刚开始我们也没当回事 谁能想到 那就是羽神庙 说话间 朱婉叔把从羽神庙带回来的小狮子 拿出来给众人看 这真的是从羽神庙拿来的 放在手里实实的 爹 这个肯定没错 我都看到羽神庙那几个大字了 爹 明天我们就去县里 找仙太爷兑换那一千斤粮食 好 此事自然是尽快去比较好 万一被别人节足先登了 你们可就白跑这一趟了 第二天 萧家人天蒙蒙亮 就赶着牛车出发了 牛车进城 五文钱一辆 一个人 一个铜板的进城费 萧冠城很是爽快地给了铜板 你们这些牛车 不要在城里乱跑 免得冲撞了贵人 进城之后 一律放到城西的牲畜集市 那边有人专门帮着看管 多谢兵爷提小 萧冠城姿态放得很低 他们出门在外 为的就是一个平安 官爷 在下是来交羽神庙石头的 还劳烦官爷通报一声 都说是来交羽神庙石头的 这张告示 只今天上午 我就贴了快二十遍了 小子 丑话我先放在前头 如果你这次交了 还是块假石头 看我一会儿 快打断你的腿 萧冠城一家 跟随牙役进了县牙 他们刚被带去偏店 只见一个牙役 荆急火燎地 从后院冲出来 张江 赶紧骑快马 去请冯大夫过来 直线大人 突然蹊跷流险 晕死过去了 苏州 你小子脑子不灵光啊 门房的马 我刚被屈少爷给骑走了 这可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 两位官爷 小女子略懂一些医术 能否让我给直线大人看看 没有吗 我们把冯大夫请回来 还不知道是什么时辰 倒不如让姑娘 先帮着看看 老爷 老爷 你可要挺住呀 你就这么走了 你让我和风儿以后 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都嚷嚷 都嚷嚷 苏州大吼着 让众人让出一条路来 带着苏婉 输进了屋子 苏州不是让你 去请大夫吗 怎么请了个姑娘回来 小范将军 说来也是奇怪 今天县衙内的马匹 全都不在 就连门房那匹老马 都被少爷给骑走了 没有马 小人跑着去找冯大夫 一个来回 怕是待半个时辰 老爷十顿是耽搁不起 这位姑娘说他懂医术 小的只能先让他来 给老爷看看了 胡闹 如果你们再拦着我给支县大人看针 一会支县大人 可真就没救了 他已经呼吸微弱了 姑娘 劳烦你赶紧给我家老爷看看 苏婉叔点点头 他上前二话不说 拿了银针就扎在屈枝线脑门上的神亭穴 给我找一把锋利的小刀 给我找一把锋利的小刀 苏婉叔拿过小刀 在屈枝线的胸口 手指 脚指 全都切开了一个小口 他的鲜血 已经从鲜红变成了暗红 就算在场其他人什么医术都不懂 也明白屈枝线这是中毒了 苏婉叔拿了一个碗来 给屈枝线放了半碗血 刚才呼吸微弱的屈枝线 终于醒了过来 拿支笔来 我先写个方子 你们赶紧去抓药 我这里有一碗解毒丸 能暂时压制一下 扶下解毒丸的屈枝线 大口地喘息了几下 这才呼出一口浊气 慢慢缓了过来 奶奶的 谁个老子下毒 刚才差点死掉的屈枝线 现在突然中气十足 还能骂人 在场所有人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老爷 你先别着急 此时我们慢慢查 苏姑娘 去支县 是不是喝了几副药 就没什么大碍了 是 按照我给的药方喝上两天药 就能把身体里的毒素 全部拍出来 苏姑娘 你就在下一条命 在下自然是要感谢你 你有什么要求只管提 只要我能办到的 一定不会让姑娘失望 苏婉叔也不跟屈枝线客气 赶紧把自己的来意说明白了 没想到 这世界上真有雨神庙啊 我还以为这只是传言 苏姑娘 你赶紧把那石头给我看看 苏婉叔从随身携带的布袋子里 拿出一粒花石头 递给屈枝线 真是神奇啊 屈枝线把手里的石头递给范海青 让他们传看 屈枝线 既然已经找到了雨神庙了 但我们现在就把石头放入国师送来的香炉里 看我 怎么把这么大的事情给忘了 来人 赶紧把本官的官服拿来 县衙门口已经立三层外三层 围满了看热闹的百姓 官爷 刚才进去送石头呢 到底怎么样啊 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就是个看门的牙医 我怎么知道啊 要我往后站 你们是不是 想进来看看 县衙大佬长什么样 一个个往里挤什么 大家都安静一下 今天南风村的苏姑娘 带了一块石头过来 说是从雨神庙拿的 我当着大家的面 验看一下 规矩我就不多说了 这个铜炉 是国师大人送来的 只要雨神庙的石头放进去 立马就会自己冒烟 如果不是雨神庙的石头 放进去之后 不会有任何反应 大哥 没想到啊 这小魔女 竟然去拜过雨神庙 管她有没有拜过雨神庙 这边人多 你一会儿不管那个破香炉 冒不冒烟 你都带人起哄 就说那是假的 是屈指线 故意安抚人心用的 让镇上的百姓乱一乱 我们趁乱的时候 把那个小魔女给掳走 等人到了我们个俩手里 虎夫准能找到 须知线打了几具关枪 也不再浪费时间 她让苏婉叔亲自把石头放到香炉里 等苏婉叔往后退了几步之后 原本没有什么动静的香炉 突然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 鸟鸟的白烟顺着香炉口的空洞慢慢升了起来 微观的百姓这是第一次看到香炉有反应 所有人都兴奋地大叫起来 知线大人 咱整个城泰县派出去找雨神庙的人 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可这么长时间了 来送石头的不少 可就没有一个人能为我们求来雨啊 你莫不是害怕无法给百姓个交代 才弄了这个假石头来糊弄我们 传闻中雨神庙在大山深处 就这么一个小姑娘 她怎么可能跑到大山深处去拜雨神庙 我倒是觉得这位兄台说的有几分道理 莫不是知线大人 故意弄了个假的来糊弄我们 这么长时间没有下雨 我们长泰县人心惶惶的 城外又来了那么多流民 知线大人不想办法解决这件事 倒是有心思在这里糊弄玄虚啊 真真是让我们这些平民心寒啊 有人带头 不管什么时候 都不会缺少那些凑热闹的人 甚至有些人 只是单纯的羡慕嫉妒 苏婉叔马上就能领到一千斤大米 和五百两银价 他们得不到 那也不想让苏婉叔得到 刚才说我年纪小 无法进深山找到雨神的那位大伯 你知道为什么传闻中 只有有缘人能拜雨神求雨吗 那是因为 像你这种无缘的人 是永远都看不到雨神庙的 那日我在山上采药材 并没想着要去拜雨神 可就这么一抬头 我就看到了雨神庙三个大字 雨神庙现在悬崖峭壁上 如果不是有原因根本爬不上去 可偏偏我忍小身子情 这才爬了上去 我进入雨神庙之后 这样的石头铺了一片 小姑娘 你也不要睁着眼睛说瞎话了 你这些作假的小石头 随便一个古董商人 都能做得出来 你也就偏偏不懂的人罢了 大伯 你如果不信 要不要上前试试 这石头是真是假 一上手就知道 小魔女 你给爷等着 结婚 等我拿到了虎符 看我怎么收拾你 王琴从人群中挤出来的时候 刚路过一颗一人抱的大环树 只见晴朗的天空 金光大闪 干旱了好几个月的长太县 终于迎来了雨神的恩泽 快 我本官回去 本官要被淋死了 萧家人今天是走不了了 去之先让下人 收拾了一个院子给萧家人住 他先把五八两银子给了苏碗叔 至于那一千斤大米 等明天雨停了 他再把大米打包好 找牙医护送他们回去 爹 我们这次能到手五百两银子 回去的时候 咱多买点布料吧 萧大婶他们 都要置办点被入衣服之类的 好 看看这雨什么时候停 如果下午停 咱就能出去多置办一些东西 苏姑娘 布料都在这里了 我让小二帮你把布料 直接送府上去 不急 顾掌柜 我有一事想跟你打听一下 你这边收红螺锦吗 用针丝 或者素锦染的 不是我身上面不染的 不知道用素锦染的红螺锦 多少钱一匹 颜色里可以再加一点红吗 染成新娘穿的大红色 做嫁衣还是穿大红色的红蕴锦比较好 红螺锦是好看 但做嫁衣不够大气 顾掌柜苦笑了一下 她怎么会不知道 但有位小姑奶奶不讲究这些 人家就要素锦染的妖艳的红螺锦当嫁衣 八百两一匹 素锦染的红螺锦 五天后 我可以给掌柜都送过来 成交 那顾某就等苏姑娘 送红螺锦过来 顾掌柜喜出望外 整个人高兴的都要飞起来了 鬼知道为了一匹红螺锦 她差点把头发都绸秃了 苏姑娘你回来了 回来了 于婆婆 昨天在山上雨下的大吗 大 汐水池那边的山泉 现在就快成瀑布了 我们静屋说 我给大家带了不少好东西回来 好 静屋说 一会儿水牛奶馒头就出锅了 正好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于婆婆 这批带蓝和驼色给你 这批竹筋跟小石头 天慢慢变冷了 你也好做几件衣服了 苏姑娘使不得呀 我这老婆子 哪里用得上这么好的细布 我就穿个麻布的衣衫就好 婆婆 让你收着你就收着 麻布的衣服到了冬天可不保暖 我这次回来还带了不少棉花 你就放心大胆地用 一定把冬衣做暖和了 谢苏姑娘 小大婶 这里是十二件成衣 八匹细布 你们自己把成衣分了吧 至于这些细布 就给几个孩子 装几身衣服 剩下的布料 就做成被褥吧 苏姑娘 我们都是奴婢 不用这么好的被褥 现在家里这两床就足够了 小大婶 就两床被褥 你们这么多人睡一两天还行 时间久了肯定是不够的 你赶紧拿屋里去 下午都裁剪了 能坐几床坐几床 小大婶 你这几日 可千万不要乱走动 你的预产期 就是最近几日了 好 我也感觉好像 最近就要生了 也不知道这个小子 什么时候发动 大哥 我们可不能再失手了 如果我们再不把虎符 交给大将军 他怕是要派探子 来找我们了 知道 我估摸着苏晚叔这次 还是要去常太贤 我们在他回来的路上 多找一些人埋伏上 我就不信了 给小魔女来个突袭 他还能把十几个人 一瞬间杀个赶紧不成 只要他反应慢半派 老子就要了他的性命 苏晚叔可不知道 他又被赵卿给惦记上了 一路跟香木炎说笑着 很快就进了常泰县城 顾掌柜 好久不见 我的小姑奶奶 你怎么卡着时间 我都要急死了 染一匹红萝锦可不容易啊 这才耽搁了一点时间 说着 苏晚叔就从香木炎的杯楼里 拿出一匹 用粗布包裹的红萝锦 放在桌子上 顾掌柜急切地打开粗布包 一匹艳丽的红萝锦 映入眼帘 铺子里其他客人 都是第一次见到红萝锦 全部上前询问 这料子是什么来头 几匹红萝锦 已经订出去了 作妹如果想要 可以回头找我商谈一下 顾掌柜不愧是做买卖的 这心眼就是多 她这是怕自己知道 她的卖家呀 顾掌柜 这是我刚染的新布 你看看能给我多少钱一匹 这些布匹一摆上桌子 刚才没买到红萝锦的缝儿们 全都眼前一亮 吓得顾掌柜 连价格都没跟苏婉书谈 就把那匹红萝锦给藏起来了 顾掌柜 这匹红萝锦什么价格 顾掌柜擦了擦额脚的汗 都不知道自己报多少钱才好 独姑娘 我给你个实在家 三两银子一匹红萝锦 这个价格你在成太仙 绝对找不到第二家 行 小姑娘朝着苏婉书笑了笑 让丫鬟拿上红萝锦就走了 苏婉书瞬间明白 这小姑娘是故意让顾掌柜报价 她也知道顾掌柜是个奸商 为卢姑娘这么一问 顾掌柜索性也不再藏着掖着了 直接按照一两银子一匹 收了苏婉收着二十匹布料 顾掌柜你也是个爽快人 回头再染好了布 也往你这里送 好 苏姑娘不管你染多少红萝锦 只管往我这里送 我有多少要多少 你以为我是个傻外田呢 我那么好的针丝料子染好了 你才给我八百两 做梦去吧 我还不如留着自己穿 也不知道是哪个混蛋 研制的麻辣兔头 简直太好吃了 小爷 娘也爱吃麻辣兔头 以后我们回去的时候 也给娘买一份 苏婉叔一边说 一边往药材市场走 媳妇 你可别说了 我怎么感觉又想吃了 你那点出息 两人正在里面逛 突然苏婉叔听到 一个药材铺子后面 传来女子呜呜的声音 苏婉叔快走了两步 绕到铺面后面 只见四个蒙脸的男人 正拖着一个小姑娘 往一处柴草棚走 不想找此就滚 大哥 别赶人家小姑娘走啊 万一人家也想乐呵乐呵呢 我看着那姑娘 也就黑了点 模样还是不错的 苏婉叔这人是能动手 绝对不动嘴 只听啪的一声 刚才说话的男人眉心 突然多了一个血窟窿 刚才被他们劫持的小姑娘 吓得胎软在地上 呼都哭不出来 苏婉叔上前这才发现 被他救下的姑娘 是刚才在布庄见的卢姑娘 姑娘你还好吗 卢姑娘吓得瑟瑟发抖 苏姑娘能不能拉我一把 我有些站不起来 苏婉叔也知道此地不宜久留 上前拉着卢姑娘的手 直接把人架了出去 多谢苏姑娘 要在市场外不远 有个客栈 麻烦姑娘送我过去 行 我记得你有个小丫鬟呢 怎么没见到 还是已经死了 苏婉叔心中已经 没想到只这一会儿功夫 在卢姑娘身上 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 卢姑娘去了客栈之后 就让苏婉叔帮忙 去卢府送信 找了一个宋妈妈过来 这会儿苏婉叔才知道 卢姑娘叫卢西云 是永和州之州的庶女 她这是回老家探亲 才来的常泰县 苏姑娘 今日之时 还请你千万帮我保密 卢姑娘请放心 我不会多言的 卢西云拿了 一百两银票给她 不过苏婉叔没收 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 她可不好意思 收人家一百两银家 苏姑娘 如果以后你遇上什么难处 请一定来找我 我但凡是能帮忙的 定会帮姑娘 卢西云说着 就把腰间的一个香包 解下来 给了苏婉叔 好 那我就收下了 卢西云没在客栈多待 换了衣衫 就跟宋妈妈 一起急匆匆地离开了 苏婉叔也没兴趣 继续逛药材市场 最终 苏婉叔买了半车吃的 跟香木炎一起 坐着牛车回家 早已经埋伏在路上的 赵青和王琴 远远看着两人的牛车过来 立马朝着埋伏在草丛中的众人 比划了一个手势 小婉女 我就不嫌收拾不了你 坐在牛车上的苏婉叔 正和香木炎说着话 隐约闻到空气中 一股淡淡的秋树臭味 小妍 有人怕是要对我们不利 这个解毒碗给你吃 有人要跟我们打架 把铁仓耳准备好 赵青拿着一把长刀 带着疫情十几个黑衣人 一下子就冲了不来 你是那日山匪的漏网之鱼 既然你知道我的来历 那我也就不跟你绕弯子了 你只要把在山上 搜刮出来的钱财交出来 我就饶你一命 如果不给 那老子可就不客气了 来啊 千万别对我客气 既然你忘记 你那些同伴是怎么死的 我还是非常愿意 让你们重新记起来 他只感觉天旋地转 扑通一声摔在地上 在场的其他黑衣人 没想到眼前的漂亮小姑娘 竟是下手狠辣的 他们只是拿了赵青几两银家 可不想把性命搭在这里 一群草包 也想学人家打劫 也不看看自己 有没有那个本事 就在苏婉叔以为 很快就会结束战斗的时候 乌远初突然传来一阵马蹄声 没几个呼吸的功夫 就跟从苏婉叔这边 跑掉的几个黑衣人相遇 他们手里都拿着场地 那几个逃跑的黑衣人 还没反映过来是怎么回事 就伸手翼触 苏婉叔马上意识到 这群黑衣人是想取得性命 直接从他这边冲过去 小妍 我们往树林的方向跑 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 江沐妍拿着他的铁剑 毫不犹豫地挡在苏婉叔身前 就这点本事 还不够我赛牙缝的 站在江沐妍身后的苏婉叔 整个人都愣住了 此刻的香沐妍 一丝呆傻的模样都没有 你们不是想杀我吗 怎么突然停下来了 几个黑衣人没有说话 他们用手势交流了一下 一起朝着香沐妍冲了过去 一米八多的香沐妍 身轻如燕 快速地在黑衣人群中 收割着性命 他用的剑法 正是飞燕剑法 将军 人在这里 赶紧把人下巴给下了 他们这些人 一贯爱藏毒 苏婉叔闻声看去 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上小范将军 回禀将军 这些人都是北蛮人 他们是种的秋树毒 这才突然倒地 很好 北蛮人 这是想趁着我们永和州 闹猜荒 在我们背后捅刀子呀 把人先关到 县衙大牢里 还重兵把守 属下遵命 没想到 在这里遇上苏姑娘和萧公子了 刚才 如果不是萧公子 你一人之力 拦住这些北蛮人 这会儿 他们怕是早就跑门影了 他们想要伤害我媳妇 我绝对不会饶过他们的 萧公子 刚才 我借你一借 就把一匹马给劈倒了 你这力气 是天生的吗 哦 我天生力气的 范海青还想再盘问几句 他一眼就看到苏婉叔 腰间挂着的香囊 苏姑娘 能否借你的香囊一看 行 苏婉叔很是爽快地 把香囊递给范海青 当范海青看到香囊上有一个云字 苏姑娘和卢七姑娘认识 范将军说的是卢七云 正是 范将军也认识 见过两面 是吗 这个香囊确实是卢姑娘送给我的 至于为什么送我 那就无可奉告了 范将军既然认识卢姑娘 可以亲自去问问 这里已经没你们什么事了 你们还是赶紧离开吧 多谢范将军 刚才你是怎么说的 你说你派的地体 从来没施过手 将军 我们发现了几个黑衣人 不是北蛮人 他们有几个 是被北蛮人的马刀砍死的 有几个 则是被利铁豆子 打穿了头骨和心脏而死 范海青听属下 他如此汇报 扭头看向关道尽头 能用一粒铁豆子 把人的头骨打穿 那可不是一般的蛮力啊 看来是自己小看了 苏婉叔和肖母言了 我们只带走北蛮人 其他人挖个坑埋了吧 将军 一会儿我们是去县衙 还是去老夫人那边 沈小鱼 你现在 越来越没眼力近了 你看我这忙着公务嘛 将军 老夫人叮嘱过 我们这次回来 必须回去一趟 如果你老不回去 还要让人绑了你 直接迎娶卢之舟的嫡女 祖母真是老糊涂了 就卢星月 那个没脑子的 哪里当得起 我们范家的当家主母 将军说的是 卢大姑娘再怎么好 也比不上卢七姑娘的 一根销手指啊 一边去 赶紧把这里 给我收拾干净 我先走一步了 说着 范海卿翻身上马 直奔常泰县 记得回老夫人那边啊 要不明天 你就得当新郎官了 常泰县 卢府 卢星月作为 卢之舟的嫡长女 从小就过着 养尊处优的日子 但凡是他想要得到的 就从来没有失败过 他以为自己出身贵重 这辈子都会如此 逍遥自自地过一辈子 却不想 在选择夫婿上 竟然出了岔子 卢之舟想 巴戒镇西大将军 范从璐 于是趁着范从璐 嫡长子范海卿 来到永和州 驻守的时候 想把自己的嫡女 嫁给范海卿 为此他还特意 请范海卿 去他府上参加宴席 甚至还弄了一场偶遇 在卢之舟看来 他的嫡女卢新月 容貌极为雏条 但凡范海卿不是个瞎子 都会看上他嫡女的 可阴差阳错下 范海卿没看上卢新月 却看上卢家庶女 卢西云 这下弄得卢之舟 是进退两难 他嫡女进范家 能当正妻 庶女进门 就只能当妾室 他自然是愿意 选择前者 最近一段时间 两家为了此事 折腾出不少事端 苏兰 你说这事真能成吗 那几个地痞 不会失手吧 我可不想让 卢西云那个小贱人 全须全尾地回来 姑娘 我找的那几个地痞 都是从清水县找来的 他们几人手上 全都是沾过人命 这样的亡命之徒 肯定不会失手 最好如此 我听说范将军 最近几日就要来 这场太闲 怎么说的 你说你派的地痞 从来没失过手 那今天呢 卢西云一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 内宅女子 难道还能打过 四个劫匪 苏姑娘 快快 我娘要生了 不是有稳婆吗 怎么你跑来找我啊 昨天晚上 就把稳婆叫去了 但一直没生下来 苏姑娘 还请你救救我娘 赶紧跟我回去看看 苏姑娘 婉婆说孩子胎胃不好 是横在肚子里的 问题不大 萧婶 你先别着急用力 人下留点力气 于婆婆 把紫云身切成薄片 拿炉头的位置 压在萧婶舌头底下 再切半根熬汤药 萧纸兰肚子痛了一个晚上 这会儿她面色苍白 浑身上下 犹如从水里刚捞出一般 全是汗 萧婶 你在忍忍 马上孩子就能平安降生 杨桂花和萧奶奶 听说萧纸兰难产 也跟着杨宝儿一起往山上赶 三人过来的时候 正好遇上苏婶叔给杨纸兰证胎位 那一声声惨叫 听得三人全都是心中一己 萧婶 你在忍忍 苏婶叔一边给萧纸兰证胎位 一边安抚她 可硬生生让肚子里的孩子换个位置 这其中的痛苦 哪里是寻常人能够忍受得了的 萧奶奶生过好几个孩子 自然知道萧纸兰的痛处 纸兰哪 你可省着点力气 这会儿痛也要忍着 一会儿等生的时候 一股作气地把孩子生下来 就不会再受这些苦楚了 萧奶奶见萧纸兰出了一身的汗 让人拿了热水过来 她用热水浸过帕子 帮萧纸兰擦脸上脖子上的汗水 萧奶奶不经意间 手里的帕子划过萧纸兰的耳朵 她一眼就看到萧纸兰耳朵后 有一颗水滴一样的小黑质 萧奶奶的手指抖动了一下 心中早已经起了惊涛骇浪 她那个被卖掉的小女儿 耳朵后面也有一个这样的小胎地 这会儿正是萧纸兰生孩子的关键时刻 萧奶奶只能按下心中的激动 她的一颗心 也随着萧纸兰的哀嚎揪了起来 萧纸儿 一会儿我喊用力的时候 你要把自己身上所有的力气 都用出来 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一 二 三 用力 再来一次 一二三 用力 苏婉叔帮着萧纸兰努力了好几次 孩子依然没有要出来的迹象 小叔 我没力气了 这句话似乎是用尽了萧纸兰所有的力气 小婶子 我们必须再试一次 苏婉叔已经准备好 如果孩子再不出来 他准备强行把孩子推出来 纸兰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你知道自己的身世吗 小婶子兰点了点头 我是杨母买回来的童养媳 我可怜的纸兰 我就是你亲娘啊 你一定要好好把孩子生下来 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一时间 小婶子兰 小婶子兰整个人都愣住了 竟也忘记肚子上一阵阵的痛 小婶 不 应该是姑姑 我们在最后是一次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平安把孩子生下来的 小婶子兰红着眼 微微点头 她必须活下来 她亲娘就在眼前 她还有好多话要跟亲娘说呢 在萧纸兰撕心裂肺的大喊声中 折磨了她一夜的小奶丸 终于哇哇落地 姑姑 是个男孩 男孩好 男孩好 志兰 你安心在这里住着坐月子 回头我去告诉你两个哥哥 等你出了月子 站在村里好好摆酒席 告诉村里老少爷们 你回来了 这几酒席 再过几日 小叔和小妍也要摆酒席 再加上你这事 咱家可是双喜临门呢 此刻的苏婉叔心中是高兴的 他和萧红妍相处这么长时间 为萧木炎纯净善良所治愈 他相信 以后两人成婚了 日子肯定会过得非常和睦顺 苏婉叔按照杨桂花叮嘱的 把一串串小铜钱 丢向跟在牛车后面的小孩子们 从村口开始 霹雳啪啦的鞭炮声就没有停歇过 南风村已经有大半年没有如此热闹了 一个个鞭炮 好似要冲淡笼罩在村子上空的一脉一般 在天空中猛烈炸开 萧家人早就站在门口等候多时 苏婉叔在下牛车之前 把篮子里剩下的小铜钱全都丢了出去 这才让萧木炎背着他进了萧家大院 村里取亲很是讲究 苏婉叔被萧木炎牵扯 绕得云里雾里 最后只记住一个 一败天地 二败高堂 夫妻对败的时候 他还因为看不清楚 和萧木炎撞了个头碰头 折腾了好半天 终于等到萧木炎 挑开了他头上的盖头 苏婉叔这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我的天 可把我累坏了 媳妇 你慢点 我来帮你 姜木炎很是贴心地上前 帮苏婉叔拆头上的发誓 哎呦公子 你可慢着点 你们还没喝交杯酒呢 等喝了交杯酒再拆头事也不迟 这个 我记得 媳妇 今天喝了交杯酒 你就是我真正的媳妇了 苏婉叔看着萧木炎那憨憨的模样 心中好笑得不行 萧木炎是个呆子 他肯定不知道 什么才叫真正的媳妇 媳妇 你扶我一把 我头好晕啊 还晕吗 刚才跟你喝了醒酒汤 应该起笑了呀 也不知道是苏婉叔脚下一滑 还是萧木炎脚下一滑 毫无预兆的 萧木炎突然吻在了苏婉叔的唇上 就在萧木炎以为自己即将得逞的时候 苏婉叔突然就清醒过来 萧炎 就是你这个王八蛋 苏婉叔 萧木炎和萧炎是一个人好不好 你干嘛 非把我们两个分开 咱俩认识的那个年代是我的第二世 我第一世 就是南风村的傻小子 萧木炎 那你是怎么来的 我说 我被雷劈来的 你信吗 信 就你做的那些恶 老天还不分分钟收了你 想起曾经两人的种种 苏婉叔只想立马掐死眼前的萧炎 媳妇 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要不 我会误会 你想让我亲你 那萧炎呢 她去哪里了 我不就在这里啊 说人话 要不我现在就送你回去 原来萧炎在第一次杀人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在了萧木炎的脑海中 两人本来就是一个人 萧木炎天生少了一魂一魄 这才吃啥 原来你是补品啊 媳妇 你这话就太伤人了 不管萧木炎还是萧炎 都是我 咱俩真是缘分啊 两辈子 你都当了我的媳妇 你他喵的就是个补品 算是个人吗 等苏婉叔的手朝着他脖梗冲过来的时候 萧炎很是无耻地扯了扯他的礼仪 没有两个回合 苏婉叔就败下阵来 被萧炎按在了洗背上 萧木炎那个呆子 怎么会知道 洞房花竹叶的美妙 还得我来 做梦 萧木炎居高临下地看着苏婉叔 唇角带着一抹坏笑 他喜欢苏婉叔喜欢那骨子里 自然是不会强迫他的 但是他也有自己的招数 小叔 你干嘛这么紧张啊 我又不是老虎 不吃人 你说这么好的洞房花竹叶 你总不会跟那个呆子一起盖位子睡觉吧 二话不说 他抬腿就朝着萧炎的要害踹了过去 媳妇 你这是想要把我踹成太紧啊 小心把你的幸福给串围了 我看你下半辈子 怎么过了 闭嘴 苏婉叔狠狠地瞪了萧炎一眼 回头看向床铺 就在刚才苏婉叔躺过的地方 有一块小小的印记 苏婉叔上前摸了一下 心中哀嚎 他的新婚夜来大姨妈了 这是要闹哪样 小叔 你来大姨妈了 萧炎那是一脸失望 他的新婚夜啊 就这么泡汤了 乃你个头 去拿新的床单换上 我去换件衣服 换好衣服出来 苏婉叔趁萧炎整理床铺的功夫偷袭了他 小样 一个补品还想照我便宜 门都没有 苏婉叔费尽力气把萧慕炎推到床里面睡 他躺在床上 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萧炎那人神出鬼没 谁知道他下次什么时候出来 为了防止夜长梦多 他要把自己的初吻给萧慕炎这个小呆瓜 好了 你的初吻没了 我的也没了 咱俩公平了 好好的洞房花烛夜被折腾成这样 苏婉叔也是累得够呛 迷迷糊糊中睡了过去 苏婉叔记得喜婆的嘱托 第二日一早起来 拉着萧慕炎去给萧慕炎和杨桂花敬茶 自死之后 他苏婉叔就是萧家真正的儿媳妇了 村里人没那么多讲究 杨桂花喝过茶就去忙他的了 苏婉叔则是悄悄回屋 把昨天晚上弄脏的床单拿出来洗 杨桂花的娘家大哥大嫂昨天来了 暂时住在萧慕里那边 杨桂花娘家离着南风村有点远 为了赶路 他们今天想要早些动身 杨桂花一早就蒸了三龙水牛奶的馒头 准备给他们带一些回去 这刚送去回来 一进后院门 杨桂花一眼就看到 萧慕妍和苏婉叔那边晾晒的床单 杨桂花是过来人 看到这个床单就什么全都明白了 他脸上的笑意是怎么也压不住 说不定明年他们家真能添个小奶玩呢 娘 咱家还有好多鱼干 中午我们也炖点吃怎么样 行 这鱼干是好吃 就是太费油了 杨桂花听萧慕妍 也想吃 也没心疼油 就去接他手里的鱼干 结果他的手刚碰到鱼干 突然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杨桂花干呕起来 娘 你这是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嗯 没事 你把这鱼干拿远点 腥味太重了 我闻着恶心 媳妇 你快来看看娘 娘不舒服 正在屋里摆弄药材的苏碗叔 一听杨桂花不舒服 一溜烟地冲了出来 杨桂花刚感觉胃里稍微舒服一点 香木炎又提着鱼干回来了 小妍 赶紧把鱼干拿出房去 一会儿让你奶奶炖 哦 刚开始 苏碗叔还以为 杨桂花昨天吃酒席吃坏肚子了 可等他手一摸杨桂花的脉 整个人都傻了 小叔 我这是怎么了 你别不说话吓唬娘呀 娘 你别激动是好事 刚才我摸你脉搏 是喜脉 什么 什么喜脉 娘你怀孕了 从脉象来看已经有两个月了 小妍 快去把爹叫来 正在编竹筐那萧冠城 听说杨桂花刚才干熬 赶紧过来看看 爹 娘怀孕了 而且还是双胞胎 哎呀 老天爷开眼啊 虽然他身边有了香木炎 也一直把香木炎 当亲生儿子看待 但两人毕竟没有血缘关系 这对于他来说 比天上掉下来个金元宝 还要令人高兴 桂花 你赶紧去床上躺着去 才已两个月 哪里需要床上躺着去 刚才我哥来说 想借一点粮食 我一会儿还想亲自送过去呢 桂花 我去送就行 哪里需要你去啊 从今天开始 你就老老实实在家里躺着 哪里都不许去 你肚子里可怀着两个孩子呢 自然是要小心些 爹娘 你们就别争了 我和小妍给舅舅把粮食送过去 小叔你先等等 这事我还没跟你爹商量呢 这有什么商量不商量的 前些年咱家日子过得不好 如果不是大舅哥 隔三差五接近一下我们 我们还不知道 过成什么样子呢 现在他们那边有困难 我们自然要伸把手 桂花 大舅哥那边想要多少粮食啊 我现在就去库房拿 杨桂花娘家是平原 各家各户都有大片的农田 哪怕是遇上饥荒年 也能扛一阵 现在杨大舅来借粮食 应该是日子真过不下去了 小妍 你去请大舅和大舅妈来家一趟 咱好好问问 舅舅家那边到底怎么了 江沐妍是个腿脚快的 没一会儿功夫 就把杨大舅和大舅妈 给请了过来 苏万叔这是第一次见两人 很是有礼地上前给两人行礼 快起来快起来 你看我们这第一次见面 我也没给待见面礼 舅妈能来参加我和小妍的婚礼 已经是我们的荣幸了 哪里还需要什么礼物啊 苏万叔笑眯眯地给大舅妈 倒了一杯茶 大舅 你们那边也遭旱灾了吗 开春那会儿水稻还在田里 连着半个月的大暴雨 他们那边是平原 农田里的水稻 直接就被冲毁了 后来大雨停了 我们又补重其他弄作物 谁能想又碰上旱灾 哎 今年是年景实在是太差了 家里的粮食都好干净了 我这才没办法 来借点粮食应养级 大舅你想要多少粮食 这个 随便给些就好 我 我也不知道要多少合适 尚文英见杨大勇 还在这里犹犹豫豫 他多少有些着急 这面子能当饭吃吗 冠城 桂花 小叔 小盐 今天当着你们的面 我也不要这个脸面了 实话跟你说吧 早睡在那会儿 我们不只是农田被水淹了 就连房子也被水冲毁了 后来干旱了好几个月 农田里颗粒无收 我们是天天吃地边的野菜 才活到现在 我们收到冠城烧来的信食 那会儿差点都没力气 北上来投奔你们 是老二说 我们留在村子里 只有饿死的份 不如来这边看看 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孙婉说没想到 杨家的质子竟然成了这个样子 大舅 大舅妈 你们身上的衣服看着 不像是逃荒过来的呀 我们两人这几件衣服 是一家十几口凑了凑 才拿出来的 他们来的时候小心翼翼 生怕被萧家人咽弃 毕竟杨桂花 没给萧家添过一男伴女 现在娘家人来借粮 他们怕带累了杨桂花 等等大嫂 你刚才说一家子十几口子 二哥三哥他们都一起来 嗯 他们不好意思来村子里 昨天晚上应该都在村外林子里过的夜 苏婉叔心中惊讶不已 现在天刻已经冷了 晚上睡在荒野 很容易冻坏的 杨家人为了不带累杨桂花 竟然走到这个地步 这样的亲戚 他怎么也要帮一把 其他事情等会儿再说 小妍 你去套牛车 咱先把几个舅舅接回来 香木炎和萧冠城赶着牛车 拉着杨大勇 杨桂花和苏婉叔出了村子 他们的牛车 沿着村外的小路 一直往青石山的方向 走了两里地 才找到杨家人 躲藏的那片树林 二哥 你们 你们这是何苦啊 就算你们落魄了 难道来我家里吃顿饭 我还能舍不得 杨桂花看到自己的亲人 竟然落得这步田地 扑腾一声跪在地上 大哭起来 当年他脑子受了伤 变得脑子不怎么灵光 可家里几个哥嫂 没一个嫌弃他的 在给他找婆家的时候 那也是挑了又挑 生怕他以后嫁人了 被人欺负 桂花 你别哭啊 我们这么多人 全来投奔你 这不是给你找麻烦吗 哥哥们 看你日子过得好 就心满意足了 二哥 你们收拾一下 都跟我回家 我们这边虽然也糟了灾 但日子还能过得下去 冠城啊 二哥知道你是个好的 可当下这年纪 你家有再多的粮食 也不够我们这么多张嘴吃啊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 见过你们之后 我们继续北上 等出了永和州地界 肯定有我们的活路 大哥啊 你给大家说一说 昨天我给两个孩子摆酒席 酒席上是不是有猪肉 有羊肉 还有从镇上请来的厨子 给做的好些菜 昨天每个桌子上的米饭 是不是都关宝啊 是 灌城说的没错 二牛啊 小妹家的日子 比我们想象中要好很多 要不我们先在这里落脚 如果能找个活干 我们兄弟几个一身的力气 难道还能饿着家里人啊 杨家人刚才听萧灌城 说了那么多好吃的 他们全都饿得厉害 终于 饥饿让他们选择暂时留下来 哪怕先吃一顿饱饭也好 哎 家里没那么多成衣 倒是有不少布料 一会儿等嫂子们吃完饭 咱们一起给家里人 全都做新衣 桂花 你别忙活了 我们这些衣服 补补 二哥 来了我家 你们都得听我的 你们先找屋子住下 我去厨房先把馒头热热 锅里烧了半锅水 上面热水牛奶馒头 等锅里的水烧开了 杨桂花挖了四海碗的玉米面 放入锅里 她搅动了一下锅里的玉米糊糊 右手脚麻利地 切了一些青菜放进去 在即将出锅的时候 又打了好几个鸡蛋 搅成蛋花 萧奶奶听说了杨家的事 她也记得杨家 当年就杨桂花和萧木岩的好 过来一起帮忙 桂花 你往前远端 我来撑 谢谢娘 杨桂花又红了眼圈 她上辈子 肯定是实时大善人 这才让她这辈子 有了这么多对她好的亲人 昨天苏婉叔和萧木岩成婚 家里还剩下半头猪和一条羊腿 苏婉叔全拿去了厨房 准备中午全都给做了 让众人好好吃一顿带油水的 苏婉叔的厨艺并不是特别好 最后还是赵家和萧奶奶帮忙 这才一次做出来一大锅红门五花肉 清炖羊肉 土豆烧排骨 白菜炒肉 所有的菜全都用大盆成 米饭更是直接蒸了大半锅 等做完这些饭 苏婉叔小脸上都热得红扑扑的 媳妇 擦擦汗 你坐这里歇会儿 我把菜弄到前面去 咱家小颜就是会疼媳妇 真是羡慕人呀 谁说不是啊 主子 奴婢已经把药坟 全都放到卢西云的点心里 只要她吃一口 今日必是回不来了 很好 赏 这个家里没有那个小贱人 果然花都香了几分 恭喜姑娘 今天晚上大公子要宴请范将军 姑娘不如好好打扮一番 她这话落在卢新月耳朵里 那就是让她主动出击 把范海清拿下 此事成了 卢新月肯定少不了萧素兰的好处 是吗 那确实是个好机会 姑娘 还有一句话叫生米煮成熟饭 萧素兰又提醒道 卢新月明显愣了一下 脸颊刷的一下飞红 你这死丫头 刚成婚才几天 怎么就这么胆大 卢新月下午要练琴 不需要萧素兰在身边伺候 他正准备回家 结果走到甲山 就被卢大公子拦住了 素兰 可想死我了 卢末见私下无人 拉着萧素兰进了甲山内的一处山洞里 卢公子 这晴天白日里 万一让别人看到 我可怎么活 怕什么呀 这是在我们卢家 哪个不长眼的 敢乱嚼蛇根子 我听说 你趁着我在府上 竟然嫁给了病秧子 苏兰 你不是答应 要给我当妾室吗 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 卢公子 我身份卑微 哪里配给你当妾室 再说我夫君 那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我反抗不了 撒娇伯同情 是萧素兰惯用的手段 卢末还就吃这一套 你别哭啊 我知道你肯定受委屈了 那病秧子 有没有碰过你 公子 我把我的清白身都给你了 自然是不会给别人 我那夫君常年吃药 根本不行 你说的可不算 我要亲自检查一下 一场风雨结束 萧素兰回家的时候 天都要黑了 卢末向来出手大方 这次回来 给萧素兰带了一个 紫物镜的镯子 娘 爹呢 素兰 你回来得正好 咱这个家过不下去了 你爹又偷了我的银子 去了花街留巷 这次还带你弟弟 去见什么世面去了 这是 卢公子给的 王峰叹了一口气 看了看萧锦致的乌家 哎呀 素兰 你直接嫁给卢公子多好 等卢大姑娘出嫁 卢家以后还不是你的 娘 你忘记锦致的身份了 她才是我们以后的依靠 你去给我烧一些水来 我要沐浴 这一家全都是脱油瓶 就没一个让她省心的 如果她不是还用得着萧家人 她早就带着萧锦致走人了 娘 我又拿了一些布匹和棉花过来 一会儿咱把被褥也做了吧 哎哟 小叔 你这胭脂红的料子是哪里买的 我以前在镇上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鲜亮的颜色 大舅妈 这个布料是我自己配燃料染的 苏婉叔把胭脂红的布料扯开 在盛文英的身上比了比 哎哟 我这一把年纪哪里穿得了这么鲜亮的颜色 我肯给你大嫂穿好了 她比你长了几岁 正时候穿着颜色的衣服 苏婉叔的大婊嫂叫宋洪杏 虽然已经二十几岁 孩子都生了两个了 但她脸嫩 穿着胭脂红的衣料倒是极为不错 小叔 那我就厚着脸皮接了 哪个女子不哀笑 宋洪杏看到这胭脂红的布料 也是极为高兴的 等到了晚上 苏婉叔本想去厨房帮忙做晚饭 却被盛文英拦了下来 她昨天才成婚 今天就应该在家里什么都不做 好好当几日新娘子 做饭这样的活 就交给他们这些妇人就好 苏婉叔的这七个舅妈 都是干活的一把好手 众人一起使劲 没用多久 这一家子的晚饭就做好了 众人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不是一般的热闹 苏婉叔上辈子没什么亲人 更没有感受过这么多亲人 坐在一起吃饭过 这种感觉令她新奇又感动 官朝 你靠我们也不能在这里白事白住 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活 被我们兄弟做 随便什么活都行 我点累点我们都不怕 这 爹 我倒是有个主意 咱家不是有染布的买卖 不如 我们叫上几个舅舅一起做 人多 我们一起往长台县运送布匹 也安全些 萧冠城被苏婉叔这么一提醒 瞬间反面过来 往长台县送布料 一匹布有几百万的利润 这个买卖确实可以做 而且如此 他那几个大舅哥就能赚钱养家了 行 咱家明天就可是染布 杨家人却听得一头雾水 什么染布的买卖 苏婉叔见众人听得迷迷糊糊 就把他染布卖钱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讲给众人听 并承诺 没染一匹布 苏婉叔拿两百万出来作为报酬 好好 小叔 这样好 亲兄弟明算账 全都摆出来 大家心里都清楚 不犯嘀咕 第二天一早 杨家几个舅舅在消灌城的指挥下 在前院弃了两口锅 专门用来烧水染布 苏婉叔又把染布用的各种药材和其他材料 一一拿出来 让众人帮忙一起把所有东西磨成细细的粉末 娘 我们今天就染戴蓝和胭脂红吧 这两个颜色 不管是做棉衣还是做被褥都可以 四个大木桶一起染布 那是四皮四皮地往外出 只一个上午 小家前后院子里全都是展开晾晒的布匹 灌城啊 你这也太不正义了 那日明明你说染布赚不了几个银钱 怎么 这一回头 你就在家里染布了 你是不是害怕哥儿几个 抢了你发财的路子 我家自己染布与你们何干 我想怎么染就怎么染 我想怎么卖就怎么卖 你们算什么东西 跑我家来狂吠 昨晚书泼辣的性子 在村里还是非常有名的 喊得刘薇那脸色是一阵红一阵白的 我感觉小叔这话说得没错 刘薇啊 我家的染布方子 我家自己说了算 还轮不到你刘薇来指指点点 再说 难道你们看上镇上染房子染布房子 你们也敢去找人家染房的老板要吗 好 冠成啊 你可真行啊 你儿媳妇白抢我 你也不管 冠成 你不就是家里现在赚了点银子 就瞧不上我们这帮的穷兄弟了 好 以后啊 我也不上你门了 咱俩家以后 也别走动了 冠成啊 你看看你这弄的 哎呀 你就算不愿意给我们染布的方子 你家要染布 你完全可以雇村子里的兄弟帮忙 哪里还用从外面请人呢 这是旧兄 不是别人 啊 这么多旧兄 冠成 你就别骗我了 爱信不信 我媳妇七个哥哥 这还能做假 小冠成 你就作死吧 你请那么多人 我倒是要看看 你还能有多少银子赚 也到最后 白忙一查 银子还不够给工人开工钱呢 让大家见笑了 冠成 放宽心 当下日子难熬 别管这些有的没的 我们赶紧休息一会儿 下午继续染布 当晚上吃过晚饭 苏婉叔把今天卖布匹的钱 全部都结算给杨家人 杨家人终于再次摸到了这么多铜钱 每一个人的脸上 全都是开心的笑 他们终于从苦日子里熬出头了 冠成 我们不能在这里白吃白住白穿啊 这二两银子 算是我们这一家子 这个月的持用 大哥 这怎么行啊 我家里这点银子还是有的 萧冠成是坚决一文钱都不要 但杨大勇却是坚决要给 最终 还是苏婉叔帮忙说话 萧冠成才收下这二两银子 冠成啊 大哥还有一事 想要跟你商量 你看我们这么多人 总住在你这边的院子里 也不像样子 你看能不能帮我们 在你们村租个院子 或者买个院子也行 以后我们都跟着你 既然不买 这一次 萧冠成倒是没再推辞 他也清楚 杨家人跟他家挤一个院子 不是长远之计 行 明天我就帮你去村里打听打条 冠成啊 既然你想要这个房子 那我就给你 你上过战场 命数够硬 肯定镇得住这个宅子 村里其他人都不行 萧大爷说着 微微叹了一口气 他家这宅子 当初建的时候有问题 这才改了他家风水 让他白发人送黑发人 让自己家成了觉悟 村里人以前也有人想买他这宅院 他都没同意 不是他不想卖 而是他怕搬进来的人 镇不住这个宅子 万一再把性命丢了 他可就罪过了 萧大爷的宅院 当初建造的时候 花了二十六两银价 虽然有些年头了 但萧冠成可怜萧大爷 这一生悲苦 直接给了他二十六两银子 外加六十斤玉米 有了这些东西 他搬去镇上女儿家住 也不会被姑爷嫌弃 萧大爷也没什么行李 等办理完了地契文书 萧冠成亲自把萧大爷 送去了他女儿家 小颜快起来 今天晚上有点太冷 我们不能睡了 苏万叔手脚麻利地爬起来 把放在脚边的棉袄穿上 好冷啊 萧木颜迷迷糊糊地醒来 只感觉自己整张脸冷得厉害 苏万叔起床之后 先去拍了拍萧奶奶的屋子 见萧奶奶没事 这才去叫萧冠成和杨桂花 这样冷的天气里 如果火炕冷掉 人又没醒的话 很容易被冻死 爹 外面的气温好似还在降 我出去一趟 必须把大伙全都叫醒 爹 上我去吧 我年轻跑得快 我家小颜长大了 爹很高兴 但今天这事非必寻常 爹必须亲自跑一趟 爹 你能信得过我吗 小叔 一会儿我和小颜去通知大家 爹 娘还怀着身孕呢 你就在家照顾娘吧 对了 咱家里火炕没暖房暖和 你扶着娘先去暖房躲躲 苏万叔说着 就回屋拿了两碗枸杞酒过来 一碗递给萧木颜 一碗则是自己一口闷了 小颜 你拿一个铁盘 用力敲着去舅舅家 我去小姑家 大家都醒醒 有洞灾 大家都醒醒 有洞灾 小聪 赶紧把大家都召集到正屋这边 今天晚上有洞灾 你们晚上留个人手艺 没什么事别出门 对了 在屋里多放些木柴 不管是火炕 还是碳盆里的火 都不能熄灭 媳妇 我想把鞭炮点起来 这样村里的人 都会被惊醒 这个主意不错 苏万叔丢下那串鞭炮 转身就拉着萧木颜 往家里跑 身后的鞭炮 在寒冷的北风中 炸得震天响 苏万叔相信 但凡是个耳朵没问题的 都能听到鞭炮声 小颜 你去多拿一些吃用的 放暖棚里 我去给后院的家畜添点草 好 苏万叔毫不犹豫 把所有的家畜 全都收到空间 好冷啊 苏万叔 撕了撕已经动得 有些麻木的双手 小叔 来娘这边坐下 外面情况怎么样 外面非常冷 刚才如果不是我和小颜 一人喝了一些构杞酒 我们两个 怕事都要冻成冰棍了 刚才幸亏小颜脑子活落 他从舅舅家 拿了一串鞭炮点燃 咱村里人这会儿 应该都被鞭炮吓醒了 原来刚才是你们放的鞭炮啊 萧冠城听说是肖木炎的主意 心中颇为高兴 他感觉肖木炎成婚之后 好像突然开窍了 也不知道后院里的家畜 能不能扛住这么冷的天 奶奶你放心 我给家畜棚里放了好多干草 他们还有皮毛 肯定能扛过去的 众人说了几句话 坐在暖轰轰的火炕上 都有点昏昏欲睡 他们却不知道 此刻门外下起了鹅毛大雪 一股寒流从山的另一边 慢慢朝南风村袭来 几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整个南风村就被一片冰天雪地覆盖 小叔 流洋都还好吗 都好好的 果然他们比我们抗动 前几日的冻灾 对岁月县这边的影响颇大 苏婉叔和肖木炎 一路往常泰线走 路上看到好些指尖 在路过一个乱葬岗的时候 更是看到一片 被草席随便一卷 丢在乱葬岗的尸体 苏婉叔心中发凉 这场冻灾 怕是要了不少人的性命 突然 苏婉叔心中莫名的有些不安 四周都是一片苍蝗 山野间还有好多积雪没融化 虽然没有任何异常 但苏婉叔还是感觉心里不踏实 他从空间里 把红颜小麻雀放了出来 让他四处帮忙看看 小叔 把这个毯子放在腿上 我们一起盖着 又走了一会儿 红颜小麻雀就飞回来了 苏婉叔隐约听出 好似前面有士兵 在查过往的百姓 苏婉叔心中奇怪 以前不都是进城门的时候查 这会儿怎么还离着 长泰县那么远就开始查了 难道 有北蛮人混进来了 路隐 苏婉叔拿出路隐给官差 只见到官差看了一眼路隐 又看向苏婉叔和香木炎 这会儿按照常理 官差应该放行了 把你们的牛车赶到这边来 官爷 不知道我的路隐有什么问题吗 问那么多做什么 赶紧把牛车赶过来 苏婉叔和香木炎交换了一个眼神 按照官差的意思 把牛车赶到官道旁边的一块空地上 那官差拿着苏婉叔的路影 往路边临时扎的帐篷走去 头儿 刚才我们又拦下两个人 跟王狗蛋说得很诗像 那个小姑娘眉心目秀 腰间挂着一个药带 真的 头儿 我仔细看过 肯定错不了 咱在这里蹲了十几日 看过那么多牛车 那么多小姑娘 就这一个身上挂着药带 我离着她好几步远 都闻到了淡淡的药香啊 好好 赶紧给我把人抓起来 再抓不到人 赵将军怕是要把咱 全丢到官外喂狼了 站在牛车旁边的苏婉叔 一听赵将军三个字 瞬间就明白过来 此事怕是跟虎福有关 小妍 你听到刚才那个官差 信帐篷之后说的话了吗 听到了 他们想要对我们博力 小妍 我知道你跑得快 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不要管 一个劲往长泰县城跑就好 我们回头 在咱们以前放牛车的 那个急事件 媳妇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不会跑 我必须跟你在一起 哪怕是死 肖木炎早已经不是 他刚认识的那个小呆瓜了 他现在可以保护他 小妍 一会儿听我命令行事 他缓晕刚落 从不远处的帐篷里 走出来四个人 上牛车跑 大水牛突然背上一腾 拼命冲了出去 坐在牛车的苏婉叔 把一粒一粒夺命带 朝着追过来的官差打过去 苏姑娘 你怎么在这里 卢姑娘 卢新云上前拉着苏婉叔的手 就往路边的小巷子里走 满大街的官差都在找你 你怎么还跑来县里了 苏姑娘 我送你出城吧 那是赵将军那人 如果你被他们抓了 怕是活不成了 卢姑娘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事 卢新云微微点头 但没再多言 而是把苏婉叔和香木炎 假扮成送货的小丝 带回了卢府 卢姑娘 多谢今天相求 苏姑娘客气了 上次如果不是你救了我一命 现在我怕事 早已经成了一半枯骨了 卢新云给两人准备了一桌午饭 一盘一盘精致的小菜端上桌来 刚才还跟苏婉叔一起说话的卢新云 突然眉头微皱 一副很是难受的模样 卢姑娘 你哪里不舒服吗 最近没什么胃口 看着这些油腻的菜 我就感觉胃力难受得厉害 苏婉叔是个大夫 下意识就帮卢新云把脉 结果 苏婉叔的手刚搭在卢新云的手腕上 他整个人都愣住了 卢新云还没出格 可他现在的脉象分明是喜脉 苏婉叔只犹豫了一秒 就把此事给说了 过了好一会儿 卢新云紧绷地身子一软 瘫坐在椅子上 颜面哭泣 卢姑娘 你定定神 先别着急伤心 现在你要打几精神来面对此事 姑娘 这个孩子我们不能要 否则 你怕是就没有活路了 苏妈妈 这个孩子我要生下来 哪怕我把我一条命全都给搭上了 这个孩子我也要生下来 姑娘 你这是何苦 夫人已经和范老夫人在商量 新月姑娘和范小将军的婚期了 而且就算现在你能瞒住 可三个月之后呢 你肚子大起来 哪里能瞒得住呀 如果让夫人知道 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范小将军的 你哪里还有活路 苏妈妈 你不要再劝我 明天我就去求姨娘 让她跟我一起搬到乡下庄子上去住 我们不在卢府生活 我想夫人总不至于赶尽杀局 姑娘 你还是太小看夫人了 这个孩子是范小将军的 她怎么会给你们留活路 就算是乡下庄子 那也是全厅夫人的 她只要说一声 用不了几个月 你和姨娘怕事 就会悄无声息地死去 哪里能把孩子安稳地生下来 陆姑娘 如果你信得过我 可以跟我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或许我能帮你 那日从医馆回来 我吓坏了 一直在屋子里没出门 就连晚饭都没吃 可是能想到 那天晚上还是出了岔子 万一海青悄悄进了我屋子 她中了下三滥的毒 我没有办法就帮她解了 那只海青灵走的时候说 她第二日一定会来我家提亲 可她并没来 后来我才打听到 边关被蛮人打过来了 海青灵为受命去了边关 前两日将军府突然传话过来 说要迎娶嫡 两家已经在订日子了 我 陆姑娘 要不我帮你跑一趟将军府 如果小藩将军真的变心了 你也不用为了一个负心汉 把自己后半辈子搭上 这怎么行 外面都是抓你的人 你去将军府太危险了 没事 咱俩也算是有缘分 我为你跑一趟就是 苏婉叔性子刚烈 卢西云性子纯善软蒙 两人是完全不同的性格 却有好几次过命之交 不得不说 缘分这个东西很是玄妙 苏姑娘 如果你不嫌弃我 不如我们今日一级金兰 成为一姓姐妹 卢西云是庶出姑娘 一直被困在后院这一片小天地里 她向往外面自由自在的生活 苏婉叔的洒脱和爽朗 让卢西云忍不住靠近她 在她身上 卢西云看到了生命的阳光 好啊 我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感受过 姐妹亲情是个什么样子 闲事也好 今生也罢 苏婉叔都是孤独的 这是她第一次 认认真真地去感受 一段姐妹情意 将军府并不难找 苏婉叔和肖木炎按照卢西云说的 也就两盏茶的功夫 就到了将军府东脚门 可她在这边拍了半天门 也没人开门 媳妇 我抱着你 两人嗖的一下腾空而起 媳妇 我们往哪里走 我们下去找个小丫鬟问一问 如果你告诉我 范小将军的宅院在哪里 我就放你一条信 如果你敢跟我耍花招 我立马就捏碎你的喉咙 从前面那个月亮门穿过去 一直往前走 就是范小将军的宅院 只见院落外占了六个护卫 四周还不停地有人巡逻 小严 我们上屋顶 你们这等医术 也好意思说 在军中行医多年 我孙儿只不过是一些刀剑伤 你们竟然治不了 回老夫人 范小将军伤了内脏 我等确实没办法救治 都给我滚 老夫人 你别生气 咱还是赶紧迎娶 卢家姑娘进门冲袭 说不定还有转机 这是正事 你去跟卢夫人说 我这边算过日子了 五日之后是个好日子 是 奴婢这就去见卢夫人 范老夫人进屋 看了一眼范海青 在两个丫鬟的搀扶下 跌走了 苏万叔见屋子里 只剩下两个年纪颇大的嬷嬷 悄悄从药袋里拿出一点毒粉 顺着小洞口洒到屋子里 没几个呼吸的功夫 这两个嬷嬷 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苏万叔和香木炎 趁着巡逻不注意 悄悄从后窗翻进屋子里 媳妇 男女说说不亲 啊 我是大夫 给病人看病是部分男女的 不行 你是我媳妇 不能给其他男人看病 以前的香木炎 可没这些执念 苏万叔一下就想到了硝烟 香木炎 这是把硝烟的某些执念 都给吸收来了 硝烟 范小将军不是别人 再说他喜欢卢姑娘 那好吧 就这一次 以后媳妇 只能碰我的礼仪 其他臭男人的礼仪 都不能碰 当前这个情况 苏万叔也没时间 帮范海清清理伤口 只能先给他 喂了一粒 清热解毒的药丸 和一点稀释过的灵泉水 重新给范海清 缠好纱布 苏万叔就和香木炎 一起回了卢西云这边 小叔你回来了 可见到范小将军了 见到范小将军了 他的情况不是很好 卢西云一听范海清受重伤了 瞬间红了眼圈 我就知道范小将军 不会辜负我的 小叔 现在我要怎么办 范小将军受伤了 他根本不知道 他要娶的人是我嫡妻 西人姐你先别着急 此时我们慢慢商量 宋妈妈 卢夫人那边 应该不知道 范小将军受了重伤的事吧 应该不知道 吴夫人娘家 还是有几分脸面的 就算他们想要喷上范家 也不会把自己的敌女 嫁给一个受了重伤的人 那就是了 我琢磨着范老夫人 应该是想让卢新月 再去给范小将军冲洗 小叔 范小将军的伤势 是不是很严重 范小将军的伤势 确实有点棘手 不过我已经给他上了药 整个十天八天的 肯定没问题 西人姐 我有个主意 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 小叔 你有什么主意赶紧说说 只要能救范小将军 让我做什么都行 一会儿你就让宋妈妈去街上 找几个长蛇妇 把范小将军受伤 生命垂危 想要娶卢新月冲洗的事 传出去 等卢新月闹到卢夫人 那边去的时候 你就私下找卢夫人 就说你愿意 替卢新月冲洗 但有个前提 必须让她把你 过到卢夫人名下 以嫡次女的身份 替卢新月去冲洗 小叔 我一切听你的 只要能嫁给范小将军 冲洗我也不怕 苏婉叔又跟卢新月 说了一些细节 就和香沐妍先走了 两人约好 五日之后 她再来长太线 媳妇 我搅成块 我背你回家 我没有牛车呢 走 再往前走一段路 我把牛车藏起来了 咱家的牛车 你不是说 大水牛自己能进城吗 怎么又藏外面了 你肯定听错了 大水牛怎么可能自己进城 难道大水牛 还能自己交进城的铜板不成 大水牛这会儿 应该自己在外面吃草呢 我们四处找找 山路难行 但在苏婉叔和香沐妍的眼里 这就是小菜一碟 小妍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有点事 什么事啊 人有三级 过了好一会儿 林子里的苏婉叔 把他家大水牛 牵了出来 这次 萧木炎没再多问 两人赶着牛车 一路回了南风村 躺在牛车上的苏婉叔 只感觉自己累得厉害 他要不要告诉萧木炎 关于空间的事 反正早晚 萧木炎会把萧妍的残魂吸收 估计记忆也会一起 被他继承 到时候 空间也是瞒不住的 苏婉叔和香木炎回来之后 并没把在长泰县 遇到的事情 说给家里人听 长泰县那边 受到冻灾并不是很厉害 我看县里 还有不少卖粮食的铺子 开着门 只是卖白菜和萝卜的商贩 少了很多 也不知道我们这个蘑菇 拿到长泰县去卖行不行 爹 要不你去跟村里人说一说 谁家如果想种植蘑菇 我可以亲自叫他们弄暖房 免费给大家军种 是有不明白的地方 也可以来请教我 好 我这就去找李正说此事 吃过晚饭 村里不少人来了小馆成家 请教苏婉叔盖暖房的事 现在天已经很冷了 想盖苏婉叔那种带有暖炕的暖房 肯定是来不及了 苏婉叔给村里人想了个办法 那就是在家里找一间有火炕的屋子 把窗户直接用草帘子加泥浆糊起来 然后通过烧火炕放炭盆 来保持屋内的温度 只要温度适宜 照样是可以种蘑菇的 大家听苏婉叔如此说 瞬间感觉家里屯的木柴有点少 于是 不少人第二天又拿着斧头上山了 娘 你可要为我做主 不能推女儿进火坑啊 万一我嫁过去没两日 范小将军就一命呜呼了 我这后半辈子可怎么过呀 当初是你看上范小将军的 要死要活地想嫁到范家去 现在闹出这样的事情来 你又说不嫁 你以为这是小孩子过家家呀 我不管 谁爱嫁谁嫁 我就算吊死在家里 也不会嫁给一个不知道 能不能活到明天的男人 卢夫人被卢新月 闹得更是一个头两个大 她安抚了卢新月好半天 才把人给哄走 夫人 七姑娘说有事找你 你看 有些头疼的卢夫人 揉了揉额脚 她有些不明白 这个时候 卢西云怎么会突然找她 让她进来吧 卢夫人 还请你重劝我 我名声已经没了 去范家孤老终生 也是一条生路 卢夫人眉头微皱 盯着卢西云看了半天 她实在是想不出 这里面会有什么猫腻 行 那我今日就把你过到我名下 等三日之后 你替秦月嫁去范家 卢西云那个傻子 竟然主动替我嫁给范小将军 她不会天真地以为 范小将军能好起来吧 姑娘 关于冲喜一事 会不会是假的 范小将军只是受了一点小伤 怎么可能是假的 我娘已经派人去打听过了 范小将军是被人抬回范府的 而且镇上几个医术不错的大夫 都去给范小将去看诊过 她怕是凶多吉少了 那咱就把这大好的姻缘 伤给那个庶女 什么大好的姻缘 卢西云不是想替我嫁去范家吗 那就好了 回头我看看她成婚几天就受寡 媳妇 快看 我打到兔子了 小颜真厉害 咱在山谷里转悠转悠 看能不能打到其他的猎物 两人不仅打到了野兔 还找到两窝半大的小野兔 小颜 你可看仔细了 她手一挥 只见背楼里的小兔子 突然凭空消失了 肖母颜一脸惊讶地看向背楼里 她把背楼提起来 见没有兔子 又去摸苏婉叔的衣经 那么多小兔子 我还能全藏身上 媳妇 你把小兔子 藏哪里了 一会儿我带你去个地方 但再讲好了 不管你看到什么 都不能跟除 咱们两个以外的人说 如果你把我的秘密泄露了 媳妇 我对天发誓 永远保守 你我两个人的秘密 只见周围光线一闪 两人进入了空间 媳妇 这 这是 这是我的空间农场 苏婉叔意念一动 一个红彤彤的大苹果 出现在她手上 小妍 你尝尝我空间里的苹果 甜不甜 香母妍也没跟苏婉叔客气 她咔嚓一口咬在苹果上 甜甜的汁水 瞬间充斥着她整个口腔 这是我们一起 去镇上 卖的苹果苗种的吗 是 每样水果 我都在空间种了一颗 还有桃子梨子 媳妇 一会儿 我们拿一些水果给娘吃 我也想啊 可现在这个天 我突然拿出如此新鲜的苹果来 爹娘问起哪里来的 我又要怎么解释 下次我们去长泰县的时候 可以装在筐里拿一些回家 爹娘如果问起来 就说是我买的 行 就按照你的意思来 你现在变这么聪明 可要多亏了我的灵泉 只要喝上那么一滴 小呆瓜也能变聪明 那媳妇 以前脸上起红疹子 也是喝了灵泉水的缘故吗 嗯 爹的腿疾 也是因为灵泉水 嗯 灵泉水可厉害了 我在咱家水缸里 加过稀释过的灵泉水 你没发现咱家里现在每个人 都身强体壮吗 舅舅家刚来的时候 他们都饿得皮包骨了 来咱家才几个月 现在身子都养好了很多 这个灵泉水好神奇啊 原来 小野兔在这里啊 小颜 看差不多咱就先出去了 我还要去找野山羊和火狐狸呢 香木炎似乎很喜欢苏碗树的空间农场 一会儿看看农田里的药材 一会儿看看撒欢的小动物们 玩得别提有多开心了 你们卢家可真可以呀 嫁了你这么个庶女过来 现在倒好 我孙儿的伤情时好时坏 我看都是你个扫把星害的 你就是一条贱命 就算给我儿冲喜都不配 祖母 西云是我的嫡妻 你如此责骂她 跟骂我有什么区别 你就护着这小庶女 她的命格如此弱 你护着她 就等于不要你的性命了 祖母就你这一个孙儿 绝对不能让你出事 我已经决定了 过明日 我就给你抬一方平起锦门 人我已经相看好了 八字跟你很合 等那平起锦门 你的病肯定会好起来的 老夫人 再给我一天时间 今天上午我去庙里上过香 给将军求了签 是上上签 将军肯定能好起来的 哼 你那么卑贱的命格 求来的平安福 能有什么作用 老夫人 求你给我一天时间 我敢保证今晚一过 将军身上的伤 就能好大半 祖母 你就这么着急 想要逼死我 你一日都等不了吗 海青 你真是让这小药精 给眯了眼 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了 好 很好 那我就再给你一天 如果明天海青的伤势 没有任何好转 下午我就会抬平起锦门 范老夫人丢下这句话 带着丫鬟婆子浩浩荡荡地走了 苏婉叔见屋里没人了 这才和香木炎一起进屋 小叔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来的 刚才你跟范老夫人的话 我都听到了 启元 你就不怕我不来 我相信你的人品 启元 你可是刚成婚不久的新娘子 这么哭可就不漂亮了 我不哭 小叔 快看看将军的伤 自从我嫁过来 将军的伤是好是坏 昨天晚上还发烧了 范小将军 我可以治你身上的伤 不过有些疼 不知道你瘦不瘦得住 苏姑娘 只要能让我好起来 什么样的疼 我都能忍 什么样的苦药 我都能喝 好 那咱们就开始吧 她先给范海青 喂下药效比较强的 麻痹药丸 当范海青全身都处于 麻痹状态 感受不到疼的时候 苏婉叔这才拿出匕首 开始清理范海青 伤口上的腐肉 启云 如果你害怕就不要看了 这个多少有点血腥 我不怕 你有什么要帮忙的 只管吩咐我 前后也不过是 两盏茶的功夫 她就给范海青 把两处伤口都处理好 并缝合完整了 范小将军 我给你带了一些药过来 要完一天吃一个 防止你的伤口发炎化弄 引起发热 药材 则是早晚各煎一次 这个是促进你伤口愈合的 苏姑娘 你的救命之恩 在下莫尺难忘 随后 范海青让卢西云 拿了一碟银票过来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还望苏姑娘 不要嫌弃 范将军 我不要这些银票 最近我招惹到赵将军的人 还请你帮我把这个麻烦解决掉 苏婉叔把他在山上遇上山匪 从赵青那边抢了虎符的事情 一无一时地说给范海青听 范小将军 至今长泰县里 还有悬上王二人的告示在 将军只要一查就能查到 说着 苏婉叔把虎符拿了出去 直接递给范海青 而此时的范海青 已经被虎符两个字 震到脑袋里一团浆虎 完全不能思考了 虎符那是什么东西 那是可以调动千军万马的令牌 在当前朝廷内忧外患的当下 像他这种武将 谁如果得了虎符 是可以角逐皇位的 细云 你把我 从多宝阁的暗阁里 拿一本白色封皮的书过来 很快 卢西云就拿了一本 白色封皮的书给范海青 范海青让卢西云 帮他在书中翻找了一下 没一会儿功夫 就找到了虎符的踏印 是真的虎符 苏姑娘 此事交给我 一会儿 我派人传出消息出去 就说我得了虎符 好 那就麻烦范小将军了 你身上的伤好好休养 很快就好了 没什么事 我就不打扰将军养伤了 小叔 你救了将军一命 总不能这么空着手走了 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 苏婉叔见卢西云 是真想送他东西 索性就向他要了两匹马 范海青见苏婉叔想要马 直接让属下 送了他一红一白两匹战马 西云 你送我一下吧 我有话跟你说 苏婉叔跟卢西云打听了一些关于萧素兰的事 卢西云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说给苏婉叔听 包括萧素兰和卢墨的私情 以及卢墨为了相看婚事 整天在家设宴款待学子们的事也一并说了 萧素兰可真是水性洋花呀 在她的认知里 苍其国的民风还是非常封建的 哪家媳妇敢在外面勾搭人 那是要被禁猪笼沉堂的 可萧素兰好似一点都不怕 明目张胆地跟卢墨这种公子哥儿勾搭在一起 她难道就不要自己的名声了吗 小妍 一会儿你去酒楼等我一下 我出去办点事 媳妇 你要去做什么啊 去买点东西 你乖乖等我回来 五娘 卢西云已经嫁去将军府好几日了 也没见有什么坏的消息传出来 难道范小将军病真好了 真是便宜卢西云那小贱人了 五娘 咱怎么会便宜卢西云那个小庶女 等范将军的伤再好一些 我们就把那小庶女弄死 对外就说 小庶女是去给范小将军冲袭的妾室 到时候姑娘以证实的身份加入范家 不就得了 卢新月一听萧素兰如此说 明显脸上一喜 这能成 万一范家不同意呢 姑娘 你说范家是想要一个正经嫡女做儿媳妇呢 还是想要个淑女 很好 媳妇就让你们好好露露脸 一阵白色的烟雾 顺着窗户纸进入屋子里 刚才还聊得兴高采烈的两人 突然眼前一黑就失去了知觉 苏婉淑大摇大摆地从这门进去 她拿了一粒换篮 一粒妖娆给卢新月喂了下去 而萧素兰这边 她则是给了两粒妖娆 也亏得苏婉淑力气大 一手托一个 就把两人从屋子里托了出来 苏婉淑随手把卢新月丢在院门口的月亮门下 就拖着萧素兰去了那间闲置的小院子 小翠 你把我单独叫在这偏僻的院子做什么 难道你动了春心 卢墨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就晕死过去了 她和小丫鬟把卢墨和萧素兰 一起放在屋里的地板上 顺便给卢墨也喂了两粒妖娆 这两粒妖娆 足够两人喝一壶的 苏婉淑翻身爬上屋顶 选了一个最好的位置 等着看好戏 媳妇 你说的 出来买点东西 就是 她卢家的屋顶吗 肖墨炎神出鬼没地出现在苏婉淑身边 吓得苏婉淑差点没从屋顶上滚下来 小妍 你怎么在这里 跟你一起来的呀 等等 刚才你上来的时候 我怎么没听见你声音 因为我功夫比你厉害 你不听话 我让你在酒楼等我 你却自己跟我出来了 可媳妇也骗人了 你说你买东西 你这是买东西吗 好吧 那我们扯平了 只听学子们吃酒的院子里 突然传来一阵骚动 不少在屋里吃酒的学子都匆匆跑到院子里 原本穿着假袄的卢心蕴 此时只穿了一个肚兜和一条蟹布 在院子里又唱又跳 她一边跳 还时不时地扯一扯身上的肚兜 好似那薄薄的肚兜很爱试一般 而卢夫人此刻也带着一群丫鬟伙子 浩浩荡荡地来了 小丫鬟跟卢夫人说 萧素兰又来找卢墨了 卢夫人自然知道 这个又到底是何意 以前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前当不知道此事 卢墨也就贪图个新鲜 等新鲜劲过去了 自然不会跟萧素兰有什么牵扯 但现在不同 卢墨正跟柳家姑娘相看亲事呢 这个节骨眼上万一出了岔子 她非手撕了萧素兰不可 卢夫人进了院子 听见屋里的声音 差点没气地晕死过去 去把那个孽障给我抓出来 把萧素兰那个贱人脱光了 靠麻袋丢她家院门口 以后不许她再进我们卢府 等着吧 一会儿你可就神气不起来了 几个促使婆子得了卢夫人的命令 一脚踹开门进去抓人 苏婉叔只看到白花花一片 赶紧伸手捂住萧木炎的眼睛 不让她看 萧素兰和卢墨打得是热火朝天 难舍难分 几个促使婆子还没把人拉出来 卢新月那边终于传来惊叫声 卢夫人也顾不上卢墨和萧素兰 提着裙摆就冲了过去 当她看到嫡出的女儿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扯肚兜 她险些没站住 卢夫人什么也顾不上了 她脱掉外衣 亮亮呛呛地冲了过去 把自己的衣服披在卢新月身上 新月 你这是得了失心疯吗 一时间 整个卢府乱成一团 卢夫人扶着卢新月只走了几步 终于撑不住 晕死过去 这下可好 卢府更乱了 苏婉叔见没热闹可看了 就拉着香木炎跟着混乱的人群一起从卢府溜了出来 小妍 今天咱回去的时候可以骑战马 不如先在城里逛逛 看买点什么回去 过不了多久就要新年了 咱也给家里添置点新鲜物件 行 可小叔你会骑马吗 没问题 阿婆 你可知道卢家的事 知道啊 我听人说卢家大姑娘 当着雪子们的面 把家偶都脱了 听说穿的是勺药花的肚兜 哎呀 原来还有这事啊 怪不得卢家人说 卢大姑娘得了失心疯 正常姑娘做不出这样的事啊 真真的 伤风败俗位啊 以后谁家敢娶卢大姑娘 依我看 就算卢家还不如 把卢大姑娘 管在家里一辈子算了 这还不是特别刺激的 我听说卢公子 还把卢姑娘身边的一个已成婚的妇人勾搭上了 被卢夫人抓了个正着 正如苏婉叔听到的那样 卢夫人把萧素兰扒光了丢在萧家门口 卢夫人心中恨得厉害 还顺便赏了萧素兰使鞭子 听说萧素兰被送回去的时候 脑袋上都是血 阿婆 你经常在这边晒太阳吗 我家就在巷子里边 褚冬之后没什么事 我习乎天天中午在这晒太阳 我看咱俩投缘 那以后 我时常来找阿婆聊天 说着 苏婉叔拿出十个铜板 递给阿婆让她买茶喝 阿婆也是个聪明人 一下就看出 苏婉叔喜欢打听内宅里 那些见不得人的事 她笑盈盈地 借了苏婉叔给的十个铜板 满口答应 出了城门没多长时间 苏婉叔就把两匹战马放了出来 可眼前这匹枣红色的战马 在苏婉叔碰到她缰绳时 不怎么高兴地打了个响鼻 还晃了晃脑袋 苏婉叔眉头微皱 一手拽着缰绳 一手拉着马鞍 像一股作气骑上战马 结果战马实在是太高了 对于苏婉叔这个小身板来说 不是一般的困难 她挣扎了好几下 脸都憋红了 这才终于爬上马背 本来苏婉叔以为这就可以了 却没想到更尴尬的事情还在后面 坐在马鞍上的苏婉叔 两脚竟然够不着马灯 苏婉叔气得整个人都要原地爆炸了 这战马肯定跟他有仇 干嘛长这么高大 小叔 把小白放到空间里吧 我们俩人同击一匹马 我的脚能够到马灯 坐在马鞍上的苏婉叔 虽然不想承认自己腿短 但事实摆在面前 他也只能认了 苏婉叔手一招 就把白色战马收入空间 战马的速度很快 苏婉叔只感觉迎面吹来冷冽的北风 差点没把他的脸吹歪了 他下意识里 往香木炎怀里侧了侧身子 香木炎一手揽着苏婉叔的细腰 一手拉着缰绳 偶尔低头看一眼 快要整个人钻入他怀中的苏婉叔 唇角忍不住微微上扬 爹 咱家不缺粮食 种一点蘑菇自己留着吃 就不要往长泰县跑了 外面还是不安稳 大雪封山 粮食一百多文一斤 也不知道这个冬天 又饿死多少人 如果路上遇上那些恶己眼的人 怕是又少不了一场恶战 也好 不过你舅舅那边 他们应该会种不少蘑菇 到时候要去长泰县那边出售 应该会借人家的牛车 这个好说 舅舅用我还是舍得的 晚上是赵家和萧奶奶做的晚饭 赵家手艺很是厉害 做了烤羊排 鸡蛋蘑菇汤 还有热气腾腾的水牛奶馒头 赵家把羊排放在炭火上 仔细地烤了两盏茶的功夫 整个羊排都冒着焦香 让人只闻一口就要流口水 小婶 你这手艺实在是太厉害了 以后等年轻好了 你就去长泰县开个酒楼 那酒楼肯定每天人满为患 哪里有你说得那么好 要我说羊排好吃 还是因为你抓这头山羊 是山上野生的 他们天天吃山上最嫩的草 和山上最纯净的水 不好吃才怪 吃过晚饭 苏碗叔热茶还没喝上 村里人陆陆续续来了萧家 关城啊 你这屋里真挽回啊 当下年轻不好 大家都是在生死边缘挣扎 如果不去长泰县卖蘑菇 只虽叶镇这个小地方 在村里种出这么多蘑菇来 怕是卖不掉啊 不如这样 每次去长泰县卖蘑菇 村里最少十个人一起 全都是青壮年汉子 走在路上 那些不怀好意的人 心中也会惧怕 不敢动坏心思 李正说得对 只要我们村的人 齐心合力 多种蘑菇 冬天总能熬过去的 我家的军种有很多 谁家要种植蘑菇 只管来我家拿就好 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 大家种植蘑菇的时候 要量力而为 今年天气多变 谁也不知道哪天 突然来个冻灾 万一因为种植蘑菇 把家里的木柴全都用没了 来了冻灾 就要自己一身皮肉 来硬扛了 前段时间 那样的冻灾 还能再发生一次 那老天 还让不让人活了呀 冻灾这种事真说不好 我就是来给大家提个醒 此事 苏婉叔说再多也没有用 还要看各家的打算 第二天 苏婉叔听萧冠成说 刘三胡组织村民 去山上砍柴 虽然天寒地冻 但是为了活命 还是有不少人去 在村里人 还是非常勤奋的 你几个舅舅也都去了 下午我和你小叔 也去山上再砍点木柴回来 家里多背点 总没坏处 这次苏婉叔一进常泰县 没有去其他地方 直奔卢家后街 去找那位阿婆打听事 离着老远 苏婉叔就看到那阿婆 正跟其他几个 年纪颇大的妇人 一起一边晒太阳 一边做针剑活 他见苏婉叔过来了 眼睛一亮 带着苏婉叔 来到一个人少的屁镜处 我去打听过 卢大姑娘 哪里是给人当正气 分明是去给个老头子 续贤罢了 不过听说那老头 在京城围观 本事不小 能去给这样的大人续贤 卢大姑娘 赚大便宜了 那个萧夫人呢 她那天被卢夫人 那么折辱 没有羞愤的自杀吗 小姑娘 你真是小看了 萧家那群人 你是不知道 萧夫人是个厉害的 她和卢公子 做那么不要脸的事 竟然还吃了药 她被卢夫人 丢出来的时候 要劲还没过去呢 她也不顾自己身上 有鞭伤 也不顾自己 那夫君身子弱 竟然拉着她夫君解药 哎哟 你是没看见哪 听说刚吃了晚饭 没多久 萧家那边就请了大夫 那萧公子 差点命没了 苏婉叔是万万没想到 竟然还有这样的 劲爆后续 那现在呢 精彩的 还在后面呢 萧公子大病了一场 生命垂危 萧家却拿不出银子 给萧公子看病 听说萧夫人的爹和弟弟 沾上了毒 她把家里所有的银子 全都偷走输光了 别说给萧公子看病 萧夫人的爹 没几天就把萧夫人 卖到花街了 啊 现在那位萧夫人 不会还在花街 柳巷接客吧 姑娘 你太小看那位萧夫人了 她可是个有本事的 她前脚被她爹 卖到花街上 后脚她就攀扯上了 一位年轻公子 给她赎身 这位萧夫人 真真是个厉害的 她拿捏男人的本事 比花楼里的头牌都厉害 听说那位恩客 还给了萧夫人银钱 让她给她夫君治病 苏婉叔再一次刷新了 对萧索兰的认知 她能活到现在 没有被禁猪笼成堂 真是个奇迹 小言 咱俩一起去看看 萧素兰在干什么 小说 你怎么对萧素兰 这么上心啊 她是坏女人 我们离她远点不是更好 我总感觉 萧素兰有什么秘密 瞒着我们 她以前无缘无故地 想要害死你 我想肯定不止是极度那么简单 这些事 咱得弄明白 防着她以后 再对咱们家起什么坏心思 苏兰 爹知道你是个有本事的 你现在跟着叶公子 肯定能捞到不少好处 你能不能给爹挤两银子 马上就要过年了 爹也好 会去置办点年货 咱们家过个肥年呢 爹 叶公子那边也不是很宽裕 我一会儿就去找他 看能不能借一两银子回来 行行 你赶紧去 萧素兰来这边轻车熟路 连门都没有敲 直接推门进去 可见这边她是极熟的 大娘 这个宅院看起来 跟其他院子很不一样 也不知道里面住着什么人 这是叶府 听说住着的叶公子 是从永和州那边过来的 大客商 今年夏天的时候 他就搬过来了 好似一直在生病 我都在这里摆了 这么长时间的摊位 几乎日日能闻到 熬药的味道 也就最近这半个月 这位叶公子的病 才好点 这男人呀 病了这么长时间 这才刚病好 就管不住自己 三天两头往花楼跑 前几日听说 还赎了个美娇娘回来 苏万叔听得那是暗暗咫舌 萧素兰也真是厉害 专门挑生病的男人下手 他也不怕这些男人 直接死在他的床上 弱大的拔布床上 两个人影在被子里翻滚 这片刻功夫 里面就眼其息骨 苏万叔撇了撇嘴 这位叶公子不行啊 这样怎么能帮萧素兰解毒 他可是吃了两粒毒药呢 叶公子 这个清风道人 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这个你可以放心 清风道人的道行 很是厉害 他当初 给我看诊的时候 只一眼就看出 我是被人下了 佛门的符咒 我花了两百两银子 请清风道人 帮我去了这符咒之后 身子没五六天就好了 而且自那之后 我的运气也好了很多 不再跟以前一样 做什么买卖都亏了 公子 我现在拿不出两百两银子 给清风道人 这好说 你都是我的人了 我的银子 自然是你的银子 你只要把夺兽之人的 生辰八字给我 后面的事情 我去找清风道人 公子 你对我这么好 让我如何报答你的恩情 苏兰 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 从来没有想过 让你报答我什么 苏兰 这是谁的生辰八字呀 等道长画好了符咒 你需要让这 生辰八字的人的血 滴在这符咒上烧掉 把符水 给需要续命的人 这符咒才能好用 这是我爹的 苏兰 见命这种符咒 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爹 很有可能会死的 公子 那天如果不是你救我 我现在能不能活着 都不知道 既然我爹 都不管我死活了 我还管他做什么 一切听你的 此事 一会儿就给你去办 苏兰叔整个人的三观 都要碎裂了 这都是些什么事啊 他还真有点不幸 这世界上 有诫命这种事 如果真有 那像清风道人 那样的高人 还不得长生不死 重新回到 萧家院门外 苏兰叔隐约听到 屋里传来哭号声 还真把萧冠李 弄死了呀 萧素兰 亲自弄死的萧冠李 自然是不会 把他放在家里 选个什么黄道 即日下葬 他直接花了银子 请了一桩的人 用草席一果 丢到乱葬岗去了 萧冠李一辈子好强 最后连个入土 为安都没混上 只能填了猛兽的肚子 而家里 不管是王凤 还是萧金宝 竟然一个反对 萧素兰的都没有 真是可悲呀 苏兰叔看着萧家大门重新关上 心中五味杂陈 萧素兰为了救萧锦之 把自己亲贴都搭上了 他实际是想不明白 到底是多大的利益 才能让萧素兰如此做 苏兰叔想破头都没想明白 此事只能暂放 看看后面萧素兰会有什么动作 正宗的北地羊羔肉 一两银子一斤 想要的赶紧买了 过来这个村 就没这个店了 媳妇 好香啊 咱们家的羊肉 煮出来都没有这么香 咱过去看看 刚出锅的羊肉汤 只要一百五十文一碗 大伯 你家的那些小羊羔卖吗 当然 这些可是我从北地 千辛万苦运回来的小羊羔 一直让二十两银子 这也太贵了一些 羊肉的价格 向来跟着粮食走 就算贵也贵不出一百文出去 满打满算 你这小羊羔算十五斤好了 连皮子算上也不过七两左右 小姑娘 你都是懂不少啊 但我这小羊羔 少了二十两银子 我是肯定不卖的 你是不知道 现在华宁关那边可乱着呢 为了拉着一车羊回来 我小命差点打赏 张屠夫这话没错 听说北蛮人遭了血灾 这个冬天怕是过不下去了 他们最近啊 一直在华宁关附近的村镇偷袭 我听说 有一个村子都被北蛮人给抢光了 咱们这边 这两天护城卫的巡逻 也加强了不少 哎呀 真希望北蛮 也往我们这边来呀 诸守华宁关的宋将军 就不管这些北蛮人吗 哪里管得过来啊 北蛮人这次受了大雪灾 好多部落都没粮食吃 他们为了活命 都是一小队一小队的出来偷袭 宋将军想要剿灭他们 可不容易 苏宁叔在这儿说了半天话 索性要了两碗羊肉汤坐下来 慢慢听张屠夫和众人说 华宁关那边北蛮人的事情 伙计当着苏宁叔和香木炎的面 拿了两个大海碗来 切了半碗的羊杂放在碗里 又盛上了大半碗的羊汤 上面撒上一点点碧绿的葱花 两碗鲜香的羊肉汤摆在两人面前 在这大冷天里能喝上一碗羊肉汤 简直不要太幸福 大伯 难道咱边关的百姓 就这么白白让北蛮人打劫 也就那些小村落还怕北蛮人 华宁关附近的大村子 村里人家家户户都有刀 北蛮人去了 一村子几百号人也是不怕了 既然华宁关那边的村子里的百姓 可以拿刀 那南风寸的村民也可以 只是当下对铁器的管制比较严格 就算苏婉叔去铁匠铺子 也不可能买到几十把刀 喝了羊肉汤 苏婉叔和张吐夫又讲了一会儿价 最后以十八两一枝的价格 总共买了二十只北地的萌萌羊 小颜 我们一起去一趟将军府 找番小将军 换一些刀剑回来 媳妇儿 你空间里囤的粮食 难道都拿去换刀剑吗 对 空间里的粮食没了之后 我还可以再种 这些都是小事 改天你跟我一起去空间里 我种给你看 小叔你来了 细元姐 好久没见 细元姐 我今天来找你 是有一件事想求你帮忙 苏婉叔也不跟卢锡云绕圈子 直接把自己的来意说给他听 这样啊 那你等一下 我现在就叫人去找将军过来 细元 范小将军身上的伤怎么样了 他这才好没几天 就出去练兵了 这身子果能扛得住吗 将军身上的伤倒是好得挺利索 只是习武的时候容易出虚汗 我就说将军要在家里好好调养调养 再去练兵 可将军就是不听 你这次来得正好 一会儿帮我给将军看看 他身上的伤是不是已经全部恢复了 细元 范老夫人最近可有在为难你 平日里沉魂定醒 我都做得她挑不出错来 她想拿我发脾气也是发不出的 将军府后宅也没有其他女眷 只我们两人日子倒也过得去 只是 嗯 范老夫人说我出身不好 亏待了将军 她还执意想再抬个平起进门 将军没同意 此时还僵持着 平妻 哪家姑娘能配上范小将军 是我嫡母的娘家侄女 宗婉姝简直无语了 卢夫人这是还想作妖啊 这个叫解毒丸 但凡是寻常毒药都能解 就算解不开 也能帮你拖延一会儿 这是贺鼎红 献血封喉 这是琉璃散 吃了直接化成一滩五颜六色的水 这个叫换蓝 人吃了会成为行事走肉 只听你一个人的话 不过药效比较短 只能临时用用 卢心云知道自己或许会用上这些东西 也没跟宋婉叔客气就全收了 小叔 你和小颜是不是还没同房 啊 你怎么这么说啊 你没舒服人头 我送你个好东西 这个你拿回家一个人偷偷看 可不能让别人看了去 宋婉叔心中疑惑 卢西云这是给了她本武功秘籍啊 宋姑娘 你想怎么换 按照市面上的价格 现在一把刀 再二两银子左右 我拿十斤麦子换 将军肯定不会吃亏 苏姑娘 你这篡盘 打得可真不错呀 三小将军 我家的麦子可不一般 疼饿 吃了还有力气 行 你要多少把刀剑 两百把 可以 在哪里交货 你是不是 要用牛车来这边送粮食 不用那么麻烦 我的粮食 现在就放在城南门外 我现在就可以跟将军还 范海青只以为 苏婉叔这是有备而来 也就没多想 很是爽快地答应下来 苏姑娘 你那边要不要叫头 就你们村里那点人 三脚猫的功夫 就算有刀剑 也不是北蛮人的对手啊 苏婉叔没想到 他来换刀剑 范海青还白送他两个教头 如果有他们帮忙 回去教村里人点拳脚功夫 以后遇上北蛮人来抢粮食 他们也能抵抗一下 多谢范小将军 那我就把人收下了 行 三日之内 我让两个教头 去南风村找你 娘 我们回来了 外面冷吧 有没有冻着 还好 娘给我做的狐狸毛的披风 非常暖和 教叔啊 刚才小言说 这些刀剑 都是你跟范小将军 拿粮食换的 咱这边 虽然离着华宁馆比较远 但万一北蛮人 真的缺粮食缺红了眼 他们为了活下来 肯定会四处烧杀掠夺 那会儿 华宁馆周围的村民 拿起武器抵抗北蛮人 他们在华宁馆周围 抢不到粮食 肯定会往关内跑 到时候我们这边 可就危险了 萧冠城是上过战场的 他知道北蛮人有多凶残 我这就去找李正 把事情的严重性告诉他 让李正定夺 阿弥陀佛 北蛮人到底什么时候 能够消停啊 前几年打仗 十个村子九个空 好不容易能让人还口气 过几年安稳日子 现在又闹灾荒 我们本事的就已经很艰难了 北蛮人再来抢夺 这是老天爷要绝我们的 提起曾经北蛮人和苍奇国打仗的日子 萧奶奶脸上满是担忧 奶奶 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心 就算北蛮人来了 我们也能跟他们一较高下 保护我们想要保护的人 唉 萧叔 你这么想 奶奶很高兴 大家团结起来自然是好的 只是那北蛮人一个一个 跟恶魔一般可怕 我们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啊 苏婉叔心想 萧奶奶如此害怕北蛮人 那村里人怕是也好不到哪里去 也不知道全村联合起来训练 对抗北蛮人这件事 能不能行得通 以前村里人有个什么事 都喜欢在晚上吃过晚饭之后商量 可今天还没到吃晚饭的时候 司堂那边就传来铜锣的声音 这是刘三虎要召开全村会议 商量武器的事 司堂里分两个意见 一群人主张听从苏婉叔的建议 大家拿起武器来保护家园 另外一群则是感觉北蛮人太过凶残 就算他们拿起武器来 也是打不过北蛮人的 以其白白送性命 还不如直接跑到山里去躲起来好了 刘五叔 你可见过北蛮人 他们都是骑马来偷袭村落 如果是晚上遇到北蛮人偷袭 男人们跑得快 或许能有几个活命的 但女人孩子老人怎么办 他们怎么跑得过北蛮人马匹 你个小丫头骗子懂什么呀 你可见过北蛮人的凶残 如果他们真杀过来了 我们根本就打不过他们 只能白白送命而已 刘五叔 我一个小姑娘都敢跟北蛮人拼命 我想 但凡是个有血性的欺齿 都不会白白看着北蛮人 来抢夺我们的粮食 更不会白白看着北蛮人血洗我们的村落 看着自己妻儿父母 死在北蛮人的刀下 李正 村里人如果意见不同意 真遇上北蛮人偷袭 我们谁也落不得好处 还请李正拿个主意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 商量了一盏茶的功夫 最终刘三虎让人举手表结 大家如果信得过苏万叔 那就举手 一会儿我就把刀剑分发下去 过几日等常太仙的教头来了 大家一起习武 抵抗北蛮人 萧冠成自然是支持苏万叔的 他第一个举起了手 极客年轻的汉子也纷纷举手 然后是年纪稍微大点的 萧姓长辈 然后是刘家众人 刘中天左右看了看 所有人都举了手 他暗暗咬牙 就算不想举手 也只能举了 他总不能一个人 当那个贪生怕死的人吧 好 既然大家都同意了 那就这么决定了 苏万叔自己拿银子 从常太仙 买来二百把刀剑回来 这些是他白给大家用的 大家用的时候爱惜一些 这一把刀剑价格可不便宜 众人还以为这些武器 都是刘三虎用村里的银子买的 没想到竟然是苏万叔自讨药包 刚才那些对苏万叔 颇有威词的人 一下就收起了自己那点小心思 爹 你这把剑可不是反品啊 这是我在一场跟北蛮人血战时得的战利品 听说是一个将军的配件啊 明天那两位教头不来的话 我先带着村里人练两天 我的剑法也是极为不错的 小石头交给我的飞燕剑法 又我爹交给我的厉害 你个臭小子不知足啊 爹那是在教你打基本功 基本功不好 以后你学什么样的剑法都学不好 还有你这把短剑 你以后还得换长剑用 短剑和你的飞燕剑法并不相配 用短剑你无法施展出飞燕剑法来 我感觉挺好啊 长剑太累赘了 还是短剑能够凸显飞燕剑法的灵力 嘿臭小子还不服气 来咱俩过两招 樊海青说 两个教头三日之内能来南风村 到了第三日早晨 果然看到两个年纪颇大的汉子 徒步来了南风村 村里人听说教授他们武艺的教头来了 纷纷出来看热闹 当他们看到古捷那不苟言下的模样时 心中颇为忐忑 如果跟着这位杀神习武 那还不得练掉一层皮 媳妇 从明天开始 我是不是就可以跟着两位教头一起习武了 应该是 我看两人的武器不同 你应该会跟着木教头一起学剑术 对了 那个飞燕剑法 你可别在他跟前用 那可是人家小石头祖传的 不好太过张扬 我知道 小石头都不知道叮嘱了我多少次了 不到关键时候 不让我用飞燕剑法 小颜 你不是想跟我一起种粮食吗 今天吃饭早 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空间 好啊 你那空间实在是有意思 一会儿 我要亲手种个青萝卜吃 此时的空间内不是一般的热闹 梁匹正在吃草的战马 看到两人打了个响皮 苏丸叔看见这么可爱的小羊羔 忍不住上前揉了揉他的小脑袋 毛茸茸的萌萌羊 手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你不是想种萝卜吗 这是种子 香木炎捏了几粒种子出来 正想挖个坑 只见有几粒种子自己落在农田里 几乎眨眼的公布 小小的种子就落地生根 长出叶片 香木炎看得惊奇 不停地拿种子种植青萝卜 苏丸叔见他玩得起劲 也没打扰他 而是继续整理他的空间 在整理东西的时候 苏丸叔看到了那日 卢西云给他的小布包 刚开始 他还以为是姑娘家 爱看的画本之类的东西 我去 这是什么神仙书 这也太劲爆了吧 不会把腰闪了吧 这个姿势好猛啊 谁能吃得消啊 昨晚叔一副刘老 捞进大官员的模样 翻看手里的画册 整个人都要惊呆了 媳妇 原来你喜欢看这样的画册呀 这是大人看的 小孩子不能看 媳妇 我比你大 那也不行 说话间 苏丸叔赶紧把画册 重新塞回布包里 看这种画册 被香木炎抓了个正着 他尴尬的 都快要用脚趾 扣出三十一听了 媳妇 你也不用藏了 这上面的动作我都见过 而且 我还见过更加劲爆的 刚才你说 劲爆 劲爆两个字 一听就不是这里的 难道香木炎和香炎 两个人的记忆 已经融合了吗 最近好奇怪啊 我的脑海里 出现了好多奇奇怪怪的词 还有一些 我曾经 没有见过的画面 那你说说看 那有些什么样的奇怪事 香木炎想了一下 有些太奇怪的事情 其实他脑子里 现在并不是很清晰 他想要描述 也描述不出来 但有一部分记忆 他却是比较清晰的 我最近 老是梦到 我在河边救人的时候 淹死了 然后 变成了一缕幽魂 四处飘荡 我看到萧素兰 嫁给了一个大伤骨 看到他 把那个人给堵死了 后来他去了京城 虽然 我没有跟着去 但他回南风村 祭祖过 好像成了夫人 他祭祖的时候 排场非常大 丝绸缠绕的树 都有一里地 我还梦到 南风村那边 被北蛮人给踏平了 村里一个活口都没有留下 整个村子 被一场大火 烧了个干净 我还知道 苍启国后来 被北蛮人灭国了 北蛮的王 在京城称帝 改号为北林 苏晚书听萧木炎说他梦境里的事情 他的眉头忍不住微微皱体 真是没想到 萧素兰上辈子竟然这么厉害 从一个农家绣女 竟然能踩着男人的肩膀 最后嫁给丞相之子 这份本事 真真是不简单 苏晚书心中暗想 等熬过了这个冬天 他还是要四处走动走动 不能只蹲在南风村这一片天地里 如果苍旗国灭国 他们南风村 怕是也难独善其身 唉 这个女人太丑了 没我媳妇好看 为什么 我媳妇身上 跟画里的女人不一样啊 唉 好渴啊 怎么回事啊 在空间里也会热吗 萧木炎四处看了一下 一眼就看到苏晚书 封起来的枸杞酒 萧木炎扎巴了一下嘴 有点甜 好喝 我去 苏晚书心想坏了 萧木炎这个棒锤 喝枸杞酒喝多了 媳妇 我怎么感觉 你的空间动了呢 你一直晃来晃去的 你个带卦 明明知道自己酒量不好 还敢喝枸杞酒 我就是感觉口渴 喝了一点而已 萧木炎说话间 脸颊开始微微泛红 心跳也逐渐加速 这种感觉 他有那么一点点熟悉啊 苏晚书见萧木炎 看他的眼神不太对 心中警铃大阵 一个手刀 就把萧木炎给披晕了 两人从空间里出来 苏晚书迷迷糊糊地 睡了过去 睡梦中 好像有个大火炉 放在他身边 只是这大火炉 好似不怎么乖 老是动来动去的 突然 苏晚书在黑暗中 睁开眼睛 一个翻身 就把萧木炎的双手给捏住了 小妍 你又趁小妍喝醉 出来作妖 哎呀 媳妇 你能不能温柔点 我也没作妖啊 我就是想跟你一起练练瑜伽 你一个补品 有事没事出来晃荡什么 我真想弄死你 你脑子里那些不好的思想 已经影响到我家小妍了 苏晚书 你还真是娇气 我和萧木炎 明明就是一个人 你干嘛喜欢萧木炎 讨厌我 难道 我对你不好 因为你性格太烂了 不要以为我忘记了 上辈子你悄悄建了一个玫瑰庄园 想把我关在里面 你觉得这样的事情正常吗 原来你知道 怪不得 我怎么骗你 你都不来玫瑰庄园 我给你建了一个巨大的玻璃房子 中间放了一张大红的床 你不来 真是太可惜了 我看你是找臭 苏晚书一口小拔牙 差点咬碎了 这才把萧嫣给打晕了 以后他一定不会再让萧木炎碰酒 免得放萧嫣这个疯子出来 到了腊月二十七 村里各家各户 不再去常泰县卖蘑菇 而是忙着置办过年的东西 准备好好过个年 萧冠城家里 今年添了不少人 他更是早早就开始杀猪宰羊 准备丰盛的年夜饭 等到了除夕夜 杨家人 萧家人 于婆婆和小石头 还有苏晚书 从山上救回来的那群姑娘 孩子 钱都来到了前院的堂屋里 所有人都坐下来 一起吃年夜饭 大家虽然都不是一个姓氏 但在这乱世中 咱们都能在今天聚在一起 那就是缘分 来 我敬大家一杯 希望咱所有人都能平安喜乐 屋子里一片热闹的景象 不知道什么时候 漆黑的夜空 慢慢落下大片大片的雪花 等屋里的人酒席散去的时候 屋外已经下了四只厚的一层雪 杨桂花和萧奶奶 赵家 拿了各种小吃去了后院堂屋 他们家有除夕手碎 吃饺子迎新年的习俗 所以吃过晚饭 众人没急着回屋睡觉 而是在堂屋里点了粗粗的蜡烛 一起手碎 得 这还开始争宠了 苏婉叔连着切了两大片羊肉 给了旺材和招材 又切了一块拇指大小的羊肉 给黄鼠狼 赶紧吃 这大晚上都吃饱了 赶紧回去睡觉 小叔 你和小颜成婚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还没一点动静 可有感觉哪里不舒服 娘 我年纪还小 过几年再要孩子也不迟 早点生个孩子 娘跟你们一起带大了 你们也能省点心 两个孩子是带 三个孩子也是带 杨桂花感觉自己身子还糠健 把孩子们一口气带大了 苏婉叔也能轻松一点 苏婉叔赶紧把这个话题给岔开 说起开春之后 开看荒田和买地种粮食的事 也不知道开春之后天气如何 如果再跟今年这般变化无常 那日子可就难熬了 不会的 今年肯定是个好年景 人都说锐血赵丰年 咱这边一入冬之后 这大雪就没停过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聊到子时左右 萧奶奶和赵家一起去下了饺子 等吃过饺子 放过鞭炮之后 苏婉叔打着哈欠 为了自己无睡觉 南风村慢慢陷入寂静当中 他们却不知道 有危险正在慢慢朝村子靠近 一队北蛮人的骑兵小队 出现在离着南风村远处的一个山坡上 头领 咱先去那个村子 这边的村子虽然也都受了冻灾 但比边关那几个还是有油水 而且这边村子里的百姓 十之八九都没有武器 他们的粮食我们随便抢夺 就算他们有武器又如何 跟我们北蛮人打起来 苍其国的百姓 我一全能打死两个 在来岁月阵之前 他们已经泄习过两个比较大的村子 手握破风 去二十个人 到这边的大村子 东边去十个人 这两个小村子 估计一会儿就搜刮完了 等把粮食都装上了马车之后 就来这个大村子 这么大的村子 搜刮出来的粮食 怎么也能装个三五车 全听头领吩咐 苍蝇得了命名 带领着那二十个骑兵 朝着十台村那边飞奔而去 而努努亲自带了二十个骑兵 直奔南风村而来 正在萧家屋顶吹北风 打瞌睡的白团团 猛然睁开眼 嗖的一下 从屋顶上跳了下来 白团团 你怎么了 白团团一下跳到床尾 吱吱吱地叫唤个不停 苏万叔脑海中 只出现两个字 北蛮 爹小言 北蛮人来了 是马蹄声 而且人还不少 吵家伙 我去通知村里人 北蛮人来了 大家吵家伙 老人孩子都藏好 一声声铜锣声响彻天际 逼着南风村 还有点距离的奴奴 也隐约听到了铜锣声 没想到 这个村的人 还挺警醒的呀 可惜你们遇上了我 就算跑 你们也是跑不过 我的战马的 村子里一个活口都不了 全都给我杀了 而那二百名 拥有武器的汉子 则是快速到村中的 大槐树下集合 就在众人集合的功夫 苏碗树和肖木炎 两人一路小跑 在入村的两条路上 各放上了两根大木头 肖冠城的眼力非常好 北蛮人的骑兵 刚刚进入他的射城 一支箭破空而出 在奴奴身后的一个骑兵 应声而倒 铁仓尔的威力 还是非常强悍的 今天奴奴只带了 二十人的骑兵小队 她以为自己会切瓜 砍菜一般拿下南风村 谁能想到 还没到村里呢 就死了六个人 都躲起来 这个村子里 有人会功夫 肖冠城三人 从屋顶上跳了下来 带着苏碗树和肖木炎 往村中的大槐树跑 他们故意制造出 大量的声音 吸引北蛮人的注意 果然 奴奴看到有人往村里跑 就知道刚才袭击 自己手下的 肯定是这几个人 她立马下令 朝着村里追了过去 总共就还剩下 十几个骑兵 这么几个人 分散开往村里走 那真是怎么死的 都不知道 苍蝇刚带着人过来 就感觉南风村这边 有点不对 如果是平时 已经得手的奴奴 早就已经把村子点着了 哪里会跟现在 这般安静 你们两个进村子看看 头领还在不在村子 两个骑兵下马 举着火把 慢慢往村里走 当他们看到地面上 满是血迹的时候 心中全都吓得够呛 突然两枚铁仓耳 毫无预兆地 打在两人的眉心处 两人还没反应过来 怎么回事的时候 直挺挺地 躺在了地上 苍蝇骑马站在门口 迟迟不见派出去的 两个骑兵回来 心中就纳闷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见四个汉子 竟然一起 抬起一个 两人抱的大树 朝他这边冲了过来 真是一群愚民 你们以为这样 就能吓退我们吗 说着 苍蝇举起手里的弯刀 朝着香木炎几个人 就冲了过去 就在这个时候 苏万叔骑着小红 从黑暗中冲了出来 他没有拉马缰绳 而是手拿弹弓 朝着苍蝇的面门 就飞了过去 村里人紧随之后 他们不敢上去正面 跟骑兵对抗 但他们可以砍马腿 只要战马摔倒在地 上面的骑兵也会摔下来 这一场战斗结束的时候 所有村民都累得 瘫坐在地上 而香木炎和苏万叔 则是骑着战马 围着村子转了一圈 李政 你们村子也被北蛮人偷袭了 我们村子现在 还是已经被火烧干净了 今天本是除夕 是一个一年当中 最令人开心的节日 可偏偏就是今天 石台村不复存在了 李政 你们村里 可有跑到山上去的 应该是有一些 但黑灯瞎火的 我也不知道 他们跑去哪里了 看来一会儿要专门派人 去山上找一找 现在外面还下着雪 一会儿等雪停了 气温肯定会骤降 不把那些逃命的人找回来 他们怕是熬不到 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 小哥 我想问问 咱医馆这边收不收药材 唐玉看了一眼 眼前皮肤略有些黑的姑娘 这姑娘有一双灿弱星辰的眼睛 笑起来的时候 隐约还能看到 两个浅浅的小酒窝 唐玉心想 拥有这般干净笑容的姑娘 不应该如此黑丑啊 完全是下意识里 唐玉悄悄看了一眼苏婉叔的手 当她看到苏婉叔 那双白嫩嫩的小手时 立马心中了然 原来这姑娘是给自己的脸 使了手段啊 这姑娘还真有意思 哦 收药材的 姑娘里面请 她有点猜不透 香木炎的身份 只看眼前的姑娘发迹 是小姑娘的双锤迹 不像是已经成婚的 但她身后跟着的年轻公子 实在是跟得太紧了一些 唐玉把苏婉叔和香木炎 引到后院的花厅里 给两人上了茶 这才问起药材的事情来 我是岁叶芝那边的医女 懂得一点医术 这是我自己配的 治疗风寒的药包 这是药方 唐玉很是惊奇地 先拿起药方 她实在是没想到 眼前的姑娘 竟然是医女 苏婉叔写了一首 非常好看的 簪花小楷 这让唐玉 更是高看了她 不知道姑娘这药方 可是自己书写 是我自己写的药方 但这药方 是我师父传给我的 说是治疗风寒 效果非常好 以前我们村里 得过一场比较厉害的风寒 后来大家都是 喝这个药方治好病的 这些药材 都是我们在附近山上挖的 品质非常不错 唐玉是唐征的嫡长子 她自小跟着唐征 学习医术 辨认药材 她把切碎的药材里 放在嘴里咬了一下 就知道这药材的品质如何 看这包药材倒是不错 不知道姑娘是否能保证 其他药材 也都跟这些药材 这般品质好 唐公子 我这次总共带来 一百包治疗风寒的药材 你可以随便从这一百包里 抽取几包验货 如果有一包质量不好 这些药材我全部赔给你 行 那不知姑娘这一包药材 需要多少银子 还是唐公子给出价格吧 我这还是第一次来水林城 对这边的价格并不是很清楚 这样啊 我们店里治疗风寒的药 都比较便宜 像普通老百姓喝的药材包 都是几百文 哪怕是姑娘这种上好的药材 也不过是三两银子一包 苏婉叔一听药材如此便宜 心想 果然保人堂这边 比其他医馆更有人心 可苏婉叔并没有因为 药材价格比较便宜 就不想卖给保人堂这边 恰恰相反 她十分想让唐玉这边 收她的药材 因为唐玉这边药材卖得便宜 每天出售的药材数量 肯定十分惊人 她把药材量走起来 那村里人可就有活干了 我这边虽然只卖 三两银子一包药材 但我们保人堂 一天能卖出好几百包 如此一个月下来 数量还是非常庞大的 姑娘薄利多销 不会耽误姑娘赚钱的 那也只能这样了 我们那边遭了灾 家里没有粮食吃 希望这些药材 能让我们村里人渡过难关 两人客套了几句话 苏婉叔又把冻疮膏拿出来 唐玉打开竹筒指纹了一下 就知道这确实是治疗 冻疮膏的药膏 而且品质非常不错 这次唐玉连问都没问 直接给苏婉叔报了价 一两银子一盒冻疮膏 唐公子是个爽快人 那我现在就去拿药材 和冻疮膏过来 小颜 我怎么感觉你今天不怎么高兴呢 我讨厌刚才的那个唐公子 他看你的眼神不对 小颜 你看我这张脸这么黑 这么难看 谁眼下会来注意我呀 那我不管 下午你不许来 我跟唐公子商量药材 和冻疮膏的事 好 那我就在外面等着你 那个唐玉敢打他媳妇的主意 简直就是做梦 媳妇是他一个人的 谁也别想抢走 水灵城的好东西 不是一般的多 红木的小炕鸡 来自南方精致的刺绣屏风 还有那漂亮的断面被褥 苏婉叔恨不得 把整个水灵城 都塞到自己空间里 掌柜的 你们这一床蚕丝被多少钱 哎呀 姑娘可别上手摸呀 这一床水蓝色的断面蚕丝被 可娇贵呢 五十两一床 万一刮坏了就不好了 回头他得想个办法 把空间里的残碱 变成蚕丝被 他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棚呢 苏婉叔只在水灵城逛了一天 就感觉这里处处是商机 天色慢慢暗了下来 苏婉叔正和肖木炎 商量着看去哪玩 只听街道上传来一阵惊呼声 大家快让开 马受惊了 傍晚的街道上人来人往 有人来不及躲闪 互相撞在一起摔倒在地上 一时间整个街道乱作一团 不少沿街的小摊贩 摊位都被别人给撞翻了 肖木炎见马车离他 还有三四米的距离 突然飞身踩着一个摊贩的独轮车 猛地飞了起来 稳稳落在马车上 就在此时 站在路边的苏婉叔 看到一个三十岁的小姑娘 被人群冲到马路中央 苏婉叔连考虑都没考虑 一个箭步冲了上去 汤倒在街道中央 小女孩的娘亲 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 哭嚎着跑过来 紧紧抱着小女孩 苏婉叔揉了揉 小女孩的发顶 安慰了她几句 那个小女孩的娘亲 也是个知理的 你们快起来 只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 老先生 你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摔倒 苏婉叔也不再多言 直接上前帮老者把脉 这一把脉不要紧 老者身上竟然中了三种毒 苏婉叔心想 眼前这位老者 怕是个身份不简单的 媳妇 老先生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 街上人来人往 苏婉叔并没提 苏婷奕中毒的事 身上的骨头没端 就是扭伤了脚 小公子啊 刚才多亏你出手 否则在下 怕是不死也要丢半条命啊 老先生 我被你去医馆看看吧 苏婷奕看了一眼已经死透的马匹 没有拒绝肖沐妍的好意 不过 他也没让肖沐妍背他去医馆 而是让肖沐妍帮他叫了一烂马车过来 说来也巧 苏婷奕要去的医馆竟然是保人堂 苏婷奕见肖沐妍如此热情地帮助苏婷奕 心中很是欢喜 果然他没有看错人 肖沐妍哪怕已经不再吃傻 但他那颗纯善之心 却从来没有变过 一行人来到保人堂 苏婷奕张口就要见唐征 自然是见不到的 唐玉过来本想劝几人去排队 没想到竟然看到苏婉叔和肖沐妍 而且苏婉叔身上还沾染了不少麻血 吓得唐玉赶紧上前查看 受伤的是老先生 不是我媳妇 肖沐妍这句话 让唐玉心中悲喜交加 喜的是苏婉叔没有受伤 悲的是苏婉叔竟然已经成婚了 唐玉长这么大 第一次喜欢一个姑娘 可这个喜欢刚刚冒出来一点萌芽 就被现实给掐灭了 唐公子 请把这块玉佩给唐大夫看一眼 他自然会见在下 他双手接过玉佩 神情复杂地看了苏婉叔一眼 没有耽搁 赶紧去里屋找唐征 往屋里走的时候 唐玉只感觉脚上有些虚浮 鲜闹的医馆内 好似突然安静下来 他只听到自己一颗心 扑通扑通地乱跳 而站在医馆门口的苏婉叔 看着唐玉的背影 心中暗响 这位唐公子 莫不是生活太过精彩 他怎么感觉 他走路的时候 有点下盘不稳 正在给人看诊的唐征 在看到唐玉手中的玉佩时 整个人呼的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 由于动作太猛 唐征的手臂磕在桌角上 他也顾不上手臂上的疼痛 急匆匆地来到医馆门口 迎接苏婷义 苏 苏大哥 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 此事说来话长 一会儿进屋 我们仔细再说 两位啊 谢谢你们把我送过来 以后如果你们遇上什么困难 只管拿着这块玉佩 来包人堂找唐大夫 唐大夫肯定会帮你们的 苏婷义把刚才给唐征 看到的那块玉佩 转手就送给了香木炎 顺带还给两人一张银票 说是让苏婉叔买新的衣裙船 香木炎傻愣愣地接了过来 根本就不明白这块玉佩代表着什么 聪明如苏婉叔 他相信他们肯定会再见面的 于是苏婉叔让香木炎把玉佩收下 说了几句客套话 他们就先走了 经历了昨天的伤心欲绝 唐玉再次看到苏婉叔来的时候 已经重新调整好心态 自己喜欢的人既然已经成婚了 那他会祝福他的 萧夫人 萧公子 里面请 唐玉也不跟苏婉叔绕弯子 直接跟苏婉叔订了两千包药材 和一千个洞窗糕 昨天家父看过萧夫人的药材 说药材品质非常好 我们以后在医馆这边出售的价格也能高一些 让我按照三两银子一包给萧夫人 行 不知道下批药材你什么时候要 如果姑娘方便 十日后先送五百来 等所有的都送过之后 我会再跟姑娘订下一批药的数量 南风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人 别说两千包药材了 就算是两万包 苏婉叔也能给他干出来 唐公子 不知道苏爷爷的病情如何了 苏伯父只有四十几岁 可一点都不老 苏婉叔听唐玉抱了苏婷奕的年龄 心中吓了一跳 他头发都花白了 可一点都不像四十几岁的人 难道是他身体内的毒素 影响了他的容貌 他本就是个爱研究各种毒药的 现在看到苏婷奕身上中了三种气毒 说实话 他心中好奇的不行 昨天我送苏伯父过来的时候 不小心碰过他的脉搏 我感觉他身体并不是很好 好似中毒了 因昨天走得匆忙 我也没仔细给苏伯父把脉 昨天回去之后 我一直惦记着此事 也不知道苏伯父是否真的中毒了 萧夫人 你能看出苏伯父是中了什么毒吗 苏婉叔摇了摇头 昨天他只匆忙中给苏婷奕把了一下脉 并没仔细查看 萧夫人 你稍等 我去去就来 医馆后院 唐征正在给苏婷奕下银针 三十六根银针 扎在苏婷奕的脊背上 所有的银针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瞬间变得乌黑 苏大哥 被你下毒的这人 心思真够歹毒的呀 这么多毒素堆积在你身体里面 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一直不停地折磨着你 不管是朝廷里还是朝廷外 不知道多少人想让我死 只是我没想到 最终要我性命的人 会是我身边的秦人 脾气往事 苏婷奕心中 犹如万以事要一般难受 因为给他下毒的人 是他曾经最宠爱的平基 爹 苏伯父 要不让萧夫人过来帮忙看看 说不定能看出到底是三种什么毒 知道是什么毒 咱也好对症下药 没想到苏姑娘还有这段本事 看来我们也是有缘 唐月 你去把他们请过来吧 苏大哥 你中毒这事 不是说不能外传吗 哎呀 没事 这里离这京城远着呢 没人知道我的事 苏姑娘 你可看出 我到底是中了什么毒啊 暂时只看出一种 是天罗鬼草 另外两种 我还需要再确认一下 苏婉叔在确认苏婷奕身上 有天罗鬼草毒的时候 心中满是惊讶 苏婷奕竟然中了跟原主一样的毒 什么时候 天罗鬼草 这么容易得了 一旁的唐征 在听到天罗鬼草的时候 也是一愣 他二话不说 就出去拿了一只活蜈蜈蚣回来 那蜈蚣在吃了苏婷奕的鲜血之后 瞬间就死透了 不过蜈蚣的尸体 却在他死后 慢慢变成妖艺的蓝色 果然是天罗鬼草毒啊 苏姑娘 我知道 你可有办法解毒 我是有解毒的法子 只是 苏姑娘 有什么话还请直说 我这要来得也不容易 下个有点贵 苏婷奕和唐征 提听苏婉叔竟然是担心银子的问题 两人齐齐凶了一口气 苏姑娘 你只管开口 我苏某人虽然是个粗人 但苏某家里还是有点严谴的 苏姑娘 这里是一千两金子 他能说 他只想要一千两银子吗 那这金子 他收还是不收 媳妇 你把药给苏伯父吧 香木炎都这么说了 苏婉叔也不再纠结 大大方方地把金元宝收了 苏伯父 你把这个喝了 苏婷奕连想都没想 端起此碗 就把里面的药汁 一口气喝了个干净 姑娘 你要如何解毒啊 现在就已经开始解毒了 我的解毒要非常霸道 一会儿有可能反应比较大 大家千万别害怕 等苏婷奕连收拾妥当 再次出现在暖阁 已经是一个时辰之后的事了 苏姑娘 多谢你就再下一秒 我还是那句话 姑娘有什么事 只管拿着玉佩来找唐大夫 他定然会帮你的 苏伯父 你给我那么多金子 咱俩清了 苏婉叔和香木炎 从医馆出来 天已经黑透了 两人没接受 苏婷奕的邀请 一起吃晚饭 这会儿肚子都饿了 媳妇 咱去哪里吃饭 还去喝牛肉汤吗 那点出血 我们赚了这么多金子 自然是要去水灵城 最大的酒楼 好好吃一顿 这怎么可能 只要银票 又不是要现银 怎么可能拿不出来啊 苏伯父 银楼的掌柜说 苏家的银楼 已经连着亏损了六年 如果不是上面 一直给钱添补亏空 水灵城的银楼 早就关门了 哪里还能拿着书银子 苏婷奕这脸色 瞬间变得难看起来 这些年 他自己打下多少基业 自然是心中有数的 看来他那好平息 早在很多年前 就在为自己打算了 唐城啊 明天一早 我就启程回京城 苏大哥 你身上的毒刚刚解开 现在就长途跋涉地回京城 会不会太劳累了呀 我现在浑身都有劲 二十来岁的小伙子 怕是都比不上我 第二天一早几乎同时 苏婉叔和香木炎 从西门出城 苏婷奕从东门出城 双方虽然是相反的方向 但很快 他们还会见面的 于是两人赶了一天半的路 终于在吃午饭之前 赶回了南风村 还没走到村中呢 马车周围围满了人 村里人七嘴八舌地 询问苏婉叔水灵城那边的情况 当他们听说水灵城那边无比繁华 并没有受到太大灾害的时候 众人心中 弦都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水灵城没事 以后他们不往常泰线走 就可以去水灵城卖蘑菇了 李赵 这是我买蘑菇换粮食的账本 我开水灵城那边 兔子肉比较便宜 想着大家好久没见灰星了 就自作主张买了一些 大家看着要 如果不要 我就把兔肉全拿回家吃了 宛叔 小颜 辛苦你们了 这边交给我就行 你们赶紧回去休息一下 苏婉叔和肖母岩 一人背了一个 装满东西的杯楼 一路快步走回家 娘 我回来了 杨桂花的肚子有六个月了 看起来比普通的孕妇肚子 却要大一些 她听到苏婉叔的声音 很是高兴地从堂屋里出来 小叔回来了 娘可要担心死你了 娘 我和小颜都会功夫 不会有事的 我给你带了好东西 走 我们进屋看 你爹和你叔去山上打猎了 这都开春了 山上的冰雪还没有融化的迹象 村里人都害怕今年小麦怕是要绝产 整个村都在忙着赚银子 换粮食呢 长泰县那边不是有难民闹事 但咱村里为了卖蘑菇 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昨天村里组织了三十来个撞小伙 一起去长泰县卖蘑菇 就这样他们还遇上抢劫的 唉 是啊 幸亏咱村里的男人都跟着两个教头习武 否则怕是有人回不来了 奶奶 北蛮人没再来吗 怎么没来啊 不过他们也是学聪明了 咱挖的壕钩伤了他们几匹战马后 他们也不敢贸然打进来 只是村前的那几户人家倒霉了 那些北蛮人不敢进咱村 就把箭头点了火油 往村里射 本来咱村里的房子就不够住的 还被北蛮人烧了十几个院子 奶奶 那咱山上的院子呢 北蛮人只偷袭村子 咱后山上一片荒凉 再者他们站马上不去 现在还好好的 苏万叔微微点头 现在好可不代表以后 不行 他回头得去山上撒点药 谁敢对他的房子下手 他就要了那人的性命 众人吃中午饭的时候 苏万叔把关于去水灵城卖药材的事 跟家里人说了个大概 但他没提一千两金子的事 他倒不是故意隐瞒金子的事 而是害怕万一此事不小心传出去 那又是一串麻烦事 中午刚过 刘三虎那边已经把粮食分完了 他给萧家这边的粮食和兔肉 也都留了出来 并亲自送了过来 李正 我这次去水灵城 还接了个卖药材的营生 我这边出药材 咱村里人帮我处理好了 然后包好 我支付给村里人工钱 只是这个工钱怎么付 还要李正拿个主意 苏万叔这话说得滴水不漏 他虽然在村里也有点小名望 但刘三虎管理村子多年 在村子里的声望还是非常高的 而且他出来乍到 对这边雇佣工人的工钱 不是很熟悉 让刘三虎帮他出个价格 最是稳妥 不过刘三虎并没着急 回答苏万叔的问题 而是问起苏万叔 这一路上去水灵城 有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危险肯定是有的 从南边逃亡 去水灵城的难民 比去常泰县的难民要多很多 我和小妍这一路过去 几乎是隔三差五 就在路边看到冻死饿死的人 甚至还有人一子二十 如果不是我们两人的马车跑得够快 这一路上还不知道会被多少难民围攻 而且水灵城那边 入城的费用也非常高 一个人要二辆银子 一辆马车要三辆银子 你和小妍以后去水灵城送药材 也是充满危险很不容易 你算算你这边需要多少人 按照一个月五百万工钱算就行 李正 这个价钱是不是太低了 哎呀不低了 好年轻的时候 一个壮劳里在镇上做工一个月 也就一两银子的月钱 现在这样的年轿 别说是给五百万了 就算是给二百万 满大街都有难民愿意做 李正 不如工钱 还是按照一两银子一个月 我这边中午再管一顿午饭 现在我就要五百包药材 我家里的人手也挺多的 那就先从村里找十个年轻人吧 后面我做的药材多起来 我们再慢慢加人 他和保仁堂那边 以后肯定会长期合作 除了风寒药 苏宛书还会再想想其他的常用方子 用不了多久 他的生意就足够养活一个村子了 宛书啊 你给这么高价格 那你就赚不了多少啊 李正 就这么说定了 明天你直接叫来人来我家吧 我现在就收拾院子 好让大家干活 刘三虎见苏宛书如此执意 也就答应下来 他从萧家离开 一路走回家 把前村的人都在脑海中过了一遍 选了十个家里情况不是很好的年轻人 过去帮苏宛书 苏宛书那边中午馆炖饭 也能减轻那些人家的吃饭压力 媳妇 这都两日了 白团团怎么还没有回来 不着急 他估计是玩疯了 这才忘记回来找我们 没一会儿功夫 提到白色的小影子 在红色瓦片上快速闪过 只见白团团 从嘴里吐出来一样东西 白团团 你这金叶子是哪里来的 苏宛书从白团团的叫声中 隐约听出 他好像发现了一个 放满金叶子的地方 白团团 你在前面带路 两盏茶的功夫 马车停在一个 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宅院后面 白团团蹲在一块石头台阶上 朝着两人叫了一声 嗖嗖地往下跑 这是一条建在假山里的暗道 白团团 有石门挡着你是怎么进去的 白团团很是高傲地 摇了摇自己雪白的大尾巴 嗖地一下跳起来 两只后爪一起踢在一块 毫不起眼的石砖上 只见刚才还稳如泰山的石门 慢悠悠地打开 一箱一箱的银元宝 很是随意地四处堆放着 甚至有一面墙 全都是用银砖起的 苏万叔上前查看了一眼 那墙壁至少有四个巴掌那么厚 这一面墙的银砖 怕是有几十万两吧 媳妇 这些银元宝 没有任何的刻印 是自己私住的 也不知道这是谁的宝库 竟然存了这么多银子 我们再找找看 或许还有其他东西 媳妇 你看这边还有账本 苏万叔打开账本一看 心中凉了半截 他一直猜不透 这个院子和这些金银珠宝 到底属于谁 但看过账本之后 他终于明白了 这个院子和这些金银珠宝 都属于镇南大将军赵靖 他自己的城池 他自然是最熟悉了 轮番几年四处抢劫下来的银钱 全部被他融掉 自己重新筑了这些金条 银条 从最近的账本看来 南方不少城镇遭了血灾 那些所谓的难民抢劫 也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为的就是名正言顺的抢劫 苏万叔看到每一次安卫队 都会送几千两几万两银子来水灵城 苏万叔整个人写得手指都微微颤抖 这些银子里 到底沾染了多少难民的血呀 账本上除了记录安卫队 四处搜刮的银子账目 还记录了赵靖购买铁器 两丝兵的账目 一个将军购买大量铁器 那目的不言而喻 赵靖这是已经做好了造反的准备了 媳妇 此地不宜久留 要不你把这些带回去看 嗯 所有东西全部带走 苏万叔大手一挥 把暗室里所有东西 全都清理了个干干净净 就连一把木头椅子 他也没给赵靖留下 媳妇 你要怎么处置这些金砖银砖 总不能真放空间铺路吧 自然不是 这些钱财 全部是赵靖从老百姓手里搜刮来的 自然还是要归还给老百姓 事与怎么还 我要好好想想 两日后 赵靖那边才收到消息 宝库被偷了 可那会儿封城已经来不及 他宝库里的金银珠宝 什么时候丢的都不知道 想要茶都无从茶起 赵靖原本还想依靠这些银钱造反 现在好了 钱没了 他想造反都造不成了 范小将军 我有一样东西给你 苏万叔也不废话 直接就把账本给了范海青 苏姑娘 你这账本是哪里来的 范小将军 这账本的来历 你就不要多问了 你只需要知道 赵靖这人心思不好 他敢偷虎福 敢跟北蛮人做交易 怕是早已经有了不该有的心思 苏姑娘 此事事关重大 还请你万不可外传 我知道 范小将军 要跟赵靖一同这种牧守关 还要请将军多加小心 本来应该今天启程前往慕宁关 苏万叔以来 范海青直接下令 前面已经开拔的大部队 原地等待他的消息 范海青必须去找他爹商量一下 西元姐 你说不会是那个赵靖自己从慕宁关 放了北蛮人过来吧 这 不能吧 也有可能苟机跳墙了 赵靖与北蛮人做交易 无疑是与虎谋疲 双方只要一点谈不统一 北蛮人是什么事都能做出来 不行 西元姐 我琢磨着范小将军 此去慕宁关 赵靖肯定没安好心 慕宁关实在是太危险了 我得多给你一些药 对了 那个赵靖如果敢对你们起坏心思 你直接找机会把人堵死 他这种卖国贼 多回一天就说要费空气 好 这些毒药我全都留下了 小叔 我听说南方那边好多地方都乱了 现在有不少难民北上 今年年景也不知道如何 你如果遇见困难 可以来慕宁关找我 好 你那边有什么事也可以来找我 说不定我也能帮上忙 卢西云知道苏婉叔 一直关注着萧素兰的动向 在苏婉叔没来常泰县的时候 卢西云悄悄派人盯着萧素兰 这会儿苏婉叔来 他正好把萧素兰的事 说给苏婉叔听 说起来这个萧素兰 也是有几分本事 那个叫叶建青的 也不知道被萧素兰 灌了什么米魂汤 竟然出银子 带着萧素兰一家北上 去了京城 他什么时候走的 这一点苏婉叔倒是没有料到 萧素兰简直就是打不死的小强 不管在什么样的困境当中 他都能找出办法 让自己苟活 就在两日之前 本来我想派人把他们拦下来 但萧素兰实在是一脑袋的心眼 他竟然使用了障眼法 等我的人反映过来的时候 他们家的马车 早已经从北门出去大半天了 离开就离开吧 我和他早晚还有对上的那一天 不管如何 他都不会让香木炎梦中的事情发生 至于萧素兰嫁给丞相之子的事 苏婉叔倒是想看看 萧素兰都是残花败柳了 还有什么本事 能让丞相之子娶她 还有一事 萧素兰不是还有个妹妹吗 也不知道萧素兰对她做了什么 听说她的脸毁了 一路北上的时候 萧云脸上都沉着白色的纱布 看起来十分的吓人 苏婉叔在心中打了个问号 萧素兰那人无力不及早 她把萧云藏起来 肯定另有其他隐情 不过现在她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萧素兰那边暂时是管不了 萧素兰那边暂时是管不了 菩提寺离着咱这边 不是上千里路吗 你和小颜怎么去啊 奶奶没那么远 我打听过 菩提寺离着我们这里 有八百多里地 一切顺利的话 一个来活差不多要十天功夫 萧奶奶沉默了一会儿 还是点头同意了 她也害怕苏婉叔身 是唯一的线索断了 小叔 你什么时候启程 奶奶多给你准备一些吃的 留着路上吃 这几天 我把各种药赶一赶 然后带着药 先去水林城交货 再从水林城去菩提寺 这次出去 路上怕是要耽搁一些时间 到时候家里这边 还要爹和奶奶帮我盯着 只要这边奶奶会帮你盯着 你也要速去速回 你娘的肚子越来越大了 奶奶希望你娘生孩子的时候 你能再跟前 奶奶放心 我会早去早回的 苏婉叔准备了两天东西 就和肖木炎一起启程了 两人骑快马 先去水林城交货 然后从水林城南下去菩提寺 他们往菩提寺走 还要再跑至少两天的路程 可是降低马速之后 周围的难民动不动 就会上前乞讨 遇上人多的时候 两人不敢停 只能避开 但遇上人少的时候 苏婉叔见难民实在是可怜 也会给他们一些吃的 如此一路走了两天 关道上突然出现了一道 用木头搭起来的墙 七八个壮汉在木头墙跟前晃荡 他们有的人手里还拿着刀剑 看起来很是不好惹 当苏婉叔和肖木炎 出现在关道上的时候 几个壮汉齐齐看向他们 大哥 来大女了 你们看到了没有 马上的小娘子出了黑点 干干净净的还不错 一会儿都别跟我抢啊 我都好久没有成过 这样的小娘子了 大哥下手可轻点 哥几个也别好久了 好说好说 媳妇 现在怎么办 我去把那些拦路的杀了怎么样 他们这些人 手里不知道沾了多少的血 我杀了他们 也算是替天行道了 我们先君子后小人 如果他们想送死 我们也不拦着他们 小妈 你哪里来的 想从我们这边走 可是要给过路费的 我们是从水灵城而来 不知道 你们要多少过路费 先拿一百两银子 让哥儿几个用用 银子我是没有 命倒是有一条 有本事就来拿吧 小子 你有种 今天小爷我就教你做人 说着 小个子男人拿着刀 就朝着萧沐岩冲了过去 没一会儿 地上躺了一片人痛苦的哀嚎 至于众人嘴里的那个所谓老大 在看到萧沐岩 如此强悍的战斗力之后 放下两句狠话 就逃之夭夭了 小爷 擦擦手 媳妇 我们走吧 苏婉叔以为沐墙那边的景象 跟这边都差不多 但当他绕过沐墙之后 还是被眼前的一切 吓了一跳 只见有几十个难民 被用绳子捆在一个大树下 杨兰这些难民 都是路过这里的普通老百姓 他们之所以被保 是为了去庐陵城 当苦力建护城河 这条护城河已经修了三年 前面两年修的时候 还给粮食和银子 大家也都愿意去 可今年遭灾了 赵将军说城里没粮食和银钱了 让我们去当白宫 我们饭都吃不上 快又饿死了 谁还会去修护城河 本来我们想着北上乞讨 混口饭吃 可谁能想到 走到半路 竟然被这些劫匪给绑了 我们这才知道 赵将军找不起 修护城河的白宫 就四处买难民 去修护城河 一个难民一百文铜钱 那些丧尽天良的劫匪 就为了这一百个铜钱 把我们往火坑里推 我们一家老小九口人 一起出来的 被这帮劫匪抓住之后 爹娘和孩子 全都被他们杀死了 只剩下我和我兄弟 我那妻子 一路乞讨得了风寒 他们说她干不了重活 直接一刀要了她的性命 兄台 怎么称呼你 我像孟 明大容 媳妇 咱能不能收留这些难民 他们这个模样 就算乞讨走到水灵城 怕是也活不成了 行 我这就让小麻雀 给家里送个笑 让李政先把人安置下再说 随后苏万叔 便把南风村的具体位置 说给这些难民听 我们村子靠近大山 倒是能讨口吃的 但我们村子不要懒汉 如果谁想着去混吃混喝 趁早掀了这个念头 谢苏姑娘的救命之恩 以后我们孟大容这条命 就是苏姑娘的了 小言 你就不害怕我们救回去的这些难民 全都是好吃懒做的人 万一他们去我们村子不干活 只想等着咱们接济怎么办 如果他们好吃懒做 就把人撵走 我们的粮食 都是拿汗水换来的 听什么让他们白吃 可这么多人 你怎么知道谁干活了 谁没干活 你总不能每天都守着吧 媳妇 你比我聪明 那你说说 该怎么安置难民啊 这个其实很简单 我们给他们少量的粮食 让他们有个缓冲期 在这期间 他们可以去山上挖野菜 可以在村里找活干 只要足够勤快 肯定不会饿肚子的 最多也就半个月 好吃懒做的人 就会露出他们恶劣的嘴里 他们没有粮食吃 肯定会到村里找我们 到时候 谁是勤快的 谁是好吃懒做的 一目了然 你们是哪里来的 又要去哪里啊 军爷 我们是从岁月镇而来 准备去菩提寺上乡的 那护城军 仔细地翻看两人的路影 眉头微皱 当下世道这么乱 你们就为了去 菩提寺上乡跑这么远 我夫君的祖父 得了不治之症 这才来菩提寺上乡 希望佛祖保佑 能让祖父挺过这一关 护城军见苏婉叔 一副快要哭了的模样 也算是信了他的说辞 卢领城近一个人 要交十两银子 苏婉叔暗暗咫舌 一个人要十两银子的 进城费 这不如直接当劫匪得了 不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苏婉叔很是爽快地 掏了二十两银子 给护城军 不管是苏婉叔 还是香木炎 这都是第一次来卢领城 都让开 都让开 苏婉叔顺着声音看过去 只见一排十几辆 装满粮食的马车 从街边路过 大娘 这些粮食是做什么用的啊 不会是接近难民的吧 赵将军那么有势力的人 怎么可能接近难民 这些粮食 都是给军中将士准备的 这样啊 那卢领城 肯定住扎了不少护城军吧 反正是不少 苏婉叔听掌柜说 是军粮 也就没再多想 不管在哪里住扎 军粮都是要准备充足的 很快 苏婉叔就找到了一家 卖粮食的米面铺子 他进去一打听这才知道 卢领城的粮食 真是天价 一斤玉米都要一两银价 一斤大米 竟然要一两五百文 这边的物价都出奇的高 小颜 我们去找个人打听一下 我总感觉 卢领城处处透着古怪 我也是猜不透 这边的粮食这么贵 为什么贫苦老百姓们 不愿意离开 他们还有生活在这里啊 路边的小摊贩 是打听事情最好的地方 老伯 城里东西都这么贵 你们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啊 我也想离开呀 两年前 我两个儿子就争取了修护城河 一直没放回来 如果我敢离开 我两个儿子就回不来了 我看城外 有些村落里还有人居住 难道他们也是因为有家人 在修护城河 这才没有离开吗 是 除了修护城河的 还有被抓去冲军的 大家有亲人在军中 谁也不敢私自离开 只要一走 在军中的亲人必死 苏丸叔心中 暗暗唾起召见 他用这种铁血手段 去管理一个城池的老百姓 无疑是自掘坟墓 老百姓不拥戴他 以后出现什么事情 他是要吃大亏的 老伯还有一事 我这才来卢岭城 没有两个时辰 就看到好几波 运送粮食的马车队伍 赵将军竟然能运来粮食 为什么城内粮食的 价格还那么高 茶水滩的老伯 私下看了看 见没有人注意到他这边 他这才压低声音 告诉苏丸叔实情 我听别人在外面传 说是赵将军趁乱的时候 让他手里的兵族 假扮劫匪 四处掠夺 离着我们这边 四百里地的一个大富户 好似得罪了赵将军 听说不过两日的功夫 那富户一家一百多口人 一夜之间让人杀了个干净 他们家囤了几十万斤粮食 准备在开春的时候高价卖出 结果一个铜板没赚 让赵将军全都给抢了 这么大的事情就没有人管 嘿 谁管呢 我们这一片都归赵将军管 就算支州知道是赵将军抢的 他们也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只能忍了 以前宋万叔只以为赵将军是个卖国贼 为了自己的义己私利 什么都能卖 现在他对赵将有了新的认知 他又刷新了自己的下线 媳妇儿 找个赵将军 有那么多粮食做什么 朝廷会拨给他军粮 他抢那么多粮食 又不给难民 难道自己留着发霉吗 这个就很简单了 你仔细想想 做什么需要用大量的粮食 香木炎被宋万叔 乱得有点脑子打劫 突然香木炎灵光一闪 少敬仰的私兵 对 他这是早两年就有想要谋反的意图了 我说嘛 这么一个铺城池 为什么还要挖那么大的护城河 应该是赵敬想要以鲁岭城为中心 起兵 他的护城河不是为了防南蛮人的 是为了防朝廷的起兵 小妍 你想不想试试我的空间有多大 啊 香木炎有些猛 不明白苏万叔这是什么意思 呆瓜 赵敬搜刮了那么多粮食养私兵 我们自然是不能让他如意 咱把他的粮食全部给偷了 明天一路去菩提寺的时候 咱就送一路的粮食 这个主意好 白团团 你天天吃吃喝喝 也好活动一下了 我现在交给你个任务 你在城里看看哪里的粮食最多 白团团点点头 搜的一下 从苏万叔的手里窜了出去 苏万叔收拾好空间的功夫 香木炎已经烧好水泡好茶 准备好苏万叔要吃的饭菜 小妍 你怎么就能如此贴心呢 香木炎被苏万叔突然袭击 一张脸仗得通红 赶紧吃饭 白团团 一会儿就回来了 知道 如此纯真的男孩子 还真是可爱啊 找到地方了 前面带路 白团团身轻如燕 在屋顶上跑得都快要起飞了 刚开始苏万叔以为 赵敬会把粮食藏在他的将军府 可白团团在城内左拐右拐 并没起将军府 而是进了城内一个很不齐远的大院子 那些被搜刮来的粮食就放在这个不齐远的大院子里 苏万叔抓了一把睡觉箱 随手撒在院子里 随着微风吹过 院子里行逻的护城军 毫无预兆地突然就躺倒在地上 他上前踹了一个护城军一脚 只见那人睡得都打呼噜了 搜 搬粮食 粮仓里 全都是马放整齐的粮食 苏万叔大概看了一眼 有大米 小黄米 麦子 玉米 甚至他还看到高粮 赵敬真是丧尽天良啊 那真是一口吃的都不给老百姓留啊 弱大的院子有二十几个屋子 全都被苏万叔偷了个干干净净 前几天苏万叔偷了赵敬的宝库 今天他又把赵敬的粮库给偷了 也不知道赵敬知道之后 会不会气得吐血而亡 明天一开城门咱就走 别关了城门 咱走不方便 第二天一早 苏万叔卡着时间点 早早就起床了 他原想着一开城门 就和香木炎一起离开 免得多生事端 结果等两人起床 准备出城的时候 城门却没有要开的迹象 看来 他想要低调的出城 怕是走不通了 小妍 我们在这里再等一天看看 如果城门一直不开 我们就另想办法 媳妇 我倒是有个主意 说说看 是什么 卢岭城的城墙 虽然看起来 修得很结实 但肯定有狗洞之类的地方 我们只要找到 顺着狗洞钻出去 就不需要等城门开了 一些平民区 离着城门比较远 平日里很少有护城军 到这边来巡逻 久而久之 有几个狗洞 也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这么小的狗洞 我们也钻不进去啊 我们再往下扩大一些 不就可以了 城墙的砖石比较结实 萧母岩没有碰 而是拿着匕首往下挖 他很有一把子力气 没一会儿功夫 就在狗洞下面 又挖出一个半米深的大土坑来 等两人出城之后 苏婉叔并没把狗洞填上 而是找了一些枯枝烂叶续演着 他总感觉 以后或许能用得到这个狗洞 没找到粮食之前 谁也不能开城门 如果云莹床长 各杀勿论 早已经出城的苏婉叔和香木岩 可不知道庐岭城内 已经乱成一段 两人骑着马 继续南下赶往孤亭子 为了给难民分发粮食 苏婉叔和香木岩 特意放了一辆马车出来 他们装了满满一马车的粮食 苏婉叔赶着马车 让香木岩分发粮食 一见人少的地方 他们就丢两三袋粮食下去 遇到人多的地方 那就丢个十袋八袋粮食 马车一直在不停地跑 里面的粮食分完了 苏婉叔就再从空间里 拿出粮食把马车填满 有些人分到粮食之后 会朝着马车消失的方向跪下 给他磕三个响头 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如此频繁的送粮 拖慢了苏婉叔的行程 本来上午就应该到菩提寺 结果这一路走下来 一直到下午天色渐晚的时候 才看到菩提寺 有人在吗 施主是来上香的吗 我不是来上香的 我是来找住持的 不知道他在不在 施主请稍等 他马上就要知道自己的身世之谜了 也不知道他当年到底是被爹娘遗弃的 还是被王翠偷出来的 不管怎么样 现在他终于要给自己 或者给原主一个交代 媳妇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 我都在你身边 你别害怕 男人一身袈裟 竟是苏婉叔认识的 玄义大师 正是贫僧 我已经在菩提寺 等候施主多时 苏施主 这就是当年你询问过 关于缝制五宝贝 历年来菩提寺上香施主的名册 苏婉叔看着那个珠红色的小册子 手都有些微微颤抖 他做了两个深呼吸 才伸手接小册子 册子并不厚 他大概看了一下年份 这本册子 记载了最近二十年来 祈求缝制五宝贝 铜钱的香客名字 苏婉叔一目十行的 翻看到自己被捡到的那一年 为了防止弄错了 他还特意看了 前后两个年份 说来也巧 其他年份 倒是有不少人 来祈求缝制五宝贝的铜钱 偏偏那三年之中 只有一个人来祈求过 缝制五宝贝的铜钱 穆宝云三个字 看着虽然很是陌生 却让苏婉叔莫名红了眼 这个人肯定就是他亲娘了 在名字后面 只写了京城人士 再无别的信息 但有着人名 这就足够了 为了保险起见 苏婉叔又把属于 菩提寺的那几个铜钱 拿出来给玄义大师看 这确实是我们菩提寺的东西 当年苏氏住的娘亲 应该是亲自从京城来的 她来的时候 身边跟着十几个随从 在菩提寺 迟宅半月才离开 玄义大师 你说我娘如此诚心 为我祈福 可为什么我出生之后不久 就被人丢弃在山野中 苏施主 有的时候你眼睛看到的 耳朵听到的 都不一定是真实的 既然你心中有疑惑 何不亲自去京城 许你亲生娘亲问个清楚 据我所知 你是你娘亲的第一个孩子 你娘亲 现在应该还很年轻 玄义大师的言外之意 苏万寿的娘 肯定还活着 当年牧师主 还和我师父提过 说是很期待你的到来 她成婚三年无所出 你爹扛着家里的压力 一直没去窃视 她也盼望你的出生 玄义大师 我能否见见你的师父 问问当年我娘亲的一些情况 早在几个月之前 菩提寺周围几个城池闹 劫匪的时候 我师父带领菩提寺众僧人 就百姓于水火 他已经和我的师兄们 化作尘土 回归西方极乐世界 苏万叔愣了一下 他是万万没想到 菩提寺原先的住持 竟然为了救难民死了 被劫匪洗劫的菩提寺 只剩下十几个僧人 玄义大师 你们也北上吧 来我们南方村生活 我要守着菩提寺 等待菩提寺再次辉煌 苏万叔的任务完成了 也就没在菩提寺多耽搁 趁着能看清山上的路 就先下山了 不过在临走之前 苏万叔悄悄放了 十麻的粮食给玄义大师 希望他真的能等来 菩提寺再次辉煌的日子 媳妇 如果你想去京城 我可以陪你一起去 暂时还是不去了 村里人还等着我们回去呢 眼前最要紧的 是帮着村里重建家园 干嘛突然送我一枝桃花 我娘说 女子都爱花 我送你桃花 希望你高高兴兴的 媳妇 别皱着眉 都不好看了 小爷谢谢你 我收到桃花之后 心情果然好多了 公子 你可要挺住啊 再有两日 我们就能到水林城了 苏万叔纯属好奇 走过去一探究竟 这位公子中毒了 你们别围在这里 他都快无法呼吸了 他脉搏雷弱 眼看就要没生息了 姑娘 你能救我 我家公子 自然 在下包衍山 请姑娘帮忙 救我家公子一命 苏万叔一边 从药袋里拿出解毒丸 一边询问年轻男人 是怎么中毒的 原来受伤的这位公子 姓楚明阳 是靠近南疆那边 一个小城富商的儿子 他们出门经商 路上遇上了劫匪 他们为数不多的 一点行李和银钱 都被劫匪抢没了 只见附近山上 有人挖野菜 也就跟着一起去挖野菜 结果在挖野菜的时候 他就被一条毒蛇给咬了 现在已经被咬两日了 我们想去水灵城 给我家公子解毒 可谁能想到 这毒如此厉害 我家公子吃了解毒药之后 都没什么效果 有我在 你家公子死不了 苏万叔用银针 封住楚阳的心脉 这才去解他脚上 缠着的纱布 如果是普通人 遇上这样的毒 怕是早就死了 好几个来回了 楚阳竟然能坚持两日 这只能说明 他的解毒药 跟他的解毒丸 效果不相上下 好了 我估摸着 再有半日的功夫 楚公子身上的蛇毒 就能完全清除 当他在吃下苏万叔 给的解毒丸之后 非常明显地感觉到 浑身上下 有一股暖流在流淌 苏姑娘 你救我一命 这株草药送给姑娘 感谢姑娘的救命之恩 楚公子 你这株冰玉果 实在是太过贵重 我本不应该要 但我极为善于种植药材 只要给我一点时间 我就能培育出冰玉果来 公子可以来我们南风村找我 我可以再给公子 一株冰玉果 随后楚洋询问了一下 南风村怎么走 就和苏万叔约定以后 等他的脚稍微好一点 他们就启程往南风村走 小妍 你这是怎么了 拉着一张脸 满脸都写着我不高兴 媳妇 你为什么叫楚洋去我们村 那个楚洋 一看就是个小白脸 万一她是个坏心肝 可怎么办呢 小妍 你有没有发现 你现在会的词 可越来越多了 你现在竟然还知道小白脸 媳妇 你别打岔 你是不是也觉得 楚洋长得好看 楚洋再好看也比不上你 你放心好了 在我眼里 你是最好看的男人 那媳妇 既然觉得楚洋长得不好看 为什么还要让她去我们村 我如果说 我感觉楚洋也会医术 而且本事不俗 我想跟她切磋切磋你信吗 肖母言眨了眨眼睛 随后摇了摇头 苏万叔气得够呛 直接给她来了个暴力 难道她看起来就那么好眉色吗 万叔和小妍回来了 马车缓缓停在石门外 万叔 小妍 你可回来了 这些日子不停地有难民 到我们的村子外 我都好几日没敢开石门了 李正 你通知一下村里所有人 让大家聚集在一起 每人先发五斤粮食 这么多 你只拉回来两车粮食 哪里够这么多人分的 李正 你这块分好了 粮食绝对够 很快 南风村里所有人都聚集起来 苏万叔让人排好队 先领粮食 李正 外面的难民 咱也全都让他们进村吧 也是按照一人五斤粮食 先发下去 至于住的地方 让门外的难民进来之后 就让他们暂时先住在那边乱石滩 等发完粮食 清点完人数 我们再商量怎么住的问题 万叔 让这么多难民进来 能控着恶数吗 我们村里就这么点人 李正 你只管放心 我让他们进来 自然有办法让他们不闹事 刘三胡叹了一口气 勉强答应下来 李正 这些难民我们要分开管理 不能就这么全都聚集在一起 把所有难民按照一百人一队分好 然后再按照每队选出来的大队长 小队长 以后村里下达什么事 直接告诉大队长就行 不只是难民要如此管理 就算是我们自己的村子 还有那些来投奔我们的村民 全都要如此分 咱村子里现在大多数都是破旧的房子 趁着这个机会 咱就给全村都换上新院子 刘三胡听苏婉叔如此一说 吓了一跳 他第一个想法就是 这得花多少银子 李正 咱这山上不缺石头 也不缺木头 至于青砖 我就不信咱村里这么多人 就没有一个会烧砖的 数次东西都有了 盖房子也就没什么愁的了 那这些东西都不用银子 不用 回头我再买一些粮食回来 有这些粮食在 咱整个村子也就转起来了 整个南风村 突然在这个春末忙碌起来 所有人都为了能够过上好日子而拼搏 村里人忙着开荒种田 重建家园 谁也不感觉苏婉叔 突然拿出这么多粮食来 有什么奇怪的 小哥 你们村里 挖这些黑色的淤泥做什么 我们村里 肥窝的上田比较少 婉叔说 河里的淤泥晒干之后 混合着家庭的粪便 能当肥料用 就算是新开啃出来的荒田 也能长出非常不错的粮食来 楚阳听着刘玉江 讲述苏婉叔改良农田的事 心中暗暗佩服 没想到年纪这么小的苏婉叔 不仅医术厉害 竟然对种植也如此精通 你先在这里等一下 这会儿 这会儿 婉叔带人上山去了 一会儿 我会跟他说 有人找他 在下幸处 还往兄台 帮我报一下名字 行 一会儿 我会跟婉叔说的 媳妇 你想种什么毒草 我帮你来种 让我想想 这么大面积 肯定要种比较厉害的 在山上转悠了一上午 宁静中午的时候 苏婉叔一行人才下山 婉叔 有一个叫楚阳的难民 刚才说想要见你啊 是吗 人在哪里 哦 就在安置新难民的帐篷那边 苏婉叔早就等了楚阳好几日 他们这么久没来 他还以为楚阳不会来了 跟在苏婉叔身后的香木炎 见苏婉叔那么急切地去见楚阳 心里很是不爽 那小白脸有什么好看的 他媳妇走那么快 也不怕摔跤 楚公子好久不见 多谢上次 苏姑娘的救命之恩 在下又来叨扰苏姑娘了 楚公子 你给我冰玉果三两清了 你不用老是惦记此事 楚公子你竟然认识冰玉果 我想你肯定会读术 等你在这边安顿下来 回头我们切磋一下读术怎么样 自然是可以的 楚阳倒是没隐瞒自己会读术 欣然接受了苏婉叔的提议 苏姑娘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 我带了我家那边的茶叶 想请你一起品尝一下 行 楚阳用桃罐烧水煮茶 竟让苏婉叔想到一句话 偏偏家公子 佼佼事无双 虽然楚阳用的桃罐桃碗 都是极为普通的茶具 但在他手里 却全都变了样子 我家靠近南疆 那边的茶叶 跟这边略有不同 苏姑娘尝尝看 味道如何 苏婉叔只感觉到 成亮的茶汤入口香醇 味道很是不错 好茶 苏姑娘 留着难民接济他们粮食吃 这个我能理解 可现在 他们刚能填饱肚子 怎么就让他们 盖这么好的院落 难道不应该 拿出大把的时间 去寻找其他的食物吗 这么多难民如果不做事 只等着我接济他们 就算我手里 有再多的粮食 也是不够的 你看 同样是我拿粮食 接济难民 但现在所有的人 都有活干 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就可以不用 拿粮食接济他们 那时候他们 不仅能自己赚吃的 还有漂亮屋子住 这多好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 但如果一家子 没有男人 只有妇人和孩子 怎么办 这样的家庭 暂时我也没办法 全都照顾过来 只能当那些 能够盖起院子的人 全部搬进院子住之后 我再想其他办法 安置他们 楚阳听苏婉叔说 难封寸的情况 心中对苏婉叔的了解 又增加了一层 别看苏婉叔温温柔柔 但他绝对是个 有成算的 并不会因为一些小事 而心软坏了规矩 媳妇 该吃中午饭了 一旁一只 没怎么说话的香木颜 见楚阳 喋喋不休 说个没完没了 他就有点不耐烦 被香木颜这一提醒 苏婉叔才发现 已经是中午了 于是苏婉叔起身告辞 先和香木颜起身回家 回家之后 苏婉叔揉了揉 有些饿的肚子 刚才喝茶喝得有点多 这会儿肚子好饿 楚阳那边 应该跟他差不多情况 想到这里 苏婉叔去厨房 拿了一些腊肉 和水牛奶馒头 让香木颜给楚阳送过去 非清非故的 干嘛非要给楚阳送吃的 咱俩喝了人家 那么好的茶 自然是要表示表示 苏婉叔让香木颜 给楚阳送了一些吃的 等香木颜回来之后 苏婉叔明显感觉到 香木颜很不爽 这是怎么了 我怎么闻到一股很大的醋味 媳妇 以后不许 再送给任何男人东西 这可不行 我以后还要孝敬爹呢 难道也不给爹东西了吗 那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苏婉叔见香木颜那一脸纠结的模样 顿时笑得不行 喜欢吃了午饭 我们一起去山上 种野 薔薇和迷神花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小秘密 您可要帮我保密 你不是说 要种有腐蚀作用的 吞噬藤吗 我空间里暂时没有 下午去山上的时候 我们在山上找找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两株 我拿铁锹 帮你挖吞噬藤 行 被苏婉叔三两句话安抚好的香木颜 高高兴兴地去吃午饭了 苏婉叔跟着楚阳一起学习了两日 楚公子 你这针酒技术不错呀 咱俩能交流一下吗 两人说起各自的针法来 周围的一切都被屏蔽在外 如果不是太阳落山 这边只能依靠篝火照明 两人怕是还要继续说下去 程公子 以后我让人送来蜡烛和饭菜 咱俩继续研究研究 苏婉叔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楚阳 根本就不舍得走 苏姑娘 我嗓子都说哑了 咱们缓和一下如何 那我们休息一个时辰 吃点东西叮叮肚子 说着 苏婉叔不等楚阳拒绝 随手拔掉自己胳膊上的银针 准备起身拿一些吃的过来 楚公子 你先休息一下 我去去就来 小叔 你这是干嘛 娘没事 我把这些东西 送去楚公子那边 晚上我不回来吃晚饭了 也有可能会晚点回来 你早点睡 说着 苏婉叔就把东西 全都放在马车上 让肖木炎帮忙 赶马车把东西送过去 杨桂花忧心忡忡地 看着马车驶出院门 幻成 小叔跟那个楚公子 是不是走得太近了 桂花 你别胡思乱想 小叔的品行你还信不过吗 还是说 你感觉咱们儿子很差 配不上小叔啊 杨桂花一想也是 香木炎现在也不吃傻了 而且这一年 她好似又长高 长壮实了一些 嗯 是我多想吗 苏婉叔为了学会 楚阳所会的银针绝技 晚上一直和楚阳 丙烛夜谈到深夜 也不知道喝了多少壶茶 扎了自己胳膊多少次 苏婉叔终于心满意足地回家了 如果苏婉叔用半年时间 学会她的银针绝技 她只会感觉苏婉叔 天资聪贵 如果苏婉叔用一个月 学会她的银针绝技 那她会认为苏婉叔是个学医的天才 可现在 苏婉叔只用了半天的功夫 就已经熟练掌握她的银针绝技 甚至还举一反三 寻找出能够让人全身麻痹的学位 这份本事让楚阳惊为天人 在她看来 苏婉叔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楚阳躺在可以看见星空的破帐篷内 只感觉心中鼓鼓掌掌的 有什么东西刺痛了她的心 第二天 苏婉叔早早就过来 跟着楚阳和其他药农 一起学习种植药材 楚阳连着说话时间太长 嗓子沙哑得厉害 苏婉叔为了跟楚阳 多说一下药材的事 毫不犹豫地 把稀释过的二阶灵泉水 拿给楚阳喝 这是苏婉叔第一次拿灵泉水 给除了亲人之外的人喝 媳妇 明天开始 你的家里陪着娘 我去跟楚公子 学习种植药材 你又不知道 我想知道什么药材 小妍你不要添乱 回到家的苏婉叔 赶紧拿出笔墨纸燕来 把今天从楚阳那边 得来的药材和药方记录下来 肖木颜见苏婉叔不搭理她 她心里很是憋屈 一个人跑到院子里去打拳 在堂屋里做针线的杨桂花 把小两口的争吵 全都看在眼里 她心中略有些着急 却没去掺和 她是当婆婆的 这个时候越是掺和越乱 只是杨桂花 看着院子里的肖木颜 一脸怒气地练着拳 心中很是心痛 等苏婉叔把今天接触到的 药材和药方 全都记下来的时候 过去快半个时辰了 她这会儿才知道 肖木颜一直在院子里打拳 小妍 一会儿就吃晚饭了 你别练太久 嗯 肖木颜应了一声 却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苏婉叔只以为肖木颜 想努力提升自己的功夫 也就没有多想 转身就去了厨房帮忙 一直到晚上睡觉 苏婉叔虽然绝出肖木颜 因为楚阳的事情感到不高兴 她却没过多解释 苏婉叔本就是洒脱惯了 她感觉自己根本就没错 她和楚阳互换了各自学的医术 又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如果这样 肖木颜都感觉受不了 那以后日子还怎么过 她总不能为了肖木颜 以后再也不跟其他男人接触吧 第二天 苏婉叔照样早起去找楚阳 楚阳感觉自己脚好的差不多了 就想跟苏婉叔一起去山上看看 这边的药材种类 跟我们那边相差挺大 说不定我们运气好 能挖到比较少见的药材 苏婉叔一想也行 纸上谈兵 肯定没见到食物来得好 于是她欣然答应了 两人随便带了一点中午吃的东西 就一起去山上了 依我看 苏姑娘就应该嫁给楚大夫那样的少年郎 宋婶子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呀 我一早就看到 楚大夫和苏姑娘 一起去山上采药了 她那四个美艳的丫鬟她都没带 你们这些长舌妇是不是太咸了 还是饭吃得太饱了 再让我听见 你们在背后议论我媳妇 我把你们全部赶出我们村子去 下午在城墙上的肖木言 很是心神不明 她努力回想着自己和苏婉叔的点点滴滴 那会儿她脑子还混混沌沌的 她隐约记得 当她看到苏婉叔那双明亮而有倔强的眼睛时 她就认定了苏婉叔是她媳妇 是她想要保护的人 后来她的脑子更加清明了 她也更加坚定了这个想法 再说 两人已经拜堂成亲了 有婚姝文蝶 他们是夫妻 谁也别想拆散他们 夕阳夕下 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 苏婉叔和楚阳这才从山上走下来 两人也不知道聊到了什么 苏婉叔脸上满是笑意 肖木言只感觉 苏婉叔这个笑容扎了她一下 媳妇 我借你回家 楚公子 那我先走了 好 肖木言和苏婉叔同骑一匹马 急速飞驰在田间小路上 楚阳看着两人慢慢远去的背影 唇角一勾 她很想跟肖木言一战怎么办 如此好的苏婉叔 只有她这样的男人才配得上 肖木言只是一山野莽夫 她怎么配得上苏婉叔 媳妇儿 你明天还跟楚阳一起去山上采药吗 嗯 明天再去山上碰碰运气 今天我就挖了两桌在咱这边被忽视的药材 南北差异 有些药方也有了偏差 哼 有趣 苏婉叔想起从楚阳那边得来的新知识 整个人都是兴奋的 他这人没什么爱好 就喜欢研究医术和读术 现在遇上楚阳这样志同道合的人 苏婉叔自然是想多跟他交流交流 那明天我跟你一起去山上 以正明天也要带一些人去虎口山对面的山上看看 请说那边以前种植了很多的果树 他们想去看看 那些果树有没有冻死啊 那明天我们也去那边看看 小妍 咱现在走到哪里了 我们这边离以前的十台村不远了 这样啊 咱这边的山林实在是太茂密了 我走得迷迷糊糊的 三人顺着扬长小道 在山林中四处寻找药草 突然苏婉叔停住了脚步 小妍 你有没有闻到一股血腥味 苏婉叔站在一处大石头上四处张望 寻找刘三虎一群人的踪迹 或许是双方刚才走得太远 又或许是森林中的树木太过茂密 苏婉叔找了半天 也没看到刘三虎一群人 媳妇 我来看 北蛮人来了 而且人数众多 媳妇 你护着楚公子 为南风村 我去救理政他们 不行 你一个人 怎么能对付了那么多北蛮人 我跟你一起去 时间紧急 苏婉叔也来不及跟楚洋解释 只能让楚洋 顺着这条洋长小道一路下山 往南风村的方向走 楚洋这边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肖木炎和苏婉叔两人 就朝着北蛮人所在的大概方向冲了过去 你们最好自己走出来 否则 我们就乱剑射死你们 给我放剑 我倒是要看看 不过是几个农户 能有多硬气 小炎 我们把人引走 明白 肖木炎手里的夺命袋 无药钱一般朝着鹅山丢了过去 给我把这两个小兔崽子抓起来 我要让他们胡马分尸 鹅山一声令下 四面八方的北蛮人 朝着苏婉叔和肖木炎这边冲了过来 可才跑了没一会儿功夫 两人竟然迎面 遇上了受了重伤的刘三虎和其他几个村民 小炎 你背着李正先跑 我断后 媳妇 你带着李正他们先走 我断后 你们谁也别想走 罗塔 去把他们全部都给我杀了 李正你们先走 我们拖着北蛮人 我说了重伤 走不了了 万叔 以后村子就交给你了 说话间 刘三虎抹了一把唇角的血迹 听尽所有力气 挡在了肖木炎的身前 罗塔手里的九环刀 硬生生地砍在了刘三虎身前 他半条胳膊 直接被九环刀削掉 最后刀身 竟然卡在他的身体里 走 苏婉叔紧咬着唇 拉起已经吓傻的村民 就往相反的方向跑 刘三虎把自己的性命都豁出去了 就是为了保护南风村的村民 他苏婉叔 坚决不能让刘三虎失望 苏婉叔见他带着几个村民已经跑出来 他毫不犹豫地转身回去接应肖木炎 等苏婉叔返回去的时候 肖木炎手里的短剑 早已经被罗塔一切两半 小燕 跑 苏婉叔拿出夺命袋 朝着罗塔这边丢了过去 小燕 今天我们必须把这些人全部留下 如果让他们逃回去 我们就麻烦了 媳妇 我打不过那个罗塔 打不过 我们就置去 北蛮人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的弓箭手非常强悍 哪怕两人身险猛节 还是被弓箭射伤了 一个小娃娃罢了 我还以为有多厉害呢 兄弟们 赶紧给我捉活的 别把这小女娃给弄死了 一会儿我留着还有大用 你们都给我去死 苏婉叔连想都没想 就把这些药粉 洒在他身边的北蛮人身上 随着药粉的洒落 刚才和一脸得意的北蛮人 瞬间面目争鸣 小妍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一直紧闭双目的萧木炎 微微睁开眼睛 他朝着苏婉叔淡淡一笑 苏婉叔 你怎么哭了 苏婉叔一下就反应过来 眼前醒过来的人是萧妍 而不是萧木炎 怎么是你 看到我很失望吗 真是没良心的 苏婉叔 这估计是我最后一次跟你说话了 你别说话 这次之后 他怕是就会跟萧木炎的灵魂 彻底奢合 苏婉叔 爱这个字 我已经说得烦了 你老是感觉我不真诚 我以我的生命起誓 我萧妍 跟你苏婉叔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的 我都知道 前世 苏婉叔虽然不怎么喜欢萧妍 但她的存在 也给她带来了不少欢乐 现在这个人为了救她 不惜燃烧尽自己的灵魂 萧妍伸手去摸苏婉叔的脸 她想在自己最后时刻 记住苏婉叔的容貌 却没想到伸手触碰到苏婉叔的眼泪 能让苏婉叔为了她哭 她此生也值得了 苏婉叔带着昏死过去的萧木炎 进了空间 给萧木炎又喝了一点三千灵泉水 过了好一会儿 她才慢悠悠地醒过来 媳妇 那些北蛮人呢 以前全被你杀死了 刚才那个罗塔那么厉害 我怎么杀死她的 罗塔的力气可没你大 时间一久她就没力气了 小妍你别想这些了 你感觉怎么样 是她是否恢复了一些力气 今天 刘三虎为了救人死了 萧妍最后一丝残魂 也为了救她没了 在这乱世当中 生命真的好脆弱 苏婉叔和香木炎是真累坏了 现在终于回到安全的家中 两人全都精神一松 早早吃了饭 上床睡觉了 南风村的村民却睡不着了 但凡是有头有脸的人 现在全都聚集在祠堂里 商量心理症的人选 偌大的南风村 每天都有一堆事情要做 没有主事人肯定会很乱 最终选来选去 在高秋生的提议下 大家一致认为 选苏婉叔当心理症 最是妥当 苏婉叔这一年来的所作所为 大家都看在眼里 所有人都感觉 苏婉叔肯定能担得起 理症这个职务 苏婉叔早晨起来刚洗完脸 萧冠成就过来告诉她 她已经成了新的理症 她成为南风村有史以来 第一个女理症 也是第一个外姓理症 苏婉叔本想推辞 她自己的手里事情也不少 当了理症怕是要更加忙了 但最终她也没推掉 不过身边多了四个管事 李正 这些都是从北蛮人身上 搜挂来的东西 高叔 你在村里找找 看有没有人会打铁 我们悄悄把这些刀全都融了 然后给村里人 打一些趁手的武器 这个好说 咱们村里 就有打铁手艺不错的 我现在就让人织炉子 还有这些金银 你也全融了 不要露出上面的印记 然后都分给村里出力的人吧 特别是死了人的家里 多分一点 高秋生点了点头 钱都硬了下来 李正 昨天是楚大夫回来报的信 虽然他后来 没跟着我们一起去处理北蛮人 是不是也应该分他一些银子呀 你看着来就行 楚阳实在是太过文弱了 他没反护去帮忙 苏婉姝也并没怪罪他 毕竟就他那身板 不添乱就不错了 哪里还指望他能杀敌 经过山奥那一场生死之战 苏婉姝迫切地需要提升自己的武力值 他只依靠自己的那些毒药 是远远不够的 三街灵泉水入口 苏婉姝只感觉 浑身上下轻飘飘的 整个人都好似要灵魂出窍一般 约莫一盏茶的功夫 苏婉姝终于重新掌握了身体 小颜 我们去找木教头和古教头 苏婉姝非常明白 现在的香木炎就是一把没有开封的宝剑 打磨好了 他或许会明阳天下 打磨不好 怕是就要蒙尘 两位教头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帮小颜再引荐为师父 你正 我们两个的功夫都是在军中学的 能教给小颜的实在是不多了 不过 我听说 在慕宁关那一边 有一位苏教头 功夫非常厉害 不过 这位苏教头 轻易不教人见术 苏婉姝一听慕宁关 立马想起范海卿和卢西云两人来 他去找范海卿的时候 正好去拜访一下这位苏教头 说不定 他能收香木炎当徒弟 苏教头在家吗 黑乎乎的房门被打开 一个身穿教头黑衫的中年男人 从屋里不疾不徐地走出来 苏政天 今天中午又喝了不少酒 面对这样的苏教头 苏婉姝在心中打了一个问号 这真是传说中武功高强的苏教头吗 小娃娃 你找我有什么事 赶紧说 别耽误我喝酒 苏教头 我是从岁月镇来的 姓霄 明目炎 我想拜苏教头为师 请苏教头 教授我功夫 每天想拜我为师的人 多了去了 我可没那闲功夫 收那么多资质平庸的普通人 想拜我为师 也行 只要能在我手底下过三招 我立马就收了你 既然苏教头如此说 那明日一早 我来找苏教头讨教 哪有那么麻烦 现在就可以 你今天喝了酒 就算我剩了你三招 也是胜之不无 苏政天没想到 姓霄言还能说出这番话来 以前过来拜他为师的人 可从来没管过 他是否喝了酒 你小子别这么多事 赶紧放马过来 我一只手就能把你给溜倒 刚开始苏政天还没把肖木炎 当回事 但两人在交手之后 苏政天瞬间打起精神来 刚才两人手臂碰手臂那一下 震得苏政天久都醒了 胳膊更是隐隐作痛 好小子 你还真有靶子力气啊 来让我看看你除了力气 还有什么本事 电光火时间 两人已经过了五六招 肖木炎除了刚开始 对苏政天来了个出其不意 压着他一下 后面两人过招 基本都是苏政天 压着肖木炎在打 嗯 不错 还会飞燕剑法 可惜只学了个皮毛 比于老头那可差远了 两人你来我往 打了将近一盏茶的功夫 苏政天这才停下手来 不错不错 身子骨倒是非常适合练功夫 但你年纪有点大 又成亲了 没了童子身 以后想要把功夫练好 可没那么容易了 苏教头 我还是童子身 好 好 只要是童子身就好 以后秦家苦练 成就肯定不会比那些 练童子功的差 苏丸叔没想到 号称很难缠的苏政天 竟然如此简单的 就同意收肖木炎为徒弟 师父 以后小炎就是你徒弟了 平日里 他就应该孝敬着你 有什么事 你只管吩咐他去做 千万不要跟他客气 这些都好说 媳妇 你拿两只山鸡出来 我去烤了 师父只喝酒不吃菜 那多没意思呀 吃两只山鸡哪里够 我再拿一些羊肉和枸杞酒 肖木炎做饭的手艺 还是非常不错的 四菜一汤 外加一壶枸杞酒 这顿中午饭 那是相当的丰盛 一个人在屋子里 喝酒的苏政天 早就探头探脑地 看向肖木炎这边 他做的饭 实在是太香了 本来不怎么饿的苏政天 此刻只感觉 肚子饿得咕咕叫 苏师父尝一尝 我的手艺如何 苏宛叔拿来酒杯 亲自给苏政天 倒了一杯酒 橙色犹如琥珀一般的 枸杞酒 刚从酒壶里倒出来 就能闻到一股 浓郁的酒香 好酒 好酒 这里边 应该还放了不少 昂贵药材吧 苏师父猜得不错 枸杞酒里面 确实放了几位药材 这酒劲够足的 师父 你尝尝 我做的酱花鸡 味道如何 苏政天平日里 日子过得清苦 他喝酒的时候 十次有九次没菜 就那么空口喝 像今天这般风盛 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木崖 来给为师满上 为师还能喝 媳妇 我把师父送回去 香木炎掺着苏政天 把人送回茅屋 又给他拿了一床 新被子过来 给他盖好 这才离开 媳妇 你坐这歇会儿 我来收拾 没事小爷 过两日我就会难封存了 你在这边 跟着苏师父习武 咱俩怕是一时半会儿 也见不上面了 我知道 我把米面 放在书房那边的箱子里 现在天气热了 新鲜的肉 我也不给你多留了 几只野鸡 你放院门口圈养着 嘴馋了 你就杀之机打打牙计 我再给你放一些 腊肉和青菜 青菜不够吃 你只管去买 贵就贵点吧 这些吃用 我估摸着 也足够你用一个月了 都用得差不多了 我再来给你送 媳妇 我一点都不想跟你分开 又不是很久 最多一个月 我就会来看你的 别 从南风村来慕宁关 这一路上也不太平 你还是不要来回跑了 我这边得空 会回去看你和娘的 两个人腻腻歪歪 虽很是不舍 但最终苏婉叔 还是要走的 不过苏婉叔走的时候 不是一个人走的 而是带着刚刚生了孩子 没多久的卢西云 去南风村生活 倒是没问题 只是我们那边生活艰苦 不知道西云姐 能不能习惯 弟妹无妨 我让苏妈妈 把这府里的丫鬟 扑付 全部带去 这么多人帮忙打理 总不会亏着西云的 平时两人在一起的时候 苏婉叔倒是没什么感觉 可自从两人分开之后 苏婉叔明显地感受到 他对肖木炎的思念 以前 苏婉叔还怀疑过 自己对肖木炎的感情 现在他算是明白了 自己这个绝顶聪明的 是真的喜欢上一个小呆瓜 放下锄头拿起刀剑翻身上吧 我们南风村的村民 那就是最骁勇善战的战士 高管师 你这边刀剑打造得怎么样了 北蛮人的弯刀打成了刀剑 损耗还挺大 阿田师傅估摸着 能打九十把刀剑 这几日 已经打了二十把大刀 三十把长剑 打铁师傅们 还在奋力地赶制 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 就能全部打完了 那柄九环刀不错 你让打铁师傅 帮着打一把长剑 回头我给小颜送过去 他一直没什么 趁手的武器 我早就安排人熔炼了 也不知道 那九环刀是什么材质的 这都烧了两天了 刀身还没有完全融化 大家有了武器之后 还是要多跟着木教头和古教头 习武才是正事 以后我们南风村的村民 放下刀剑 拿起锄头 我们就是善于种植的农户 放下锄头 拿起刀剑翻身上吧 我们南风村的村民 那就是最骁勇善战的战士 只有我们自己变强 才能保护我们想保护的一切 宛硕 你放心好了 村里那群皮小子 我会盯着他们习武的 不只是习武 过些时候农忙过去了 所有人都要开始学认字 只有认字了 以后才会活得明明白白 啊 还要认字呀 刘玉江别的不怕 就怕读书十字 他年纪小的时候 村里有个老秀才 也不要村里人家的树修 免费教孩子们十字 那会儿刘玉江宁愿去山上砍柴 也不愿意跟着老秀才十字 没想到时隔多年 他又要面对十字这样要命的事 刘叔 以后村里肯定会有很多生意要做 如果大家都不认字 出门被人骗了 怕是还要帮人家数钱 所以认字和习武 都是同样重要 奶奶 你听我说 刚才我给我娘把脉的时候 明显感觉她肚子里的 两个小奶娃心跳过快 这可不是好兆头 小叔 你说要怎么做 我全听你的 我现在就去熬催生的汤药 你帮我多准备一些热水 还有我这些刀具 全都放到滚开的水中 煮上一花 桂花 你忍着点 有小叔在 你和孩子肯定不会有事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刘玉江带着几个人找上门来 他得知杨桂花在屋里生孩子的时候 那真是比萧冠城还着急 管叔 城门外 来了一群岁月镇那边的村民 他们说 他们被一支起义军给抢了 现在日子过不下去 想要来投奔我们呀 你看我们收不收啊 刘叔 先不要着急放村民进来 你就说我这边有事忙不过来 让他们等着 娘 我已经看到孩子的头 我喊一二三你就用力 杨桂花疼的脑子都一片空白了 试了两次之后 苏婉叔还是动了刀 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 苏婉叔又不敢下针 最终 只能硬生生给杨桂花测切了 第一个出生的孩子是个男孩 哭声非常响亮 苏婉叔把孩子交给萧奶奶 让赵家把早已准备好的参汤 给杨桂花喝上几口 第二个孩子个头稍微小一点 前后不过一盏茶的功夫 也就生出来了 两个孩子安稳地降生 杨桂花的身体也没有大碍 对于萧家来说 那就是天大的喜事 娘 你先休息一会儿 我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 城门那边还有一群村民等着他处理 他得赶紧过去看一眼 婉叔 你可来了 外面那些村民全都跪在城门外呢 刘叔 外面总共有多少村民 怎么又有两百多人 大多数都是老弱妇孺 苏婉叔站到城墙上放眼望去 果然看到不少人跪在石门外哭号 这些人当中 怎么没有年轻力壮的男人 全都是妇人 这也太奇怪了些 有没有主事的 我是长华村的李正李峰 这些都是我们村的人 前两日我们村子被劫匪给洗劫一空 大家都没了活路 就去碎叶镇讨生活 谁能想到 碎叶镇从来不关的大门 就在我们眼前关上了 我们在碎叶镇大门口哀求了两日 都饿云了好几个人了 碎叶镇的大门也没打开 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这才求到南方村这边来 希望你们能行行好 给我们口饭吃 我们也不要多 一人能有一斤粮食就知足了 你们可怜 我们就要给你们粮食吗 别说一人给一斤粮食 就是一粒也没有 想吃白食 门都没有 就赶紧走 别在这里碍言 求求各位旧苦旧难的菩萨 救救我们这些穷苦人吧 小叔 我刚才已经问过了 长华村风平可不怎么好 小叔 我是长华村隔壁村的 对长华村略有了解 嫂子你来认人 下面那个站着的老头 可是长华村的李正 是 李老头没错 小叔 这个李老头是个黑心肝的 长华村上三四百户人家 全都被他霍霍得不轻 当年我有个小姐妹叫盈儿 嫁去了长华村 被李老头的儿子看上了 非要拿他当妾室 都说好女不嫁二夫 盈儿不从 李老头那桑金天良的儿子 用了墙 还把人所拆房里 盈儿也是个硬气的 直接就在柴房撞墙死了 你是不知道 柴房都是泥坯房子 想要撞死不容易 盈儿的夫君去收尸的时候 他额头都撞烂了 最后盈儿夫君受不了 这样的打击 抱着盈儿的尸体跳河死了 从那以后 长华村的名声就坏了 附近的村子 没有人敢把女儿嫁过去 他们村里的人有钱的 就出去买媳妇 没钱的就用抢的 反正是从根上就烂透了 你可千万不要放他们这些人进来 嫂子 谢谢你跟我说这么多 我心里有主意了 姑娘 我们真的是长华村的村民 还请姑娘发发善心 救我们于水火之中 都给我闭嘴 我们南风村没有多余的粮食 接济给你们 你们还是走吧 姑娘 据我所知 前段时间 你们这边刚刚收留了一群 从南方逃难过来的难民 那些外地来的难民 你都能收留 我们都是罪业震打 你怎么就不能给我们口吃呢 我收留的难民 都是手无寸铁的普通老百姓 而你手里可是有刀剑的 你老头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心里打的是什么小算盘 你们村里那些 没有来的青壮年男人 这会儿都藏在附近山头吧 你 你胡说 我有没有胡说你心知肚明 今天哪怕是你们在这里 好哑了嗓子 磕破了头 我也不会心软半分 更不会给你们粮食 肥肉就在眼前 却只能看不能吃 这让李峰非常气愤 苏婉叔懒得在这里浪费时间 他叮嘱大家 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不准开尸门 小叔 这样能行吗 萧冠城刚才看到 那么多妇人和孩子 跪在城门外 他其实已经动了侧影之心 爹 你不用担心 像李峰那样坏了心肝的人 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走人 你等着瞧吧 后面肯定还有幺蛾子 这会儿趁着他还没起坏心思呢 咱赶紧回家看看 娘和弟弟妹妹们 对你可想好了 给弟弟妹妹们起什么名字 让我好好想想 这两个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好 气死我了 南风村的李正换人了 是个我不认识的丫头骗子 那个死丫头鬼得狠 我根本叫不开门 我就说 我们这一群人在这里等了半天 也没见你点咽 看情是连门都没叫开了 依我看 你就是年纪大了 胆子小 刚开始 按照我说的 咱们直接爬上城门 偷袭进去不就得了 你小子就知道打打杀杀的 你也不看看 人家南风村建的 那个石头城墙有多高 如果我们不骗他们开门的话 难道要从旁边山上绕过去啊 李峰被儿子笑话了一通 气得吹胡子瞪眼 恨不得上前给李大雄一巴掌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你说怎么办 你们这边先稳住 我看不行 晚上的时候 我再去想办法 看能不能把大门骗开 如果实在是不行 当晚上人少的时候 就只能从城墙上强攻了 行 都听爹的 你可快点啊 我们这一群人 都在这林子里窝着 都快被蚊虫给钉死了 萧冠城是一介五夫 肚子里半点墨水都没有 虽然他很想给两个孩子 亲自取个惊天地 弃鬼神的名字 但是纠结了半下午 才给两个孩子 娶了平平安安 这两个看起来 并不是多出挑的名字 转着梅之晚饭前 苏婉叔又急着快马 去了虎口山那边 李老头那么歹毒的人 能这么轻易地走了 他表示不信 铁牛 一会儿换岗的时候 你叮嘱一下站岗的人 晚上也请醒些 万不可大意 明白 城墙上的小哥 能不能施舍给我们一点吃的 我女儿才过三岁 已经饿了两三日 再没吃的 她怕是活不成了 最终刘铁牛 还是动了侧影之心 大嫂 你来这边 我给你点吃的 那妇人一听 刘铁牛真的要给她吃的 赶紧抱了孩子 起身往城墙这边来 只见刚才跟她一起 烤火的几个妇人 一拥而上 其中一个妇人 一把从抱孩子的妇人手里 把杂粮窝头抢了过来 这是我女儿的救命粮 你怎么如此狠心抢了去 李峰走到抱孩子的妇人跟前 伸手探了一下 小女孩的鼻息 这孩子早就没了气息 你还抱着做什么 赶紧埋了吧 你胡说 我家妞妞好好的 她只是饿晕过去了 我以前听说 为粮食吃的难民 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 就会一死而死 既然 你女儿已经死了 如果给我们吃了 此言已出 周围几个有孩子的妇人 全都抱着孩子 往后退了好几步 大家还没反应过来 十几个黑乎乎的东西 从城下搜的一下被丢上城墙 流铁牛抽出自己的配刀 赶紧去砍钩子上面的粗麻绳 就在她砍麻绳的时候 又有不少钩子飞上城墙 突然她感觉脊背一疼 一个钩子直接挂在 流铁牛的肩胛骨上 不要管我 去砍绳子 别让这些混蛋上来 他们连忙去砍麻绳 但肥十一晚 李大雄最先爬了上来 想看爷的飞龙爪 也不看看 你们有没有那个本事 苏婉叔带着巡逻的村里人 冲上城墙的时候 这边已经打成一团 李大雄是个心狠熟辣的 他带着爬上城墙的人 更是手里有很多条人命 全都是狠茬子 一直等到苏婉叔来了 南风村的村民 才利用人数优势 把李大雄等人全给抓了 你们最好是放给我 如果我少了一根汗毛 我就让我爹杀一个妇人 那是你们村子里的人 杀不杀与我何干 这些妇人 全都是我们村里的男人 出去抢回来的 捡回来的 如果你愿意 看着他们在村子里 受了几年的磨难 现在又要落得 砍头的下场 那倒是无所谓 高管师 待人开示门 我倒是要看看 长华村的人有多大本事 李峰见苏婉叔 押着李大雄出来 只以为他是来谈条件的 李峰甚至想好了 趁着谈条件的时候 他带着人一拥而上 冲进南风村 他还没开口说话呢 只见苏婉叔手上 多了个什么东西 朝着他这边就冲了过来 只听砰的一声 以李峰为中心 周围七八个受到波及 跟着李峰一起 一命呜呼了 李峰到死 脸上还带着惊讶的神情 他完全不明白 眼前这个姑娘 怎么不按常理出牌 长华村的人 你们都听好了 你们谁想来攻打 我们南风村 那就赶紧放马过来 不想打 就把武器丢一边空地上 大家别听这个小贱人的 他娘子杀了我爹 我跟你拼命 你跟我拼命 你有那个本事吗 就你和你爹这样的人渣 杀你们 我都感觉脏了自己的手 说着 苏婉叔找人拿了块破布 把李大雄的嘴给堵住 姑娘 我们也是被逼无奈 还跟着李大雄一起四处抢劫 我们不是常华村的 请姑娘 放我们一命啊 说话间 有不少人从队伍里走出来 把手里的棍棒刀剑 全都丢在不远处的空地上 但还有一小撮人 敌死不从 大家跟我走 这条路走死了 你们跟着我左右活路 等一下 把李大雄也带走 他的血满是恶臭 我可不想让他脏了我的地方 李大雄没想到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 他竟然九死一生 苏婉叔要放他一条命 只要能让他活下去 他和苏婉叔这个梁子 算是结下了 把这几个人腿打断 丢出去 李大雄刚高兴了不过一秒钟 在听到苏婉叔如此说之后 立马心如死灰 碍眼的人全都走了 苏婉叔来到那群妇人当中 大嫂 我是大夫 我帮你给女儿看看如何 大夫 你赶紧帮我给娘娘看看 那这是怎么了 苏婉叔在碰触到孩子肌肤的那一瞬间 只感觉手上滚烫滚烫的 这孩子一直昏迷不醒 是得了风寒 发糟烧 稍迷糊了 大嫂你不要着急 娘娘没事 一会儿我给开两副药盒 她就会康复的 那年轻夫人听苏婉叔如此说 突然就大哭起来 她还以为 她的宝贝女儿活不成了 虽然已经是深夜 苏婉叔却没着急 把这些人全部放进南风村 她找人点起火把 搬来捉椅 开始挨个人登记 谁是被长华村的男人骗来的 抢来的都要登记清楚 在登记的时候 这些妇人都会被问一句 你要带着你夫君一起进南风村吗 如果同意 站在另外一边的男人 就会被允许跟着妇人和孩子一起进南风村 今天晚上 妞妞应该就能退烧了 明天一早再送药过来 连着喝三五日的功夫 妞妞的风海也就好了 李正 今日的救命之恩 我驱兰紧记在西 夜里忙到很晚 苏婉叔才回家睡觉 他忙得跟陀螺一般 也顾不上小萧木颜 一门心思处理南风村的事情 我是从四叶镇来的 不知道你想打听哪个村的 等长华村的人安顿得差不多 苏婉叔去水灵城的日子也到了 他和萧冠杰赶着两辆马车 去水灵城给唐鱼送药 这一路上可真凶险 幸亏我们就带了一个包袱 看起来也没什么钱财的样子 要不就被那群起义军给拦下了 对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那群起义军有人穿官学 真的假的 我都要吓死了 哪里注意到这个 我那可怜的女儿 怎么就走丢了 这兵黄马乱的 她可怎么活呀 大神 你知道岁月镇吗 苏婉叔在听到岁月镇三个字的时候 一下就警醒起来 原来四处打听岁月镇的 是从清古城来的一个妇人 穆大神 她六年前丢了一个女儿 听说被人牙子几经转手 迈到了永和州岁月镇 她从清古城一路寻来 路上一起一斤 带出来的家丁全都死了 只她带着一个杜嬷嬷逃命来了水灵城 大神 刚才我听你在打听岁月镇的人 我是从岁月镇来的 不知道你想打听哪个村的 姑娘 你是岁月镇的 那你知不知道长华村 苏婉叔一听长华村 也就明白了个大概 她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听说过 我女儿姓区明兰 算算年纪 今年也有二十了 苏婉叔万万没想到 她竟然能在水灵城 遇上屈兰的娘 穆大神 我还真认识一个长华村的姑娘 叫屈兰 年龄也跟你女儿差不多 只是她是被长华村的男人 抢回寸子的 姑娘你说的没错 这就是我女儿 我女儿可好 咱还活着吗 活着 还生了一个女儿 那就好 那就好 找了六年的女儿 终于有下落了 她恨不得现在就启程 前往长华村去找屈兰 穆大神 你先别着急 屈兰带着孩子 现在住在我们村上 穆大神 你前后寻了屈兰六年 是啊 自从兰二丢了之后 我什么也顾不上了 就带着人在四处打听 她的下落 这六年来 每一天我的日子 都过得极为煎熬 有好几次 马上就要找到她了 却又断了线索 苏姑娘 你是不知道 当希望摆在你眼前 眼睁睁看着她破灭的感觉 有多令人崩溃 穆大神提起自己这些年寻找屈兰的经历 整个人都是默默的 她所受过的苦 无人能体会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今天下午我就跟村里人启程回村 你跟着我们的人一起走吧 好 好 苏姑娘有劳了 穆大神你跟我来 屈兰就在难民帐篷去那边 我们村年后 收留了上千难民 他们在这边凭本事 赚粮食养活自己 只要足够勤快 是不会饿着的 跟在苏婉叔身后的穆大神 看着整个难民帐篷区的人 都在忙碌 哪怕是半大的孩子 也跟着大人一起做工 她心中更是惊讶不已 如果苍齐国所有的百姓 都如南风村村民这般 日子就好了 齐嫂子 我给你带了一个人来 西兰已经六年没见过娘亲了 她还以为是自己眼花了 用手揉了揉眼睛 再次看向穆大神 她才终于反应过来 我的儿 娘终于找到你了 母女两人哭成了一团 一旁的苏婉叔也微微红了眼圈 穆大神 你的意思是 想带去兰回青谷城 可咱这边离着青谷城路途遥远 最少要走一个月才能到 现在外面又正是乱的时候 你们三个女人路上 也太危险了一些 那可怎么办 好不容易把兰儿找到了 我们却回不去家了 如果这样 你先在这边住下 下次我去水林城的时候 帮你打听一下 看有没有商队去青谷城 如果你们能跟着商队一起去青谷城 路上也能安全一些 穆大神一响也试 他都等了六年了 也不差这一点时间 娘我回来了 苏婉叔一进院门 下一世里喊了一句 小叔回来了 这一路上累坏了吧 赶紧进屋 我早晨就琢磨着 你这会儿快回来了 炖汤的时候 我特意给你留了一些 奶奶对我最好了 以往都是肖木岩 跟他一起去水林城 然后两人一起回家 现在 他变得形单影只 好不可怜 也不知道 他最近跟着苏师傅习武如何了 苏婉叔心里惦念着香木岩 面上却是一点都不写 甚至一点都没表露出来 他对香木岩的思念 李政 穆岩哥回来了 还带了位将军 正在洗脸的苏婉叔 一听香木岩回来了 来不及拿毛巾擦脸 就往外跑 李政 李政 你等等 穆岩哥他们还在石门那边 你不会想要直接跑过去吧 苏婉叔骑着踏雪 快速地从村子里出来 看着远处的城门 他心中满是欢喜 只见外面范海青 带着一对身穿盔甲的骑兵 站在城外 把城门打开 都是自己人 苏婉叔笑眯眯地看向香木岩 声音里都带着喜悦 厚重的城门 轰隆隆地打开 香木岩一马当先 跑在最前面 刚刚从墙上下来的苏婉叔 一靠近香木岩 就被他一把拉上马 小妍 你身上怎么这么大的血腥味 你受伤了吗 我没有受伤 上午的时候 跟着范将军 一起出去绞杀劫匪 身上的血腥味 都是劫匪的 香木岩紧紧抱着苏婉叔的腰肢 几乎要把他揉进自己的身体里 香木岩听说 范海青要出来绞杀 岁叶镇附近的劫匪 他连想都没想就跟来了 只因为这边 离着南风村比较近 绞杀完劫匪之后 他可以回来看看苏婉叔 看看他家里的亲人 一家子见到他回来了 都很是高兴 小妍 我来抱抱你弟弟妹妹们 香木岩长这么大 这还是破天荒 第一次抱这么小的奶娃娃 他整个人都僵住了 刚才还熟睡的两个孩子 碰到香木岩之后 立马哇哇大哭起来 这下 香木岩更加慌乱 一双手都不知道放在哪里才好 小妍你回屋换身衣服 你这衣服太脏了 把弟弟妹妹都给吓到了 好 那我现在就回屋换衣服去 只是我许久没回来 还要媳妇帮我找找才是 苏婉叔跟在香木岩身后 进了礼物 他刚想开口 问香木岩要不要冲个澡 走在前面的香木岩 猛然转身 毫无预兆地把他抱入怀中 苏婉叔还来不及搞清状况 只感觉香木岩温热的唇 敷了上来 有那么一瞬间 苏婉叔整个脑海里 都是一片空白 他甚至紧张得连呼吸都忘记了 香木岩第一次亲人 半点技巧都没有 等苏婉叔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的唇都有点肿了 小妍你放开我 别让爹娘看到 心中犹如揣了一只小兔子般的苏婉叔 连说话都有点结巴了 他胸墙里的空气 好似全都被香木岩给吸了 他连呼吸都不会了 媳妇 我好想你啊 两人离得如此近 苏婉叔几乎都能听到 香木岩剧烈的心跳声 你先放开我 不 媳妇 我都这么长时间没有见你了 让我多抱你一会儿 这干柴烈火的 万一烧了可怎么办 媳妇 看着自己空空的怀抱 香木岩心中很是无奈 你赶紧把衣服换了 爹娘还等着你呢 媳妇 咱们都成婚这么长时间了 为什么你不同意跟我同房 难道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 我年纪还太小了 咱再等一年 媳妇 你骗人 跟咱俩年纪差不多的夫妻 真见孩子都会跑了 可我身子都还没长开呢 以前家里吃得不好 我身子雷弱 这两年虽然吃好了 但总要养养吧 媳妇 你身子早就长开了 说着 香木岩的目光 落在苏婉叔的衣衫上 那里高山耸立 一点都看不出没长开 我不管 我就是年纪小 媳妇 你是不是 还忘记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 苏婉叔很是狐疑 他没忘记什么事啊 香木岩低头亲了一下 苏婉叔列有些红的唇 你喝过灵泉水 就算以前身子弱了一些 这都一年多了 有灵泉水的滋养 身子早就养好了 你现在推三阻四 不跟我同房 莫不是心里 有了其他野男人了 我心里有没有你 你不清楚 苏婉叔犹如被一只 大灰狼盯上的小白兔一般 可怜又无助 我又不会吃了你 看你吓成这样 我又不傻 再不跑 肯定是要被你吃掉的 媳妇 今天咱们把这件事 必须讲明白了 你不给我一个答案 我一个人在慕宁关 都睡不着 苏婉叔抬头看向香木岩 只感觉脸颊连着脖子 都红透了 我心里真的只有你 只是 只是我有点害羞 媳妇 原来是这样啊 你怎么不早说 原来你是脸皮薄呀 我还以为 你不喜欢我了呢 这段时间 我在慕宁关 因为这件事 那是吃不好 睡不好的 现在我就放心了 嘿嘿 媳妇 你怎么能在这件事情上 害羞呢 回头 我带几个画本给你看 你多看看 就不害羞了 你真是我大爷爷 就不能小点声 你是不是想让家里 所有人都知道 我们两个现在还没同房 香木岩不要脸地 舔了一下苏婉叔的手心 唇角一勾没说话 两人在里屋嘀嘀咕咕 轻轻捂我半天 厨房里的饭都做好半天了 两人也没出来 苏婉叔从屋里出来的时候 嘴唇还略有些泛红 脸颊也是带着一丝粉色 他这模样落在杨桂花眼里 他立马就明白怎么回事 吃早饭的时候 香木岩也是一脸笑意 连吃三碗稀饭 都还感觉不够 小岩 你和小叔成婚 也有些时日了 你们两个可要加把劲 赶紧生个孩子 等你们生了孩子 也不用自己带 我要带你弟弟妹妹 正好也帮你一起带大 说话间 杨桂花又塞了两个主鸡蛋 给香木岩 娘 放心好了 我会努力的 此刻的苏婉叔羞的不行 他狠狠瞪了香木岩一眼 都没敢搭话 闷头吃早饭 穆大婶和屈兰 来苏婉叔家 询问去水灵城的日子 一进门就听到 苏婉叔在为车架犯愁 我父亲曾是四品官员 祖上有爵位 这四驾马车还是用得起的 穆大婶 不知道你是清古城穆家的哪一只 我是穆家嫡系嫡初的姑娘 归名穆宝珍 家父是京城中永侯 穆侯业的亲弟弟 苏婉叔早就预料到 穆宝珍出身不凡 却没想到 竟然还有一个当侯爷的伯父 而后 苏婉叔突然意识到 穆宝珍和他娘亲穆宝云 只差了一个字 这难道是巧合 还是说 他娘亲和穆家有什么关系 穆大婶 我能不能跟你打听个人啊 你可知道穆家 跟你年纪相仿的夫人当中 可有一个叫穆宝云的 小叔 你认识我妹妹 两人面面相去 苏婉叔拔腿就往后院跑 南风村离这京城好几千里地 婉叔怎么会知道 宝云的闺女啊 穆大婶你看 这是 我小时候被人捡到的时候 身上只有这个宝贝 还有几件银首饰 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 当穆宝珍听说苏婉叔 差点被丢在后山上 自生自灭时 他又是一顿哭 明明他出身尊贵 却不知道被谁给害了 穆大婶 应该叫我姨妈 姨妈 关于我身世的事情 还请你帮我保密 我总感觉 当年说我一出生 就是死胎这事有问题 此事董回青古城 禀明你外祖母 让你外祖母拿个主意 看看是先送庆去京城 告诉你娘亲 还是让你舅舅 亲自带着你去京城 好 一切都听姨妈的 姨妈 刚才只说我娘了 那我爹是谁 提他做什么 那就是个白眼狼 当年你爹费尽心思 跑到青古城求聚你娘 当时他跪在你外祖母跟前 对天发誓 说这辈子都会对你娘好 结果呢 你娘刚生下你 你爹就让平起进门 这种小人行径 他也配当你爹 苏婉叔一听 竟然还有这种事情 平起进门 那他娘亲的日子 怕是极为难熬 姨妈赶紧告诉我 我爹叫什么叫什么 我爹会帮我娘收拾他 你爹是郑国大将军 苏婷义 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 苏婉叔整个人都无语了 郑国大将军 是啊 你爹全是滔天 就连皇上都要敬他三分 他受百姓爱戴 能救百姓于水火 但却把你娘活 生生困死在将军府 那一片小天地里 怪不得当时 苏婷义也中了 跟原主一样的毒 那背后的人 到底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好不容易进了清古城 穆宝珍 却没着急回自己家 而是带着一行人 直奔穆家 穆家在清古城 是名门望族 只穆家的宅院 就占了吉祥街大半 小叔 一会儿我先带你去 见见你外祖母 姨妈 我外祖母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能跟我说说吗 不用紧张 你外祖母非常和善 很好相处 真姑娘回来了 赶紧开门 迎真姑娘进门 穆大爷不敢耽搁 赶紧打开院门 吩咐他身边的小厮 请内院通知 穆宝珍回来了 穆宝珍 我的宝珍 你可回来了 母女两人痛哭了一场 穆宝珍这才拉着屈兰 和妞妞 给穆老夫人看 兰儿 这些年让你受苦了 你放心 现在你回来了 有外祖母在 定不会让人再欺负你 娘 我们屋里说话 穆宝珍害怕 苏婉叔的身份 惊到穆老夫人 这才没着急 介绍苏婉叔的身份 娘 这位姑娘叫苏婉叔 是从小被丢在荒郊野外 是被他养娘 收养长大的 满心疑虑的穆老夫人 看着站在眼前 亭亭玉虑的姑娘 感觉她这身段模样 很是眼熟 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在哪里见过 娘 小叔被剪的时候 包着她的 是一件做工极为精致的 五宝被 你看看 说着 穆宝珍让苏婉叔 把她的五宝被 拿出来 给穆老夫人看 穆老夫人 看着背面上的图案 心中猛的一颤 这 这是宝云的真线活 她绣画的叶子 不爱用浅绿色 喜欢用深绿 穆老夫人突然想明白什么 猛然抬头看向苏婉叔 怪不得刚才她感觉 眼前那姑娘有些眼熟 她这眉眼 这神情 向了穆宝云五成 剩下五成 则是随了苏家人 娘 你先定定神 我看到这五宝被的时候 也被吓得不轻 明明那孩子没了 可她确实活下来了 苍天有眼哪 绑云这些年 天天吃宅念佛 终究是让她熬到 苦尽甘来的一天 穆老夫人拉着苏婉叔 左右仔细瞧了又瞧 红着眼睛 恨不得抱着苏婉叔 大哭一场 小女儿嫁得最好 却日子过得最苦 这些年 她这个当娘的 也是最放不下她 现在好了 她心里 惦念的这个孩子回来了 她的心结也好打开了 娘 你先喝口茶订订神 今天可是个大日子 你是不是得在家里 好好大摆宴席 庆贺一番呀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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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 你现在就吩咐后厨 中午我要摆酒席 后厨里有什么珍贵的吃食 只管往洗面上摆 银子不够用 就去掌坊那边取 不用给我省银子 来 兰儿和小叔 都来外祖母这边坐 牛牛也过来 小叔 你婆家那边对你怎么样 当他听说 他婆家对他很好 夫君也心疼他 很是欣慰 喜人在屋里聊了一会儿家常 顿时就拉近了 祖孙几人的感情 兰儿和小叔 都在外祖母这里 安心住下 自主 让人把云宁和亲宁 两个小院收拾出来 那院子虽小了一点 但胜在雅致 离着我这里也近 让小叔住云宁院 那边有个小脚门 出入府里也方便 过了一会儿 萧穆颜也被叫过来 拜见穆老夫人 穆老夫人没想到 苏婉叔的夫君 竟然如此意表人才 气宇先昂 完全看不出来 是个农户出身的年轻人 见过老夫人 好 好 一会儿你先去前院 等晚上你那几个表哥回来了 让他们找你吃酒 小叔和兰儿妞妞 都有些瘦 你们都多吃一点 我这小厨房的厨子 可非常厉害 保准不出半个月 就能把你们养得白白胖胖 穆老夫人笑眯眯的 亲自给苏婉叔碗碟里 夹了好几次菜 生怕苏婉叔放不开 苏姑娘 于宁院这边有四间正房 我已经让人把东边的屋子 收拾出来 你看看屋里还缺什么 只管吩咐我 行 你们先去忙吧 媳妇 你累不累 要不 你到床上躺一会儿 是有点累 你呢 刚才在前院吃的午饭可好 我一个人吃了八个菜 每一个菜 都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吃过的 不过我还是克制了一下 没好意思吃太多 媳妇 我知道 穆家不比咱们南风村 你放心 我不会给你丢人的 你今天中午吃了几碗米饭 就吃了一碗 赶紧吃点点点肚子 以后出门吃饭不要管什么面子 自己先吃饱再说 我们第一次来穆家 如果我连吃五碗米饭 人家肯定会笑话我们是农户出身 连带着你也会被看清 你个傻子 自己会不会被人看清 跟你吃少饭什么出身 其实并没有多大关系 你现在如果是大将军 就算你是农户出身 大家依然不敢看清你分毫 肖莫言微微点头 道理他还是明白的 但他也不希望苏婉叔刚进穆家 就被人乱嚼食根子 他少吃一点米饭 免了那些流言蜚语 他感觉还是非常值得的 苏姑娘 我现在能进去吗 进来吧 这是老夫人给苏姑娘喝姑夜的 说着 丫鬟们鱼贯而入 把衣服和一个首饰盒子 放在桌子上 苏婉叔过去一看 总共是四套衣衫 用料全都是十分考究的警断 一看就是出自大家之手 而首饰盒子里 则是放了一对玉镯 一个镶嵌了碧血的金簪子 还有一对点脆的海棠花发书 苏婉叔心中满是感激 自从他进入这个家门开始 穆劳夫人把一切都给他打点得妥妥当当 以后我们两个穿衣服 也不需要考虑那么多了 现在基本可以确定 我真的是苏婷义的女儿 就凭着这个身份 以后我们想穿什么样的衣衫都可以 那真是太好了 以后我媳妇可以戴更好看的首饰 穿更漂亮的衣衫 苏婉叔和姜木炎两人换了衣衫 重新梳了发迹 一起去前院见苏婉叔的三个舅舅 这是你三舅妈 这是宝云的女儿呀 模样真真是出条 似舅妈甜事 年纪和穆宝真差不多 清清爽爽的一个人 她身上的衣衫和头上的首饰 是三个舅妈当中最好的 但她好似不怎么爱说话 朝着苏婉叔笑了笑 就算是见过了 五舅妈轩缘时 看起来年纪不大 也就二十来岁的模样 她模样极为出挑 对苏婉叔很是热络 一直说个不停 小叔 外祖母已经好多年 没有见过你娘亲了 我有个私心 想先传信给你娘亲 让你娘亲 亲自来清古城 借你回去 你看可行 外祖母你严重了 我没什么想法 一切听你吩咐 老五 你路子比较多 看能不能走官家的驿站 给你妹妹捎个信去 她盼了这么多年 直到小叔还活着 肯定会非常高兴的 娘 军中的驿站 倒是能借给我们用 但也比我们自己人们 亲自跑一趟京城 快不了多少 不如还是用我们商队的信歌 传消息给宝云 信歌好是好 我就怕这路途遥远 中间会出岔子 那我们就做两手准备 明天一早 我亲自写一封信 让商队的人 帮我们传去京城 然后再放一匹鸽子出去 看能不能早些 把信送到宝云手里 如此甚好 小叔 你只管在我这里 安心住着 我估摸着 你娘收到信 肯定会亲自来接你的 媳妇 你看 外面下犬了 是吗 我出去看看 苏婉叔还是非常喜欢下雪的 他披上披风 很是高兴地跑去院子里 院子里点了六个巨大的红灯楼 在橘色的烛光下 只见鹅毛般的大雪 洋洋洒洒地落下来 苏婉叔微微仰头 伸出手去接洁白的雪花 雪花入手微凉 很是好玩 苏婉叔玩了好一会儿 手指都冻得有些红了 他搓了搓手心 今年冬天 好似没往年那么冷 还不冷呀 你手都冻红了 媳妇 外面太冷了 我们回屋去吧 嗯 也不知道今年这大雪 会下成什么样子 两人正准备回屋 窝在屋里睡觉的旺财招财 突然看向后院房门处 两只狼崽子 吃一片刻朝着后院房门就冲过去 与此同时 急速地敲门声从后门传来 苏婉叔和香木炎互相看了一眼 两人心中都很是疑惑 这大过年的是谁来敲门 我去开门 香木炎喝着两只狼崽子两句 亲自去开后院的大门 大门打开 只见门外站着四个身穿黑色斗篷 戴着刀帽的陌生人 你就是木炎吧 眼前的妇人看起来四十多岁模样 她身形鲜瘦 看起来略有些憔悴 脸上带着几分焦急 你是 我是婉叔的娘亲 特意从京城赶来的 李正 这位宋夫人说是你的娘亲 还拿了清古城那边的露营 我就把人放进来了 高官师 麻烦你大过年跑一趟 这位确实是我亲娘 这大过年的我就不留你了 明天中午 我爹在家里宴客 到时候你可要来吃酒 好 好 晚过神兰的苏婉叔 招呼木宝云一行人进屋 萧家人也是万万没想到 木宝云竟在除夕夜里 出现在他们家里 小叔 你先带着你娘去你屋里说话 其他人都留在堂屋 萧家人多 还有好几个孩子 这么多人聚在一起说话 实在是太吵了 倒不如单独 让他们去苏婉叔屋里说话 来得清静 苏婉叔很是机械地应了一声 带着木宝云去了他屋里 他多少有些拘束 一会儿给木宝云倒茶 一会儿又往碳盆里添加木炭 但就是没怎么跟木宝云说话 他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才好 心里不是一般的慌 婉叔 我听你外祖母说 你还留着当年 我给你缝制的五宝贝 木宝云怎么会看不出 苏婉叔的紧张来 他这个当娘的也差不多 这么多年 他一直认为苏婉叔生下来就死了 却没想到 自己有朝一日 竟然还能再见到活生生的苏婉叔 留着呢 红艳艳的背面 看起来略有些陈旧 木宝云轻轻抚摸着熟悉的背面 一直压抑在胸口的苦和委屈 一下涌上心头 她的眼泪巴搭巴搭地往下掉 落在手背上 娘当年为了绣这五宝贝 走了好几个寺庙 绣了好几个月 才把五宝贝做好 娘对你满心期待 却没想到你被歹人所害 又生生从我身边枪走十几年 婉叔 我的儿呀 十几年的思念 全都化作泪水 落在苏婉叔的脖梗上 苏婉叔只感觉鼻子一酸 也跟着低声哭起来 木宝云哭了好一会儿 才慢慢收了眼泪 婉叔 你跟我好好说说 这些年你都是怎么过的 小时候过得很苦 后来嫁给木炎日子好了 也就不苦了 娘 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没有你 娘的日子 那只能算是活着 她庆幸当年没寻短剑 差一点 她就见不到苏婉叔了 娘 你是怎么从京城过来的 这么遥远的路途 你用了三个月就跑来了 莫不是一路快马加鞭 从来没有停歇 自从收到你的飞鸽传书 当天我就出发了 京城来边关走商人的商道 自然是不行 一天也跑不了一百里地 我是接了兵部的驿站 要有木家商号帮忙 一路过来用的 都是上好的千里马 我骑马跑累了 晚上也不住一站 就睡在马车上 如此 自然速度能快一些 娘 我给你把把脉 这一路来你太辛苦了 我会做好吃的药膳 给娘好好补补 此刻苏婉叔只以为 木宝云如此轻瘦 是因为一路长途 跋涉泪的 就在苏婉叔的手指 落在木宝云手腕上的瞬间 他脸上的笑容 一下就凝固了 苏婉叔是万万没想到 木宝云身上 竟然也有天罗鬼草的剧毒 他就说 谁会给一个刚出生的小婴儿 下如此厉害的毒 现在看来 原主身上的毒 应该是娘胎里带出来的 木宝云和苏婷一身上 全都有天罗鬼草的毒 这说明背后那人 想把苏家一锅端了 娘的身子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娘你先别着急 你听我说 苏婉叔斟酌了片刻 就把自己中毒的事 一五一十地 说给木宝云听 他说完了自己的事 又把那日帮苏婷义解毒的事 也一并说了 苏婷义中毒这么大的事情 他竟然一丝消息都没有 两人早就不是一条心了 他又何必为了此事难过 他只要有女儿就足够了 除了后院老夫人 估计没人会费尽心机 把你害了 就给我和苏将军下毒了 娘 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夫人难道不是苏将军的 亲生娘亲吗 他怎么可能对她下死手 你们两人身上的 天罗鬼草毒都非常厉害 如果毒发 会生不如死 这是有多大的仇恨 老夫人才能同时 给你们下毒 半叔 你有所不知 我一直怀疑老夫人 不是你爹的亲娘 事关重大 娘可有证据 原来 穆宝云刚嫁进苏家 没多长时间 一次在给苏老夫人 去请安的时候 她隐约在屋外 听了一耳朵 屋里苏老夫人 正跟她身边的董嬷嬷 说苏婷义亲娘的忌日快到了 她让董嬷嬷 拿了她的亲笔信 烧给她 那日 穆宝云亲自 跟了董嬷嬷去河边 亲眼看着她在河边 烧了一封信 也正是此事 让穆宝云认定 苏老夫人怕是有问题 娘 此事事关重大 当时你怎么没 跟苏将军说啊 苏大将军 他那个时候怕是被 董子依那个妖精 迷了心志 我说什么他都不会相信的 可为当即者迷 旁观者清 苏婉叔仔细把事件串联起来 如果苏老夫人真的有问题 那日穆宝云偷听的事情 怕是被发现了 这才有了后来 给穆宝云下毒的事 娘 你可认识一个叫王翠的 王翠以前是老夫人娘家那边 带过来的家生子 后来不知道怎么突然失踪了 她是我养母 话说到这里 一切都明朗了 苏婉叔可以确定 园主是被苏老夫人派人给带出来的 至于当初王翠为什么没有要他性命 反而把他养在南风村这个小地方 就不得而知了 真真是没想到 是那老毒妇对你下的毒手 当初还是他太过掉以轻心了 让那老毒妇钻了空子 娘 你别难过 你在我这里先住下 等我给你把身子调理好 我会跟你一起去京城 好好跟那老毒妇算算这笔账 娘不难过 只要你好好的 娘就有盼头 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 娘一个都不会放过 曾经咱娘俩受过的苦 我也让他们全都尝一尝 小叔娘你快起来 小叔是个好孩子 等穆宝云终于平复下心中的激动心情 这次和苏婉叔一起去唐屋说话 婶子 穆颜娘 穆颜爹 请收我一拜 感谢你们在我不在的日子里 婉婉叔周全 小叔娘你快起来 小叔是个好孩子 他能有今日 都是他自己闯出来的 我们萧家没帮什么忙 倒是跟着小叔占了不少光 杨桂花上前拉着穆宝云赶紧坐下 小叔 我冲了安神茶 这个能给你娘亲喝吗 行的 娘 我来倒茶 苏婉叔自然也是知道 穆宝云这一行人怕是已经累极了 他趁着去倒闸的机会 从空间里倒出一点稀释过的一阶灵泉水 解除疲劳 用一阶灵泉水就足够了 回头等穆宝云缓缓身 苏婉叔准备给他服用三节灵泉水 直接解掉他身上天罗鬼草的毒 喝了两口茶 穆宝云顿感浑身舒畅了不少 他本还想多和苏婉叔说会儿话 但被苏婉叔拉着回屋睡觉了 穆嬷嬷 你能跟我讲讲将军府的事吗 我娘身子骨实在是太轻瘦了些 按理说将军府在京城 那也是一等一的名门 怎么也不会亏待我娘亲 他犹豫了片刻 将军府的事苏婉叔早晚会知道 他索性全说了 姑娘有所不知 自从姑娘丢了之后 妇人就从将军院里 搬去了偏院的静心堂 潜心修佛 平日里吃斋念佛 日子过得十分辛苦 长年累月下来 夫人的身子骨 确实比以前累弱了不少 再加上从京城来南风村 耶路周车劳顿 夫人更是轻瘦了不少 苏将军就没去劝劝我娘 一直让她在佛堂生活 姑娘刚被歹人所害的那段时间 将军一直陪在夫人身边 宽慰夫人 可是后来董家的表小姐 董子音 时不时上门 找着各种各样的理由 接近将军 后来两人更是闹出一些 见不得人的事 夫人好强 眼里容不得沙子 跟将军吵了几次 两人关系越来越僵 只不过一年功夫 在老夫人的撮合下 将军迎娶董子音 当平妻 自此之后 夫人和将军 势同水火 哪怕是京城权贵人家 举办宴席 也都是让董二夫人 代替夫人前去 小淑娘 你这绣工 可真真是厉害啊 我这一把年纪 还从来没有见过 如此好看的绣活 我这手艺 比京城里的绣娘 还差远了 当年还在归中的时候 我娘没少 被我的绣工办仇 慕宝云和萧奶奶 闲聊了几句 萧奶奶小心翼翼地 问慕宝云 以后有什么打算 虽然萧家人嘴上不说 但心里也大概明白 慕宝云来找苏婉叔 自然是想带他回京城的 京城和南风村 相隔千里 如果苏婉叔去京城 以后他们再想相见 怕事就难了 人都是有私心的 萧奶奶自然是希望 苏婉叔能够留在南风村 可以苏婉叔的身份 萧奶奶又不敢留苏婉叔 这些日子 她心中很是煎熬 实在是忍不住了 这才问出口 此时还要婉叔拿主意 以后婉叔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那如果小树要留在南风村 你也同意 只要婉叔愿意 我可以放下一切 陪在他身边 萧奶奶微微点头 心中很是佩服慕宝云 她为了苏婉叔 京城里的荣华富贵 说放下就放下 着实难得 小树 你是如何打算的 能不能跟奶奶说说 苏婉叔没想到 家里人竟然如此重视 她的选择 最近几个月 我都不会去京城 但等下手结束之后 我会跟我娘一起去京城 待一段时间 等把京城那边的事情 处理好 我还是想回南风村的 萧家人没想到苏婉叔 最后会选择留在南风村 杨桂花更是红了眼 小树 你是苏将军的嫡女 怎么能够留在南风村受苦 等天气暖和了 你们还是早早起城 回京城吧 杨桂花是最不舍得苏婉叔的 说话间 眼泪就掉下来 苏婉叔如果去京城 萧莫言肯定会去 他们这一去 还不知道多久 但京城 肯定比南风村 这个小地方好的 他虽然不愿意 为了两人的前途着想 他还是希望 苏婉叔和萧莫言 能去京城的 娘 我在村子里 已经住习惯了 自然是要在村子里 长久地住下去 不过京城那边 还有些事情 需要我去处理 处理好了 我就回来了 沐宝云对于苏婉叔的决定 我要离开南风村 到时候我们村里这几个管事 会轮流来水灵城这边 送药丸和药材 还希望你这边 能多多照应一二 好说好说 不知道萧夫人要去哪里啊 过些日子 我要去一趟京城那边 估计年前是回不来了 突然有小四来报说 苏婷义来了 这会儿正在前院 唐正让唐玉过去说话 唐公子 能不能让我见一见苏伯父 哈哈哈哈 宛叔 穆衍 能见到你们 真是太好了 苏婷义的话只说一半 目光终于落在坐着的 穆宝云身上 苏将军看到我 怎么吓得连话都不敢说了 我又不是吃人的老虎 苏将军不至于如此害怕吧 宝云啊 你怎么在这里啊 穆宝云心中冷笑 看吧 这就是自己当初选的夫君 他连正妻什么时候离开将军府的都不知道 苏将军请坐 一会儿我说的话 或许对于你来说有点匪夷所思 但我保证都是真的 苏婷一听到苏婉叔是他女儿时 整个人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婉叔啊 这些年委屈你了 你们在水林城的时候忙完了吗 我能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南风村 感谢穆延的弟娘 这些年来对你的照应啊 苏将军 难道你没有想过 要追查当年是谁在背后下的黑手 把婉叔从我身边带走 此事我会马上派人详细地调查 绝对不会让婉叔 白受这十几年的苦楚 婉叔啊 你是我苏婷义的嫡女 哪里需要做这些事 回头我就给你找个有本事的管事 让他们帮着南风村做买卖就是了 婉叔啊 明天就跟我一起回京城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存在 苏将军 我们村里的生意 不好过他人的手 再者 我卖的都是药材和药丸 普通管事怕是不熟悉 只有我自己带出来的管事 我才能放心把这些生意给他们 如此也好 你们今天晚上的住处 可安排好了 我们苏家在水林城有一处不错的大宅院 你这边的人多也能住得下 不劳苏将军费心了 我们村子来了一百多人 在城外已经驻扎下 等忙完保人堂这边的事 我们就一起出城 晚上住在帐篷里 苏婷义心中苦笑 他们父女想要兵士前嫌 前面的路满是荆棘啊 沐妍啊 我听说你现在在范海清那小子帐下当百户长 以后在军中多历练历练 当你再年长几岁 我就把你调到我军中来 我苏婷义没儿子 现在一把年纪 也不指望生个儿子 以后我军中的势力就全交给你了 苏将军 你言重了 我只不过 是个普通农户出生的穷小子 但当不起如此重任 但你以后是我苏婷义的女婿 那就是我半个儿子 我肯定不会亏待你的 苏将军 你公事繁忙 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来找你 依我看 你还是早些回京城比较好 我们很快就要去青谷城 拜访我外祖母 苏婉叔这话已经说得很明确 这些年你亏待我娘 你还是不要去穆家拜访 免得被穆老夫人打出来 那正好 我也有几年没见过你外祖母了 正好跟着你一起去看看 宝云玩书 我可等到你们了 娘 苏婷义站在穆宝云身边 一直等穆宝云和穆老夫人稳定情绪之后 她才上前给穆老夫人行礼 贤婿不用多礼 你们一路长途跋涉 着实累了 干净静无休息 宝云 你去婉叔那边 住了一些日子 我看这京城市好了很多 人也胖了一点 婉叔天天熬药膳 帮我调理身子 从南风村一路过来 她都没闲着 再这么吃下去 到了年底 我怕是要成个胖子了 宝云 咱娘俩都要好好活着 此次你和婉叔来清古城 要多住些时日 我们娘几个好好说说话 我跟你哥哥们商量过了 如果你愿意 这次回来就别回京城了 与其在那吃人不吐骨头的内宅 苟延残喘 不如回娘家 只要娘活一日 自然维护你周全 就算以后娘不在了 你还有着好几个哥哥可以依靠 娘 让你一把年纪 为了我的事操劳 是女儿不孝 沐宝云作为嫁出去的贵女 如果无缘无故回娘家 常住多年 不管是她还是沐家 都要被人在背后戳几两骨 可沐老夫人 为了把沐宝云从火坑里救出来 也顾不得这些了 是娘当初眼下 被苏廷义俊朗的外表所骗 这才让你嫁去京城吃苦 这些年 娘心里一直惦记着你 为了保全沐家的颜面 一直让你生活在那虎狼窝里 娘总算是想明白了 人生苦短 咱娘俩母女一场 凭什么就要因为颜面 把自己的一生都打进去 娘 我早就和婉叔商量好了 我们去京城处理一些事 然后我会跟着婉叔 一起回南风村生活 如果他也想要给自己留点颜面 我们就不合理 对外说 我去照顾婉叔了 宝云 此时你还要好好跟苏廷义周旋 如果他实在是不同意 你倒是可以去找找你大伯 看在同事姓穆的份上 他肯定会帮你的 夫人 将军今天在军中 实在是抽不出时间 来迎接夫人回府 这才让属下来接夫人 娘 你不从正门进吗 穆嬷嬷 开正门 好嘞 穆嬷嬷 你也是在将军府活了十几年的人 咱将军府的规矩 难道你不知道吗 除了有重大节日和将军回来 将军府的正门 哪里能随便开啊 将军夫人回来了 怎么就不能开正门 你少在这里叙叙叨叨 赶紧开正门 迎将军夫人进府 你个四老太婆 有什么好嚣张的 我看你是在佛堂住时间长了 脑子都不清醒了 现在将军府可是二夫人说了算 如果你再临不枪 我动粗 你可不要怪我 胡闹 没看见夫人的车架在跟前吗 赶紧打开正门 让夫人进去 王管事 这正门 哪里是说开就能开的 要不你在这里等一会儿 我去请示一下二夫人 你算个什么东西 只不过是苏家一条看门狗 自己家主子都分不清是谁 要你又有何用 给我滚一边去 你胆敢再拦着我娘走正门 今天我就用你的血 来洗洗将军府门前的时间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姓董 是老夫人的本家人 你既然敢在将军府门口欺辱我 那就是欺辱老夫人 王管事 不知道在将军府 以下范上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 在将军府 以下范上 清则打板子二十 重则直接拉出去发脉 像董大疆这样牵了卖身器的家奴 一般是打板子二十 好 那就打板子四十 以敬孝悠 以后谁再敢给夫人找不痛快 就按照四十来 我倒是要看看 谁长了铜皮铁骨 还敢明知故犯 我看谁敢 老夫人和二夫人 没发话呢 谁敢动我 这么没脑子的人 也配来将军府门房当职 来人 大小姐发话了 你们还处在那里干啥呀 赶紧把董大疆拉下去 拿四十板子丢出去 别在将军府暗野 夫人 大小姐 将军已经把芙蓉园重新修缮 给大小姐住 夫人如愿意 也可以一命搬过去 那就去芙蓉园吧 苏婉叔进了礼屋才发现 漂亮的芙蓉园 也只是外表好看罢了 那里却是极为忽悠人 普通的架子床 用手一晃就嘎吱嘎吱响 罗汉床上竟然只铺了凉席 连个软枕都没有 那些香龙更是可笑 也不知道放在库房里多少年了 漆都掉了 竟然还拿出来给他们用 娘亲 你猜是谁布置的屋子啊 还能是谁 如此巧家子起 无意想折辱器物 也只有董子英了 如果是苏老夫人出手 她可不会老人画饼 看来是她高看董子英了 那位就是个棒锤 她今天第一次回将军府 董子英就想用这些破烂 来给她个下马呗 在外头长大的野丫头 真是半点规矩都没有 刚回将军府第一天 就给我闹出这些事来 一个野丫头罢了 还想在将军府给我闹事 简直就是不知死活 我倒是要看看苏婉叔 那个死丫头 能闹成什么样子 宝珠 芙蓉园那边可收拾妥当了 回夫人 一切都收拾妥当了 今天晚上芙蓉园那边 怕是要吃不好睡不好了 那就好 慕宝云这个贱人 不好好的佛堂住着 非要跑出来给我添堵 我看她是活得不耐烦了 我听说苏婉叔那野丫头 很有一身蛮力 回头你找个人去苏婉霜 跟前挑拨一下 找苏婉霜这个没脑子的 去找找苏婉叔的晦气 是 奴婢这就去 董子英虽是个草包 但也有几分小聪明 苏婉叔是苏婷义唯一的骨血 如果他出面去收拾苏婉叔 肯定会留下画饼 但让苏婉霜去 那事情就不一样了 真闹出什么事来 那就是小姑娘之间的争风之醋 无伤大雅 随便找个由头 也就糊弄过去了 穆嬷嬷 老夫人那边 知道我和我娘一起回来的 她却连个嬷嬷丫鬟 都没派来看看 我这当孙女的 又何必上杆子去找不自在 我没主动去找老夫人的麻烦 已经不错了 毕竟王翠可是老夫人身边的人 穆嬷嬷见苏婉叔如此说 就把将军府里的一些规矩 大概地说给苏婉叔听 免得到时候她被苏老夫人抓住把柄 她连反驳的机会都没有 宛书啊 你看我给你准备的 苏婷义笑容满面地进屋 可当她看到屋内一众摆设时 盗嘴的话瞬间就卡住了 一屋的东西 就没一个像样的 唯一能入眼的 也就苏婉叔和穆宝云所坐的罗汉床了 苏将军 你给我准备的这些东西着实不错 连我在南风村屋子的一半都不如 这是怎么回事啊 王府海 将军 那院里的事情归二夫人管 我一个外院的管事 不好插手啊 去把二夫人交外 不是说将军早就厌弃穆宝云吗 他怎么一回复就去了 穆宝云那边去了 夫人你怎么忘了 大小姐回来了 将军自然是要去看一眼 再怎么说 那也是将军的亲骨肉 穆宝云这个贱人 他怎么也陪有女儿 以后不会说话就给我闭嘴 再惹我难受 我就把你这小贱人 迈到最低贱的窑子里 走吧 我们去芙蓉园看看 穆宝云今天又要耍什么幺蛾子 将军 你怎么跑来芙蓉园这边来 这里还没收拾好 穆姐姐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怎么都不知道 府里那些丫鬟婆子们 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 姐姐回来了 他们都不通知我一声 你院子里的丫鬟婆子 那么多 却没有一个是得用的 确实是好换了 将军 姐姐说的是 我这人本就愚笨 也不贵管家 院子里养了那么多伺候的人 却没一个能办好事的 将军 你就罚我去佛堂罚柜吧 紫妍娜 宝云没有要怪罪你的意思 不过你院子里的下人 却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 我早好多天 就让你把芙蓉园这边的屋子 好好布置一番 你自己看看 这屋子里都放了些什么 我手里的事情那么多 哪里忙得过来 本来我还以为 姐姐能过些日子才回来 这才没着急收拾屋子 现在姐姐回来了 倒也省事 直接把姐姐用惯了的东西 搬过来就是 苏将军 你上阵杀敌有志有勇 怎么这后院里就乱成麻了呢 你别看我出身是小门小户 但有些事 我也是极为明白的 今天我娘回将军府 门房小厮 竟然不给将军正妻 一品告命开正门 而且还说要开正门 必须得经过二夫人同意 这事你管家不严 既然苏将军 已经给我娘亲 修了芙蓉园居住 那事情就要办妥当了 结果我们今天进来 屋子里却是一番破败不堪的模样 这是你遇下不言 刚才眼前这位所谓的二夫人 那更是笑话 根据苍启国律例 正妻在世没有犯错 无论是谁 都不能娶平妻 能娶的只有正妻 犯有很大过错 经过族里商量 才可以取平妻 这是你违背律例 且是管家 正妻身边连个伺候的丫鬟都没有 你这叫 宠妾灭妻 苏大将军 你好好的将军府 闹成现在这个模样 你可想过是谁的过错 你给我闭嘴 我是将军平妻 是正正经经 用轿子台进将军府的 董姨娘你别搞笑了 随便哪个良妾进门 都是可以乘坐轿子的 这平妻和妾的区别 在徽书上 平妻有徽书 你有吗 还是说苏家族谱上 写着你董子音的名字 你 苏将军 咱苍旗国只有商骨 才流行取平妻 当年你是怎么想的 英明神武的苏大将军 竟然学商骨做派取平妻 我很好奇当初阎官 就没在皇上跟前擦你几本 将军 你不要听苏婉叔胡说 好吧 子音 你回去闭门思过一个月 以后不要再耍这些 上不到台面的小手段 难道上次我给你的惩罚 你这么短的时间都忘记了吗 苏将军 我有些不明白 我娘既然已经回来了 那董姨娘的管家钥匙和账本 是不是应该归还我娘了 你怎么连提都不提 好似忘记了一般 万叔啊 你娘亲多年不管府中事务 现在让她贸然接手 我怕她做不好啊 苏将军 还有我呢 偌大一个南风村 将近万人都能管好 我相信将军府这点事 应该不会太难 好 子音啊 你现在就将库房的钥匙 全都交给万叔 还有后院里的账本 也一并给他 以后将军府后宅的事 全都归万叔管 苏将军 将军府后宅里的事 应该归你的正妻 木宝云管 而不是我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一个家族如果乱了规矩 想要发展下去 可就难了 好 归宝云管 将军 军子音还想辩解几句 却被苏廷义 直接堵了回去 此事我心意已决 你这些年 为了这个家 一直在忙碌 你不是说你很累吗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你好好休息 军子音见苏廷义 心意已决 他索性耍起小性子来 就是不交库房钥匙 上一次 军子音偷偷从苏家 拿走了那么多银钱 苏廷义回来之后 差点没吃了他 最后还不是 被他的绕纸柔降服 最终 只让他闭门思过 就了结了 这次军子音 还以为自己 能再缠着苏廷义 让他妥协 却没想到 苏廷义铁了心 要让苏婉叔 接受将军府的管家大权 杨琴 我们这屋子里空荡荡的 要不我们现在去库房 挑两件可用的家具 行 我记得当年我的陪嫁里 有一套花梨木的家具 也不知道放了这么久 还能不能用 花梨木家具 只要保养得当 就算放个二三十年 也是可以用的 姐姐既然要换 屋子里的家具 不如直接换成紫檀木的 去年老夫人修上屋子 多打了不少家具 现在还放在库房里呢 冬子音让他用老夫人的家具 这是明白着 要让他和老夫人对上吗 多谢董姨娘的好意 随花梨木比不上紫檀 那毕竟是我的陪嫁 我用着书心 所有库房都打开 我娘当年陪嫁的家具 放在哪个屋里 全给我找出来 回夫人 你要的梨花木家具 十年前就被二夫人 全部抬走了 除了这一套花梨木的家具 还有各种珍奇古玩 经营首饰 就连长安街的那两个铺面 也都被冬子音拿去自己经营 董姨娘 我以前只以为 你有点小家子骑 却没想到 是我高看了你 你何止是有点小家子骑 你根本就是 上不得台面的贱人 陆宝云 你不要太过分 我不就是动了你一点赔嫁吗 你敢跟我动手 董姨娘 别说是你 就算是将军 他也无权动我的陪嫁 那是属于我 沐宝云一个人的东西 但凡敢给我损坏一件 我沐宝云也不是好欺负的 苏大管事 我要找我的陪嫁 你这边多给我 找点人手过来 苏管事 这里可是我的春花园 我看谁等过来随便搜查 二夫人 夫人的陪嫁 不只是夫人的个人钱财 还代表着苏家的脸面 当年夫人嫁入将军府 那可是十里红庄 整个京城就没有不羡慕将军的 如果此事传出去 我们将军府竟然动了夫人的陪嫁 那以后将军又要如何在京城立足 讨厌的事情 让夫人自己看着处理就好 我这边一堆事 哪里顾得过来啊 走到半路的苏老夫人 也收到了消息 真是个蠢货 就这么点小事 也能被沐宝云那个贱人 捏到把柄 走了 回去 苏老夫人更是精明着呢 此事牵扯到沐宝云的陪嫁 她可不想去趟这个浑水 当年如果选四小姐来就好了 以四小姐的聪明才智 哪里会让一个气负翻身呢 小四就是太聪明 不好管束 这世上哪里有后悔药吃啊 董嬷嬷 你说苏婉叔到底是怎么被沐宝云找到的 难道真的只是因为一床无宝贝 奴婢打听出来的消息是这么说的 苏婉叔还真是命大的 他都被送到那么个村子里 又遇上灾荒年 竟然没死掉还活了下来 看来他注定跟我有缘分呢 这是藏天怜悯老夫人 想让老夫人长命百岁 算算时间也好把他接回来了 该知你让轩辕大夫上门 先探探苏婉叔身上的 天罗鬼草毒咬得怎么样了 是 等穆宝云他们都安顿下来 我就去请轩辕大夫 只不过一盏茶的功夫 齐刷刷二十几个人 就站在穆宝云跟前 穆宝云你敢 董子音整个人犹如疯了一般 冲在正屋门口 打死都不让穆宝云一行人进去 董姨娘 这可是你自找的 来人 把董姨娘给我堵上嘴 拉一边去 穆宝云一声令下 苏莫找来的几个粗屎婆子 硬生生把叫嚣的董子音给拉开了 这个长条桌 这四个花瓶 全都给我搬出去 这个花离木的罗汉床是我的 董子音家里穷的 竟然连一张像样的 拔布床都打不起 把这床给我搬出去 大剑的家具 小剑的摆设 被穆宝云一一找出来 只是小剑的一些珠宝首饰 却没了踪影 苏管师 这些珠宝首饰到底去哪里了 还希望苏管师尽快帮我查一查 还有我长安街上的那两天铺面 一会儿苏管师帮我支会一声 让那边的掌柜把账本送来 我要查账 从今以后我的负面庄子 我会自己管 不需要董姨娘帮忙 还有一件事 最近将军府在查账目 一切宴请帖子都不接 穆宝云 你如此欺辱我 我必要让你加倍奉还 娘 你真厉害 娘从董事开始 就对后院里这些事耳容目染 足够连董子英都都不过 可就白费你外祖母多年心血了 明天一早要给你祖母请安 到时候怕时又有好戏看了 明天还要娘亲护着我点 也不知道那老妖婆 听到我说出王翠这个名字的时候 会作何解释 今天一整天将军府闹出这么多事来 苏老夫人竟然没有露面 这份定力着实让苏婉叔佩服 你说老夫人会不会以后 也免了我们请安 想个美 从今天开始 你这个好祖母呀 不只会让你一早来请安 傍晚的时候还会再让你去请安 服侍她吃晚饭 这才叫晨婚定型 老妖婆花样可真多 太阳都老高了 苏老夫人也没有要起的意思 这会儿苏婉叔和穆宝云 算是看明白了 苏老夫人还没见面呢 就想给他们两人来个下马嘞 董嬷嬷 既然老夫人还没起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夫人还请再等一会儿 老夫人已经起了 这会儿正在礼物梳妆 你也知道 老夫人年纪大了 行动上略有些慢 还请夫人 不要跟老夫人计较 行 那我就再等会儿 娘 咱稍安勿躁 我就不信老夫人能睡到日上三竿 班淑 老夫人比董子音的手段可厉害吧 不声不响的 就让我们娘两个 在这里等了她一个时辰 再厉害的狐狸 在猎人面前摇完蛋 娘 你别急 苏婉叔和穆宝云一起上前 规规整整地给苏老夫人行礼 坐吧 昨天我身子不舒服 一直床上躺着 也没去看你们 祖母 孙女略懂些医术 不如让我帮你把脉 看看如何 已经去请城里名医轩缘大夫 她一会儿就能来 趁好好让她给你们 也把个平安脉 多谢祖母好意 我和娘亲身子都无大碍 苏老夫人果然问起苏婉叔 在南风村的事 娘说起婉叔的养母 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来 我怎么记得娘身边以前有个小丫鬟 也叫王翠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王翠是在我生婉叔的那个月失踪的 你说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如此巧合的事 当初会不会是王翠偷偷抱走婉叔的 这怎么可能 当初节省嬷嬷 还有屋子里其他伺候的丫鬟婆子 都看到婉叔刚生下来的时候没有气息 当时我怕你太过伤心 这才让董嬷嬷 亲自把婉叔抱出去 放在乱葬岗 奇怪了 南风村那边的村民跟我说 我养母王翠是京城过去的 以前在大户人家当丫鬟 而且他的口音一听就是京城这边的 神势相同的人肯定有不少 如果真是王翠当初抱走了你 他应该也是处于好心 以为将军府不要你了 众人说着话 董嬷嬷从外面带了一位先锋 稻谷的老者进来 宣元大夫来得正好 我孙女和儿媳刚好也在 你给他们摆一下平安脉 请 他的脉 可不是谁想碰就能碰的 宣元大夫 你还是先给我祖母把麦吧 我和我娘很好 对了 宣元大夫可知道一种药材 叫天罗鬼草 我也是大夫 无意中得了一些天罗鬼草 这药材真真是厉害 染出来红罗锦非常的漂亮 祖母 我就不打扰你看真了 先行告退了 老夫人稍安勿躁 或许 刚才大小姐只是随口提了一句 天罗鬼草 昨天他们刚回来 就把紫音的管家大权给抢了过去 我现在哪里还能沉得住气 老夫人 当初我研制夺魂丸的时候 除了放天罗鬼草毒 还放了好几种其他毒药互相掩盖 除非他们遇上比我医术更高的人 否则这夺魂丸的毒 肯定是解不掉的 今天苏廷义不在府 没法给他把麦 傍晚还要麻烦薛元大夫 再跑一趟 晚书啊 此事是不是哪里有误会啊 你祖母为人和善 平日里就连对待下人都很好 他怎么可能给我下毒啊 苏将军 那你要不要跟我打一个毒 如果这次薛元大夫给你把麦的时候 发现你身上的毒已经消失了 你猜会不会有人马上重新给你下毒 要你性命 我可丑话说在前面 虽然我素碗书医术是很不错 但如果遇上比较厉害的毒 就算我想救你 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及时 这里药丸是我自己制作的 在短时间之内 薛元大夫如果给你把麦 他会非常轻易地感受到你变落鬼草毒素 紫茵 你真是太令我失望了 娘 你可要救我呀 如果我被关进佛堂 以后哪怕出来 将军也不会再宠爱我了 现在 你给我滚去佛堂 抄写女戒 我必让婷一消气 娘 那怎么行 你给我滚 再给我惹事 别怪我不客气 一旁嘶吼的董嬷嬷 突然把屋子里其他伺候的丫鬟婆子 赶了出去 怎么了 老夫人你看 董嬷嬷 这是怎么回事 我都有暗示服用玉蓉丸 怎么脖子会变成这样 老夫人您别着急 我这就去请薛元大夫过来看看 快去快去 索老夫人又重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 原本她脖子上只有一些细纹 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这些细纹变成了一道道沟壑 这是苏老夫人完全不能接受的 薛元大夫 你看这到底是怎么了 我一直都有按时吃玉蓉丸 怎么就突然变成这个模样 以老夫所看 老夫人长时间服用玉蓉丸的效果 远没有前几年好 不如我们把玉蓉丸换了 赶用玉面丸 会不会太早啊 按照计划 明年冬天我才能服用玉面丸 现在提前改 会不会对我的身体有什么影响 暂时看来不会 玉蓉丸已经无法让老夫人青春涌住 提前换药也是可以的 那只能如此了 那条白娘子养了这么多年 终于到了可用的时候 如果穆宝云和苏婉叔都听话 这次制作玉面丸的时候 在里面加上他们的血 那效果肯定会非常好 现在穆宝云和苏婉叔 把将军府闹得鸡飞狗跳 想要弄他们的血 实在是太难了 白团团 你最近怎么这么老实 都不爱出去溜达了 你小子这是怎么弄的 怪不得你最近这么老实 这是等着长牙呢 老叔说 你这牙齿是怎么弄掉的 扬了白团团一进京城 就闻到他喜欢吃的蛇肉味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在京城西城区 一片荒凉的宅子里 找到了那条通皮雪白的大蛇 你小子可真出息了 胆越来越大 就你这么一点小个 你也敢去偷袭人家手臂那么粗的毒蛇 我给你个差事 你赶紧出去跑跑 你去帮我看看 董家藏银子的地方都在哪里 这可怎么办呢 没了白娘子 我拿什么入药啊 没有蛇胆和蛇血 就制作不了玉面丸 那苏老夫人的脸 怕是会急速衰老 怎么样 有树发现吗 对 行 那晚上你带路 董家跳钱啊 董家再有钱 也没有媳妇有钱 苏丸叔隐约看见 一楼的库房 基本上都是大件家具 和一些金银铜器 这些物件 在苏丸叔眼里布之前 还挡着他走路的光线 他心中嫌弃得要死 不过转念一想 董家能放到库房里的东西 肯定不会太差 就算他用不上 他还可以接济穷人 这些金银 莫不是从将军府里出来的 很有可能 媳妇 你来看看这个账本 只见上面写着 某年某月 董子英送来白银两千两 某年某月 董子英送来黄金百两 虽每次董子英那边 送来的银两并不是很多 但挡不住次数多 除了逢年过节 董子英固定 往董家送银之外 最近三年 董家只以要出海经商为 游这一项 问董子英前前后后 要了二十几万两银子 可这还只是一项 可以说 从董子英管家之后 一直拿着将军府的银子 养着董家 收了一个将军 养肥了董家 苏老夫人真是好算计啊 时间有限 苏婉叔没再仔细查看其他东西 一股脑袋全都收到空间里 我还指望你帮我放风呢 下次我可不敢了 你都睡得跟猪一样 有人来了也不知道 夫人 刚才我听外面采买的婆子说 昨天夜里承熙那边 有大盗劫富济贫 也不知道那大盗 是从哪里偷的物件 黄花梨的桌椅板凳 精致的铜盘瓷器 就那么胡乱的丢在老百姓的院子里 听说还有人捡到十两的小元宝 上好的绫罗绸缎 这会儿整个城西都插锅了 冬日里不少穷苦老百姓日子 都过不下去了 这大盗也是仁义 劫富济贫 能让不少贫困老百姓 勉强度过寒冬 也是极为不错的 夫人说的是 只是京城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厉害的大盗 竟然把人家的桌椅板凳都偷出来了 我刚听人说的时候 还以为他把谁家库房偷了个干净 夫人 不好了 到底怎么回事 库房 我们府里的库房被搬空了 这是哪个傻千刀的 这么多东西 哪怕是从正门抬出去都要动用几十人 可昨天夜里 整个董家静悄悄的 三层楼的库房 几乎放了整个董家的家底在这里 就这么一夜之间全没了 夫人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不过一夜没回来 库房怎么就空了呀 老爷 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昨天夜里可一点动静都没有 是谁 到底是谁跟老夫过不去 如果让我把你抓出来 我肯定会让你碎尸万段 早知道库房里有那么多好的绫罗绸缎 一夜之间全给了那些剑谜 我就应该早早拿去用了 还有那一对琉璃花瓶 我说了好几次想拿出来用 老爷就是不给 说什么太扎眼 现在好了 也不知道那对琉璃花瓶最后便宜了谁 这会儿如果董子音还是个顶用的 我们倒是可以让将军府那边 补贴我们一二 提起此事我更要气死了 早知道当初董子音是个不顶用的 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听老爷的话 把董子音这个野种接回府 夫人 要不我们再送一个姑娘进将军府 再送 是 咱家后院最不缺的 就是漂亮庶女 行 我好些日子没去看望姐姐了 你帮我送一张拜帖 看姐姐什么时候有空 我去看看她 是 奴婢这就派人送拜帖去将军府 弟妹怎么会突然找我 老夫人 你听了之后可千万不要生气 你就别卖关子了 到底是什么事赶紧说 昨天夜里董家的库房 被大盗搬空 那大盗非常厉害 从董家偷出来的东西 直接被丢在城西贫民窟 此事闹得 整个京城沸沸扬扬 董夫人那边怕是没了主意 这才给老夫人送了拜帖过来 希望老夫人能帮着出出主意 苏老夫人气得一口鲜血 涌上口江 你却告诉弟妹 让她跟泽坊一起来 我有话跟他们说 是 奴婢这就亲自跑一趟 今天一早董家那边 替了拜帖过来 这块正在老夫人屋里说话 娘 你说这个时候董家人来做什么 如果只是董夫人来 怕是又来将军府打秋风 但董泽坊也跟来 就有些奇怪了 大姐 此事还要你拿个主意 我们家一下损失了 这么大半的家产 等来年开春 大船可以出海的时候 我们拿什么进货呀 等着那边库房 难道就没流出点银子来 自然是流了 但并不多 我们家有六条大船呢 总不能开出去一艘 剩下的都放在港口 哪怕是停在港口 每天也有不少费用呢 那你们说想如何 总不能把我的棺材本 全都给你们吧 这可使不得呀 大姐 要不你看看 能不能从将军府 借我十万两银子 让我明年开春 尽货用啊 现在不是我管家 哪里能给你拿出 十万两银子 你这不是为难我老婆子吗 大姐 我知道你的难处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你这明年开春 还有几个月的功夫 不如趁着这几个月 你把管家的大权抢过来 你说的倒是轻巧 此事哪里有那么容易 不如我再给你 送个帮手过来 苏婷义可不年轻了 而且你也看见了 董子音跟了他那么多年 出了事儿 现在他还不是被关在佛堂 没被放出来 那是董子音愚蠢 不会行事 这次 我给大姐送过来 一个聪明伶俐的 姚儿从小就聪明 人也长得漂亮 如果大姐同意 下午我就把人送过来 大姐喜欢就留下 不喜欢 我们再另挑人就是了 现在也只能如此了 子音那边 你们可想好 要如何处置他 总不能把他一直 关在佛堂吧 大姐 我们不如再给子音 一个机会 万一他真能让苏婷义 回心转意 以后你管着整个将军府 也能轻松一些 半下午的时候 一鼎小叫 抬着董姚儿 进了将军府的侧门 苏老夫人上下打亮了一眼 样貌很是不俗的董姚儿 姚儿 不要太过拘束 来我这边坐 是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苏家人了 你可叫改口喊我一声娘 娘 好 董嬷嬷 你去喊将军 今天早些从郡中回来 王嬷嬷 以后你就去姚儿屋里伺候 她那边的丫鬟 你也帮着挑几个灵力的 至于姚儿住哪个院子 等晚上将军回来再说 将军 这边请 此时苏廷义也根本没想过 眼前模样极为尽窍的年轻姑娘 是给她的妾室 姚儿 你找我 廷义 最近娘病了 也没心思管府里的事 这不病好了几分 娘想着 你屋里也没个伺候她 就给你找了个贴心的 这是你舅舅家表妹叫姚儿 今天娘自己做主 把姚儿给你当妾室 姚儿年轻 你努力一下 说不定 明年就能让娘抱上孙子 一时间 苏廷义尴尬的脸都长成了猪肝色 娘 我都想好了 以后将军府全交给婉叔 等我年纪大一些 就把兵全交出去 那时候我去求皇上 给婉叔一个郡主的奉号 廷义万万不可 就算你没儿子 你还可以从你弟弟那边 过季过来一个 娘早些年就让你过季 你不听娘的 娘还以为 你想要自己亲生的 能不能生儿子那都是命 我早些年就想开了 婷义 此时娘不同意 不管是过季也好 你自己生一个也罢 这偌大的将军府 必须有人继承 她以为随便什么人 都能继承郑国大将军府吗 婷义 娘全当你默认了 皇嬷嬷 把姚儿 送婷义房里去 娘 你就别瞎吵了 碧仙子印在的时候 我也没见你往我后院里塞人 这会儿子印才去佛堂 你就要给我后院 再添了姓董的妾事 你让子印怎么想啊 子印在佛堂也有些日子了 我想着 她肯定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不如放子印出来 宝云多年不管家 对将军府里很多事都不是很熟悉 让子印来帮宝云一起管家 宝云也能轻松些 子印犯了大错 管家她是不要想 我能让她从佛堂里出来 以示仁慈 此事娘不要再提 如果娘没什么事 我就先去前院 郡中还有一堆事情等着我处理 苏老夫人见苏廷义 不跟以前那般跟她亲近 也听不见她说的话 她气闷得差点 没把守边的茶盏给砸了 来人 带着人把亭义的屋子 好好收拾收拾 院子里挂起个大红灯笼 让各房各院都看看 从今以后 姚儿就是亭义的人了 是 努必这就带人去布置 冷妖婆欺人太甚 辫子里挂满了大红灯笼 就连门帘都换成了 洗腔的大红色 大小姐 今天是将军的好日子 你过来怕是不妥 我来怎么就不妥了 难道屋里藏了鬼怪不成 大小姐这话可不能乱说 以后董姑娘和大小姐 一个院子生活 也算是一家人 大家和睦相处才是最重要的 我跟董姑娘可不是一家人 翠柳 外面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听见好像有人吵架 翠柳刚掀开里屋的门帘 正好跟苏万叔碰了个正着 你是 董姑娘 董家可有要求你 逼迫你嫁给我爹当妾室 大小姐 你对话真是奇怪 我嫁给将军自然是极为愿意的 整个金城里 也不知道有多少位吐阁的姑娘 仰慕将军 我能嫁给将军是我的荣幸 怎么会是家里逼迫 很好 既然你是自愿的 那就慢慢享受你自己的选择吧 你一个妾室 也配用正红 还有这床 是我娘的配夹 你就更不配坐在这里了 苏万叔 你想做什么 你放开我 我可是将军的人 当妾室 就要有当妾室的觉悟 这屋子是竹母住的 哪怕我娘现在不住 也轮不到你一个妾室住进来 董瑶尔刚想把苏老夫人搬出来 却没想到 这个时候苏廷义来了 将军 你要救瑶尔 如果平时被美人扑一下也没什么 但苏万叔这个狐崽子在 他下一世里躲开了 那护卫下了个半死 整个人都僵在那里了 我娘还在呢 你们竟然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欺负她 既然你们不让我娘好过 那谁也别好过 苏廷义不敢大意 拿出十分本事 来抵挡苏万叔的剑 晚来一步的肖木炎站在游浪下 很是淡然地看着苏廷义被苏万叔满院子追杀 至于苏廷义的护卫 那是上前也不是 扑上前也不是 最终他们也跟肖木炎一起 站在一旁 且看热闹 晚叔 你听爹说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我没答应你祖母 再受一方妾室 是你祖母自作处章 这才弄出这些事都来 满屋满院的红灯笼 没有你的统一 怎么可能挂上去 难道你院子里的护卫 都是吃白饭的吗 他们连自己的主子是谁都不知道 晚叔啊 跟我来一趟书房 我可没空 今天要把话料在这儿 将军府掌管中馈的 是我母亲穆宝云 谁如果再不经过我娘的同意 就胡作非为 就不要怪我不给你们这些老奴留颜面 苏晚叔犹如一阵小玄风一般 把这一院子的红灯笼 全都砍了个稀碎 站在门口的董阳二 看着自己好好的心房 被苏晚叔破坏成这般模样 他整个人哭得梨花带雨 很是可怜 苏晚叔一点都不可怜他 刚才他还零压力齿的 这会儿怎么就变得如此柔弱了 将军 你修把人丢在这里 来人 把本将军的屋子重新收拾好 老夫人的人全都送回去 我可没同意要什么切实进门 苏管家 苏管家 这是哪里啊 这里叫琉璃胡同 名字倒是挺好听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琉璃胡同成了达官贵人养外事的地方 胡同里 史家有九家是别人养的外事 剩下那一家 不是名记 就是幽灵 冬子英来这种地方做什么 难道他给苏廷义戴了一顶大绿帽子 夫人打听清楚了 董姨娘去的那个小院 是董泽方外事柳氏的院子 等等 董姨娘去找他爹的外事做什么 夫人有所不知啊 董姨娘名义上是董家庶出的姑娘 从小记在董夫人名下 其实她是外事所出 在外面养到十岁 才送回董家 董姨娘刚被放出来 就来见她娘亲 这其中定是有什么猫腻 小雨 这么晚上你出去做什么 我可不是你的丫鬟 小雨小双 柳姨娘你别喊了 你是谁 找我又有何事 只是想问问你一些陈年旧事罢了 你可知道 董家库房里那件白黄鼠狼皮的来临 我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是吗 那我再换个问题 你可认识郑国大将军府的苏老夫人 柳姨娘你别害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只是想跟你打听一些事 我再问你一次 你可知道 董家藏起来的白黄鼠狼皮披风 我知道黄鼠狼皮抖蓬的事 那是董泽芳和苏老夫人 找我师父要秘书制作的 柳姨娘 你身份也不简单吧 刚才一直装柔弱拖延时间 是想让人来救是不是啊 忘记跟你说了 你的安慰全被制服了 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我不想给你下毒 姑娘只要不害我姓名 我定有问必答 我这人懒得很 你把你知道的事情全说出来 不要有所隐瞒 我自然不会要你姓名 柳姨娘暗暗咬牙 也不知道是哪个煞星招惹了苏碗叔 把他引到自己身上 我叫柳玉奴 是轩元锐的徒弟 当年董泽芳和董淑灵 找上我师父的时候 我还是个小姑娘 董泽芳是庶厨 按道理来说 董家怎么也轮不到他当家 为了能够夺取董家家产 董泽芳和董淑灵 也就是现在的苏老夫人 花重金找我师父 帮他们夺董家大房的契运 等等 你说董淑灵是苏老夫人 这不对啊 据我所知 苏老夫人的闺名 叫董如希 姑娘听我慢慢说 轩元锐是个有几分本事的 他给了董泽芳兄妹两人 一个秘书 让他们想方设法 猎杀五十五只 皮毛雪白的黄鼠狼 叫给他 五十五只黄鼠狼 给轩元锐祭天之后 做成了披风 按照轩元锐的意思 只要这件披风不坏 那五十五只黄鼠狼 就不会投胎转世 会一直守护董家二房的 子子孙孙 也正是我师父 帮董家兄妹夺了气云 才让他们二房发迹 而董家狄出的大房 被闹了个家毁人亡 你再说说 董淑玲到底是如何 变成苏老夫人的 说来姑娘怕是不信 董淑玲和董家狄女 董如希 从小就长得有几分相似 后来董如希嫁入将军府 董淑玲隔三差五 就往将军府跑 他应该给苏老将军 下了如意伞 这才把人勾到手里 我听董则方说 苏老将军为了让董淑玲 代替董如希 亲自请英镇守边疆 在去边疆的路上 苏老将军和董淑玲 联手把董如希推入莫森河 尸骨全无 董淑玲取而代之 两人在边疆三年 苏老将军这次带着董淑玲 回京城三年的时间 哪怕董淑玲的容貌 略有些变化 只要董家人不提 其他人根本就看不出 苏老夫人已经换了人 你可知道苏老将军 前几年去世 是否有蹊跷 如意散失笑了 苏老将军当初 爱慕董如希多年 对自己最喜欢的人 自然是极为熟悉的 当时董淑玲 还找我师叔 宣元风 让他重新配新药 可惜苏老将军 吃了几十年这种药 就算加大剂量也是无用 苏老夫人见苏老将军 对他起疑 就才下了杀手 一个女子 怎么就能做到 董淑玲如此恶毒 她为了荣华富贵 怕是踩着无数人的鲜血 才走到现在的位置 苏老夫人 有给苏老将军 生育子女吗 自然是有的 苏廷义的弟弟苏廷顺 就是董淑玲所出 不过苏玉 却不是苏老将军的儿女 而是我师父 宣元锐的 刘姨娘 你说的这一切 可有证据 姑娘 董家人做事向来周全 哪怕曾经有蛛丝马迹 现在也早已经没有了 毕竟过去太多年了 刘姨娘 你还是赶紧为自己 另谋出路吧 董家那边 怕是要变天了 苏姑娘 老夫有一事相求 刘玉奴和苏婉叔 说了这么多话 他已猜出苏婉叔的身份 而他所求之事 竟是为了董子音 婉叔啊 你说他们给我娘身上绑了石头 沉入莫森河 刘玉奴是如此说的 现在马上把老夫人的院子给我封起来 没有我的命令 不管谁都不许出入 还有那个薰原封 找个由头 一并给我抓起来 给我好好审问 看他都知道什么事 属下灵命 爱人 请老夫人出来 没一会儿功夫 苏老夫人就被黑雁军 强行从屋里带出来 婷姨 你这是什么意思 前些日子无缘无故 封我院子 把我囚禁起来 今天又如此兴师动众的 让黑雁军擅闯我的屋子 我可是你亲娘 你如此做 就不怕被别人说 你不忠不孝是个逆子 苏老夫人用力甩开身边黑雁军的前置 她微不可查地 用力捏了捏挂在腰间的香包 一股淡淡的香气 悄悄弥散开 不知道老夫人 认不认识这串手链 这条手链都烂掉了 有什么好看的 那就让我来说一说 这条手链的来历 这上面写着我娘亲的名字 董无锡 老夫人啊 不对 我是不是应该称呼你一声 姨母 董叔灵 你曾经做下的那些恶 你以为你隐藏得很好 过去这么多年 肯定没有人能再给你翻出来 可你忘记了 这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只要你做过 总会留下蛛丝马迹 来人 把宣元风给我拖过来 董叔灵心中略有些胶着 他的药怎么没起作用 按照宣元风所说 苏廷义和穆宝云中毒时间这么久 只要一丁点药引 两人就会立马中毒身亡 可这都好一会儿了 怎么两人一点反应都没有 董叔灵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不会现在还说你是我亲娘吧 你最好对宣元风尊重一些 刚才我已经放出了药眼 一会儿等你毒发 你还得让宣元风帮你解毒 董叔灵 忘记跟你说了 苏将军和我娘身上的毒 我早就给解了 这怎么可能 天罗鬼草毒谁都解不了 苏廷书 你别想详骗我 你有什么好骗的 那只是你认为天罗鬼草毒解不了而已 怎么可能 这世上无人能解天罗鬼草的毒 董叔灵 你为了一己私利 硬生生把我家给毁了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那么痛快地死 只要你董叔灵在意的东西 我都会放在你的眼前 让你亲眼看着我给你毁掉 你想毁了我在意的东西 他突然摘下手腕上了一只镯子 快阻止他 镯子里是毒药 苏廷义 当年我既然能轻而易举地把你娘尘合 现在我就能让你们跟我一起陪葬 你知道你娘是怎么被我尘合的吗 昨晚叔可没时间听他叫嚣 他快速拿出解毒丸 先让大家服下 本来我给你娘服下了毒药 她可以在睡梦中死去 可她命不好 我刚给她身上绑上大石头 准备让她尘合时 她又好死不死地醒了 那时没看到当时你娘的绝望的眼神 那会儿你爹正被我迷得团团转 他还说了不少狠话 你说你娘死的时候心中得多绝望 这一剑并没有刺中董舒灵的要害 而是一剑削掉了她一只臂膀 你知道你爹是怎么死的吗 他根本就不是因为身上的暗吉而死 我给他吃的毒药 因为常年累月的服用 已经不怎么管用了 突然有一天他把所有事情都记起来了 你爹那么喜欢我嫡解 当他记起跟我一起把你娘尘合的事 他直接就疯了 我跟他同床共振十年 他竟然一点不顾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想要杀了我 我能给他留个全尸就不错了 宛淑 给董舒灵服一力解药 务必保住他性命 苏宛淑微微点头 如此让董舒灵轻易地死了 怕是难解苏廷义心中的愤怒 苏廷义 你不给你爹报仇吗 你还要留我性命干嘛 你继续说 我倒是想要再听听 你还做过什么恶事 今天我们一并把这账给算清楚了 刚才还嚣张不可一世的董舒灵 突然变了一张脸 亭义 看在我抚养你长大的份上 你给我个痛快 你还想让我报答你的养育之恩吗 如果不是我遇上晚输 这会儿我怕是早已经变成一堆白骨了 哪里还能站在这里跟你说话 来人 把董舒灵关暗牢里去 平易 你是不能给我个痛快吗 当你在害我们一家的时候 你可曾想过我们 将军 董舒灵身边伺候的那些婆子丫鬟 如何处置 你是将军府的女主人 侯院里所有人都归你管 你随便处置吧 说着 苏廷义就带着黑眼睛朝着暗牢去了 不过只过了九天 苏廷义就对外宣布董舒灵的死讯 董舒灵对自己也是过狠的 她为了死 晚上趁着没人看她 她用牙把自己的手腕咬开 烫了一夜的血 硬生生的 让自己流血而死 是个狠角色 对别人狠 对自己更狠 母妃 你看过苏廷书的画像了吗 萧景峰来给刘贵妃请安的时候 行问起此事 自然是见过了 苏廷书虽皮肤黑了一点 但五官还是非常不错的 只要皮肤白一点 那也是个美人 母妃 你就不要糊弄儿臣了 儿臣以后 就算娶苏廷书进门 也是把她当管事看 我可不敢让她上我的床 你这孩子 净说胡话 萧木炎那边如何了 你既然要娶苏廷书 萧木炎是最大的障碍 越早出去 越是少人知道此事 以后京城里关于苏廷书 已经成婚的传言越少 无非放心好了 这次 萧木炎去平阳山剿匪 肯定是回不了 萧景峰计算着时间 最近萧木炎战死的消息 应该就能传到苏廷书那边 最近几日 你可去看过萧景辉 自然 不妨把萧景辉 当眼珠一样疼 他病了 我不去看看 他怕是又要训斥我了 萧景辉是个病秧子 威胁不了你的太子之位 你倒是可以多跟他走动走动 你父亲最希望的 就是看到你们兄弟 兄友弟公 出生在帝王之家 哪里有什么兄友弟公 全不过是演戏给大家看罢了 父皇不是想再过几日 就给我们这几个皇子封王了 也不知道 父皇想给萧景辉 封什么王 萧景辉是先皇后所生 你父皇把先皇后 当宝贝一般疼爱 这么多年了 他都没有忘记先皇后 不管什么节日 都要去祭拜 我隐约替你父皇的意思 是向封萧景辉为秦王 提个病秧子 怎么能用秦这个字 母妃 你就没劝劝父皇 王儿 封什么王都不要紧 要紧的是谁当太子 以前母妃独得胜宠 我想做得太招眼 这才没早些让你封王 可现在不同 你父皇已经开始上早朝了 母妃自然也要给你请封个 比较好的封号 你父皇想封你为贤王 历朝历代的贤王 就没有几个有实权的 这不是明摆着 不想让他跟兄弟几个争夺皇位 皇儿 你说暗物造 依我看封个贤王 没有什么不好的 最少你不会成为几个皇子 共同的敌人 萧景峰略迟疑了几分 好似他母妃说的 也有几分道理 母妃 我的太子之位 你可要抓紧时间了 不明再拖了 这话你可不能让你父皇听见了 虽然换了掌柜的 但这两家铺子生意都不好 我想看看重新做点别的 明天我们一起去铺子如何 我帮娘看看 咱改个什么买卖好 好 明天一早我们就去 在做生意方面 沐宝云还是非常信任苏婉叔的 四小姐 你怎么亲自来了 我娘今天脱不开身 正好我先来无事 就过来看看 没想到竟然看到有人自不量力 来跟我抢扑面 眼前这位眼高鱼顶的四小姐 叫张燕燃 来自宁远侯府 苏婉叔在打量张燕燃的时候 张燕燃也在打量苏婉叔 我倒是谁 原来是郑国的将军府 找回来的乡下野丫头 苏姑娘你怕是不知道 这个铺面加之几何 长安街上寸土寸金 别看铺面不大 但做工精巧 上个月圆主就想以七千两的价格 往外转 当时我还想着价格实在有些虚 谁知道这个月铺面 已经涨到八千两 苏姑娘 你怕是没见过八千两银子 是多少吧 张姑娘 你从上个月就在看铺面 却一直没买下来 怕是手里银钱不够吧 我有没有银子关你什么事 这个铺面本小姐看好了 你现在可以滚了 不要以为你那个没本事的娘 重新涨嫁有什么了不起的 说不定哪天 将军府再抬进去几个美人 你娘又要成为下堂妻了 以后出门在外 说话的时候最好过过脑子 如果下次再让我听见 你敢在背后收我娘的不是 你这张如花似玉的小脸 可就要被划花了 苏 苏文叔 你竟然敢打我 你就不怕我们宁远侯府 你只不过是宁远侯府的数出姑娘 我有什么好怕的 敌数有别 你最好认清自己的身份 就算我现在杀了你 宁远侯府也不会为你出头 不行不行 这个铺面我要了 我们现在就去把手续办了 那官差接过银票一看 不多不少 正好刚够八千两银价 官差最是会察言观色 不愧是郑国大将军府出来的敌女 就是跟其他世家贵女不同 苏文叔今天心情挺好 被张燕然这么一闹 她就有些不爽 本来想过些日子再把铺面买下来 今天索性全都买了 免得夜长猛多 苏文叔出去逛了一会儿 就花了一万多两银子 这心里瞬间舒畅了 穆颜 你这次去剿匪 可要早点回来 我娘准备在将军府办个宴席 到时候我希望你也能在 苏文叔不止想给自己证明 她还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她苏文叔已经成婚了 好 明天我骑小红去剿匪 咱也讨个吉利 来个开门红 早点把那群劫匪给收拾了 莫宝云这几天 一直忙着筹备宴席的事 母女两人正说着话 莫默默带着几个丫鬟 于贯而入 大小姐 这是银楼那边送来的首饰 你挑挑看可有喜欢的 如果没有 我再让银楼送些新花样过来 宴席是为苏婉叔特意办的 苏婉叔这个主角 自然是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苏婉叔拿着布窑看了又看 喜欢的不得了 除了布窑 还有其他各色赃花 苏婉叔挑了几只也就罢了 大小姐 你要不要选只镯子 已经带了一头金银首饰了 镯子就选翡翠的吧 莫莫莫 我屋里有两只翡翠镯子 很是不错 回头我带自己的就好 不用再给我添置东西了 好 夫人 你要不要再挑几件 我一把年纪了 我需要这些 娘 你等我一下 说着苏婉叔假意回屋 实则从空间里 拿出一对翡翠手镯来 娘 这个给你 苏婉叔把翡翠镯子 套在木宝银的手腕上 又拿起一条多宝项链 戴在她的颈上 真好看 天呀婉叔 你这金珠哪里来的 娘 你就安心带着 木嬷嬷 你把这些手势 拿给婉双飘飘 她也要参加婉宴 一山手势 自然是不能比 其他家的闺女差 很快 京城里各大世家 陆续收到将军府 送来的请帖 宁远侯府张夫人 也同样收到请帖 一般这样的宴席 张夫人应该带她嫡子女 张丽珍去的 但听到消息的张燕燃 跑到张夫人跟前 要求她带上她一起去 行 那就带着你们姐妹两人 一起去 母亲 郑国大将军府 以前不都是苏二夫人 举办宴席 怎么这次换苏夫人了 以后将军府 她是不会再有什么 苏二夫人了 你去将军府之后 醒醒些 可千万不要再提 那些有的没的 她这次举办宴席 是为了庆贺 她丢失多年的嫡女 被找回来了 母亲 此时我也略有耳闻 听说那个苏婉姝 是从很偏僻的小村子里 找回来的 而且还成了婚 嫁给一个乡下穷小子 不知道是否有此事 你一个内院的小姑娘 打听这些事情做什么 有那时间 不如好好练练你的琵琶 我听说四皇子 最是喜欢听琵琶曲 如果你以后 真能成了四皇子的侧妃 也不枉我这当母亲的 多年细心教导 张燕然被张夫人 信扯了一通 也不敢再打听 苏婉姝的消息 她心里想着 张夫人不正面回答她 那此事应该 十之八九是真的 她暗暗窃喜 那日苏婉姝跟她抢破面 她还以为苏婉姝 也是为了在四皇子 跟前露脸 这才故意抢她抢破面 现在看来 应该不是这么回事 苏婉姝一个成婚的女子 是怎么也不可能 信四皇子府的 举办宴席的日子 终于来临了 跟将军府 关系相好的世家 最先过来 门口的小司 高声念着 各世家送来的贺礼 但凡是明眼人 一看这架势 就明白苏婉姝 是极为喜欢苏婉姝的 那些带贺礼 略有些轻的人家 趁着小司 还没念他们的贺礼 赶紧在后面 加上几张银票 四皇子 送海珠项链一条 金项圈一个 紫月锦四匹 落霞锦四匹 金麒麟一对 山湖树一棵 四皇子都给苏婉姝 送来贺礼 这里面传递出不少信息 娘 你说当初 将军府和皇上 订的那门婚约 现在还算数吗 那怎么可能 就算皇上 想让这门婚约算数 四皇子怕事 也不会同意 苏婉姝可成婚了 我听人说 苏婉姝的夫君 被苏将军 带去军中历练 这不是明摆着 他承认了 这门婚事吗 我想也是 四皇子怎么可能 看上一个 已成婚的夫人 如果要喜欢 也是喜欢 嫣然这样的大美人 姐姐 你就知道取笑我 屋子里 进进出出不少人 临近中午的时候 苏婉姝才姗姗来职 在座的所有夫人 全是人精 从苏婉姝进门的 那一瞬间开始 她的一举一动 一颦一笑 全都在这些夫人眼中 被揣摩 一直站在张夫人身后的 张嫣然 看着苏婉姝身上 穿得漂亮衣衫 戴得昂贵首饰 她简直要极度疯了 凭什么一个乡下野丫头 都能比她高一头 安叔 你带着这些姐妹 去院里逛逛 我们这些人年纪大了 说的话题 你们小姑娘也不爱听 苏婉姝很是乖巧地 上前给穆保园行礼 然后带着屋里的姑娘们 去另外一边的小花厅 穆姐姐 你尝尝我这花茶如何 跟众位姑娘说了一会儿话 苏婉姝对威远 大将军家的嫡女 穆无双很有好感 甚好 甚好 回头我走的时候 你记得给我带走一些 这个好说 两人聊着聊着 说起习武的事来 这才发现 穆无双竟然也会功夫 穆姐姐 我们要不要来比划一下 好啊 一会儿你输了 可不能哭鼻子 两人索性在院子里 比划起来 苏婉姝的剑法 很是飘逸 穆无双的剑法 则是刚柔共计 两人缠斗在一起 你来我往 一时间 竟然难分高下 两人在院子里过招 引来不少贵女 铸足观望 平日里很少露面的苏婉姝 今天也来参加宴席 自从苏婉姝回来之后 曾经属于他苏婉姝的光芒 全都被苏婉姝夺了去 他这个将军府的二小姐 几乎被人完全忽视 而且今天四皇子 竟然还给苏婉姝送来了贺礼 苏婉姝极度的眼睛都要红了 凭什么苏婉姝一出现 他就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抢走了 好 真没想到 苏姑娘的剑术如此了得 不知道何时 四皇子萧景峰来了后院 她这一出生 一院子的贵女 齐齐朝萧景峰行礼 本来站挺远的苏婉姝 没想到在这里看到萧景峰 她的脸颊微微泛红 小心翼翼地往她那边看 可惜在场的人实在是不少 萧景峰根本就没看到苏婉姝 萧景峰来后院 其实也没什么事 只是过来很是寻常地 跟苏婉姝说了几句话 就去前院了 她如此 让在场很多人都看不明白 她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苏婉姝这个当事人 更是莫名其妙 两人没什么交集 刚才萧景峰朝她笑得那么灿烂 怕是有不少人 此刻已经记恨上了她 苏婉姝带着内宅的姑娘们 继续逛园子 却不知道 苏婉姝什么时候溜掉了 正在将军府吃酒的萧景峰 收到苏婉姝的纸条 在酒席上稍微硬抽了两句 就提前离开了 她没回自己府邸 而是去了苏婉姝去的那个小院 小双 你个小小姐 是不是想本殿下了 萧景峰掀开里屋的帘子 只感觉一阵香气扑面而来 殿下 你是不是都忘记小双了 今天只跟着姐姐说话 都不搭理小双 苏婉姝拉着萧景峰的手 有意无意地摩擦着她的手心 小双 这是吃醋了 萧景峰哪里受得了苏婉姝的撩拨 直接把人按在了墙上 陛下 别 别在这里 苏婉姝低声哀酒 可惜萧景峰只顾着自己刺激 哪里会管苏婉姝的哀酒 屋子里清甜的香气环绕 萧景峰却一点没怀疑这新香有什么问题 屋里暗香散去 萧景峰慢条丝里地穿着自己的衣衫 殿下 你什么时候迎娶我禁服 我们总不能一直如此 这样不是挺好 你也知道 我府上的那些 阴阴厌厌 很是过早 你又何必去跟他们为伍 我以后没事多来看看你好了 殿下 你不会还想着姐姐吧 她可已经成婚了 萧景峰突然想起 曾经刘贵妃跟她说的话 她身边可以有很多侧妃 但太子妃只能有一个 这个人必须能帮她管住 内宅里的一切事情 只有内宅一片平静 她才能坐稳她的太子之位 以前萧景峰还不明白 刘贵妃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一直等到她了解苏婉姝 她才恍然大悟 只有像苏婉姝这般厉害的女子 才能让她托付中愧 万一她以后登基 也只有苏婉姝这般身份的女子 才能压制住后宫 那些身家背景强大的嫔妃 想通的萧景峰下定决心 一定要娶到苏婉姝 哪怕现在苏婉姝已经成婚 她也有无数个办法 让她成为她的正妻 想到苏婉姝的好 萧景峰感觉 身边的苏婉双更是无趣 除了会暖床 半点作用都没有 而可以给她暖床的女子 何其多 苏婉姝并不是那个最初挑的 小双 以后对你姐姐恭敬一些 等什么时候 我把婉姝取进门 我不介意 你过去给我当个妾室 她是万万没想到 萧景峰竟会有如此想法 苏婉姝 早晚有一天 我会让你跪在我的脚下 娘 你可看见婉双了 我一直在里屋跟夫人们说话 没见婉双啊 这孩子越来越不像话了 整天逼着我不说 今天这么大的宴席 竟直接找不到人 默默默 你去问问 婉双做什么去了 看见她 让她过来见我 婉双 你是怎么受伤的 什么受伤 婉双我是大夫 你这走路姿势非常明显 就算我不说 府里年纪略大些的管事嬷嬷 也能看出来 刚才在娘屋里 我没点破此事 已经给你留了脸面 你是大夫又怎么了 我只是身子不舒服而已 苏婉姝去抓苏婉双的手腕 本意是想框她一下 让她说出实情 却没想到 当她摸到苏婉双的脉时 整个人都惊呆了 婉双 你怀孕了 这怎么可能 我都有喝鼻子汤 看来我猜得没错 婉双你可真是糊涂 此事事关重大 必须要告诉穆宝云才行 姐姐 我求求你了 千万不要把此事告诉娘 我会被娘打死的 你这会儿哭又有什么用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此事必须告诉娘 她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保住你的 婉双 从你来癸水开始 娘就派了教养嬷嬷嬷教你 这么多年 难道你就一点都没听进去吗 就你这种行为 如果放在其他世家 你连今天晚上都活不过 此事传出去 很有可能带累整个家族的仕途 娘 是我鬼迷心窍 才会和四皇子有了情谊 都是我的错 你可要想办法救救我呀 婉双 你可真傻 难道你感觉不出来 四皇子只是把你当作一件玩物吗 不会的 不会的娘 四皇子也是喜欢我的 如果四皇子真心喜欢你 会立马来我们府上提亲 而不是偷偷摸摸跟你来往 唉 一会儿让婉叔开一副药 等着孩子没了 你养好身子 娘跟你找一户人家嫁了吧 娘 还请你帮我想想办法 我想嫁进四皇子府 婉双 那四皇子府有什么好的 你嫁进去 想要面对一群豺狼虎豹 你肚子里的孩子 能不能安安稳稳地生下来都难说 娘 我心意已决 还求你帮我想想办法 我不想让我的孩子没有出生 就这么没了 慕宝云见苏婉双如此 气得不行 让身边的粗食婆子 把苏婉双送回她自己的院子 没有她的命令 不准苏婉双出门 都是我这个当娘的不好 这些年没有好好教导婉双 你并没有错 此事万万不能传出去 慕嬷嬷嬷 你把院子里的丫鬟婆子都敲打一番 今日之时 谁如果敢透露出去半个字 就给我乱棍打死 是 奴婉这就去 自从上山之后 香木炎总是感觉心神不明 周围明明一个人影都没有 她却老感觉 有人好似在盯着她 请 头儿 怎么了 我总感觉 好似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在场的所有兵族 都以为肖木炎这几件 肯定会落空的 按照她手里的情报 平阳山的这个土匪窝 土匪并不多 而且全部都是乌合之众 根本没有拳脚功夫 可眼前冲过来的这群山匪 一看就人数众多 而且每个人手里 都拿着十分精良的武器 并不是粗枝滥造的 香木炎心中一片冰冷 她中计了 一把中剑 在香木炎手中被捂得虎虎生风 可围过来的山匪实在是太多了 哪怕是香木炎再厉害 以一人之力也无法保护所有人 小虎 带着人跑 快点 给我跑 孙小虎暗暗咬着后槽牙 最终还是选择掩护其他人后撤 今天小爷就让你们这些山匪见识见识 小爷的功夫到底如何 他瞬间化身地狱来的修罗 不停地用鲜血清洗他手里的重剑 一战查之后 香木炎胳膊上被人砍了一刀 他不再练战 一个横扫出去 快速地退出战斗圈 给我追 别让他跑了 一直以来 香木炎感觉自己武功很高 又看过很多兵书 跟着范海卿也打过很多次仗 可没想到却在山匪手里摔了个大跟头 而且还被山匪追着跑了几里地 半个时辰之后 他终于在一片山谷内找到孙小虎 孙小虎见香木炎一身的险 吓了一跳 赶紧去查看他的伤势 没事 一点皮外伤 大家不要沮丧 今天我们是被偷袭了 而且探子给我们的消息也不对 如果你们信得过往 就跟我一起去摸山匪的老巢 咱们把他们的底细摸清楚了 咱们给他们杀个回马枪 给今天死上的兄弟们报仇 头说的对 这个亏咱不能白吃 那就先好好休息 一会儿 我们从山上绕到土匪窝去 小虎 我怎么感觉 刚才跟我们打仗的这群山匪 不像是普通山匪呢 我看也不像山匪 以前我也跟着其他将军搅匪过 他们就算手上有武器 但以我的功夫 收拾起他们来也是非常容易的 有些棘手啊 这些山匪使用的招数当中 竟然有军中平时训练的招数 有军中的人冒充山匪 一时间 江沐妍想不明白 这些军中的人到底是几个意思 是军中有人缺银钱 故意来抢钱 还是跟京城几位皇子有关 真是贵心啊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毛头小子 也敢来打我们的主意 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你个小兵卒抱怨什么 小心让上面的人听见收拾你 哎呀 我们在这里好好的 不要弄些事情了 还不让人抱怨两句 咱这里离着黑雁军的主地可不远 万一下子派来的是黑雁军 咱个儿几个还活不活了 兄弟 放心好了 四皇子既然让我们在这里 就肯定不会来什么黑雁军 你只管放心好了 你们两个把嘴给我闭上 下次再让我听见你们说一些有都没的 小心我把你们的舌头割下来 没想到还真让他猜对了 这群山匪是四皇子的人假扮的 临近吃午饭 又有一些山匪从山洞内出来 香木炎大概数了一下 这里最少有六七百山匪 而且从他们的吃穿用度上来看 他们在山上的生活很是不错 小虎 你带一万人回去找苏将军 就说平阳山这边有七百多个山分 我们这点人收拾不了 让他带人过来 其余人四散开 隐蔽在暗处 得带援军来 属下两庙 平阳山桥匪有变 素带着毒药来 苏宛书隐约猜出 香木炎应该是遇上什么解决不了的事了 他不敢耽搁 旗上小白以最快的速度冲了出去 白团团 木炎离着我们还很远吗 苏宛书在山林中走了这么长时间 也是累得够呛 不远那就继续吧 香木炎站在树上四处眺望 隐约看到一个身影朝他这边走来 媳妇 来不及多说 香木炎抱着苏宛书就飞上了大树 媳妇 你怎么穿成这样 穿男装行事方便 我一路过来 遇上好几队在山上巡逻的山匪 你不是说来剿匪吗 怎么现在变成了这般模样 香木炎苦笑了一下 也没瞒着苏宛书 把他被人伏击的事 详详细细地说给苏宛书听 木炎 你有没有想过 你发现的这个山匪窝 并不是苏将军让你们围剿的那个山匪窝 这 我怀疑这个七百人的山匪窝 是四皇子手里的一枚暗器 平阳山上那个一百人的山匪窝 还有可能是障眼法 甚至有可能是故意引你来的 怪不得 那个山匪头领 敢一开口就要花一百两银子悬上我的手机 感情不是山匪有银钱 而是萧锦锋有 萧锦锋可以对我下死手 甚至还可以派杀手来刺杀我 难道不应该骗我 让我带着一群新兵来剿匪 一想到跟着自己一起来剿匪 却惨死在甲山匪刀下的新兵们 萧锋锦锋的怒气怎么也安isions 那么也卡不住 如果此刻萧锦锋在他跟前 他绝对会把萧锦锋大泻八块 丢到山间卫狼 穆颜 不要冲动 冲动会让你的大脑失去理智 做出令你后悔的事 将穆颜一双大手 落在苏婉叔腰上 她不由分说地狠狠 回稳了苏婉叔 媳妇 如果我要亲自动手 杀了萧景峰 你会不会劝我不要动手 这跟我又有何干 我和萧景峰没有任何交集 就算她现在立马死了 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 不过如果你要杀萧景峰 还需要隐藏身份 免得牵扯到南风村的百姓 媳妇 你带的毒药多不多 我要一次晕倒七百多人 还是需要不少毒药 这个药丸叫无梦 以后我把他们 全都丢到山匪的老巢里 不出一盏茶的功夫 所有人都会沉沉睡去 而且一夜无梦 以后被叫醒 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 睡死过去的 两人从大树上下来 悄悄潜入山寨内 媳妇 中毒的山匪 不会就那么死了吧 不会 想要唤醒他们很简单 只需要在院子里 点一挂鞭炮 震天想的炮烛声 就能把他们全部吓醒 苏婉叔和香木炎 在外面等了好一会儿 见整个山匪老巢 都陷入寂静当中 两人才犹如两只小猫一般 悄悄潜入山洞内 苏婉叔心中暗暗激动 萧景峰如此重视这个山洞 看来这里面 有不少好东西 山洞看起来 好像是人工凿出来的 第一个铁门打开 里面整整齐齐的 全都是各种刀剑之类的武器 连着开了好几道铁门 里面全都是兵器 萧景峰这是想要起兵造反 这几百人也不够吧 小兔还有三窟 萧景峰 应该是把私兵 藏在了其他地方 这里 只是个放武器的地方 不会全是武器 一点经营都没有吧 不会的 萧景峰要起兵造反 总要有军饷 那银子 不会有人给他卖命的 嗯 这话倒是有几分道理 好家伙 这些银砖都是官府的 看来 支持萧景峰的官员不少吧 刘贵妃掌权多年 整个苍弃国的人 都认为萧景峰会被立为太子 嘿呀 嘿 那咱就不让他当太子 皇帝指儿子就有二十几个 而且还有先皇后所生的九皇子 就算排队 也排不到他萧景峰 萧景峰肯定不只是这点金银 看来这个山寨 主要还是用来放武器的 媳妇 只要你愿意 我就带你去四皇子府 他府里肯定藏了不少好东西 我哪有那么贪财 这次只是顺手 搜刮点东西罢了 走吧 这里没藏什么好东西了 就在两人想着 怎么收拾昏死过去的山匪时 突然苏万叔听见远处的山林中 传来众多脚步声 苏万叔心中意紧 不会是又有山匪来了吧 白团团 你去看看来的是什么人 没一会儿功夫 白团团就冲过来 他在树叉上 上蹿下跳 吱吱地叫个不停 甚至还用他的小爪子 在空中画了个大圈 露出呲牙咧嘴的模样 媳妇 到底是来什么人了 我怎么看不明白 白团团 比划的呢 你是不是送信给苏将军了 他亲自带人过来了 差点把这事给忘了 没事 我去点挂鞭炮 这些山匪刚醒来 还没反应过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一个个被黑眼军 无非吹灰之力 全部给抓了起来 属下 见过将军 萧莫言把自己 发现山寨的所有事情 一无一时地说了个清楚 慕衙 你可听清楚了 绝对听清楚了 将军如果不信 可以抓几个山匪 询问一番 很好 慕衙 去把山匪的头儿 给我押过来 我要亲自审问 是 启禀将军 山匪窝里的大当家 自裁了 这是个二当家 说说吧 你们山匪窝 哪里来的本事 竟然私藏了这么多武器 跪在地上的二当家 也是个硬气的 他只跪在地上 一句话都不肯说 山洞里 很快传来 惨绝人寰的叫喊声 这下不用苏廷义问 二当家把什么都说了 包括他们是 萧景峰 张牧的私兵 也一并说了 苏廷义没当着 众人的面发火 而是让众人 先收拾山寨 今天大家 先在这里安顿下 这么说 你也感觉苏将军 不会跟萧景峰为伍 是 苏将军说 此时要他回去 汇报给皇上 到时皇上有可能 宣我进宫说话 此时闹到皇帝跟前 萧景峰可叫倒霉了 看来苏将军 还是挺聪明的嘛 当下这个时候没有战队 以后真有个什么事 新皇登基 他也可以继续 当他的镇国大将军 先向沐延进宫的圣旨 突然就到了将军府 来宣旨的太监 只有一人 而且还是骑快马来的 说皇上这会儿 正在宫里等着萧沐延 让他赶紧换一身衣服 就跟他进宫 萧沐延换了他 最隆重的一身衣衫 骑着小白进宫了 穆衍 见了皇上 还不赶紧行跪拜大礼 见过皇上 景元帝明显愣了一下 他总感觉 好似在哪里见过萧沐延 却又想不起来 起来吧 沐延 朕听苏将军说 是你去平阳山剿匪的 你给朕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面对萧景峰 有可能私藏兵器 图谋故轨这件事 景元帝表现得 倒是极为淡定 儿子大了 没一个省心的 沐延啊 朕看战报 在这场剿匪战役中 你一人之力 斩杀五十多个山匪 伤了数百人 你这功夫 只当个小将军 着实可惜了 不如 朕把你调到宫里 给朕当护卫 你看如何啊 回皇上 末将 想去镇守边关 我倒是忘了 你以前跟着 奋小将军 诸说过边城 不错 难而知在四方 这小小的皇宫 不应该困住你 吉人正说着话 只听外面太监 突然来报 说是四皇子 萧景峰求见 他消息倒是灵通 我正还没找他呢 他自喜就先来了 舒将军啊 你和穆颜 先去片殿等我一会儿 两人刚进门 就听见景元帝那边 传来查展碎裂的声音 萧穆颜心中暗暗惊讶 看来刚才自己说 剿匪的事实 景元帝已经极为生气了 只是他没表现出来罢了 没想到国师也进宫了 皇上宣微臣进宫 微臣自然不敢耽搁 萧穆颜这还是第一次 见一个男人 能够长得比女人还好看 他不免多看了无形和尚两眼 小将军 我们见面即是缘分 不知道 你的深沉八字是几何 我看是小将军面色红润 定是个有福之人 耿直的萧穆颜 直接拒绝了 而此刻站在萧穆颜 跟前的无心和尚 无是别人 正是当年萧素兰 曾经求过的妖僧 无情和尚 无情和尚 来到京城 摇身一变 成了白马寺的无心和尚 还被景元帝封了国师 他的本事可不一般 一进门 就感觉萧穆颜身上 隐隐有霞光闪动 无心和尚只知道 萧穆颜肯定不是普通人 可怎么个不普通法 他又算不出来 就连景元帝 他都能看明白他的一生 怎么到了萧穆颜这里 他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这也太奇怪了些 无心和尚正想再套 萧棉的话 景元帝身边伺候的太监 过来悬他过去 无心和尚只能把心中的好奇 暂时放下 先去见景元帝 无心和尚和萧景峰是一伙的 当年无心和尚 还是刘贵妃引荐给皇上的 刚才皇上摔了插斩 那会儿应该是萧景峰 去解释平阳山山匪的事 后来无心和尚进去 应该是帮四皇子解围的 看来他们已经说动了皇上 这才没有我们什么事了 萧穆颜目瞪口呆地看向苏廷义 他完全不明白 萧景峰都想要谋反了 怎么就能这么快把自己摘干净 国师啊 你这药是越来越厉害了 前几日我还感觉身上略有些疲惫 现在只这一会儿 我只感觉自己好像如获重生 浑身上下每一块骨头都是舒坦的 只要皇上把心放宽 不要想那些让皇上心情不好的事 皇上的身子自然是会越来越强健的 为了保证龙体 皇上这段日子还是要忍着些 不要宠幸了后妃 自然 朕知道其中厉害 无形和尚在景元帝的寝殿里 一直待到景元帝沉沉睡下 这才离开 国师大人 刚才如果不是你 给我出了这么个主意 今天这一关呢 我怕是就要过不去了 最近殿下行事可要低调一些 我刚才在偏殿 见到那个叫萧木炎的 还看起来 可不像是个心眼多的 我琢磨着 他不可能进入平阳山 把殿下藏那么深的东西给找出来 这其中怕是有高人指点 殿下要从自己身边查一查 免得有奸细 国师请放心 一会儿回府 我就把那些吃里爬外的给揪出来 我会让他们 后悔活在这个世上 无形和尚回了国师府 刚进自己的屋子 就闻到屋里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素兰 这是想我了 国师 你忘记今天答应我的事了吗 差点忘记了 谁会想到 如此一张漂亮的皮囊下 竟是用如此恶臭的药丸维持的 国师 春宵一刻值千金 你不急吗 能人不着急 我就喜欢 看着你发疯的模样 很快 肖素兰的脸颊微微胀红 他知道药劲开始了 李智一点一点被疯狂所替代 肖素兰的一双眼睛 变成了妖艺的红色 有什么东西在肖素兰脑海中炸开 他仅存的一点理智 荡然无存 他浑身清清紫紫 全是伤痕 痛得他几乎要晕死过去 可就算这样 他也只能忍了 因为这一切 都是他自己选的路 肖素兰不知道 在床上躺了多长时间 他才有力气把自己的衣服 一件一件地穿起来 你怎么没走 卧师 我听说四皇子又闯祸了 肖锦峰徒有其表 不足为惧 话虽是这么说 但我们不要掉以轻心 眼看着肖锦辉的册封典礼 就在眼前 卧师可帮我想出什么应对的办法来了 我已经派人去查了 你可确定 肖锦辉是个假皇子 卧师 如果我没有师祖把握 怎么敢来劳烦你 嗯 此时再等几日 我估摸着 很快就能找到 当年给先皇后接生的嬷嬷 肖锦之才是正统 以后也只有他才会被立为太子 肖素兰正义子 是想让他把肖锦辉 现在给弄死 你赶紧离开吧 皇上的眼线非常多 你少往我这跑 我都来了一趟了 过时也不让我见见我妹妹吗 没那个必要 肖云现在是我的侍女 早已经不是你妹妹了 肖素兰见无心和尚不肯让步 她没有办法 只能暂时先离开 她走了 她这是来提醒我 尽快把肖锦之的事情给办了 肖素兰真是脸大 肖锦之的出身我最清楚 她根本就不是什么皇子 是肖素兰弄来的假货 还说什么正通 也不怕人笑话 是真是假都不要紧 只要肖锦之以后成为傀儡皇帝 这天下就是我们的 也不知道肖素兰怎么鬼迷心窍 非说肖锦之才是真正的九皇子 她求无心和尚 帮她让肖锦之重新夺回皇位 而作为交换 她把自己的亲妹妹肖云 送给了无心和尚 以前的肖云胆小 单纯 存在感极跌 可就这么一个小姑娘 自从被肖素兰送给无心和尚之后 短短几个月的功夫 肖云手里就多了好几条人命 肖素兰来到自己屋里 却不见肖锦之的踪影 问过身边的丫鬟 也全都不知道 肖素兰的脸一沉 快步从屋里出来 去了西跨院 一个一个院子找过去 果然在一个偏僻的院子里 捉到了失踪的肖锦之 还有她身边的大丫鬟月白 素兰 你听我解释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锦之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你身子才刚刚养好 不宜行了 等你身子完全扛健了 身边永远不会缺出身高贵的美人 二相月白这种低贱货色 连给你提鞋都不配 来人 把月白给我卖到西市 最低贱的窑子里去 给我找两个人看着 你让人死吧 公子 你要救月白呀公子 公子 求求你发发善心留下我吧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苏兰 你别生气 是这丫头来勾引我的 我保证以后听你的话 不再乱来 锦之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的身子着想 萧锦之赶紧点头 拉着萧素兰就往院外走 至于刚才还跟她轻轻握我的月白 早已经被萧锦之抛到脑后 锦之 我今天出去打听到 萧锦峰出怒龙颜 被皇上狠狠训斥了一番 我琢磨着最近一段时间 萧锦峰肯定会低调行事 也不知道无心和尚 能不能趁着这个机会 帮我们想出个对策来 苏兰 我心里颇为忐忑 你说 我真的能成为九皇子吗 就算我进宫了 又能在宫里活下去吗 我听说了 现在宫里那位九皇子 从小身体就不好 我琢磨他莫不是被刘贵妃下了毒 这才整日活得半死不活的 萧素兰见萧锦之的怂恙 一口小白牙差点咬碎了 静之 没有什么好怕的 你还有我呢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 帮你拿回本应该属于你的东西 这一路走来 多亏了你呢 苏兰 以后我如果真能坐上皇位 定要封你为皇后 皇上是个棒锤吗 自己儿子都要造反了 他怎么还不管啊 我也猜不透 但这个仇 我一定要为兄弟们报 不能让他们白死 萧锦锋想要图谋不轨 肯定需要大量银子 而这些银子 总不可能是官员无缘无故 给送上门来的 只要我们把萧锦锋和朝中官员 相互勾结 敛财的事情给他报出去 我就不信皇上还能跟现在 这般轻描淡写的结果 媳妇 调查萧锦锋的事情 就交给我吧 你手里有可用的人 当然 那就把此事交给你了 最近一段时间 我在京城的两个铺面 就要开业了 怕是要忙一段时间 还真没空盯着萧锦锋 媳妇 时辰到了 我去点鞭炮 好 各位 今天我们一品斋开业 所有点心都给让利 买一斤点心 送半斤杏仁酥 买两斤送一斤杏仁酥 多买多得 围观的百姓 纷纷进点心铺子 一探究竟 媳妇 你现在可以放心了 今天这么多人来买点心 大家口口相传 一品斋 肯定会被很多人认可 希望如此吧 夫人 刚才我听人说 三幅胡同那边 开了一家点心铺子 卖的点心非常不错 我们要不要去看看 行 我们正好路过那边 那就过去看看 萧苏兰坐的轿子 停在一品斋门口 她挑开帘子 看了一眼 见一品斋的门面 还算不错 这才从轿子上下来 她微微仰着下巴 在丫鬟们的拥促下 慢慢往一品斋走 而此时此刻 一脸笑意的苏婉叔和萧木炎 也从铺子里出来 双方好巧不巧地 就在铺面门口相遇 你是萧木炎 康姐 若年不见 你别来无恙 木炎 你那吃傻的病全好了吗 托你的福 当年吊河里我没死 不但还活下来了 也不再吃傻了 木炎 你肯定是鸡差了 当年你姐夫吊建河里 我是去救你姐夫的 水下混乱 我这才伤了你 是吗 你去救萧锦致的时候 再怎么混乱 那双手 也不应该掐我的脖子吧 木炎 你肯定是记错了 我是你青唐姐 怎么会害你 萧苏兰 你也好意思说你是木炎的堂姐 你自己没心自问 你有没有对她动过杀心 还有 以前你仗着自己有点小聪明 欺负我爹我娘的事 要不要我一并跟你掰扯掰扯 你是 我是苏婉叔 你怎么不认识我了 这怎么可能 在萧苏兰的印象当中 苏婉叔瘦瘦小小的 母样虽是好看 但也只比村里的村姑强一些 是不是很惊喜啊 我这张脸可是天生的 以前在南风村的时候不像你 你这张脸怕是吃了什么厉害的药材变得如此好看吧 苏婉叔就算你变得再漂亮又如何 你不过是个村里出来的野丫头罢了 和我就不同了 我嫁得好 以后的日子还长远着呢 嫁得好 不如自己出身好 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听说 郑国大将军丢失多年的敌女 前些日子回京城了 一个乡下来的小丫头骗子 就算是将军府敌女又如何 还不是照样被她欺辱 苏婉叔 这点心铺子不会是你开的吧 是我开的 我手里银子太多没地方花用 开间铺子打发打发时间 胭脂 每样点心都给我撑半斤 都长官 以后摆出来的点心 全都当着所有人的面 你都让后厨过来给人试吃一下 免得有些人心怀不轨 买了我们的点心回去再做手脚 东家放心 每一颅点心出来之后 王师傅都会亲自品尝 确保每一颅点心都好吃 他拿起一块杏仁酥 只尝了一口就吐在地上 苏婉叔 你这是什么杏仁 吃起来怎么有些苦 这些点心我全都不要了 本井给我退钱 萧素兰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有没有发现 你的脑子半点长进都没有 你如此在这里闹食 不过是让我笑话你一场罢了 说着 苏婉叔就让店里伙计 把萧素兰那包杏仁酥 当着众人的面 分给铺子里的百姓尝一尝 这位姑娘 人家点心铺子刚开业 你就来搅和人家生意 这是多大仇怨呢 就是 我以前也在别家买过杏仁酥 可没一品摘得好吃 一尝就是用好杏仁做的 苏婉叔 你也就骗骗别人 我什么好东西没吃过 就你铺子里的这些杏仁酥 我尝一口就知道 里面肯定是有便宜的苦杏仁 大家平日里吃杏仁酥比较少 自然是成不出来的 正在后厨忙碌的王师傅 听说开业第一天 就有人上门找茬 于是王师傅端着用了半盆的杏仁碎 一脸怒气地从后厨冲出来 谁他娘的说我用料餐夹 这里面的每一个杏仁 都是我王某人看着挑的 你 你敢无礼 这位大嫂 你说话能不能过过脑子呀 我王某人做了多少年的点心 还从来没有做过一炉没良性的 今天我就跟你好好地掰扯掰扯 我这杏仁到底是甜的还是苦的 王师傅一气大嫂 把萧素兰叫得 差点没气地直接晕死过去 你这一大盘杏仁混在一起 谁知道里面有没有忏苦杏仁 大家都尝尝 如果谁能从这一碗杏仁碎里 找出一片苦杏仁 我王某人白送他一百两银子 谁吃出一粒苦杏仁了 王师傅信心满满地看向众人 只见所有人都摇里摇头 他们倒想吃出一粒苦杏仁来 可惜王师傅根本就不给他们这个机会 兼职把其他没有开封的典型都给我退了 这份新人酥也给我拿出去丢给乞丐 萧素兰 你以为我苏婉叔是个软狮子吗 来人 把萧素兰给我撵出去 就他这样心思歹毒的女人 不配吃我一品斋的点心 随着苏婉叔的一声令下 铺子里的伙计一拥而上 萧素兰带来的护卫想上前阻挡 直接就被萧木炎一脚一个踹出了铺子 刚才萧素兰买的那些点心花了不少银子 苏婉叔直接让杜掌柜把银子折成铜钱 也跟着一起丢出来 苏婉叔 你欺人太甚 萧素兰自从来到京城之后 还从来没跟今天这般狼狈 今天是东市大吉 三幅胡同人来人往 非常热闹 他这么一个大美人跌坐在地上 瞬间引来不少探究的目光 萧素兰 从你对木炎动了杀心那天开始 我和你今生不死不休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敢姐夫我起来 萧素兰你听着 从今往后 你进京城铺面的时候最好打听一下 那是不是我苏婉叔开的 从今天开始 但凡是我苏婉叔掌管的铺子 都不再欢迎你萧素兰 见你一次 我就打你一次 气死我了 苏婉叔怎么能那么嚣张 她怎么会是将军府的嫡女 夫人 气大伤身啊 你万万不可因为一些小人伤了自己 我能不气 我又今天费了多少心思 受了多少苦 凭什么她苏婉叔 什么都没经历 就能摇身一变成了 郑国大将军的嫡女 还有那个萧穆颜 她以前就是个傻子 是我连一个正眼 都看不上的蝼蚁 可现在 她日子过得却比我好 还积压到我头上来了 夫人你忘了 救皇子 萧素兰 萧素兰一想到萧锦之 脸上的愤怒 终于散了一些 苏婉叔是郑国大将军的嫡女 又能如何 她又不能带兵打仗 又不能继承将军的职位 最多也就是手里的银钱 多一些罢了 她萧素兰以后 可是要当皇后 母仪天下的 斯兰想去 萧素兰决定去一趟国师府 找无心和尚 上次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 最近一段时间 让你消停点 不要总是来找我 我是大人 我也是没有办法 这都多长时间了 关于九皇子的事 你一直没联系我 眼看着九皇子的册封大典 就在眼前了 没有我的点头 九皇子的册封大典 肯定还要往后推的 话是这么说 可我心里总是有些不踏实 我已经找到当年 先皇后的接生嬷嬷 现在已经派人去接了 等接生嬷嬷一来到京城 我会亲自去找皇上 说明此事 不是大人 那接生嬷嬷真的能证明 宫里那个九皇子是假的吗 接生嬷嬷 本来是要被灭口的 她自己长了个心眼 半路跑了 据我的人来报 说真正的九皇子出生的时候 后腰上有一块胎迹 那胎迹 皇上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 我是大人 不知道九皇子身后上的胎迹 是什么样的 听说 好似跟铜钱一般 只是比铜钱略小一些 她小心翼翼保护的萧锦之 后腰上根本就没有任何胎迹 更不要说是什么铜钱模样的 萧素兰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明明在梦中 萧锦之就是被封了秦王 准备封为太子 怎么重来一次 萧锦之竟然不是秦王 更不是九皇子 难道他付出了这么多 就要竹篮打水一场空吗 苏兰 你怎么了 没什么事 等这个接受嬷嬷来京城之后 还希望国师先让我见上一面 好问问当初九皇子出生的事 免得以后锦之进宫之后 被人抓住纰漏 无心和尚点了点头 倒是颇为认同萧素兰这想法 毕竟萧锦之流落民间多年 想要让皇上承认他的存在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姑娘 老婆子是真记不了那么清楚了 时隔二十几年 这胎气肯定有变化 跟我话得有出入也说不定啊 也是 无心和尚让人把王婆子带出去 这才开口 苏兰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萧素兰本想隐瞒萧锦之没有胎气的事 但他一抬头 闭上无心和尚那双锐利的眼睛 最终还是没敢继续隐瞒下去 不瞒果实 也不知道那块胎气到底是怎么回事 随着锦之的年龄增长 竟然消失了 如果锦之一直长在皇宫里 一块胎气消失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锦之流落民间多年 现在想要证明身份 这块胎气怕是说不明白 他就说 当初见萧锦之第一面的时候 他就感觉他身上的富贵气不够稳 原来是个假货 这个好说 改天 你带着萧锦之来这里 我给他做一个胎记 保管谁也看不出来是假的 不谢国师 等锦之得了这天下 定不会忘记今日国师的好 国师大人 王婆子已经来京城了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带人进宫见皇上 此时不着急 我还需要等一个合适的时机 这话怎么说 我总不能平白无故地 跑到景元帝跟前 说我怀疑九皇子是假的吧 我是大人 我倒是有个计策 不仅可以让皇上彻查九皇子的身份 甚至还可以一并把刘贵为和萧锦峰收拾了 那你说说看 是什么个一石二鸟的好计策 我听闻九皇子从出生开始 身子骨都不是很强健 总是病痒痒的 甚至民间还有传闻 说这都是刘贵妃下的毒手 故意把九皇子养肺 如此 九皇子就跟皇位无缘了 这主意不错 奉侍爱子的景元帝 非常适合为我们所用 苏兰 你这计策确实不错 说着 无心和尚一把把萧苏兰按在罗汉床上 你是不是又要服药了 还 还有两日 无所谓 以前两天吃也是没什么的 面对无心和尚 萧素兰连说不的机会都没有 他只能听命于他 萧素兰暗暗咬牙 早晚有一天 他要把无心和尚踩在脚底下 长得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宫里的蜡梅 终于开始大片大片的盛开 也不知道无心和尚用了什么招数 说动了刘贵妃 让他在宫里举办了赏梅宴 受到邀请的苏婉叔和穆宝云 也是早早起来梳妆打扮 穿上极为隆重的华服 进宫参加赏梅宴 赏梅宴还没开始 萧景峰倒是先跑来找刘贵妃 夫妃 你可想好了 真的要先给我找个正妻 一会儿等你见了苏婉叔 你就会明白 母妃为什么会给你 突然做这个决定 宫里的宴席很快就开始了 只一眼 萧景峰就看到一身华服 美艳动人的苏婉叔 一时间 萧景峰竟然有些看呆了 跟着刘贵妃一起过来的 还有九皇子萧景辉 今天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你让萧景辉看看京城的贵女 如果有何演员的 他也愿意帮他完成心愿 从宴席开始到现在 萧景峰怕是都不知道 眼前那些舞机跳的是什么舞 他一双眼睛 几乎黏在苏婉叔身上 张妍然见萧景峰如此 一口小白牙几乎要咬碎了 被萧景峰如此热气地看着 苏婉叔却是恶心的慌 歌舞演到一半 他就借骨出了大天 他怕自己再坐下去 或忍不住想要杀了萧景峰 从大殿里出来 苏婉叔倒是没走远 只在梅林里闲逛 大殿里的萧景峰见苏婉叔出来 自然也是坐不住了 他在大殿里强忍着心中的悸动 硬生生等了一盏茶的功夫 这才借骨离开 只可惜他出来晚一步 并没有看到苏婉叔 四殿下 你是要找苏大小姐吗 你可看到苏大小姐了 苏大小姐好像去了花房那边了 萧景峰应了一声 转身就朝花房那边走去 萧景峰进花房的时候 张妍然也跟在他一侧 一起进了花房 这只辣梅可真香呀 萧景峰急着找苏婉叔 脸上露出一丝不耐烦来 他加快了脚步 很快就把张妍然甩掉 萧景峰在里面找了一圈 没找到人 他正准备走的时候 只见假山那边 有一条粉色衣裙 他只以为这是躲起来的苏婉叔 萧景峰唇脚一勾 吩咐身边的护卫 到花房外等着 没有他的允许 谁也不准进来 苏婉叔正提着白团团说话 突然看到 本应该在大殿里的刘贵妃 带着一众夫人 贵女 浩浩荡荡地往花房走 这会儿苏婉叔才想起来 刘贵妃酷爱插花 这是准备带着众人 去花房那边采摘鲜花 让贵女们露一手 一群人说说笑笑地来到花房 走在最前面的刘贵妃 一眼就看到站在花房门口 萧景峰的护卫 四皇子可在花房里 回娘娘 殿下 在花房里 刘贵妃刚才走在半路 就看到苏婉叔 远远地折了一枝梅花 走过来 苏婉叔既然在这里 那花房里的野女人又是谁 把四皇子给我叫出来 此刻萧景峰红着眼 正在和张燕燃大战八百回合 甚至听到刘贵妃来了 她还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但张燕燃却不会错过这个好时机 她趁着萧景峰不注意的功夫 悄悄转动了一下手腕上的镯子 刚才还红着眼的萧景峰 脑子瞬间清明了几番 你去告诉我母妃 我很快就过去 萧景峰慢条思理地 从假山后面走出来 她整了整衣服 连看都没看张燕燃一眼 就准备走人 四殿下 我可怎么办 你 如果你愿意 那就给我做个妾事好了 张燕燃早就料到 萧景峰会如此说 她也不多言 紧跟在萧景峰身后出了花房 当一众人看到萧景峰和张燕燃 一前一后从花房里出来 在场的所有人心中都明了 刚才两人在花房里 到底做了什么事 回妃娘娘 请你让我削发维尼吧 我已经没脸再活下去了 她越是如此 在场的夫人们 却越是感觉 是萧景峰强要了张燕燃 这才逼得人家 一个好好的姑娘 想要削发维尼 可刘贵妃见多识广 她倒是感觉 如此没脑子的张燕燃 更好掌控 贵妃娘娘 此时牵扯的小女的名声 还望贵妃娘娘 回内殿商议 你把头抬起来 此刻的张燕燃 哭得梨花带雨 好不可怜 张夫人 我记得燕燃 是你的子女 正是 此时不管如何 姑娘家名声 都会受损 我也是女人 自然明白 女人的苦楚 我看燕燃容貌出众 被四皇子当正妃 还是可以的 张夫人 那么此时 就这么定下了 贵妃娘娘 燕燃哪里当得起正妃 贵妃娘娘 能给她一个侧妃的位置 已经是开恩了 一旁看热闹的苏婉叔 心中好笑 哪里有当母亲的 会感觉自己女儿 位分太高 非要给降一几的 张夫人不必妄自菲薄 此时就这么定了 我会告诉内务府 尽快拟定 四皇子成婚的事宜 争取年前 就让四皇子 迎娶燃进门 母妃 这边没我什么事 那我先离开 就不耽搁母妃 带着中尾夫人赏花了 行 你和炯灰 一起离开吧 张燕燃心中 乐开了花 以后成了正妃 所有的夫人 贵妮 见了她都要行礼 想想这种感觉 张燕燃脸上的笑意 是怎么也压不住 她却不知道 此刻跟在 刘贵妃身后的 众位夫人贵妮 早已经把张燕燃 骂得狗血淋头 张燕燃这点 恶心人的手段 实在是上不得台面 以后哪怕她当了王妃 他们也是瞧不上她的 贵妃娘娘 刚才九殿下突然吐血不止 这会儿 在侧殿已经晕过去了 刘贵妃吓了一跳 赶紧跟着太监 一起去看九皇子 娘 九皇子的身体 一直如此弱吗 九皇子是娘胎里 带来的不足之症 这些年 刘贵妃为了帮九皇子 养身子 这天下的珍贵药材 珠流水一般送进宫里 可就算如此金贵地养着 九皇子也时常会病倒 九皇子也是个命苦的人 从下没有娘亲固着 她能在这吃人的皇宫里 活到现在也着实不容易 刚开始众人都以为 九皇子还跟以前一样 只是普通的生病 可没一会儿功夫 几乎整个太医院的太医 全都来了 一时间这边乱作一团 朕要你们这些废物有何用 今天如果九皇子 有个什么闪失 我要你们整个太医院 都给九皇子赔命 只见太医院所有太医 呼啦啦跪了一片 苏万数耳朵灵敏 隐约听到侧殿里 传来的说话声 皇上 老臣实在是看不出 九殿下到底是 中了什么毒了 连看都看不出来 苏万数眉头微皱 在想自己 要不要蹚着浑水 算了 九人一命 盛造七级浮屠 他就当帮自己积德了 如此想着 苏万数就想上前 万数 你是做什么 娘 我要去看看九皇子 中了什么毒 欢迎我能救呢 就结了片刻 穆宝云还是松开了 拉住苏万数的手 去吧 一切有娘在 臣女苏万数 求见皇上 滚了 张燕燃见苏万数吃饼 刚想上前说几句风凉话 皇上 臣女对医术 略懂一二 还希望皇上能让我 给九皇子看诊 这下不止是站在殿外的人惊讶 就连跪在殿里的太医们 也都忍不住看向苏万数 皇上 苏姑娘竟然开口 想给九皇子看诊 那肯定是有几分本事 还请皇上应语 景元帝此刻早已经慌了神 他已顾不上苏万数 一个小姑娘 是否真的能帮九皇子看诊 先让他进来看看再说 萧景辉的脉搏 犹如一根即将断裂的丝线一般 随时都可能停下来 拿一碗清水来 苏万数去拿茶盏的时候 稍微挡了一下 从空间里拿出一滴 一阶灵泉水放入茶盏中 他压着萧景辉的下巴 把清水全让他喝下去 随后趁着灵泉水还没发挥作用 他快速用手里的银针 刺激萧景辉身上几大穴道 在场的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景辉帝就算不懂医术 看到银针如此变化 也知道萧景辉这是中了剧毒 又过了片刻 脸色逐渐有了几分血色的萧景辉 终于悠悠地睁开眼睛 神仙姐姐 你是来接我的吗 你能不能等我一下 我想再去看我父皇一眼 皇儿 朕的皇儿 父皇在哪 你还好好的活着呢 苏姑娘 你可看出 九殿下这是中了什么毒了 不知道熊大人 有没有听说过一种蜘蛛 背上带着人面 你说的是鬼面蜘蛛 正是 九殿下中的毒 来自鬼面蜘蛛 今天幸好我在这里 要不九殿下 可就凶多吉少了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跟四哥从花坊那边过来 四哥说他有事 要早开一下 让我来测店等他 一会儿带我一起去骑马 刚进测店 我也没做什么 就喝了一碗茶 然后什么也不知道了 小六把茶展 给苏姑娘看看 是否问题出在这上面 只见里面的茶叶 没有任何变化 回皇上 茶展并没有被动过手脚 九殿下 你仔细回想一下 是否还遇到 其他奇怪的事 例如比较好闻的香气 或者身上 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我和四哥 从花坊回来的路上 有个小宫女 冒冒失失撞了我一下 我和四哥 差点没被小宫女撞倒了 当时我感觉 胳膊痛了一下 很轻 也就没多想 来人 就算局第三尺 也要把那个小宫女 给我抓出来 六公公赶紧 带着一群太监护卫 出去寻找 这个撞了 萧景辉的小宫女 不过一盏茶的功夫 六公公就回来了 回禀皇上 那小宫女 已经找到了 人是在明烟阁附近的 水井里找到的 打捞上来的时候 那小宫女手里 拿了一个香囊 只见香囊上 坠着的一颗珠子上 刻着一个疯子 来人 去把死皇子给我叫来 还请皇上明断 肯定是有人故意 栽葬陷害景风 景风和景辉 一起长大 兄弟两人的感情 好不好 皇上难道 还不知道吗 历朝历代 为了皇位 手足相残的事 多如牛蒙 爱飞 景风的香囊就摆在这里 朕自然是要问问景风 到底是怎么回事 免得他们兄弟 因为此事有了隔阂 父皇明鉴 此事肯定是有人 在当陷害我 我刚才跟九弟分开之后 根本就没有见过一个小宫女 那你倒是说说 刚才去做什么了 小景风被景元第一份地张了张嘴 却没敢说出嘴里的话 说 从此你来说 刚才四殿下去哪里了 末将不知道 不皇息怒 刚才 我去明烟阁 见了一个小太监 小景风缩了缩脖子 他男女不记的事 怕是要瞒不住了 他却不知道 那死掉的小宫女 就死在明烟阁外的水井里 你跟景风分开之后 一直在明烟阁吗 是 儿臣一直在明烟阁 那你跟我说 你见的那个小太监 叫什么名字 事已至此 小景风也不敢再隐瞒 就把自己看上明烟阁那边 一个叫德臣的 新进宫的小太监 说了出来 他和那小太监 好了有几日了 今天被张燕然 弄了一身火出来 被人半路打断 他很是不爽 这才又去跟小太监鬼混 只是还没得手 说了没几句话 德臣就说要拿东西 跑了 来人 去把那个小太监 给朕找出来 回禀皇上 明烟阁 根本就没有一个 叫德臣的小太监 今年一整年进宫的太监 都是以庆子开头的 以德子开头 那都是五六年前的事了 朕公公 你可记清楚 明烟阁里 没有一个叫德臣的小太监 唯四殿下 明烟阁 是贵妃娘娘 请殿附近的宫女 这边所有伺候的太监和宫女 都是最少进宫五年以上的老人 不会启用任何新进宫的 父皇明见 儿臣见过德臣好几次了 肯定有这人 就算朕现在派人出去找德臣 估计也是找不到的 清风啊 你真是太令朕失望了 你九皇帝身子武一直不好 他对你一点威胁都没有 朕想不明白 你这心思待多待多 才能对你九皇帝下死守 皇上 此事还要再仔细查一查 才能做定论 臣妾相信四殿下 不会做出谋害手足的事情来 爱妃啊 朕一直很信任你 甚至在朕养身子的时候 把朝中大事全都交给你 可现在事实都摆在面前 这就是你一手交出来的好儿子 你让朕如何不心寒 爱人 把死皇子管入天牢 此事竟由刑部 务必给朕查清楚 皇上 此事满是蹊跷 你如此轻易把警风交给刑部 就算以后查出警风是无辜的 他的名声也没了 皇上 能否让臣女 看一眼的宫女 半叔 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贵妃娘娘 臣女总感觉此事太过蹊跷 也太过巧合了 如果真是四殿下指派那宫女谋害的九殿下 他杀人灭口的时候 完全可以选一个更加不惹眼的地方 没必要选在明燕阁 再者 在没有任何打斗的情况下 死掉的小宫女手里 握着属于四殿下的香囊 这也太过诡异 对对对 宫叔说的没错 我身上携带的香囊绑得很紧 不可能掉的 肯定是刚才 我跟德臣亲热的时候 被德臣那个死太监给偷走了 这就是一场阴谋 警员帝狠狠瞪了小锦锋一眼 他一个皇子 跟个太监不干不净的 他也好意思说出口 警员帝也感觉此事蹊跷 他最终还是同意 让苏婉叔和六公公 一起去看死掉的小宫女 六公公 你让人看看 小宫女耳后是不是有痕迹 那应该是人皮面具的缝隙 六公公没有想到 这个世界上 竟然真的有人皮面具这种东西 他亲自上前 从小宫女的脸上 接下来一张薄如蝉翼的人皮面具来 而面具下 是一个面如白玉一般的年轻男子 但这小太监的皮肤实在是太好了 苏婉叔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没想到 他还另有发现 不知道萧景峰发现 跟他好了很久的小太监 是个要人 他会不会崩溃掉 六公公 我感觉这个小太监有蹊跷 还请你跟皇上说一声 让四殿下来认一认 看是否是他认识的 苏姑娘 你稍等一下 我这就去回禀皇上 这边苏婉叔没等多久 景元帝就带着一群人 浩浩荡荡荡地过来了 萧景峰上前看了一眼 不晃 他就是德臣 德臣偷了萧景峰的香囊 然后戴上人皮面具跳井自杀 然后嫁祸给萧景峰 如此串联起来 萧景峰的嫌疑 一下就被洗清了 今天幸亏有苏婉叔 识破了奸人的计谋 否则萧景峰 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婉叔 刚才你说德臣有问题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请看 只见刚才那如玉一般的俊梅脸庞 瞬间变得扭曲起来 没一会儿功夫 俊梅的脸变成了一张三十几岁的大叔脸 而且脸上还全都是坑坑洼洼的伤痕 看起来很是恐怖可怕 婉叔 这是怎么回事 此人服用了一种毒药 能在短时间内改变容貌 如果大量服用毒素 甚至还能改变身形 但这种毒药 需要长期服用才能维持 如果断药 谁也活不长久 萧景峰又看了一眼 躺在地上的丑难 想到前些日子他做的事 他只感觉胃力翻江倒海 一个没忍住 跑出屋子单呕起来 小六啊 此事你必须在三日之内 给我查个水落石出 把那背后的爪牙 给朕抓出来 朕要诛他九族 两个皇子竟然被人 如此玩弄于鼓掌之中 景元帝感觉自己脸疼得厉害 这人明摆着不把他这个帝王 放在眼里 老奴 定不会让皇上失望 六公公此刻心中也是恨得要死 宫里多了个假太监 他竟然不知道 这不是故意再给他找难堪吗 此事终于告一段落 景元帝奖赏了苏宛书不少奇珍异宝 本来景元帝还想再赐给苏宛书个封号 但被苏宛书拒绝了 他已经有镇国大将军敌女 这个招人极度的瓦架了 再给他来个封号 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刘贵妃这边的赏赐自然也不会少 给了他不少首饰不比外 他听说苏宛书在京城开了两家铺子 直接又赏赐了他两间在长安街上的铺面 这两间铺子可比给什么金银珠宝更来得实在 毕竟长安街上寸土寸金 就算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合适的铺面 苏宛书这个小贱人 他怎么敢 苏宛 你别着急 此事不成 我们再想别的计策 你这话说的倒是简单 你可知道 在宫里安插个人有多难 此事这次 我还能全上而退 可下次呢 宫里肯定会加强巡逻 想要再安插个人进去 简直比登天还难 宫里不行 那就在外面 难道九皇子能一直在宫里不出 我们哪里有那么多时间等得起 王婆子已经找来 总不能一直关着她 谁知道会不会走漏风声 苏兰 你先稳住心神 等两天看看 万一事情有变呢 以前九皇子总是生活在宫里 这并不代表着 他一辈子都会在宫里 前段时间 不是说皇上要封几个皇子为王 我琢磨着 既然要封王 九皇子肯定要从宫里搬出来住的 我们再等等看 说不定还有机会 萧锦之这次还真是猜对了 自从萧锦辉吃了养身丸之后 身子比以前强健了不是一星半点 他甚至还跟着骑手师傅 开始学习功夫 为时常出宫打猎游玩 景元帝心情大好 直接订了腊月初九 给几个皇子封王 这下萧素兰可不淡定了 如果九皇子被封王 就算知道他是个假的 想要萧锦之犬带之也不容易 宫叔妹妹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苏宫叔还没看清楚 萧锦辉拿的什么东西 只感觉一团毛茸茸被塞到他怀里 低头一看 怀中竟是一只雪白的长毛小猫 如此漂亮好看的长毛猫 怕是外邦进贡来的贡品 九殿下这么尊贵的小猫 我可不能收 宫叔 你不喜欢小白猫吗 这是我特意为你干皇上要的 你现在让我还回去 这也太丢人了 就这一次 以后你可别再给我送 这么贵重的礼物了 其实也不是很贵重 就是只小猫 宫叔 我听说你的剑法很不错 能不能指点指引我 最近我跟着宫里的师傅 学了几招剑法 天太冷了 再说我手里还一堆事呢 苏宛叔有些头痛 这位是九皇子 他是打不得骂不得 只能用哄的 你一个内战女子 有什么事要忙 我在长安街上 不是开了一家酒楼吗 三天之后就要开业了 我现在还没跟后厨商量好 用什么菜当招牌呢 宛叔 你可真厉害 这都开上酒楼了 我想想啊 现在天这么冷 要弄招牌菜简单啊 上铜锅子好了 京城的老少爷们 都没有不爱吃铜锅子的 小姐挥的一句话 一下惊醒梦中人 九皇子 你可真解决我的大问题了 我就不久留你了 这会儿我得去一趟酒楼 大小姐 你怎么来了 段掌柜 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子 你不是老感觉 咱家的招牌菜不够好吗 你看看 如果把铜锅子当招牌菜行不行 铜锅子 大小姐这铜锅子也是有好几种的 你是准备让酒楼以铜锅子为主 其他炒菜为服 还是只让铜锅子当一个普通的菜啊 把铜锅子当招牌菜 不是那种大的铜锅子 跟这个差不多 也可以涮菜 里面可以用不同的药膳底料 同时还可以点咱店里的炒菜 这个铜锅子个头不大 放桌子上也不太占地方 而且现在天冷 吃饭的时候有这么一个铜锅子在那里 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 客人也会感觉暖和一下 方大厨 这个你再好 你给说说 都有什么样的铜锅子 可以当招牌用啊 最好的就是放肉放菜 一顿煮的 方玉不喜欢只动嘴 当着苏婉叔和段柔的面 现场制作 方玉刀工很是不错 各种新鲜蔬菜 很快就被他切成丝或者片 按照颜色 马放在铜锅子里 被冻起来的肉 被他用刀切成小卷 马放在蔬菜最上面 大小姐 你要的是这样的吗 菜都是这些菜 但汤咱们可以换换 可以用药膳浓汤 番茄汤 菌菇汤 骨头汤 麻辣汤这些 在下倒是做过好几种 骨头汤的底料 番茄汤是闻所未闻 菌菇汤的名字 听着应该是用蘑菇做的 这个在下也没尝试过 至于麻辣汤 新城这边 能吃辣的人并不多 各家酒楼 做麻辣汤的也比较少 苏婉叔一听方玉如此说 心中也略有些迟疑 但做生意 不就是玩的心跳 如果前怕狼后怕虎 那就不要做生意了 直接躺家里多好 茄师傅 我们研制个麻辣汤底试试 京城里越是没有的东西 越是容易爆火 行 那我先做个麻辣汤底 大家尝尝看 方芸做的第一个麻辣汤底 麻的火候倒是很不错 就是不够辣 茄师傅 你试试这些辣椒 虽然都是红辣椒 但苏婉叔在空间里种的 要比市面上的辣很多 铜锅底下放油 放上苏婉叔给的红辣椒 一股辛辣扑面而来 他赶紧把花椒等食材 放到铜锅里翻炒 这次做出来的麻辣汤底 要比刚才辣很多 也更香了 苏婉叔想起前世的火锅底料 他把大概说给方玉听 让他自己琢磨琢磨 是否能做出火锅底料那样的东西来 方师傅 这几种汤底 你再仔细琢磨琢磨 还有两天酒楼才开业 如果能多研制出来几个品种 那就更好了 大小姐请放心 开业之前 我定会多准备一些菜的 傍晚的时候 酒楼那边给送来了一个大石盒 苏婉叔打开一看 里面放着一个铜锅子 下面放了炭火 正好让娘尝尝 她刚走到穆宝云住的屋子外 就听到屋里传来苏婉霜 低声哭泣的声音 自从穆宝云知道苏婉霜和萧景峰有染 并怀了她的孩子 苏婉霜就一直被关着反省 娘 看自我们母女一场的分伤 求你成全我吧 婉霜 你又何必逼破娘 你现在还不知道吧 上次少眉烟 刘贵妃看上宁远侯府的张燕燃 一直已经下了 年前就让张燕燃过门为正气 你这会儿就算嫁过去 你只不过是妾室罢了 如果你愿意给四皇子当妾室 我就帮你一把 她不想给人当妾室 就算以后四皇子坐上皇位 大风六宫 她一个妾室的位分 怕是连个瓶都得不到 突然 心中悲愤的苏婉霜想到一件事 萧景峰虽然妾室比较多 但这两年妾室们生的孩子都是女儿 树长子并没出生 如果她肚子蒸气 生出树长子 那她是不是可以母凭子贵 娘 是一只子 女儿也不求其他的了 只求给我肚子里的孩子一个名分 当初你寄到我娘名下的时候 并没有过族谱 只是口头上的过气 现在只需要把你送回你亲生父母那边 出嫁那日 也从你亲生父母那边出嫁 从此以后 你苏婉霜跟我和我娘只是亲戚关系 见面我会叫你一声堂妹 如果你同意 那我就帮你一把 让四皇子抬你进府 只要跟萧景峰有所牵扯 以后夺敌之时 将军府很容易受到牵连 苏婉霜如此做 不仅是为了她好 也是为了将军府 几百口人的性命着想 姐姐 我们无怨无仇 你为什么如此对待我 没有将军府的照拂 我进四皇子府 哪里还有活路 妹妹还是早些做决断的好 你这肚子可不等人 这一切的根由 全是苏婉霜自己的选择 凭什么她苏婉霜 就要无条件地帮她收拾残局 最终 苏婉霜接受了苏婉霜的建议 回屋收拾东西 明天一早 将军府这边会派马车 把苏婉霜送回她亲生父母身边 半叔 你如此拿将军府 下胡死殿下 妥当吗 苏婉霜在给萧景峰的信上 直接把苏婉霜怀孕的事 拿到明面上来讲 苏婉霜明确在信上讲 如果萧景峰不把苏婉霜 抬回府中 他不介意让前京城的人都知道 萧景峰始乱终气 坏了镇国大将军府的颜面 在没策略太子的情况下 如果此事真传开 对于萧景峰来说 是极为不利的 娘 兵不厌诈 如果不下一下萧景峰 此事 怕是只能让我们将军府让步了 娘 此事就交给我处理吧 我保证让你满意 你尝尝我这个麻辣锅子味道如何 再过两日 酒楼就要开业了 我想用麻辣锅子当招牌菜 也不知道行不行 不错 娘这个不怎么吃辣的 吃起麻辣锅子来 都有点舍不得放筷子 萧景峰的信件很简短 直截两日之后 他回台苏婉霜近似皇子府 苏婉叔早早换了男装 带着一个丫鬟 两个护卫 去了百味宣 夫人 楼下大厅里已经全部满客了 这会儿还有好几桌客人 坐在休息区那边等控桌 二楼的雅间呢 来了十桌了 刚才我看到好几个管石 过来问楼上有没有雅间 我估摸着用不了多长时间 雅间这边也能满客 你再去看看 有什么情况及时跟我说 楼上雅间满不满客倒是无所谓 只要一楼大厅里坐满客人 让来往过路的行人都看到 他们百味宣有多热闹 他今天就成功了一半 慕无双想吃铜锅子 让家里的管事去问了两次 都没定到雅间 索性来苏婉叔这边藏吃的 好妹妹 你赶紧给我弄个麻辣锅子吃 我都要馋死了 福双姐 你想吃什么口味的都行 我家小厨房的嬷嬷都会做 那真是太好了 昨天我家管事去你酒楼里定雅间 一万好家伙 十天之内全都没有位置了 满叔 你也太厉害了 开家点心铺子火了 现在开家酒楼又火了 你是不知道 现在京城里玄尼酒楼里 做铜锅子的酒楼可多了 但没有一家能比你家做的好吃的 特别是那个麻辣锅子 我成了五六家全都不行 我这就让后厨做 我记得你很能吃牛肉 我让后厨多放一些牛肉 满叔 你对我实在是太好了 一只雪白雪白的长毛猫 迈着优雅的小步伐 嗖的一下 跳上苏婉叔的腿 哇 婉叔 你这是哪里弄的小白猫 好漂亮呀 别人送的你喜欢吗 喜欢我送给你好了 足足可爱的小白猫 一看就价值不菲 我就不多人所好了 没事 小白猫最是粘人 我总忙着忙那的 都没时间陪它 你时间比较多 交给你养 是再好不过了 婉叔 这个给你 全倒是我跟你换小白猫了 好 那我就收下了 现在你属于我了 我给你起个什么名字才好呢 那就叫琉璃好了 这么好的天 我们别在屋子里闷着 去院子里过两招 好 好 好 九殿下 你怎么站在这里 穆瑶啊 你今天没去军中 萧锦辉略有些尴尬的笑了笑 他有种自己偷看人家媳妇 被抓包的感觉 今天军中无大事 我就先回来了 九殿下 你还要在这里站着吗 我进去 进 今天我可是来蹭饭的 萧锦辉强装镇定 大步朝院子里走去 九殿下 你怎么来了 本叔妹妹 你家酒楼太吵了 每次去吃铜锅子 熙熙攘攘的全是人 吵得我头疼 我这不是想着 你既然能开酒楼 家里小厨房的大厨们 肯定也会做铜锅子 我这不就厚着脸皮 来讨份铜锅子吃啊 九殿下来的可真巧 今天无双来 我让后厨给准备了两种铜锅子 那本殿下可就要摘穆姐姐的光了 一帮的萧穆颜 见萧锦辉一会儿一个晚叔妹妹 一会儿一个穆姐姐的叫 只感觉牙疼的厉害 九殿下 无参的时间还早 不如 我们两人过两招 穆颜 我才刚跟着宫里的师父 稀午没多久 你可要对我手下留情啊 好说 穆颜兄 我不行了 九殿下 你这身子也太弱了些 媳妇 我们好长时间没比试了 要不要来试试 我最近的剑术 进步了不少 萧穆颜在说这话的时候 朝着苏婉叔故意眨了眨眼 这里面的意思也就两人知道 穆姐姐 你能看明白他们的剑招吗 我也只能隐约看清楚 婉叔的剑招 平时大大咧咧的目无双 此刻犹如小媳妇一般 焦羞的都要把手里的帕子 给扯破了 什么时候 我能有这么好的剑术就好了 琉璃 怎么了 原来你是想让我摸摸你啊 琉璃 你可真是个小年人精 无双姐 这是婉叔给小白猫取的名字吗 我给取的名字 你看琉璃这双眼睛 是不是跟琉璃球一般 那倒是 两人闲聊了几句 小景辉才知道 苏婉叔把小白猫送给了穆无双 她略有些难过地轻轻叹了一口气 却把此事压在心中 没再提 本叔 以后我住在你家好不好 天天有这么多好吃的 我已经舍不得走了 我看行 前两天我还听人在背后嚼舌根 说我成婚多年 一直无所出 想要给穆颜再娶个媳妇 无双姐姐来 正好跟我做姐妹 那这事怎么就说好了 你以后听天管我吃好吃的 我明天就带着我的嫁妆 翻了将军服 我娘如果知道 我给你成为姐妹 怕是晚上睡觉都能笑醒了 我此生 只要一个媳妇就行了 穆姑娘还是另选他人吧 苏婉叔和穆无双 评香莫言的一本正经的话 两人直接笑作一团 婉叔 你看我脸上的胎记 能去掉吗 怎么突然又想去掉了 上次我就说过 可以试试帮你把胎记去了 你却害怕留下疤痕会更丑 谁迟不敢做决定 这不是为了跟你做姐妹吗 我这也是拼了 行 一会等吃了饭 我仔细帮你看看 苏婉叔的日子过得忙碌 却也安稳 萧素兰那边可就比她苦多了 眼看着王婆子 在无心和尚那边 关了快一个月了 无心和尚 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她整个人胶着的不行 卧室大人 你还在等什么 皇上给萧景辉配了二十四个暗卫 就算我这边想要收拾她 怕也是难了 你可想明白了 如果这会儿 我把九皇子的绅士之谜抖出去 很有可能 皇上不会太过看重这萧景之 我知道 可就算再怎么不看重 萧景之也是先皇后所除 占了一个笛子 以后侧立太子 就凭着她是先皇后所除这一点 朝中就会有无数老臣 站在她这边 好 只要你不后悔就行 明天我就进宫一趟 第二日 萧素兰和萧景之 早早就在家里熟悉打扮 等着宫里的消息 大约靠近中午的时候 宫里船指的太监找上门来 宣萧景之和萧素兰进宫 萧素兰等这一刻 已经等了好几年 在这其中 她爹和她爷爷 连命都没了 为了让无心和尚帮她 她更是把自己的亲妹妹 送给无心和尚当玩物 她付出了这么多 今天终于等到了回报的那一刻 景之 一会儿你可千万别紧张 如果皇上问起来 你就说我们早就商量好的说辞 万万不可忘了 此刻的萧景之也颇为紧张 毕竟她到底是真皇子还是假皇子 她自己最清楚 苏兰 你只管放一百个心 我早已经把那些说辞背得滚光乱熟 绝对不会出现任何差错 这一路上 萧素兰心中都满是忐忑 一直到从马车上下来 她的脚迈过皇宫高高的门槛 那颗忐忑的心突然就平静下来 她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 她绝对不能退缩 皇上 所有的供词都在这里了 皇上 先皇后这是防着臣妾吗 臣妾这些年来 一直小心翼翼地叫道警回 生怕自己做得不够好 父皇 不 皇上 既然草民跟皇上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还请皇上即可送草民出宫 胡闹 朕还没说话呢 你着什么急啊 就算你跟朕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她真养你二十几年 难道我们父子之间连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在景元帝心目中 他是真的把他当儿子看待 两位请在这儿稍等一下 我进去回皇上 萧素兰压下心中的那一丝忐忑 默默安慰自己 景元帝越是发火 越是说明 他心中是极为看重先皇后所出的九皇子 现在九皇子被人冒名顶替 他自然是忍受不了的 过了一盏茶的功夫 刚才领路的太监 这才出来宣萧素兰和萧锦芝进去 萧素兰故作镇定地走在萧锦芝身后 他悄悄打量起屋子里的人 锦芝 你抬起头来 他听萧锦芝对答如流 一点畏惧的神色都没有 心中颇为满意 木颜 你消息准确吗 没错 这是苏将军那边的人 送出来的消息 这会儿京城里 应该很快就传开了 萧素兰莫不是是先知 早就知道萧锦芝 是皇上流落在外的皇子 看来萧素兰的野心不小啊 他想当王妃 或者 想当皇后也说不定 先不说萧锦芝 能不能当上皇帝 就以后苍其国 那千疮百孔的模样 能不能不灭国断难说 萧素兰想的还是太简单了 现在该怎么办 萧素兰 可一直对我们两个 怀恨在心啊 孟爷 我们不必过于紧张 咱只需静观其变就行 有刘贵妃和萧锦芳在 萧素兰跟机不稳 现在还不夹着尾巴做人 哪里敢招惹我 我们也不能坐以待避 等萧素兰缓过神来 再给我们找恶心 锦芸帝虽然没直接 下圣旨给萧锦芝封赏 但却赐了京城 移处皇家宅院给他住 赏赐的金银珠宝 更是不计其数 锦芝 皇上说拉月初九 就册封你为秦王 你可是王爷呀 屋里的通膛丫鬟 怎么能出身那么低贱 一会儿后院那些妾室 也全都发卖了 你就等好吧 从今天开始 那凡是身份不行的 连给你当妾室都不行 苏兰 你放心好了 不管我院子里有多少美人 你萧素兰 永远都是我萧锦芝的正气 萧锦芝拦着萧素兰的先妖 一起去看警联队的赏赐 我使你可真是厉害了 没有我的同意 你竟把这么大的事 直接汇报给皇上 你是不是以为皇上上早朝了 我手里就没有任何权利了 贵妃娘娘 此事事出紧急 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那个接生的王婆子得了重病 今日 如果不是我动作快 在王婆子死前 让皇上轻而听到了她 说出九皇子的真正身份 这会儿 就算想让王婆子开口 她也开不了口了 就算事情再紧急 你也应该跟我透个气 让我有所准备 贵妃娘娘 你只管放心 萧锦芝被封秦王 总比萧锦辉 被封秦王对四殿下更有利 以后四皇子的路 会更加的顺遂通畅 母妃 我怎么感觉 无心和尚有些不好掌控呀 你心里明白就行 现在留着无心和尚还有用 等你登基 无心和尚这样的妖僧 可就不能留了 母妃 还有一件事 婉叔那边 现在怎么办 一个萧木炎不足为惧 她只不过是个莽夫 空有一身蛮力 却没什么脑子 话虽是这么说 但她现在 还是苏婉叔的夫君 你上次的计策 看起来好像是不错 但还着实有些冒险 这次你看母妃的 母妃绝对让苏婉叔 主动跟萧木炎合离 那儿臣 就等母妃的好消息了 最近你都给我老实一些 在封王之前 万不可再出现任何岔子 媳妇 你别太劳累 我没事 明天你派人 枪枪来制药作访 把药丸拿走 穆颜 你郡忠如何 朝廷有没有人 给你下伴子 没有 我虽然年轻 但冰关蒙回人 兵临丞下 王上下圣旨 让以最快的速度 准备好粮草 我或许 后天就要启程了 这么快 已经不快了 苏将军那边 怕是早就等急了 媳妇 等我从龙牙关回来 我们同房吧 突然 我好像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孩子 万一哪天我不在了 至少还有个 我的血脉陪在你身边 好 等你平安回来 穆颜 这个小玉瓶你拿着 里面要三十滴 三界灵泉水 你如果受伤 不用省着用 先保住性命再说 我会好好保管的 蒙回人的大军 兵临城下 大战一触即发 萧母岩骑着马 跟在运送粮草的 马车队伍 慢慢前行 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 苏万叔 强忍了半天的眼泪 终于再也忍不住 滴落下 娘 我不想让穆颜 去龙牙关 我会帮穆颜 看好后方的 谁以后敢在后面 动手脚 不让穆颜安心打仗 我第一个就饶不了他 此刻萧景峰 听说萧母岩带兵出发了 他就知道 自己的好机会 马上就要来了 母妃 我要不要 在半路找几个杀手 趁着萧母岩不注意 把他给暗杀了 他这儿子 但凡有他一半的心眼 也不至于现在 连个太子之位 他也抢不到手里 萧母岩的功夫有多好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要找个什么样的安慰 能杀了他 母妃 你可有好主意 这次萧母岩去龙牙关 绝对是个去除他的好机会 我自然是有办法 但不是暗杀 只要给萧母岩一个 通敌叛国的罪名 就算他有十个脑袋 也不够砍的 还是母妃厉害 团臣怎么都没有想到 如此好的主意呢 只是 要怎么给萧母岩 扣一个通敌叛国的罪名呢 这个母妃自然会有安排 你最近一段时间 在苏婉叔面前多走动走动 他好似对你的印象 并不是很好 萧景峰心中发苦 何止是不好 是非常糟糕 你后院那些盈盈艳艳 是不是多了一点 我听说 你连苏婷奕月丈家的庶女都收了 你还要拉拢苏婷奕 万不可为了一个女人 把自己弄得一身脏 母妃 我明白的 媳妃 我想你了 你想我的吗 瞧 时间一晃而过 眼看着就要到蜡月初九了 臣女见过贵妃娘娘 本宫有些日子没见你了 你好似又长高了不少 京城里的生活 比边境山村 虽然是要好很多的 臣女吃得好睡得好 这才又比以前又长高了许多 贵妃娘娘 九皇子落难的时候 娶了我夫君堂姐 萧素兰为妻 不知道你是否听说此事 是有所耳闻 我这位堂姐心狠手辣 手上不知道占了多少人命 当年在南风村的时候 她还想要杀死我夫君 我和她之间 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怨 如果贵妃娘娘能帮我一把 阻止萧素兰被册封为秦王妃 臣女作为交换条件 可献上一件宝物 这里面放着我研制的密药 擦在脸上 能瞬间抚平脸上所有的细纹 虽不能青春永住 却可以保证容颜 至少十年不变 真有这么神奇 贵妃娘娘请放心 这药膏我娘也用过 我肯定不会拿这个来欺骗娘娘 好 那本宫就信你一次 九皇子出身贵胄 虽流落民间 取消肃兰为妻 但肃肃兰平民出身 无法当得起九皇子正妻 等策立秦王妃那日 本宫会亲自给九皇子 挑选门当户队的王妃 多谢贵妃娘娘承前 刘贵妃心中 对苏婉叔本就极为满意 在苏婉叔临走之前 刘贵妃给苏婉叔一串八宝手串 夫人 你不喜欢这条八宝手串吗 奴婢看手串很漂亮呀 上面的翡翠玛瑙珠子 都是挺好的 这手串好是好 但是我却不能戴 药丸里面加了不少 能够阻止女子怀孕的珍贵药材 我如果一直戴在手上 不仅怀不上孩子 时间久了身子也会出现问题 难道贵妃娘娘不想让夫人 生下小将军的子嗣 管那么多 刘贵妃也不是什么好人 以后我们还是多提防着她些 转眼就到了四皇子和九皇子的册封大殿 苏婉叔作为郑国大将军的敌你 自然是有资格去观礼的 本想只看场热闹 却没想到 萧素兰上竿子过来找事 弟妹我们好久不见 一会儿等册封典礼结束 我们可要好好聚聚 萧素兰 你可不要乱认亲戚 我跟你可没什么好聚的 很好 苏婉叔 今天我给你脸面 既然你不要 那你不要后悔 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 张燕然如愿册封为萧景峰的王妃 称为贤王妃 奉勇宁侯嫡女孙兮为秦王妃 左侍郎刘玉嫡女 刘瑶为侧妃 王妃不是萧素兰 两个侧妃也没萧素兰的份 听到圣旨的萧素兰 整个人都傻眼了 她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听错了 很明显 孙兮早就收到消息 今天被册封为秦王妃的人是她 再看萧景峙那一脸淡然的模样 她应该也是早知道此事 萧素兰心中一片冰冷 以后你生活在秦王府 肯定很热闹 在今天之前 你还是秦王府的女主人 但今天过后 你所付出的所有 都是给他人做嫁衣 苏婉叔 你是不是很得意 你以为我会救紫辈打倒吗 做梦吧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看谁是最后的胜利者 策封典礼结束了 她可没功夫 跟一群戴着面具的人 吸情假意 苏兰 你起来吧 你虽然因为身份敌威 没能被册立为王妃 但你在本王身边多年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以后王府里管家权 还是你的 王爷 今天本王也累了 你们都各自歇着吧 我去苏兰院里看看 今天是孙希册封为秦王妃的 大好日子 也是她和萧景之成婚之日 王妃 宴席还没结束 王爷就去了萧素兰那里 萧素兰亲人太甚 今天可是我大婚的日子 她今天让我下不来台 我就让她死无葬身之地 王妃 你别着急 对付萧素兰这样的宠妾 老奴有的是办法 王爷 今天是你大婚的日子 你在我屋里过夜 是不是不太好 王妃哪里比得上你 你既然不想让我走 那我就不走 王爷 王妃那边派人过来 说有事与王爷商谈 听到王妃找她 立马就抛下萧素兰出去了 果然男人是靠不住的 萧素兰自以为把萧景之 掌控在手心里 她哪知道 萧景之早就对她 没有一丝感情 王爷 你年纪也不小了吧 怎么一直不策略王妃啊 一直没有合适的罢了 怎么 萧夫人想给我介绍个王妃吗 王爷见穆姑娘如何 萧夫人 感觉穆姑娘跟我很相配 那是自然 王爷和穆姑娘 也算是门当户对 而且王爷娶了穆姑娘 改日想要去封地登舟 也会更容易一些 此事都是可以考虑 我现在唯一的心病 就是给我家无双 找一门好侵蚀 她以前因为脸上胎疾 把婚事给耽搁了 现在没有了 想要在京城找个门当户对的 也是不容易 母夫人 你看长山王如何 长山王 无双年纪大了 长山王怕是看不上 长山王和无双姐年龄相仿 她怎么会看不上 再说据我所知 长山王对无双姐也有意 万叔 你别乱说 我哪里有乱说 上次去山上祈福 我可看见 你们单独在一处说话 后来我还问过长山王 长山王说姐姐是很好的姑娘 无缘无故的 长山王怎么会独独夸赞姐姐 万叔此话可当真 长山王真如此说的 这还能有假 万叔 祖国此事成了 我娘定要好好谢谢你 几日之后 景元帝亲自赐婚 方木无双为长山王王妃 年前则即日完婚 江夫人 我和乌双过年之后 就要启程去我的封地登州 此次一边 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见面 这么快吗 登州那边一直有一族入侵 我早日入住封地 也能协助穆将军抵御外敌 此去确实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我敬王爷王妃一杯 愿王爷王妃 在登州一切顺遂 苏晚叔在给萧木言的家信里 他特意提及此事 他在京城的好友本就不多 现在萧景辉夫妇也走了 整个京城突然变得好冷清 年关将至 苏晚叔要在家里陪着穆宝云过除夕 不然他早就骑马去龙崖关找萧木言了 将军 大游击战不是长久之计 火军不如主动出击 把蒙回人给撵回荒原五十里 他们再想袭击龙崖关也非一事 穆亚当 本将军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 你带领十万黑燕军 正面迎击十里外驻扎的蒙回军队 务必击溃他们退兵五十里 我将领命 苏廷义把如此重要的战役交给他 是对他的信任与肯定 这一仗他必须打漂亮了 此时的萧木言正在大仗与手下商量作战方案 他哪里会料到 远在京城的萧景峰却在算计着他 母妃 我已经被父皇禁足多日 父皇真的就不打算让我年前出府了吗 你父皇现在还在生气呢 你也是 对府里的人管束如此松散 打婚的日子里府内还能起火乱作一团 说起此事来 萧景峰憋了一肚子的火 他身边从来就不缺美人 后院里的妾室众多 他自己都记不清名字 他自认为能把这些美人玩弄于鼓掌之间 却没想到有朝一日 竟然会被这些美人所害 母妃 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就不要再说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 如何才能让父皇回心转业 如果他真厌弃 我的太子之位还是就要飞了 你现在倒是知道着急了 早做什么了 你可真是我的冤孽呀 母妃 知道了 今天我来就是告诉你 我已经和蒙回人联络过了 他们会想办法把萧木炎弄死 作为交换条件 等你当上皇帝之后 要把牙关那片土地划分给他们 母妃 你不会答应蒙回人了吧 用萧木炎的命 犯龙牙关 他的命就这么值钱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你父皇对你的态度不明 我们必须把苏廷义 拉到你这边来 万一哪天你父皇吃错了丹药 一命呜呼 京城大乱 到时候你想要登基 必须借助苏廷义手里的黑炎君 好 你且听母妃的 远在龙牙关的将士们 怕是千算万算 也没算到 他们拿着生命 在龙牙关跟蒙回人战斗 保护的竟然是像刘贵妃这样 为了一己私利 而不顾家国大义的人 万叔 你一会儿要不要也去放鞭炮 热闹热闹 还是不要了 外面那么冷 倒不如在屋里 跟娘亲一起守岁 今年我们两个随便凑合一下 等明年 我们一起去你外祖母家过年 到时候肯定比现在热闹 那我们说好了 明年在外祖母家过年 后年就去南风村 村子里过年也很有趣 好 满叔 你怎么来了 苏将军 现在可有沐妍的消息 沐妍在蒙回人那边 说着 苏廷义拿出一封密信 信上的字迹 看着略有些别扭 但勉强能看清楚上面写的字 大概意思是蒙回的王 希望能跟苍旗国联姻 而联姻的对象 就是肖沐妍和塔纳公主 蒙回国的国书 现在已经送往京城了 苏将军 沐妍怎么会无缘无故的 被蒙回人抓去当驸马 这其中可有什么事 此事我也是一头污水 年前的时候 我们为了过个好年 想要把蒙回大军 打回黄原五十里地 沐妍带着黑燕军 刚开始打得都非常顺利 只是后来 沐妍不知道为何 忽然看到他卢王子 他就追过去啊 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有人看到沐妍 进了黄原的迷雾峡谷 但也有人说 他被他卢王子俘获了 苏将军 我怀疑蒙回人 并不是真的想跟蒙几国联姻 而是他们另有所图 年前的时候当中附近 陆续受到一族入侵 造成不少难民流离失所 希望苏将军能重视起来 马叔啊 你等等 外面这两天有波风雪 你这会儿去迷雾峡谷 很容易迷失方向 苏将军 我比你想象中要强悍很多 快点一千黑燕军 护送大小姐去迷雾峡谷 白团团 我们走 萧将军 你不要再做无谓的反抗了 没有我 你永远都无法从迷雾峡谷内出去 被几十个黑衣人围剿的萧木炎 此刻略有些体力不支 她被困在迷雾峡谷的这段时间 几乎全是依靠灵泉水在支撑自己 你这妖女 想要让我当叛国贼 除非我死 快后退 萧木炎又恢复体力了 给她来车轮战 本公主倒是要看看 她还能无限恢复体力吗 你们最好都不要进去忘读 我手可有些抖 万一欲紧张 塔纳公主这么漂亮的脖子 给划出一道血口子来 可就不好了 塔纳公主 麻烦你带我们从迷雾峡谷离开 我可不想在这里受冻 你们想离开可没那么容易 随着塔纳公主的话音落下 从四面八方 又围拢过来黑压压的一片猛灰人 媳妇 整个峡谷内的猛灰人 二十有几万人 他们在这里发现了黄金矿脉 我们想要离开 二十要费一点功夫 苏婉叔一听黄金矿脉 眼前一亮 看来发财的机会来了 弓箭手准备 尿准小木炎 绝不能让他们带着金矿的秘密 离开迷雾峡谷 塔纳公主可在我手上呢 你这是准备 把自己的亲妹妹和我们一起毫无顾忌地射杀吗 哥哥 你为了争夺王位 连我的性命都不顾忌了吗 王妹 你就安心地跟着小木炎一起死吧 你不是总说喜欢她吗 那我就好人做到底 成全你们好了 跟着白色烟雾的声紧 两人一起躲进灵前空间里 她怎么办 先别让她死了 我们能不能离开迷雾峡谷 还有塔纳公主的协助 我已经进峡谷多日了 可一直没有发现 可以离开迷雾峡谷的道路 当我看到附近有悬崖石 想攀上悬崖 离开峡谷 但那悬崖 明明就在眼前 我却怎么也过不去 看来峡谷内 有人试了障眼法 那确实要留着塔纳公主一命 两人睡了不知道多久 肚子饿得实在是厉害 这才醒了过来 本叔 空间里有什么吃的吗 我这里有不少好吃的 不过你现在身体略有些虚 我先给你热一点肉粥 你等一下 很快 木屋里就满是粥香 小木炎玩着粥香 肚子更饿了 木炎你慢点吃 小心烫 媳妇 你怎么知道 我在明武小谷遇险了 不聪明啊 再说你这么笨 怎么会知道通敌叛国 这么有难度的事 肯定是有人故意想要陷害你 果然 我媳妇最了解我 满脸笑容的小木炎 把苏婉叔紧紧抱入怀中 在明武小谷这几天 小木炎有一种 会马上失去苏婉叔的感觉 你的柔情似水 让花露千古 你的天真把真情留住 不问相遇何方 不问相守何处 若有你今生前 伴我便知足 木炎你轻点 你也要疼我了 媳妇 媳妇 嗯 怎么了 没事 我就是想叫你一声 两人腻腻歪歪半天 小木炎才想起塔纳公主来 媳妇 我们现在出去吧 看能不能从塔纳公主嘴里 掏出有用的消息来 我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再说 进入山洞之后 把塔纳公主从空间里放出来 苏婉叔上前 把塔纳公主身上那根银针拔掉 不如我们来讲个条件 你们奉我一条命 带你们离开峡谷 行 那你倒是说说看 怎么带我们离开迷雾峡谷 峡谷内的所有路 都被人用阵法给掩盖住了 而且那边都有中兵把守 我们想从那边离开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那怎么办 你不会还有什么暗道之类的地方吧 还真让你猜对了 我在峡谷内发现了一条暗道 不过那条暗道在黄金矿脉里 整个黄金矿脉 刚刚被发现里面并不是很安全 你们可要想好了 如果跟我一起从黄金矿脉离开 万一运气不好 在路上遇见矿脉塌方 我们三个人 可都全要命丧黄金矿脉 苏婉叔和香木炎两人 从来都不是胆小的 哪怕明明知道这条路上不安全 他们也义无反顾地选择这条路 那还等什么 我们现在就走吧 刚才我走那么快 你不怕我跑了吗 当然不怕 这会儿他鲁王子 怕是比我更想要你的性命 如果你不跟我一起 你自己想要独自离开 会更加危险 真没意思 前面就是黄金矿脉了 进入黄金矿场之后 你们只有半斩茶的功夫 可以避开黑衣死士的寻哨 你们的行动稍微慢一点 就会遇到三十六个人一队的寻哨队伍 矿场里极其狭窄 你们施展不开功夫的 最后的结局只能是被抓 苏婉叔快速扫了一眼地图 趁着唐纳公主不注意 一枚银针又刺入她的后脖梗 苏婉叔把昏迷的唐纳公主 收入到空间里 媳妇 我速度比你快 一会儿我背着你跑怎么样 还是算了吧 我现在速度也不慢 先让你试试 我的速度 媳妇 我看到黄金矿场了 苏婉叔虽然离得比较远 但也能看清楚 矿石车上散发出来的金灿灿的光芒 是犹如芝麻粒大小的黄金颗粒 她无法想象 这个黄金矿场里 黄金的储备量会有多少 媳妇 塔纳公主说 我们只能在他们换班的时候 悄悄溜进去 我估摸着 还需要一个时辰左右才能换班 我们现在四周 查看一下 不用 我们硬闯就好 有空间在 没有什么好怕的 遇上黑衣死事 我们直接躲到空间里 等他们离开后 我们再出来就是 行 我替你的 刚一进入矿道 苏婉叔整个人都惊呆了 矿道壁上 时不时就能看到 镶嵌在矿石中的黄金颗粒 黄金小颗粒 瞬间就被苏婉叔收到空间里 真没想到 它的空间 犹如吸铁石一般 能直接把矿石内的黄金颗粒 全部吸走 苏婉叔伸出手 顺着矿外一路小跑 一边跑 一边收着墙壁上的黄金小颗粒 他在心中计算着时间 遇到黑衣死事的时候 他和湘慕妍就躲进空间里 媳妇 你既然这么喜欢金矿 我就带黑雁军 给你打下来 以后 你想要多少黄金 就自己来挖 穆颜 这可是你说的 不许反悔 为父从来不说谎 她的媳妇真是太调皮了 还沾了一手的金粉 她的嫩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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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走 趁着私下无人 两人快速返回空间 这下麻烦了 估计没一会儿功夫 踏入王子 就会知道我们两个 进入黄金矿脉 没事 大不了 我们晚点出去 两人休息了一会儿 从空间里出来 他们有些迷失方向 只能一边跑 一边摸索出去的路 两人也不知道跑了多久 突然进入一个 巨大的山洞内 黄金矿脉蕴藏的黄金 还真是充足 空间里有很多的金条了 你要这么多黄金 做什么呀 整个仓奇国千疮百孔 父辈受敌 这天下已经乱起来 前几年老百姓们 刚经历过两场天灾 这才过了两年安稳日子 又来了人祸 我想多存一点金条 以后接济给穷苦老百姓们 他们最少能换点粮食 不至于饿死 媳妇 我会努力 找你以后不这么来 刚才香木炎就看到这条矿道 有点眼熟 她隐约感觉 这条矿道 才是塔纳公主 嘴里的出口 塔纳公主果然狡猾 她故意画错了出口的位置 殿下 不好了 矿脉那边的黄金 固然全都消失了 什么 这怎么可能 黄金矿脉真的消失了 也正是为了黄金矿脉 蒙徽王才会不惜一切代价 跟仓奇国开战 想要把迷雾峡谷夺回来 现在可好 大军已经兵临城下 大战一触即发 黄金矿脉没了 那前面做的一切 不都白费了吗 快 快把消息传给父王 山洞内 苏婉叔和香木炎点着蜡烛 在漆黑的天然山洞内 七拐八拐 竟然还真走出来了 可再是出来了 我都快要憋屈死了 媳妇 我们先返回龙牙关 也不知道 这会儿龙牙关那边 什么情况了 塔纳公主呢 总能把她一直 逛我空间里 带回龙牙关吧 说不定还有用 报 陛下 塔鲁公子送来密信 她以为里面 又是什么无关紧要的小事 却没想到 竟然是黄金矿出了事情 矿内居然没有黄金了 就在这时 外面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斯阿朵一听就知道是火炮的声音 没我的命令 是谁 敢私自地放炮 陛下 小木炎把我们的火炮给炸了 他这时 已经再往我们这边杀过来了 来请陛下早做决断 黄金矿卖霉了 他还在这里打什么 就龙牙关那片平级的土地 根本不值得他大费周折 撤去 蒙回大军来的时候气势汹汹 撤退的也是令人措手不及 当才还人生顶飞的战场 此刻只剩下无数的尸身 还有受伤的将士 最残酷的 莫过于战争了 不 最残酷的是人心 如果 不是坐在龙翼上的人 太过贪了 就不会有战争 穆颜 你想不想要那龙翼 如果锦园帝 再不管百姓的死活 我不介意 把他从龙翼上撵下来 但我并不想要龙翼 哦 当皇帝不好吗 全天下都是你的 你想做什么都行 没有人管你 王师爷说 皇帝有好多 好多后宫嫔妃 每天晚上 睡在身边的 都是不同的嫔妃 他还说 皇帝天不亮 就要起床上早朝 一月奏折 我又不爱那么早起床 我希望跟你 一起知道天亮在起 他这还是第一次听人说 因为后宫嫔妃太多 不想当皇帝 我们走吧 回头看看 怎么把景元帝 从龙翼上踹下去 我感觉你当皇帝 比较合适 媳妇 为什么你会感觉 我比较适合当皇帝 因为你知道疼媳妇啊 知道疼媳妇的男人 那我什么坏心眼 现在天下百姓 就希望有你这样的人均 刘贵妃把持朝政多年 早就暗暗部署了 不少自己的爪牙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 帮萧景峰登基 现在景元帝 只立了萧景峰为贤王 只字不提立太子之事 刘贵妃所幸 一不做二不休 趁着天下大乱 让景元帝让位 皇上 你身子一直不好 不如早早让位给景峰 如此 你也好有更多的时间 研习长生之术 爱妃 你可知道 我研习长生之术 是为了什么 还不是希望 在这把龙椅上多做几年 从让你帮朕疲跃走章那天开始 朕就想好了 当朕真的学会长生之术 定会做个好皇帝 让苍旗国的老百姓 都能安居乐业 可景峰并不是个人均 皇上 景峰是不是人均 可不是你说了算 还请你赶紧下让位的诏书 臣妾顾念我们多年感情 不想做得太难堪 刘贵妃只以为 他还藏了什么后招 心中满是警惕 不敢轻举妄动 父皇 儿臣就驾来迟 静峙啊 把这些乱臣贼子 全都给我杀了 儿臣定不会让父皇失望 随着萧锦之的一声令下 门外传来一阵喊沙声 萧锦峰心中意紧 赶紧出去查看 只见暖阁门外 原本属于他的护卫 此刻几乎全都躺在血泊当中 虎妃 我们先走 我的好哥哥 不如我送你一程 养尊处优的萧锦峰 功夫非常财 每两下就被抹了脖子 至于刘贵妃 更是手无腹肌之力 在没护卫的保护下 连一招都挡不下 曾经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两人 就这么戏剧性的 死在萧锦之的手里 两人死的时候都极为懊悔 早知道萧锦之狼子野心 他们就应该在他暴露身份的时候 就要了他性命 早些把他弄死 也不至于落得生死的地步 父皇 儿臣已经把乱臣贼子 站于刀下 很好 静止 你带人把宫里的乱党 再清理一遍 免得有人再闹出事端来 父皇 儿臣明白 宫里所有人 我都会仔细梳理一遍 保准一个贼人都没有 不过在那之前 我还有一件事要做 不如 儿臣送你去见 苍七国的列祖列宗 免得刘贵妃和萧锦峰 心里恨父皇先去告状 静止 你也想要夺皇位 我不想夺 是父皇主动让给我的 这张让位诏书 儿臣感觉还是非常有用的 父皇 差点忘记告诉你件事 我并不是你心心念念的九皇子 我知道 他没想到 自己不是针灸皇子的事 景元帝竟然知道 既然你知道 那就给我立法去死 萧锦峙绝对不允许 自己这个秘密 被任何一个活人知道 景元帝缓缓地倒在地上 至死也没能闭上眼睛 九殿下 你可找到玉玺了 赶紧 把让位诏书发下去 我可几日 在诏告天下 景元帝驾崩的事情 我这就去找 萧锦峙急匆匆去了独属于景元帝的小书房 桌子上放了不少杂七杂八的古丸 小印章 萧锦峙一一找过去 却没找到玉玺的踪影 他记得景元帝平时都是把玉玺随意地摆放在桌子上 今天怎么没有了 萧锦峙又去旁边的多宝阁找 果然看到一个精致的大木盒子 他心中玉玺 原来玉玺收起来了 木盒打开 里面果然放着玉玺 他心急火燎地拿玉玺就往让位诏书上印下去 看着让位诏书上自己的名字 萧锦峙高兴的手都有点发抖 他可从来没想过 自己能如此轻易地就坐到皇位的宝座上 是 好了 萧锦峙拿着诏书给无心和尚看 这不是玉玺 怎么不是玉玺 我难道还连个玉玺都 只见诏书上原本玉玺的位置 印着逆我折死四个大字 他这才发现 手里的玉玺竟是个赝品 不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真的玉玺呢 无心和尚却不知道 景元帝向来多疑 早多少年 他就训练过一群暗卫 这队人他们不保护景元帝 他们的任务是时刻看守着玉玺 只要景元帝非正常死亡 他们就会带着玉玺 立马从暗道出城 安卫会把玉玺交给范从璐 然后让他寻回真正的九皇子 助他登基 这一切早在元皇后死的时候 就开始筹备了 没有玉玺 萧锦之登基 名不正 言不顺 但见在弦上 萧锦之就算不登基 也要登基 于是远在龙牙关的苏婉叔 刚准备带着人去黄金矿卖看看 就收到萧锦之登基的消息 萧锦之这个皇位 不会是简陋来的吧 媳妇 我们要不要现在返回京城 我怕萧锦之会对我们不利 不紧 跟我们不死不休的是萧锁兰 除非萧锦之脑子里 全都是稻草 才会一登基就跟我们对着看 他现在是要稳固自己的皇位 而不是排除异己 可萧锦兰在 如果他当了公妃 萧锦兰现在能不能活着都不知道呢 穆颜 咱不用着急 你赶紧把你手里的嫡系黑燕君 召集起来 我们去黄金山脉看看 萧锦之已经昭告天下 帮给穆颜清白 所谓偷敌叛国 都是刘贵妃陷害的 他让穆颜早日回京 准备论功兴赏 苏将军你呢 你要带领黑燕君回京城吗 萧锦之下令 让我镇守龙牙关 防止蒙会人再杀回来 看来 萧锦之也不是个傻子 苏将军 我们不回京城了 穆颜也不当这个什么将军了 我们准备 返回南风村 安叔啊 你是害怕萧锦之 对你和穆颜不利 那倒不是 我是不想回京城 趟这个浑水 萧锦之能不能把这个皇位 做安稳了 还不好说呢 历朝历代的皇帝登基 哪一个不是踏着别人的鲜血 而参与者 又有几人能善终 如此也好 穆颜那军心兵 我暂时交给孙小虎 莫颜想什么时候回来 我随时关影 你会带你娘 一起去南风村吗 是 让我娘一人留在京城 我也不放心 穆宝云跟着苏婉叔 日子过得肯定会顺遂 她也就放心了 自从萧锦之登基之后 直封了萧素兰为兰品 连个妃位都没有 而其他公妃都住的宫殿 只有萧素兰 住的是离着萧锦之寝殿 比较近的芙蓉阁 在外人看来 这是萧锦之宠爱萧素兰的表现 却没有人知道 萧素兰自从搬进芙蓉阁之后 就完全被软禁起来 苏兰 你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刚刚被太监从墓驴上 拉下来的萧素兰 很是无力地趴在地上 萧锦之 你为什么要如此对我 我把你从河里救上来之后 这么多年 我可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如果没有我 你怎么能当皇帝 你这个娼妇 还好意思说对我好 那你告诉我 你在跟我之前 是不是早就被无心和尚玩腻了 还有那个叶剑青 你以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帮你吗 你背着我爬过多少男人的床 你是不是自己都忘记了 难道这些都是为了我 萧素兰 你是不是还以为我跟以前一样 是个傻子 什么都相信你 皇上 求你饶过臣妾吧 祖国不想再看见臣妾 你就把我打入冷宫 祖国你还不结恨 让我出家为你 我也是愿意的 自己以为养了只小猫 却没想到 是只吃人不吐骨头的老虎 萧素兰 你想的没 我不把你折磨死 怎么能结我心头之恨 她现在如此折磨萧素兰 除了因为萧素兰对她不忠之外 更大的原因 是她想知道萧素兰 一直藏在心里的秘密 她到底如何做到料事如神的 差点忘记告诉你件事 萧穆颜和苏婉叔已经凯旋而归 我准备给萧穆颜个将军的封号 你说我给苏婉叔一个什么样的封号比较好啊 萧锦之 你是故意的对不对 就因为我身体不急 你才如此抬取苏婉叔来伤害我 是又怎么样 萧素兰 你放心好了 我不会让你轻易死 我还没玩够呢 你知道吗 蒙回人又准备跟我们苍旗和谈了 他们进贡了两只身强体壮的熬给针 你说 就你这细皮嫩肉的 能在熬爪下熬多久啊 皇上 请你饶我一命 只要你能让我活着 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 萧锦之看着萧素兰 会在地上砰砰给他磕头 心想 看来把萧素兰下得差不多了 那你把自己知道的所有秘密 都给我说出来 如果说的我不满意 后果可不是你能承受的 皇上 臣妾能有什么秘密 臣妾所做的一切 皇上都是知道的 很好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来人 把那两只熬给我带来 我想蓝嫩肯定很喜欢 他微微咬牙 赶紧把当年找无心和尚 多苏婉叔气运的事给说了 好 无心和尚还有这当本事啊 还有呢 萧素兰 我最后说一遍 我知道的可比你想象中的多很多 例如 你能喂捕先知 他是万万没想到 萧锦之 竟然早就提防着他 萧素兰也只能把自己做梦梦到的一些事 说给萧锦之听 事已至此 萧素兰依然没有说出苏婉叔有空间的事 他感觉 自己只要能活下来 就还有翻身的一天 早晚有一天 他能把苏婉叔的空间给抢过来 皇上 我所知道的事情就这么多 看来朕不管什么时候 都是天定的皇帝 那你对苏婉叔呢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 依然死咬着他不放 你可不要告诉我 是因为嫉妒苏婉叔 皇上 我真的没有其他事瞒着你了 萧锦之听萧素兰如此说 多少信了他几分 既然你没有利用价值 那我也没必要再留着你了 萧素兰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他完全不明白 萧锦之为什么要杀他 萧锦之 你还是太过新奇了些 我还有一个大秘密没有告诉你 说 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苏婉叔身上 有一件你永远得不到的宝物 只要拥有那件宝物 不仅这全天下都是你的 你甚至还可以长生不死 可我不会告诉你 萧锦之 我萧素兰哪里魂诅咒你 今生今世 你比我死得还凄惨 萧素兰哪里魂诅咒你 萧素兰的话还没有说出来 已经咽下最后一口气 刚才还心情不错的萧锦之 一下子变得很是不爽 他刚弄明白萧素兰为补仙芝的秘密 没想到 萧素兰又跟他说 苏婉叔身上竟然有一个能让他长生不老的宝物 幸亏他没一登机 就把萧木炎和苏婉叔给杀了 否则怕是就得不到那件宝物了 萧锦之的算盘打得啪啪响 准备宣萧木炎进宫时 刚回来没几日的萧木炎和苏婉叔 竟然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他立马派身边的暗卫 去追刚刚离开京城没多久的两人 结果可想而知 他派出去的暗卫 别说跟踪苏婉叔了 就算是苏婉叔的马车都没找到 苏婉叔接到卢西云的飞鸽传书 从京城出了之后 第一站去的就是苍蓝城 不在天子脚下 他们在苍蓝城住着更加自在一些 木炎 这边排队进城 还要挺长时间呢 你先进城去找客栈吧 行 和这就去 娘 你以前来过苍蓝城吗 当年出嫁的时候 倒是在苍蓝城停留过 后来再也没来过 那我们在苍蓝城住两日 看看这边有什么新奇玩意儿 好 苍蓝城是北方比较大的贸易城 里面新奇东西还是挺多的 让开 让开 看什么看 小心老子挖出你的眼来 苏婉叔哪里受过这等气 他正想从马车里出来 结果还没等他出来 被人抽了一鞭子的小白 疼得惊叫起来 小娘子身手不错 木豆 把车架从小白身上解开 以后让小红拉 这些腰粉 你撒在小白伤口上 你抽我的马一鞭子 我也砍你一剑好了 希望你能受得住 苏婉叔一脚踢在他的马背上 一个回身 苏婉叔手里的剑 毫不犹豫地 落在锦衣护卫的右胳膊上 住手 这位夫人 手下留情啊 刚才是我的护卫鲁莽了 公子 是属下奴莽 请公子责罚 赵庆 去领三十军棍 是 属下领命 赵庆最是了解赵天郎的德行 他如此在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娘子 跟前呵斥自己 怕是已经起了坏心 这个时候 他自然是不能坏了他家公子的性质 所谓三十军棍 不过是说给小美女听的而已 说不定 今天如果他家公子得手了 他还能得到不少赏赐 慢着 这位公子 这恶奴既然是你的手下 你就应该当着我们老百姓的面 给个交代 而不是带下去处罚 刚才公子恶奴 当即纵马 还打伤了这么多人 公子就应该当街赏恶奴三十军棍 如此 才能平复百姓心头之恨 不忍说的是 来人哪 就在这里 给我打赵庆三十军棍 公子 你给我闭嘴 让他们自己人执行三十军棍 倒也不至于打得他皮开肉战 公子 让我的护卫来执行这三十军棍吧 如此你也能避嫌 免得百姓说公子 寻思舞弊 既然夫人如此说 那就让夫人的护卫 执行这三十军棍 赵天朗心里打得什么算盘 苏宛淑一清二楚 他最讨厌赵天朗这种眼高鱼顶的公子哥 他嘴上叫着他夫人 心里却要打他的主意 三十军棍就应该打在他身上 苏宛淑的护卫可都是黑雁军出身 三十军棍下去 赵庆已经痛得说不出话来 他在床上不躺满一百天 怕是下不了床 赵天朗让人把赵庆拖下去 自顾自地介绍起自己来 在下姓赵 明天朗 刚才带领手下护卫着急进城 这才惊着了夫人 如果夫人不嫌弃 在下能否请夫人喝杯茶呀 苏宛淑是万万没想到 眼前看起来很是俊朗的年轻公子 竟然是赵庆的二公子赵天朗 他现在空间内的大多数金条 还是从赵庆藏宝裤偷的 赵公子客气了 男女瘦瘦不齐 茶还是免了 公子手下伤了我的马 不知道公子想怎么陪我 赵天朗本以为苏宛淑的马 是普通的马 他如果大手一挥 给个一千两银子 自己肯定能在苏宛淑跟前 混个两熟 结果 等他看向一旁正在上药的小白时 脸色瞬间变得异常难看 小白可是匹千里马 一个能用千里马拉车的人家 又怎么能看得上一千两银家 不如夫人开个架 在下并不是横东马 我这匹马可是马王 刚才如果不是公子拦着 你能护卫 可不只是断一只臂膀那么简单 就当接送马这一条 就够他直接砍头的了 我也不讹你 我家小白这一鞭子 你赔偿我五千两银子 此事就接过了 赵天朗倒是没犹豫 当即给苏宛淑五千两银票 在他看来 只要美人不高兴 别说五千两 就算这一万两 他也不会眨一下眼 他感觉自己做到这个份上 小美人总能跟他 多说几句话了 却没想到 苏宛淑拿了银票 也不再跟赵天朗废话 转身就去给小白缝合伤口了 宛淑 小白没事吧 沐宝云受了惊吓 这会儿还是沐沐沐搀扶着 才走过来 没什么事 娘 我先给小白缝合伤口 你先坐下休息一会儿 沐宛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不着急 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 赵天朗心中 犹如一根羽毛在脑一般 别提多难受了 特别是这会儿 看到苏宛淑给小白缝合伤口 他那认真又心痛的模样 更是让赵天朗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这个美人 给骗回家 夫人 你是从外地来的吧 我家里养了不少马 也有专门给马匹看诊的大夫 如果夫人不嫌弃 不如 把你的千里马 送到我的府上 让大夫给看看 赵公子你还在啊 就在苏婉叔 想办法脱身时 进城好一会儿的 香木炎 终于回来了 媳妇 这是怎么了 刚才遇见有人纵马 还打伤了小白 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 你让小红套上马车 我们先去客栈吧 好 赵天朗看到身形壮硕的 萧木炎 差点没酸死 他还以为如此漂亮的 小娘子的夫君 定是家财万贯 或者是手里颇有权势 可眼前的男人 看起来分明只是个武夫而已 赵天朗打量萧木炎的时候 萧木炎也在看他 都是男人 萧木炎几乎是一眼就看穿了 赵天朗那点过车心思 兄台 您还有什么事吗 我这兄台怎么称呼 刚才是我手下太过鲁莽了 太精致了夫人 在下实在是过意不去 还请兄台和夫人能赏脸 让在下做兜 请二位一起吃个便饭 公子真是好兴致呀 我对吃饭没什么兴趣 不如 我们过几招 他不是喜欢装贵公子吗 那他就让他颜面扫地 细长的马鞭扫过赵天朗的腰带 他的腰带啪的一声断了 马鞭扫过他的发际 梳起的发际一下子散了 马鞭扫过他的衣巾 上面的扣子直接被抽飞 兄台 赵天朗刚想让萧木炎停下来 话还没说出口呢 他只感觉后背一疼 整个后背的衣衫 全都被萧木炎的鞭子给抽破了 露出他白花花的肉来 在场的围观百姓中 有不少妇人和小姑娘 看到那一片白 全都惊叫地捂住了眼睛 贱瓶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都还愣着干什么 没看见你们主子 被人欺负吗 有把人拿下 这回他可不会只是抽破衣服那么简单 但凡靠近他的锦衣护卫 全都被他抽得哭爹喊娘 你小子 给我等着 赵天朗咬牙切齿地 看了萧木炎和苏婉叔一眼 在护卫的搀扶下 急匆匆进了苍蓝城 木炎 你没事吧 一群乌合之众罢了 媳妇 我们走吧 我已经订好了客栈 好 怎么了 苏婉叔吓了一跳 不明白萧木炎怎么突然抱他 这青天白日的 他不会有什么想法吧 你刚才用腿 把马车车厢也踢了个粉碎 我看看你腿上 有没有受伤 没受伤啊 我看看 不用看 我受没受伤 自己还不知道吗 只看一下 萧木炎 拖起苏婉叔的腿 轻轻拖下他的鞋袜 只见他膝盖和脚上 红了一大片 这还叫没事 我去拿药油 给你搓一搓 萧木炎拿了药油来 仔细地在掌中搓热 轻轻地覆盖在苏婉叔的脚上 他只感觉自己整个脚都热得厉害 媳妇 我已经派人去给范将军送信了 等我们这边安顿好了 晚上 再去见范将军 和范夫人 行 范妍 好了 不要再揉了 此刻的苏婉叔 只感觉自己心跳加速 浑身都不自在 媳妇 你说我们什么时候 洞房比较好呢 我现在 好想吃了你 夫君 你刚才是不是故意的 你早就知道 夫君心里想的什么 小女子自然是知道的 只是咱还有赶路 万一你让我太累 我怎么赶路 苏婉叔其实对于同房 并没什么抵触心理 甚至略有些期待 但在这陌生的客栈里 她心里略有些不爽 媳妇 你是越来越坏了 带我进空间 你来真格的 媳妇 我一刻都等不了了 本来我想 等去了南风村 再跟你同房 可今天 看到赵天朗看你的眼神 我恨不得当场 就砍了她 媳妇 你只能是我 萧莫言一个人的 媳妇 你为什么不敢看我 你怎么废话那么多 苏婉叔心中 羞得要死 抱着萧莫言一个翻身 就把她压在身上 你刚才不是心情活了的 现在我磨磨唧唧 两人在空间内 大战三百回合 一直到精疲力尽 这才消停 勒合的苏婉叔 懒懒地躺在床上 心中抱怨 果然不能让狼恶狠了 否则想要喂饱 可就难了 媳妇 我帮你装肉腰 好不好 不好 现在你说的什么话 我都不会再相信 你赶紧给我烧水 我要沐浴 我们进入空间 也不知道多长时间了 万一我娘亲找我 发现我不见了 她是要着急 媳妇 你说我们两个人 单独在这屋子里 这么长时间了 娘会怎么想 赶紧烧水去 这会儿 两个人青天白日地 躲在房间里不出去 沐宝云怕是一下 就猜到两人 在做什么事 想到这里 苏婉叔恨不得 找个地方钻进去 洛峰洛雪 你们人呢 夫人 奴婢在呢 只见洛峰 洛雪四个大丫鬟 却都一脸笑盈盈地 看向苏婉叔 他们眼里的笑容 实在是太过明显 苏婉叔被看得 很是心虚 我娘呢 老夫人去前院了 河镇这边 来了一群外邦商人 带了不少新奇玩意儿 老夫人好奇 就过去看看 可带了护卫 你带了 过了好一会儿功夫 沐宝云才一脸 喜气地回屋 半叔 你看娘买了 什么好东西回来 这串臂喜 带你手上肯定好看 我还买了个小玩意儿 这是从外邦商人手里 买来的长命锁 你看后面 还是用琉璃相欠的 这个如意所 是我送给你和沐妍 第一个孩子的 也算是我这当外祖母的 一份心意 娘 这八字还没有一瓶呢 苏婉叔收起沐宝云 给的如意所 心想 怀个孩子可不容易 怎么可能一次就中 他赶紧推托说 要去找卢西云 这才拉着向沐妍 一溜烟地跑了 西云姐 好久不见 是好长时间没见了 你比我上次见的时候 长高了好多 西云姐 小芝呢 让我看看她 小芝这会儿 也一岁多了吧 是 都快两岁了 娘 苏婉叔抱着小芝 喜喊得不得了 她从来没想过 一个小奶玩 能如此之梦 西云姐 咱就这么说定了 我要认小芝 当干儿子 说话间 苏婉叔从腰间 解写一枚玉佩 塞到小芝手里 小芝既然收下了 那就是也答应了 婉叔 你可别想着 只拿一块玉佩 就把我儿子哄骗走 要等我儿子干娘 咱们得正经换信物 行 明天我就带着礼物上门 来喝小芝给我敬的茶 婉叔 你和慕炎成婚也有几年了 肚子怎么就没动静 你自己是大夫 就没给自己看看 我身体自然是没什么问题的 以前我老是感觉年纪小 就没有孩子 看看这一两年吧 等我也生个小芝这般可爱的 你这是头胎 早些药 年轻身子骨强健 生了孩子之后 恢复也快 嗯 西元姐 你最近身体怎么样 我帮你把脉看看 最近都挺好的 苏婉叔上前给卢西云把脉 手刚落在她的手腕 苏婉叔不可思议的抬头看向卢西云 婉叔怎么了 恭喜姐姐 你怀孕了 已经两月有余 真的 真是太好了 我一直想给将军再生个女儿 姐姐会如愿的 今天苏婉叔初来苍蓝城 汉海青和卢西云 自然是要好好招待他们 虽然一直吃酒到深夜 这才散席 赵天朗在香木炎手里吃了大亏 他回去越想越是气呢 很好 查到人在哪里落脚了吗 福岳客栈 这街包了一个小院 看来 手里不缺银子呀 你吩咐下去 今天晚上 把他们那一院子的人 全都给我弄死 只要那个小娘子 竹子 那个武夫功夫可不简单 我们想要悄无声息地 把所有人都杀了 怕是不好办哪 真是一群废物 就不会动动你们的脑子 我手里那么多毒药 随便放出去一点 就够他们喝一壶的 属下里没有 今天晚上 绝对让主子当新郎官 赵天朗哈哈一笑 他看上的姑娘 还从来没有失守过 今天晚上等他得手 他定要把那武夫千刀万剐 以报今天在城门口的耻辱 苏婉叔和肖木炎今天在范海清那边喝了一点酒 两人本就犹如新婚一般 这伙正热乎着呢 一回到自己屋里 肖木炎就催促着苏婉叔 把他带到空间里 都这么晚了 赶紧睡觉 再瞎折腾 小心我让你拿着被褥 去外屋睡去 苏婉叔真害怕肖木炎吃肉吃多了 会伤身 年轻气盛也不至于这么糟呀 媳妇 就一次 我保证一会儿就睡 肖木炎抱着苏婉叔不撒手 又是蹭又是亲的 瞭不得苏婉叔没有办法 只能带肖木炎进空间 不过 他很快就后悔了 男人说的话果然是不能信 所谓的一次 一会儿 都莫名的有点长 等他从空间里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后半夜了 他那点儿脚劲 也早就过去了 没有下次了 刚才如果不是喝了灵泉水 他腰怕是要断了 媳妇 别生气啊 你不是 肖木炎却隐约听到一丝脚步声 有人 我听到了 还不少 你们几个给我警醒点 别有遗漏 主子放心 我们已经打听过了 那小娘子住在西屋 我估摸着这会儿已经睡了 一会儿属下把毒烟放进去 就把那五夫给拉出来 到时候主子进去 尝尝那小娘子的滋味如何 就你小子会办事 给我动作快点 等我什么时候玩腻了 自然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他不在手下留情 但凡是他附近的黑衣龙 几乎全都一招毙命 站在远处的赵天狼 也是被肖木炎的功夫吓了一跳 撤 想走 没那么容易 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用毒的祖宗 是怎么玩毒的 那只剑只有巴掌大 扎在胸口甚至没流血 我倒是小娘子 有多大的本事呢 原来只是这些小玩意儿啊 结果小剑拔下来之后 他才发现 那小小的伤口 大鼓大鼓地往外流血 赵天狼看着夜空 已经吓得尿了裤子 他非常清楚地感觉到 流出来的鲜血沾染到皮肤上 皮肤会非常的疼 他却不知道 此刻但凡是他血液沾染到的地方 不管是衣服还是肌肤 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腐蚀 等香木炎和苏婉叔 把其他黑衣护尾 全部斩于刀下的时候 赵天狼只剩下一滩黑水 媳妇 你这是研究的什么毒药 如此厉害 我之前研制的毒药里面 加上灵泉水之后 就会变成一种腐蚀性很强的毒药 再过会儿 这些人连一点黑水都不会流下 赵静本就狼子也行 在他的管辖范围内 搜刮明知明高 养肥自己 如果赵天狼是个老实的 苏婉叔也不会把赵静的债 算到赵天狼头上 可惜赵天狼是个不开眼的 他来苍蓝城第一天 他就撞他手里了 那正好 他先把他给收拾了 也算是为了那些 被赵家压迫的普通老百姓 报仇了 刚才和晴朗的夜空 突然乌云密布 媳妇 看来老天爷 都看不过这赵天狼 作恶作断 等一场大雨过后 关于赵天狼的一切痕迹 都不会流下 被大雨一冲 什么都没了 苏夫人 豪扰啊 在下是镇南大将军 赵静的大管师 吴征 昨天夜里 我家二公子失踪了 听闻昨天晚上 这边院子 有两帮黑衣人 在夫人院子里打斗 在下想查一下 看是否有黑衣人 藏在夫人屋子里 吴管师的意思 是想要搜我的院子 吴管师 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你 我屋子里肯定没有 藏匿任何黑衣人 如果再找不到赵天狼 他怕是就要小命不报 此刻 他也顾不上 穆宝营的身份 苏夫人 夺醉了 就在这时 萧木炎的重剑 嗖地一下飞出去 稳稳地扎在 堂屋门前的 石头阶梯上 正准备上前的吴征 吴征吓了一跳 他也算是有点见识的 心中非常明白 能够把重剑插得 如此之深的人 功夫绝对是顶顶好的 这位公子 莫不是萧木炎 萧公子 我这里没有什么黑衣人 如果吴管师想要硬创 那就问问我手里的剑 吴征心中苦笑 他今天就算再带 二三十个护卫过来 怕是也进不了屋里 既然萧公子如此说了 那在下就不讨扰了 吴征带着人急匆匆来 又急匆匆走了 不过他从小院出去之后 并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让护卫 换了平民百姓的衣服 悄悄躲在暗处 盯着小院内的一举一动 娘 你没事吧 娘又不是齿胡的 就这么几个小喽啰 吓不到娘 吓死我了 是我没想周全 让娘受惊了 得公公 我让你查苏婉叔 和肖木炎的下落 可查到了 喂皇上 探子刚送来的消息 说是在苍兰城 找到了两人了 想办法把肖木炎给我杀了 活捉苏婉叔 给朕秘密送回宫中 皇上 天下美艳的女子那么多 皇上又何须 如此记怪着苏婉叔呢 萧锦芝冷笑 她记挂的可不是苏婉叔的美貌 而是她的医术和身上的宝物 自从萧索兰死了之后 萧锦芝才知道 自己身上被萧索兰下了毒 现在每个月 萧锦芝都会让无心和尚 帮她调配养身的药丸 萧锦芝有一种受制于无心和尚的感觉 这让她更加迫切地 想要把苏婉叔抓回来 帮她解毒 她略有点强迫症 想一口气把空间收拾利索了 那不如 我们再做点其他的事情吧 你老实点 我空间里还一堆东西要收拾呢 咱时间还长着呢 什么时候收拾都行 但春宵一刻值千金 这么美的夜 不做点什么 多可惜啊 一个意念从空间里出来 两人重新出现在屋子里 大白天做那么羞人的事 苏婉叔可不好意思 香母眼看出苏婉叔的窘迫来 她衣袖一挥 小机上的蜡烛一下就熄灭了 媳妇 我来了 兴奋的声音 让苏婉叔忍不住笑起来 真是越来越没个正形了 苏婉叔一行人在苍兰城 已经待了好几日 准备启程前往吉兰州 第二天天刚微微亮 苏婉叔的马车队伍就启程了 马车行驶在关道上 刚开始的时候 倒不是很颠簸 苏婉叔靠在软枕上 假妹的功夫 还能稍稍整理一下 空间里的物品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关道也越来越不好走 苏婉叔只感觉 自己颠簸得快要吐了 她索性跟香母眼 一起骑马 在关道上飞驰 温热的春风吹过她的脸颊 苏婉叔别一提多开心了 她有好长时间 没有跟今天这般洒脱的奔跑 我们找个书银休息会啊 我娘他们应该没那么快追上来 香母眼刚坐下 苏婉叔就递给她一个 刚刚洗过的新鲜大水蜜桃 有个空间可真不错呀 最少出门在外 制个瓜果 是真的很方便 两人正说着话 只见从关道旁边的小路上 跌跌撞撞 朝他们跑来一个身穿不衣的年轻女子 求公子 求小女子一命 我爹请了别人无良银子 这主找上门来 我爹拿不出银子来 这主就想把我拉去济馆卖了 姑娘 你先起来说话 公子还请你一定要救救我 我真的不想被卖掉 毁了自己的一生 你叫什么名字 家住哪里 父母都是做什么的 她这个正经夫人坐在这里呢 她竟不求他 看来 爹是个有心思的 我叫柳燕 是柳家庄的人 爹娘都是普通的农户 普通农户 怎么欠了人家无良银子 我爹去年冬天染上毒 动不动就去赌房 一个冬天 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 还欠了赌房无良银子 今天赌房都找上门去 我爹不给银子 就要拉我去卖掉还债 好你个小贱人 竟然敢咬我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这就是赌房的打手 我棒锤 柳姑娘 爱请你 不要拽着我的衣袖 小贱人 你跑得还挺快 不要以为遇上个小白脸 就会有人救你 今天你嫁不给我无良银子 老子就把你卖窑子里去 公子 求你买下我吧 我宁愿给公子当丫鬟 也不愿被卖到那肮脏的地方去 小贱人 不要以为你找到寇山 就不把老子放眼里 不给银子 你哪里也别想去 不会说话 就给我闭上嘴 再让我听见 你说一句老子 我就把你嘴给打肿了 一个小喽啰 一赶在肖母岩跟前成老子 简直不自量力 肖母岩刚才没一脚 把他给踹残废了 已经是脚下流停 像顾棒锤这种人 最是欺软怕硬 他见肖母岩不好惹 立马就怂了 公子有话好好说 小的也没招惹你啊 但他看向柳烟的目光 依然阴毒可怕 吓得柳烟忍不住 又往肖母岩身后躲 顾大爷 还请你宽限我两日 等我借到银钱 定会马上就还给你 这话你都说几百遍了 什么时候兑现过承诺 我还是那句话 今天你拿不出银子来 就把你女儿递给我 你女儿细皮嫩肉的 卖到窑子里 怎么也折够无量银子 死老头子 你今天敢答应把女儿卖掉 我就带着燕儿一起投胡 反正活着也是受罪 不如死了一了百了 公子 求你买下我吧 我还如此年轻 我不想死 柳烟娘没想到柳烟会如此做 她满怀希望地看向香母岩 如果能让柳烟给眼前的 这位公子当丫鬟 倒也是个不错的法子 总比卖到妓院 跳入火坑来的强劫 夫人 还请你发发善心 买下我女儿给你做丫鬟吧 她爹以后怕是借不掉毒 贤儿留在我身边 就算今天不卖 以后早晚有一天会被卖掉 伤我帮一把柳姑娘 倒也不难 但我身边已经有丫鬟了 不需要再多一个 你把柳老爹欠银子的借条拿出来 昨晚书见慕宝云的马车 离着她已经不远 她不想在这里跟一些不相干的人吵闹 既然碰上了 她出手帮柳烟也不是不可以 无良银子对于她来说 实在是不值得一提 但对于柳烟来说 却是有可能改变她一生的命运 顾帮着见苏婉叔 有意要帮柳老爹还银家 心里很不爽快 她早就看上柳烟 本还打算把人抓回去 自己乐呵乐呵 现在看来 她是要便宜眼前这小子了 虽心中很是不情愿 顾棒锤还是从怀中 掏出一张按了手印的借条 这是你签下的吗 是我按的手印没错 香木炎从随身携带的钱袋里 拿出一个无良的小元宝 抛给顾棒锤 赶紧拿着你的银子滚 哎呦 公子真是个爽快人 那这个小贱人就归你了 顾棒锤看了一眼柳烟 没把小美人弄到手有些可惜 不过帮赌方追回银子 今天这一趟也算是没白跑 多谢公子 颜儿 还不赶紧谢过公子 如果没公子出手相助 今天我们一家怕是要倒霉了 谢谢公子相交 你们赶紧回去吧 好好过日子 不要再去赌方了 香木炎丢下这句话 转身就去找苏婉叔 说话的功夫 穆宝云的马车已经过来了 柳烟娘件事情解决了 再三感谢苏婉叔和香木炎 就想赶紧带着柳烟走 可惜柳烟并不想跟她娘回去 娘 公子既然为爹还了赌债 我就应该给公子为奴为婢 公子 还请你留下我 奴婢虽是香叶出身 但收脚勤快 绝对不会偷懒的 你是不是还想隐身相许 给我夫君当通房丫鬟 夫人冤枉我了 我就是想着报答 公子救命之恩罢了 大娘 你这女儿心思太重 还是早日把人嫁出去好 站在原地的柳烟 傻愣愣地看着漂亮的马车 从身边经过 烟儿 我们回去吧 明天一早 我就去找你舅妈 让她尽快帮你找个婆家 柳烟娘会不知道自己女儿那点小心些 她想赶紧把柳烟嫁出去 一来是怕她爹继续赌 再卖她一次 二来 也断了柳烟攀附富贵的念想 娘 难道我这辈子 真的就只能当个农夫 我女儿这么漂亮 怎么能当一辈子的农夫 爹 肯定给你找个好夫家 不让你受苦 媳妇 你看前面有个小镇子 我们不如在那边休息半日 明天一早 再继续赶落 也好 最近连续好几日都在赶落 大家也都累了 两人骑马赛前 很快就在小镇外 靠近一条小溪边 选好今天扎帐篷的位置 母爷 溪水已经不那么凉了 我们去抓几条鱼 烤着吃怎么样 河里的鱼 有骨子土腥味 我们这边也没有合适的调料 烤出来 还是不好吃 那我看谁烤的 赶紧拿工具 我们抓几条鱼上来 媳妇 你就别下来了 几条鱼而已 我很快就能抓上来 我也想下去玩玩 水太凉了 那你身体不好 你拿一把这手的插给我 这里的鱼还挺大的 江沐言把鱼丢到岸上 继续在溪里插鱼 等沐宝云他们赶过来的时候 苏婉叔已经收拾了十几条鱼 沐江 赶紧升个大火堆 我们烤鱼吃 苏婉叔嫌弃长裙穿着麻烦 就换了一身男人穿的静装 坐在大石头边上烤鱼 他也感觉身上舒服了不少 娘 你尝尝我的手艺 没想到馒头烤一下 味道还不错 娘你慢点吃 一会烤馒头 跟烤鱼一起吃 那才叫好吃呢 嗯 婉叔 刚才你和沐言休息的时候 遇上什么人了 我怎么看到一个小姑娘 站在路边哭 本来我是好心救人 结果给自己还添堵了 我本事好意 差点就被讹上了 以后出门在外 像这种事 沐言肯定会遇到很多次 我想以前在军中 沐言的同僚 应该也给他送过美人 这怎么可能 以前没听沐言说过呀 或许沐言觉得 这都是小事 他才没跟你说 我就想不明白了 为什么这么多人 总想着往沐言屋里塞人 难道给人做妾事 却那么光彩 人不畏己天诛地灭 只要能达成自己的心愿 送个美人又算得了什么 不止是在苍蹄国 就算是他以前生活的世界 不也都是这样 讨厌的苍蝇 总是无处不在 媳妇 我保证 不管是过去 还是未来 我肖沐言 只有你一味正气 绝对不会多看 其他女子一眼 好 我相信你 媳妇 我帮你揉揉腿 媳妇 今天你 是不是吃醋了 我才没吃醋 别闹我 不闹 我就想挨着你躺会儿 最近也不知道是为何 苏婉叔特别爱睡 中午小夕一会儿 半个时辰就过去了 如果不是乡母言叫他 估计还能再睡 媳妇 我们去镇上逛逛吧 也不知道镇子大不大 我将他们回来说 大河镇挺大的 两人稍微洗漱一下 带了几个护卫小厮 一起骑马去大河镇 甜甜的红糖草糕 五文钱一块 大婶 给我来一块 好嘞 甜吗 甜 让我吃一口 就着苏婉叔的手 萧木言直接在苏婉叔 咬过的地方咬了一口 很甜 一脸幻笑的萧木言 一边吃红糖草糕 一边看着苏婉叔 他媳妇 可比这个甜多了 没个正行 欠债还钱 天经理议 既然你没钱还 那就拿你女儿抵债好了 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到处都是卖女还债的 我们过去看看 等他走近一看 这才发现 卖女还债的人 他竟然也认识 正是今天上午 在路边遇上的柳燕一家 看到这个架势 苏婉叔心中很是奇怪 上午的时候 他不是已经帮刘老爹 还了赌债 怎么这会儿 他又被孤邦锤抓了 小贱人 你倒是跑了 我看你能跑哪里去 不要以为 有个小白脸公子救你 你就能从我手心里跑了 你只要有这么个爹 你这辈子都跑不掉 木大爷 求你放我一条生路 我会努力做工 帮我爹还债的 你做什么工 能帮你爹在短时间内 还十两银子的债 依我看 最快的速度 就是把你卖到窑子里去 没多少时间 就能帮你爹把赌债还清 听到这里 苏婉叔基本明白 为什么柳燕一家 会出现在这里 感情他们前脚 帮刘老爹还清赌债 他后脚又跑到镇上赌馆 继续赌 果然 只要是一沾染上赌这个字 就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你们要债 就去找刘老头要 为什么非要抓我们母女 刘老头拿不出来 可不得问你们要 再说 是刘老头答应要卖你们母女俩人 换赌债的 可不是我要求的 四老太婆 你虽然人老猪黄 卖去窑子没人要 但可以去做苦工了 一个月下来 怎么也有个几百文 我这人也不是丧尽天良的 等你们一家 什么时候把十两银子的赌债还上 我就放你们自由 不过 前提是刘老头不再赌输了 如果他再继续输钱 以后你们母女两个 怕是要在窑子里干一辈子了 来人 把卖神起书拿来 让他们签字画牙 柳燕娘最是清楚 今天只要按手印 他和柳燕这辈子就完了 死刘老头 我跟你拼了 你怎么敢把我们母女给卖了 锋利的匕首 结结实实扎在刘老爹胸口 他不可思议地低头 看了一眼胸口的匕首 张了张嘴 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就咽气了 快 快把这个疯娘们给我抓起来 只听砰的一声 鲜血洒在赌方门口的台阶上 娘 你怎么狠心就丢下燕儿走了 在柳燕的哭喊声中 已经闭上眼的柳燕娘 竟缓缓睁开了眼 别碰你娘亲 苏婉叔快速把加了灵泉水的药丸 给柳燕娘服下 同时又拿银针 封住她头上的几大穴道 让鲜血不要往外流 柳燕娘能不能活下去 就看她自己的造化了 夫人 你不要给我吃药 我知道我活不了 大婶 你别说话 我的药非常厉害 今天你一定会活下去 夫人 求你救救小妮 她虽是个蠢笨蛋 但她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 大婶 我答应你 一定救柳姑娘于水火 麻烦夫人 送小妞去她舅舅家 我能嫁人 自会帮她 大婶 你好好活着 柳姑娘送谁家都会吃苦 还得你自己照顾她 才最妥当 柳燕娘苦笑了一下 缓缓闭上眼睛 娘 你醒醒 不想让你娘死 现在就给我闭嘴 沐江 去找个木板来 先把柳燕娘 送我们帐篷那边安顿下来 小的 这就去办 班长 这位夫人 你想做什么 做什么 你一次逼死两条人命 我看你这赌方也别开了 太晦气 这可跟我没关系 是他们自己想不开 想要寻死 现在刘老头死了 我就吃亏点 只让他女儿 抵债十两银子好了 不傍串 得饶人处且饶人 刘老头已经死了 你又何必 救着他的家人不放呢 就是 刘老头欠下的那十两银子 说不定还是你 故意给他下的套 你们这些真是嘴碎 我可是实打实的借给刘老头十两银子 他自己全输光了 关我屁事 人都死了 你还惦记着那十两银子 你怎么不直接去阎罗殿追债去 放屁 老子 我说过 在我面前 你最好不要自称老子 公子 我们有话好好说 别动手啊 人死再消 你和刘家的恩怨 就此了结了 如果你不服气 那我手里的这把剑 绝对能把你打服气 公子 你把人就这么带走啊 那我可怎么交叉啊 刘老爹确实欠了我们赌方十两银子 刚才我媳妇不是跟你说了 让你去地下找刘老头要去 顾棒锤见他们要走 瞬间急得团团转 想上前来 但又不敢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一行人远去 你们这群废物 我养你们有何用 还愣着干嘛 赶紧把人丢到暖藏岗去 放在这里不够晦气呢 顾棒锤以为这事完了 不知道谁报给了官府 不过半下午 赌方因为出了人命 就被查封了 给我准备热水 我要先把邹大婶 额头上的伤口缝合 柳姑娘 你先出去一会儿 我要给你娘缝合伤口 哦 巫人 我谢你的救命之恩 苏婉叔摆摆手 没有多说话 他救人可不是因为柳烟 我谢公子出手相交 柳姑娘不用着急 我媳妇医术很是不错 邹大婶肯定会好好的 穆颜 你去忙你的吧 这边有我 你在这里也帮不上忙 行 开窍后的香穆颜 还是非常敏锐的 她早就发现 自己媳妇不惜柳烟 她可不想跟柳烟 一起站在这里 万一她媳妇 给邹大婶缝合好伤口 出来见两人站在一起 怕是又要打翻粗坛子了 夫人 我娘怎么样了 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你可以进去看看你娘亲 不过万不可移动她 柳烟点点头 很是急切地进帐篷去看邹大婶 媳妇儿 你哪里不舒服吗 刚刚给邹大婶 做了头部手术有些累 把药材给洛宇 一会儿她要给邹大婶煎熬 我去床上躺会儿 天黑了呀 媳妇儿 你可出来了 哪里不舒服 要不要找个大夫看看 你个呆子 我自己就是大夫 最近或许是太累了 只动了一个小手术 就有些累 从今天开始 你要给我节制一些 不能再胡来了 媳妇儿 那晚上 我帮你 揉揉痒好不好 一点都不好 你给我老实点 再让我累着 我直接让你变太监 媳妇儿 你太狠了点吧 再叙叙叨叨 小心 昨晚叔朝着香木炎的要害 笔划了一个手刀 吓得香木炎要害一紧 娘 我肚子好饿呀 怎么睡这么久 有点累 婉叔 你的魁水最近有没有来 木炎云如此一提醒 他立马就反应过来 自己的魁水 确实好似延迟了 不能吧 婉叔怎么样 是喜脉吗 苏婉叔不可置信地点了点头 是喜脉无疑 这个孩子来得太突然 苏婉叔有一丝恍惚 他竟然要当娘了 那真是太好了 菩萨保佑 我期盼这么久 终于让你怀上孩子了 婉叔 我们是不是现在 就要给小宝准备衣服了 娘 我这才怀孕没多久 离这生还早呢 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先准备着 也到你生的时候 手忙脚乱的 沐妍 沐妍 娘 怎么了 板叔怀孕了 我正想着给小宝 制作无宝贝呢 娘 你刚才说 板叔怀孕了 对 你马上就要当爹了 媳妇 我有孩子了 我要当爹了 沐妍 你松开我 我快被你勒得 喘不过气来了 对 对 你可是有身孕的人 我不能用力抱你 从今天开始 你不能跟我同房 要一直等我把孩子生下来 养好身体之后才行 她才刚开始吃肉没多久 正是喜爱的时候 突然就这么给她断了 她瞬间僵住了 媳妇 没别的办法吗 没有 难道你没听说过 很多大户人家的夫人怀孕之后 夫妻是要分房睡的吗 刚才我把麦的时候 隐约觉得 好似是怀了三胎 也不知道准不准 现在月份太小了 她有那么厉害 媳妇 我月份小 不宜大肆宣扬 我娘都没告诉 别让她空欢喜一场 我知道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有人能怀三胞胎 搜大婶你醒了 有没有感觉那里不舒服 头痛或者头晕 萧夫人 谢谢你三番两次救我 我都好 搜大婶 明天我就离开大和珍 我给你留下一些药 你只要好生养着 很快就能完全恢复健康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明天我一早 让人送你过去 夫人 我已经没有家了 夫人 你救了我和燕儿的性命 我无以为报 还请夫人等我伤好 给夫人当奴婢 报答夫人的救命之恩 搜大婶 我不需要你报答 你把身子养好 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就行 我一个孤身老婆子 能有什么好日子过 等我把燕儿送去她舅舅家 就跟夫人签订卖身契 还请夫人一定收留我 娘 我不去舅舅家 我要跟你一起跟随夫人 夫人 老夫叫你无方 让你见笑了 行 那就按照邹大婶的意思来 明天一早 我让人去请柳姑娘的舅舅 舅妈过来 等送婉叔出去 邹大婶才红着眼睛 细细跟柳燕说明白原有 燕儿 你心里想什么 娘心中明白 可你要知道 从你出生那天开始 就不定你无法加入大伙人家 当正妻 就算是能嫁进去 也只是当妾室而已 天儿 妾室通买卖 万一当家主母是个厉害的 容不下你 等你人老猪黄 怕是活得猪狗都不如 你听娘一句劝 你舅舅和舅妈虽是严厉的 但他们不会害你 就你这等容貌 定会给你找个阴时人家 当正妻 以后你生了儿子 好好教导 考个功名出来 你也算是熬出头了 娘 可萧公子不像是 磕带妾室的人 你这死丫头 你想气死娘亲吗 你难道看不出萧公子 爱极了萧夫人 她怎么会做出 让萧夫人难过的事来 天儿 以后这样的想法 你万万不能再有 夫人叫了我们母女的性命 你怎么能恩将仇报 娘 天儿 如果你在执迷不悟 以后你就不是我的女儿 你是死是活 我都不会再管 娘你捏疼我了 我听你的还不成吗 第二天一早 苏宛书就让木江 亲自跑了一趟邹大婶娘家 把他兄长和嫂子叫来 以前柳家所有之前的东西 全都被刘老爹卖了 邹大婶没什么可给柳燕的 只能预支了一年的工钱 十五两银子 给他大哥 让他大哥帮柳燕置办一份嫁妆 清晨寒冷的北风中 柳燕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邹大婶心中唯一的牵挂也放下了 夫人 我谢你收留我 邹大婶 我看你 也是个有本事的 以后就在我身边 当个管事嬷嬷吧 多谢夫人 奴婢以后定会为夫人做好事 半叔 平时看你沙发果断 却也是个心软的 邹嬷嬷也是个可怜人 刘老头死了 他连娘家都回不去 女儿又是个拎不清的 我不收留他 他怕是只能去尼固安度过余生了 邹嬷嬷亲手杀了刘老头 虽事出有因 但回到娘家之后 村里的闲话就能要了她的性命 再者 他如果跟在柳燕身边 甚至她的身份 会影响到柳燕的婚事 这世间对我们女子太严厉了些 说 你看那边 有几个逃难的 这样的事情 萧冠城实在是遇见太多了 他甚至有些麻木 你们是从哪里来了 老哥 我们四个是从墨沙城那边过来的 今年秋天墨沙河发大水 我们村子被河水冲没了 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这才妥家代口出来讨饭 谁能想 出来的时候是一家子 最后这个家 就只剩我了 丁娟如此说 萧冠城也就信了他的话 我们村子倒是可以给你们避难 不过我们村子规矩多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接受 多谢老哥收留 我们哥几个都是能吃苦的 只要有口饭能让我们活下去 我们怎么样都行 头儿 我们来了两天了 要不要今天找个人打听一下 萧冠城家里的消息 萧 你坐得隐蔽点 万不可让别人起疑 属下明白 他们来了这么长时间 之所以按兵不动 就是害怕引起有心人的怀疑 趁着吃饭的功夫 丁卯跟来的比较早的难民 打听萧冠城的事 萧大叔 可不是南风村的李正 你们不知道吧 南风村的李正是个姑娘 哦 不对 是个夫人 是萧家的儿媳妇 没想到如此繁荣的村子 竟然是个妇人当李正 真假的 一个夫人当李正 这样的事情 我还是闻所未闻呢 这算什么呀 人家李正 很是有本事 前几年南风村 还是一个吃不上饭的小村落 现在 在苏李正的带领下 才有了现在的这副模样 你还没进村子看过吧 等你以后有机会进村子 你在这里面住下 就再也不想离开了 萧大叔的儿媳妇都这么厉害 那他的儿子肯定也是人中龙凤吧 这话 对也不对 我听说 萧大叔的儿子 小时候是个吃傻的 一直等娶了李正之后 才慢慢地变得聪明 后来 还去了功夫 去边关上阵杀敌 确实是个英雄 萧大叔的儿子 叫什么呀 叫萧木爷 他和苏李正 去年去了京城了 听说 失去多大买卖了 不过前些日子 听村里的人说 今年两人就要回来了 只是不知道 什么时候回来呀 苏李正 可是叫苏万叔啊 正是 丁权和丁毛两人四目相对 两人满眼都是激动 又震惊的神色 头儿 我们要不要 先找萧冠城 把事情说明白呀 萧锦之的招牙 现在怕是早已经四处 搜查我们的行踪 万一我们暴露了 整个南风村 怕是都要跟着倒霉 刚才那个难民不是说 萧木阳和苏万叔 很快就要回南风村 我们不如直接等他们回来 再把事情说清楚 此刻的丁权心中也满是激动 他拿着警员地给的信物 来南风村找萧冠城 为的就是希望 找到先皇后所生的九皇子 取代萧锦之 登基为帝 现在知道九皇子 不仅活得好好的 甚至还练就了一身 不俗的功夫 娶了郑国大将军的 嫡女为妻 丁权打心眼里 为萧木炎感到高兴 如果萧木炎只是个普通的农户 就算他把玉玺给他 他想在短时间内撑地 怕是也没那么容易 想到这里 丁权心中满是感叹 或许 这就是天意吧 苏万叔和萧木炎 可不知道有人拿着玉玺 在南风村等着他们 一直在外面等待的 丁权和丁卯 好不容易等到 两人回南风村 他们本想过两日 等两人休息差不多了 再来提此事 可两人哪里忍得住 最终还是过来了 属下见过九皇子 什么九皇子 我听不明白 你们在说什么 魏殿下 我们两人都是先皇身边的安卫 我是安卫头领丁权 这位是副头领丁卯 早在萧锦之篡位那日 我们两个就带上玉玺 和先皇的密信 来南风村寻找殿下 皇天不负有心人 我们终于完成了 先皇的临终嘱托 找到殿下了 原来当年先皇后 并不是正常死亡 而是被后妃下毒 景元帝爱惨了先皇后 他非常清楚 这个刚刚生下来 身子很瘦的儿子 如果在宫里 肯定是养不活的 那时候景元帝根基不稳 只能想办法 把萧木炎送出宫 经过好几道手 萧木炎被托付给萧冠城 爹知道 萧老爹并不知道 殿下的身份 景元帝在信中说 当萧木炎看到 这封信的时候 肯定他是非正常死亡 他让暗卫统领 把玉玺带给他 只要有玉玺在 他就可以号令 苏廷义 范从璐等几位大将军 帮他夺回皇位 丁统领 玉玺呢 在属下这里 丁统领把一个黑色 绣着龙纹的布包 双手递给萧木炎 布包在萧木炎手里打开 里面正是失踪多日的玉玺 穆炎 刚才那人说你是皇子 娘 不管我是不是皇子 都是你的儿子 二十多年的养育之恩 你什么都重要 这事要不要告诉你爹 说吧 我爹这些年 也是被蒙在鼓里 穆炎怎么了 姐 你以前一直说 我是你从外面捡的 是啊 那年再慌 有不少人家过不下去了 逃慌的时候 就把孩子丢路边 那会儿我和你娘亲 还没孩子 就把你捡回来了 这个理由 他都说了二十多年 早已经深深印在脑海中 这两人说 当年是有军中的人 把我交给你的 小老爹 你可认得这块玉佩 这块玉佩 是当年他在军中立下军功时赏赐下来的 小老爹 当初把我家主子委托给你的人 是曾经宋将军帐下的小将宋斌 当时他跟你说 我家主子是宋将军的小儿子 丁权说的都很对 当初宋斌临走的时候 萧冠成把身上的玉佩给了宋斌 说这是以后 跟宋将军儿子相认的信物 小老爹 宋斌给你的这个孩子 并不是宋家的儿子 而是先皇的九皇子 丁权的话 直接让萧冠成愣在原地 将军之子变成皇子 爹 娘 你们放心 不管我萧木炎的亲生父母是谁 但你们养育了我二十多年 你们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父母 好好 木炎 有你这句话 娘没白疼你一场 就在丁权说出实情的时候 杨桂花还以为 自己要失去萧木炎了 现在萧木炎的话 着实给杨桂花 吃了一颗顶心丸 我会在下面 我会在这儿的家里 我会在那儿做什么 我会在这里 你不可以在那儿做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皇叔请说 皇上玉玺在手 身边又站着两大安美头领 我等自然是承认皇上的身份 还请皇上更换玉碟 昭告天下 早日登基 登基大典 倒是不着急 这天下还一团乱呢 你正看 等明年 再举行登基大典也不迟 说着 肖默炎把玉玺拿了出来 当初 先皇派丁拳 丁卯 给朕送玉玺 其用心 朕铭记于兴 一般新皇继位 为了表示对先皇的尊敬 登基大典 都是第二年才举行 肖默炎也遵从这个组织 不想更改 皇上英明 差点忘记 还有萧景芝的事 我以前 在南风村生活的时候 萧景芝 被河水冲到了我们村 我唐姐也不知道 从哪里打听到 先皇有一位九皇子流落在外 她把萧景芝救回来之后 误以为萧景芝是九皇子 这才一路 护送她来京城的 此事 我唐妹萧云 刻意证明 当年 先皇脱孤给我爹 是有信物的 幸亏信物还在 回头 皇叔仔细地查验一番 免得再有人说 朕的绅士问题 微臣领命 既然事情明了了 来人 把萧景芝 拉到东市 当着京城老百姓的面斩了 赶坏皇族血脉 本事应该株连九族的 但萧景芝自己丧心病狂 把自己的族人 都杀光了 此事也就如此吧 娘 我怕是要生了 我扶你回屋 先不着急 我在院子里活动一下 苏婉叔忍受着疼痛的折磨 心中想的却是 香木炎再不回来 可竟要错过她生孩子了 她说过要陪她的 婉叔 不行你就喝止痛的汤药吧 你要生三个孩子 需要耗费的力气 比别人也要多一些 爹 我还能再忍忍 一个时辰过去了 苏婉叔疼得出了一头汗 身上的衣衫甚至都被汗湿了 媳妇 我回来了 但我身上太脏了 我洗漱干净了 再来见你 你等我一下 娘 我要生了 媳妇 有我在呢 你如果疼 咬我的胳膊 苏婉叔也不客气 狠狠地给了她一口 只听发了一声 第一个孩子终于生下来 在灵泉水的帮助之下 第三个孩子终于顺利生下来 杨桂花特意把三个小奶丸 放在肖沐妍亲手制作的小木床上 摆放到苏婉叔的跟前 她希望苏婉叔一会儿醒来 能马上看到自己的孩子 娘叫你出去做什么 也没什么 媳妇 你先睡 我去收拾一下胡子 这大晚上的你就别忙活了 明天再收拾 不行 就得现在 说着 肖沐妍给苏婉叔盖好被子 就先出门了 今天苏婉叔是真累惨了 迷迷糊糊地睡着 就在苏婉叔似醒非醒的时候 突然感觉身上的被子被人掀开了 穆 穆妍 你在做什么 娘说 我要帮咱们家孩子通一下口粮 如果他们 老是错过吃奶的时间 你这里会难受的 可我现在不难受啊 那就更要我帮忙了 要不没奶 三个小家伙 可就没吃的了 在他以前的人之里 可以用机器帮忙的 没想到 古人的智慧更好 直接用人工的 你少聊不啊 我很认真的 也不知道 是不是肖沐妍的功劳 第二天 三个小家伙的口粮袋子就有粮了 你有没有想过 给咱家三个奶娃起名字 我早就想好入名了 老大是男娃 就叫九末 老二和老三是女孩 老二叫财财 老三 叫卫西 好 两个女儿娶 兼家财财 白鹿卫西 这个我知道 只是 为什么老大叫九末 因为他们三个都是出九生的 而且老大最红 我琢磨着 他长大了肯定会最黑 他儿子如果知道 自己的乳名是如此来的 他是会要扯他娘亲的头发 那大明 就让爹来去吧 媳妇 清月山避暑行宫一案 不是已经有眉目了吗 你怎么不把那些最臣 全都抓起来 现在 总共才抓了十几人 连一半都没有 抓几条肥鱼就行 如果把池塘里的鱼 全部抓没了 谁给皇上干活 不愧是我媳妇 想的就是周全 只有池塘水被搅浑了 那些大鱼 不想猜忌 才不敢做出 太过出格的事情来 如果池塘太干净了 反而 是我要头痛了 是这个道理 互补一事 我明面上 也就查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私底下 我还会让宋子熙 继续盯着 如果有人贪污的银子 足够多 我会让他们 全部给我吐出来 忙碌的日子 一转眼就过去了 肖母爷和苏婉叔 终于迎来 属于他们两人的 登基大典 从经典开始 肖母爷正式成为 苍齐国的皇帝 而苏婉叔 也成为苍齐国 有史以来 第一位可以上朝的皇后 皇后娘娘 这是皇上给娘娘准备的 大红的婚服 映入苏婉叔的眼帘 穆颜 你这是 宫中帝后大婚 规矩繁多 我想着 你肯定不喜欢 就把大婚的程序 给简化了 但该有的 我可没吝啬 这件婚服 从我当皇上开始 就让人准备了 历时将近一年 才赶制出来 我来给媳妇儿换上 肖母爷亲自 帮苏婉叔换好婚服 一直以来 苏婉叔都知道 肖母爷极为宠爱她 她的一切在她眼里 都是极为重要的 但她怎么也没想到 肖母爷会为她 再补办一场婚礼 她的心思 她是明白的 她这是想要 召告天下 她肖母爷心里 她到底有多重要 我再看那幅画 今生不变着牵挂 媳妇儿 你小睡一会儿 晚上 我还给你准备了节目 什么节目啊 我现在一点都不想动 晚上我给你准备了烟花表演 我要让整个京城的人 都能感受到 我们两个人心中的喜悦 你现在花样可真多啊 为了博得皇后的开心 真可是费尽心思呀 少来哄我 我说的都是真的 只要媳妇儿高兴 要这天下 我都拱手相让 我要这天下做什么 你又胡说话 她真是爱极了所玩书 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 都给她摘下来 既然皇后娘娘睡不着 那我就带着皇后 去个地方 说着 向母言托人把苏丸叔 打横报起 出了偏点 你这是带我去哪里啊 去了你就知道了 母言 你什么时候翻修的摘心格 这也太浪费了吧 窗户上挂的窗纱 那是娇杀 这里 是我专门为你翻修的 自然要用最好的 向母言身强体壮 抱着苏丸叔 轻而易举地上了五楼 这还是她第一次站在高处 遥望整个京城 只见远处一片灯火辉煌 可见京城有多繁荣 穆言 在两年内 我要让苏丸国再多十座 能跟京城媲美地称斥出来 我相信媳妇一定能做到 只想让小九快点长大 等她能听证的时候 我就可以和媳妇 一起逍遥快活了 小九现在才一岁 您可有得等 两人闲聊的功夫 突然夜空中有烟花榨干 苏丸叔看向远处 原本寄见的夜空 被献立的烟花占绩 好不热闹 整个京城的人 几乎在同一时间 仰望夜空 他们都以为 这是为了庆祝 萧梦言登基 而放的烟花 且不知道 这只是一个男人 给他心爱女人的礼物